新娘子自杀了 北秦国 帝京 华灯处上 红装十里的长街上 骤然响起一声尖叫 喜庆的乐声顿时被打断 迎亲的队伍乱成一团 嬷嬷丫鬟惊慌失措地尖叫着 无数百姓惊讶地看着队伍中间 那一顶八人台的龙凤花轿 此刻 花轿底部正滴滴答答渗着血 血迹一路蜿蜒 触目惊心 快来人 把新娘子扶出来 喜嬷嬷大喊着 几个丫鬟赶紧冲上前 从花轿里拖出了一个凤冠侠佩 猛着喜怕的女子 只见她手腕处赫然是一道深深刀口 鲜血喷涌而出 一把带血的匕首掉在地上 先扶进去 叫太医过来 王府管家皱着眉 眼底满是厌恶 痛 萧令月昏昏沉沉之间 只觉得剧痛袭来 有人粗暴地拖拽着她的身体 昏沉的神智逐渐清醒 她睫毛微动了动 听到四周传来的嘲讽议论声 看呐 这萧家大小就割腕自杀了 要寻死也不早点死 等花轿抬到翼王府门口了才死 她这是存心恶心 我们翼王爷吧 她用卑鄙手段算计翼王 逼得王爷娶她为正妃 现在眼看就要达成目的了 竟然在花轿里割腕自杀 这女人脑子是进了水吧 那可未必 谁不知道翼王厌恶她至身 她若是真嫁进翼王府 那也是守寡一辈子的命 还不如现在死了 到死都占着一个王妃的名头 这女人心思恶毒着呢 萧令月一时茫然 萧家大小见 是谁 忽然脑海刺痛一闪 大量陌生的记忆喷涌而出 萧令月愣住了 她竟然重生了 几个丫鬟将她扶进心房 往洗床上一丢就不管了 匆匆忙跑出去 萧令月头晕眼花地坐起身 一把掀开碍事的喜帕 就看到手腕上猙獰的伤口 鲜血还在鼓鼓往外冒 搁得这么深 明显是不想活了 萧令月咬着牙扣紧手腕穴位 撕下不调将伤口紧紧包扎 她忙着处理伤口 意识没注意 过量失血导致的身体异样不断传来 萧令月感觉自己喘不上气 一种异样的难受感从体内升起 整个人就像进了蒸笼里 汗水顺着冷白的侧脸滑落下来 等等 她忽然意识到不对 这不是失血反应 她中药了 这具身体的原主人被人下了药 割腕不是为了自杀 而是为了放血 减轻药效 萧令月顿时意识到不好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大出血刚刚止住 体内的药效瞬间开始汹涌 她扶着床檐想要起身去找水 双腿却一阵阵发软 差点摔在地上 偏偏就在这时 屋外又传来杂乱的人声 王爷 您息怒 滚开 本王倒要看看 他到底想干什么 一道冷冽 震怒的声音响起 大步匆匆 静止揣开新房门 碰 巨响声下的人心里一颤 王府管家 侍卫 丫鬟惊恐跪了一地 王爷息怒 萧令月般跪在床边 勉强抬起头 模糊的视野里 只看到一道 修长冷冽的墨色 身影站在门前 那就是 一王占北韩 都给本王待在门外 没我的命令 谁都不许进来 男子冷冽 如雪的声音响起 碰 新房大门猛然甩上 紧接着 脚步声声逼近 如同催命一样 呃 萧令月痛苦地皱紧眉头 鲜白薄梗 被男人一把掐住 重重按在大红的洗床上 五指狠力地收紧 血的虚弱 以及体内叫嚣的药性 不断翻涌 萧令月本能得挣扎 放 放手 铺满整个洗床的花生 桂圆等吉祥物件 被他挣扎的动作 扫下床铺 稀里哗啦洒落一地 王爷 屋外的管家等人 听到动静 惊慌开口 闭嘴 都给我滚 湛北韩力气地怒吼道 屋外瞬间安静下来 人都走了 偌大的洗房里 只剩下一对 还没来得及拜堂的新人 新郎官掐着新娘子的脖子 眼含杀气 很利不留情 萧令月 你竟敢在本王的花轿上自杀 这么想死 本王现在就成全你 嗯 萧令月被掐得喘不上气 眼前一阵阵发黑 完全说不出话来 男人的五指仍然在收紧 这个混蛋 他当真要活活掐死他 萧令月憋住一口气 手指摸索着抓住男人的肩膀 顺势扫过颈部 在湛北韩还未来得及反应之前 找准穴位 猛然用力一击 湛北韩猛地浑身一僵 身体瞬间被点了穴 僵硬地倒下来 可嗨嗨 萧令月这才费力地挣脱他的手 歪倒在一侧 捂着脖子拼命咳嗽 差点就憋死了 萧令月 你敢偷袭本王 怒火中烧的声音响起 字字磨牙 萧令月转过头 看到湛北韩一张俊脸 黑得可怕 他恼怒又好笑 你要杀我 我为什么不敢偷袭你 因为差点被活活掐死 他嗓子受了伤 阴色低柔沙哑 莫名撩人 你 湛北韩气地咬牙 你一个废物大小剑 从哪学来的点学之法 这点学法 极为精妙罕见 他用尽全身功力冲击 竟然都冲不开 反而隐隐有经脉胀痛 内功反噬的感觉 我劝你 还是省点力气吧 这点学法没我解开 你这辈子都想冲开 嗯 萧令月话还没说完 声音一变 眉头紧紧皱气 该死 这具身体没有内力 他快压不住体内的药性了 不难 难的是他手边没有药材 如果迟迟不解的话 说不定就有性命之忧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 萧令月目光悠悠地 望向湛北韩 眼神有些诡异 你想干什么 湛北韩被他盯得浑身发毛 你 睡过女人没 萧令月突然凑上前 水润朦胧的乌眸盯着他 冷不定问了一句 湛北韩差点 以为自己听错了 随即就是暴怒 萧令月 别吼那么大声 我就是礼貌问一句 萧令月感觉自己快没力气了 手臂一软 干脆趴在他胸口上 抬头笑道 先问清楚 睡了几个 我这人有洁癖 不喜欢别人用过的脏东西 本王杀了你 湛北韩气的蹊跷生烟 生什么气 要不是我中了药 能便宜了你吗 反正大婚都办了 新婚之夜 我睡你理所当然 萧令月说着 吃力地支起身子 嘟囔道 说起来 我还没看清 你长什么样子呢 湛北韩死死瞪着他 即使是这副要杀人的表情 也掩盖不住他一张风华绝代的脸 剑眉斜飞入病 眸色漆黑如墨 鼻梁挺直 一双狭长的凤眸 四身晴 又四凉薄 气质金贵狂傲 有种浑然天成的强势与霸道 尤其是此刻怒火中烧 却又无法动弹的样子 看起来真是诱人 长得不错 萧令月满意一笑 随即 他伸手扯开他的衣带 附了上去 湛北韩惊怒万分 你想死吗 滚下去 脾气真大 都说我中药了 你一个大男人 又不会吃亏 你敢碰本王试试 湛北韩气得要吐血了 他中药了 拿他当解毒工具 还是在新婚之夜 简直岂有此理 萧令月一边费力地扒他的衣裳 一边似笑非笑道 我就碰了又如何 你再喊得大声一点 让你们王府的人都 近来围观怎么样 湛北韩 他简直不知羞耻 下一秒 纤细火热的身体贴上来 他明明满心屈辱抗拒 身体反应却不受控制 晴蒙一夜 十股欢愉 清晨 一缕阳光照入心房 而闭粗的龙凤洗竹 已经燃到尽头 缓缓熄灭 洗床上 男人墨地睁开眼 俊眉冷冽的脸上 闪现出戾气 昨晚 别样的新婚之夜 历历在目 每一帧画面 都清晰得可怕 湛北韩牙关 咬得歌之响 身上的穴位已经解开 他掀开被子起身 狼藉的床榻上 一张燃血的喜帕飘落下来 红眉点点 灼灼盛盛放 湛北韩冷着脸 眸光一扫 新房里空空如也 那个胆大包天的女人 已经不见踪影 敢偷袭她 还拿她当解药用 真是好样的 他不好好教训她 湛北韩这三个字 就倒过来写 湛北韩满身怒火 扯了一件外袍披上 正准备往外走 忽然瞥见一旁的梳妆台上 萧令月昨天带过的 凤冠底下 压着一张纸 她宁眉 走过去抽出一看 顶头赫然是两个大字 修书 湛北韩额头清惊一跳 她继续往下看 本人萧令月 丈夫湛北韩 因夫妻感情不和 顾励此书修夫 此后一别两宽 各不相干 以此为正 最底下是一道 龙飞凤舞的签名 摁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湛北韩俊眉冷力的脸上 瞬间猙獰 萧令月 蓬勃的怒火 瞬间将她淹没 她狠狠撕掉所谓的修书 一掌 派在梳妆台上 轰隆 檀木打造的梳妆台 顿时坍塌粉碎 精美的凤冠 无数珠宝首饰 稀里哗啦撒了一地 你最好祈祷 别落到本王手上 一刻钟后 京城紧急戒严 无数黑甲士兵 倾巢而出 封锁京城各个城门 每一个角落都仔细搜查 所到之处 鸡飞狗跳 人养马翻 这是出什么大事了 龙龄卫都出动了 嗨 你还不知道吧 昨儿个新婚的翼王殿下 出大事了 听说 昨天刚进门的翼王妃 今天早上就离奇失踪了 还留下了一纸修书 说要修复 哇靠 真的假的 这还能有假 翼王殿下都气疯了 不惜调动龙龄卫 绝第三持 也要把萧灵月抓回来 萧灵月昨天在花轿中 割腕自杀 宁肯死也不嫁给翼王殿下 莫非是因为翼王殿下 不太行 噓 这话可不好乱说 你知我知 谣言纷纷传播 百姓们就跟过大年一样 兴奋地交头接耳 不过一早上的功夫 各种离谱的传言全出来了 有说翼王殿下不太行 翼王妃宁死不屈 扔下修书后 逃之夭夭 有说萧灵月心中另有所属 连夜跟人私奔了 翼王殿下头顶绿城青青大草原 还有说 萧灵月其实已经死了 被翼王杀死在心床上 瞪着眼睛死不明目 翼王府为了掩人耳目 才故意说她跑了 各种传言满天飞 酒楼包厢里 萧灵月站在窗边 看着下方街道上 来回搜寻的龙灵卫 嘴角抽搐 不就是睡了一下 至于吗 明明她自己也不想娶我 我还特意 写了个修书撇清关系 她居然封锁整个京城 派龙灵卫来抓我 萧灵月愤愤不已 狗男人 吃完就不认账了 她转过头 对面的梳妆镜里 倒映出一张蜡黄的少年脸庞 与她原本的真容 差了十万八千里 幸好我早有准备 想抓我 下辈子吧 萧灵月摸摸脸颊 得意一笑 身为医毒世家传人 生死人肉白骨都不在话下 区区易容又算了什么 在战北寒眼里 她不过是萧大将军府的 废物千金 又蠢又坏 愚昧无知 被她一张脸迷得神魂颠倒 故意算计 败坏了明节 陛下看在她父亲的面子上 勉强赐婚 这才顺利嫁进一王府 可实际上 她却并不知道 萧灵月本身也是被人算计 不明不白死在了花轿中 至于她 她既是现代的 医毒世家传人萧灵月 也是敌国南燕的 少将军魏少荣 明镇七国 却因为信错了人 死于南燕太子之手 她已经活了两世 如今重生 没想到进成了 北清国的一王妃 一王战北韩 心思敏锐 手腕很绝 是一等一的南缠对手 她若是待在她身边 早晚被她看出破绽 所以她才选择新婚第二天修书跑路 只求跟她撇清关系 没想到惊弄巧成桌 萧灵月叹了口气 罢了 先躲躲吧 等过一段时间 应该就没事了 九个月后 挺着大肚子 被追得满山跑的萧灵月 悲愤不已 靠 她怎么还在抓我 站住 别跑 萧灵月 你往哪跑 快快束手就擒 怒吼声不断从身后传来 数百名士兵纷纷散开 从四面包抄 组成一张天罗地网 我傻了才会束手就擒 萧灵月冷哼一声 挺着九个月的运渡 身形敏捷地穿过树林 几番闪躲后 熟练地甩开追兵 很快 她便躲进了一处隐蔽的山洞中 借着藤万遮掩洞口 终于可以歇一歇 萧灵月不得不承认 她低估了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战北韩大概是恨透了她 连续九个月来 抓捕她的消息 一刻都没停止过 从京城到周边城镇 甚至村落之间 到处都贴满了她的画像 重金悬赏 官府士兵一对对来回筛查 发现任何可疑踪迹 宁肯错杀也不肯错放 萧灵月一戎躲藏了两个多月 眼看形势不妙 正打算远走他乡避难 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而且 一怀就是双胞胎 她现在的身体底子太差 体内还有诸多毒素残留 亏损得厉害 如果不管不顾的远走 舟车劳顿下 腹中的两个孩子肯定保不住 萧灵月私存许久 最后还是没忍心 只好在京城附近 找了个偏僻的村庄待着 一边调养身体 一边暗中观察情况 她精通医毒之术 即使是皇家御医 也未必比得上她 解毒养胎倒不成问题 只是手边药材不足 时不时就要一容京城买药 没曾想 前面九个月 都有惊无险地过来了 偏偏在预产期 快要来临的时候 出了岔子 此时此刻 山脚下聚集了一堆抓她的士兵 如此天罗地网 她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难道要长翅膀飞出去吗 这真是太难为人了 萧灵月哀声叹气 正苦恼之时 忽然感觉一阵静巻般的抽痛 从腹中传来 她脸色一变 本能地伸手捂住肚子 距离预产期还有半个多月 这个时候抽痛 难道是要早产 不等萧灵月多想 一波接一波的抽痛猛然袭来 她额头顿时不满了冷汗 腹中的两个孩子 似乎已经等不及了 萧灵月紧咬银牙 疼得眼前直发黑 勉强伸手扶住洞壁 一步一挪地往深处走去 此刻 山脚下 驾 伴随着力合声 马鞭徜徉 身形矫健的黑色骏马 如一只利剑急射而来 嘶鸣一声 停在山脚下 龙灵月都统立刻上前 双手抱拳 翊王殿下 战北寒翻身下马 随手将马鞭丢给旁边的士兵 俊美如注的脸庞上 覆盖着厚厚一层寒冰 凤眸锐利无比 人呢 问的是谁 无比多言 龙灵卫都统立刻到 已经被团团包围在山间 龙灵卫正在搜查 也就是说 还没有找到 战北寒冷冷策谋 请王爷恕罪 龙灵卫都统丹西跪下 冷汗直流 萧灵月身法鬼魅 轻功一流 而且 他似乎非常了解 龙灵卫的调动规律 屡次逃脱 属下正家派人手 拉开人往 一寸寸沿着山体寻找 务必将他活捉 你说他会武功 战北寒冷仪的咪起凤眸 是的 不可能 战北寒脸色一沉 萧灵月虽然出身将军府 却是出了名的废物 连只兔子都不敢杀 怎么可能会武功 但是 这是几百名士兵亲眼所见 属下不敢撒谎 龙灵卫都统迟疑道 另外 还有一事 属下也是刚刚才知晓 不敢隐瞒王爷 说 战北寒语气冷练 士兵来报 萧灵月在逃跑之时 腹部远挺 疑似有运在身 战北寒身形姜宁 足足静默了半刻钟 方才咬牙切齿道 好 真是好样的 难怪他要跑 传令下去 想尽一切办法 抓捕萧灵月 哪怕绝地三尺 也要把他给本王挖出来 是 一场轰轰烈烈的抓捕行动 就此展开 数千名普通士兵 数百名龙灵卫 拉开人网 节阵而行 地毯式的搜查 恨不得将整座山翻过来 两个时辰很快过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汇报声源源不断传到山脚 东边没有 西边没有 北边没有 报 南边发现异常 战北寒豁然起身 在哪 士兵道 南边树林深处 发现一处隐蔽山洞 洞口有人为遮掩痕迹 很好 战北寒谋底冷光闪动 本王亲自上山 走 此时 萧灵月还不知道 他的藏身之处已经被发现 经历过整整两个时辰的阵痛 他平安 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两个都是男孩 哥哥身体健壮 哭声响亮有力 弟弟却险些难产 出来的晚了一些 微弱的哭声像小猫一样 身体明显虚弱许多 大概是因为 他怀孕早期 体内余毒未清 身体亏损导致的 萧灵月坐起身 将两个孩子抱在怀里 左右亲了亲 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 因为提前早产 又被士兵围剿 他来不及回村子里 提前为生产准备的东西 也不在身边 幸好有惊无险 两个孩子都平安落地了 还没等萧灵月欣喜多久 萧灵月眸子闪了闪 他知道 已战北韩的性格 一旦发现他的踪迹 势必会猛追到底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之前因为有孕在身 他惹不起躲得起 但现在 孩子已经出生了 他总不能带着 两个脆弱的婴儿 继续躲躲藏藏 他必须想个办法 彻底斩断他的心思 山洞口 大批士兵手举着火把 将山洞一方团团包围 王爷 山洞里有血 根据痕迹判断 萧灵月可能是早产了 战北韩脚步匆匆 生冷如冰 没有找到 应该是被他带走了 战北韩撩开洞口的藤蔓 大步走入其中 山洞里 萦绕着浓浓的血腥味 火光跳跃着 一道纤细的身影 亮呛闪过 怀里赫然抱着一个 刚出生的婴儿 战北韩立刻追上去 力声道 萧令月 站住 萧令月充耳不闻 抱着孩子 从山洞另一边冲出去 奔向树林 他在山下村庄里住了九个月 平时没少上山采药 早已经摸清了这座山的地形 从山洞往后数百米 穿过树林后 就是一片险峻的断崖 给本王站住 战北韩身形极快 眨眼间就追了上来 萧令月转头一看 无数的火把星星点点 如同火龙一般席卷而来 很好 士兵都跟上来了 借着天色昏暗 又有地形优势 萧令月顺利穿过树林 前方就是断崖 狂风呼啸而上 眼看着女人纤细的背影 朝着断崖头也不回地冲去 战北韩神情微变 萧令月 你想干什么 是 萧令月微微显显地停在悬崖边 半只脚已经踩到了边缘上 沙土扑速速落下悬崖 都给我站住 再往前靠近一步 我现在就跳下去 她苍白着脸 乌发凌乱地散下 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战北韩停止脚步 抬手示意 身后如狼似虎的一众士兵 齐齐停下 另行禁止 你想寻死 战北韩冷力盯着她 九个月不见 这个女人似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刚经历过生产 半边身子都是血 轻力的脸蛋苍白无比 萧令月眸光轻亮地 看着战北韩 战北韩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从来没有想要算计你 战北韩冷笑 不屑回应 在她眼里 她始终是那个不知廉耻 愚蠢的 令人厌恶的萧令月 我已经身中剧毒 时日无多 就算你再不相信 我也没有继续骗你的必要了 萧令月语气失落 划过一丝不舍与无奈 无论你我之间有多少恩怨 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她是你的亲骨肉 临死之前 我只求你一件事 好好将她抚养长大 别让人欺负她 战北韩微微凝眉 神情冷漠 你说够了吗 她根本不信她身中剧毒 时日无多 这种鬼话一听 就是瞎边糊弄人的 像她这种诡计多端 又狡猾无比的女人 哪有那么容易死 她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战北韩冷仪盯着她 缓缓抬起手 萧令月 本王警告你 别耍什么花样 立刻束手就擒 精锐士兵缓缓逼近 手里拿着刀 剑 火把 甚至还有专门捆人的 麻绳和鱼网 这是打定主意 要将她活捉啊 若是落到她手上 只怕会生不如死吧 两个孩子也别想平安保重 她必须忍痛取舍 萧令月苍白的脸上 露出一抹苦涩的笑 我知道你不信 但是 这次是真的了 她最后抱了抱怀里的孩子 一狠心 突然将婴儿朝战北寒 抛了过去 眼看小小的婴儿 就要摔到地上 战北寒心神一震 身体本能比大脑更快 猛扑上前 稳稳接住孩子 怒火狂斥 萧令月 你到底 怒吼声还没落下 站在悬崖边的萧令月 淡淡一笑 毫不犹豫地 纵身跃下悬崖 乌黑的长发随风飘起 一闪而逝 消失在悬崖尽头 她跳下去了 战北寒一瞬如遭雷击 浑身僵至原地 呜呜呜呜 凄厉的哭声 回荡在山林间 半个时辰后 一身伤痕累累的萧令月 抱着另一个虚弱的婴儿 踉呛着走出山林 天色已经黑透了 她停下脚步 最后一次回眸 望向山间 无数火把在山间点亮 肆意斩斩的灯火 在她跳崖的位置 反复搜查 似乎在找她的尸骨 萧令月微微失神 随即又化成一抹释然 没有人知道 她怀的是双胞胎 她在众目睽睽下 跳崖自尽 临死前 将刚出生的孩子 托付给了湛北寒 铁证如山 从今往后 萧令月就已经死了 而她 大可以换一个身份 带着孩子远走高飞 与她彻底了断 五年后 京城郊外的小道上 一辆低调的马车 正在缓缓行驶 不远处 树林里跑出了一对狼狈的男女 脚步踉呛 浑身是血 女子头发散乱 吃力地搀扶着男子 看到马车缓缓行来 她慌忙喊道 救命啊 救救我们 她边跑边喊 一步流神摔在地上 将搀扶的男子也带倒了 浑身伤口血流不止 救命啊 有没有人 救救我们吧 女子绝望地哭喊着 连滚带爬地去搀扶男子 停车 车厢里 一道女子声音响起 车夫拉住缰绳 马车缓缓停下 萧令月打开车门 下了车 她脸上戴着面纱 只露出一双乌黑清润的眼眸 娘亲 嗨嗨 车厢里传来小男孩的咳嗽声 娘亲去看看就回来 外面风大 你乖乖待着 不许出来 萧令月叮嘱一句 好 小男孩软弱地答应了 萧令月关紧车门 朝那对男女走去 打亮了他们一眼 你们是何人 遇到了何事 女子泪流满面地抬起头 我是南阳侯府的三小姐 她是我的贴身侍卫 我们回京路上遇到了劫匪 她为了保护我 受了重伤 求求姑娘救救她 南阳侯府 萧令月挑眉 巧了 那不是她便宜继母的娘家吗 眼看倒在地上的男子 伤得不轻 已经昏迷不醒了 萧令月蹲下身 拉过男子手腕诊断了下 皮外伤 湿血过多 你是 女子惊讶地看着她 我是大夫 萧令月从腰间的荷包里 拿出两个药瓶 递给她 一个外用 一个内服 不出一刻钟 她就能醒 谢谢 谢谢姑娘 太好了 女子喜极而泣 接过药瓶 急忙给男子服药 萧令月饶有兴致地看着 冷不定问道 你是沈家的嫡女 从小养在乡下 哪来的贴身侍卫 女子手一抖 惊恐地看着她 认识我 不认识 但听说过 南洋侯府的三小姐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似乎是从小身体不好 又背着客父客母的不祥名声 从小被养在乡下 从未回过京城 女子咬咬嘴唇 快速给男人上好药 然后将她轻轻放在一旁 她忽然跪下来 给萧令月磕了个头 我刚刚说了谎 她不是我的贴身侍卫 而是我认定的未来夫君 萧令月并不惊讶 看她对男子那在意的样子 就知道他们关系不简单 我虽是南洋侯府的嫡女 却从小不受重视 背着不祥的名声 被父亲弃养在乡下 多亏父郎照顾我 我才能平安长大 我本想和她相伴终生 却不料父亲突然召我回京 我才知道我原来有婚约在审 女子咬紧嘴唇 眼泪直流 我不愿嫁给旁人 便带着父郎一起回京 希望得到父亲认可 但没想到 家中姨娘狠毒 也不愿我嫁入高门 进半路派人截杀我们 害得父郎重伤 萧令月挑眉 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我想求姑娘放过我们 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们的事 你想跟她远走高飞 萧令月淡淡道 私奔可不是好名声 可若是不走 我和父郎 只怕都要性命不保了 女子惨笑道 我父亲宠妾灭妻 姨娘又心肠狠毒 家中还有树妹虎视眈眈 我自认不是他们的对手 也不愿与他们争斗 只求能跟父郎平安一生 白头到老 萧令月闻言 心中一动 她这次回京 一是为了给北北寻要治病 二是为了探望她 留在京城的另一个孩子 毕竟是亲生骨肉 五年不见 她心里也十分惦念 可是 京城是天子脚下 更是占北寒的地盘 萧令月这个身份 已经是个死人了 她不能顶着这个身份进京 给自己和北北带来威胁 所以 她还缺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 你真的愿意放弃身份 隐姓埋名 只求跟她私奔 萧令月指了指旁边地上的男人 是的 我愿意 女子毫不犹豫地点头 萧令月看着她眼中的坚定之色 忽然一笑 好 我可以帮你 但是有条件 女子诧异看着她 我可以代替你 回到南洋侯府 替你应付你家那些虎狼亲戚 但是从今往后 你就不再是沈家的千金小姐 只是一个普通平民 你也愿意吗 女子脸色微微发白 随即咬牙道 我愿意 南洋侯府从小遗弃她 唯一疼她的生母 也早早病逝 她早就不把那当成自己家了 可是 我们长相不同 你要怎么替代我 女子撩开脸旁的头发 露出一块巴掌大的真名胎记 正是因为这块胎记 她才被人扣上了 客夫客母的不祥罪名 我会易容 你不必担心 萧令月仔细看了看 她的面容五官 对那块胎记也并不在意 从今往后 只要你不自报身份 我保证沈家的人 不会再来烦你了 你可以自由地过 你想过的生活 一句自由的生活 触动了女子的心弦 她不禁流泪满面 连连磕头 谢谢姑娘 你我各取所需 不必如此 萧令月拦住了她 随后 女子迫不及待地 将代表身份的玉佩和信件交给她 吃力地搀扶起男子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萧令月看着他们两人相伴着走远了 眸光悠悠地划过旁边的草丛 看够了吗 草丛里安安静静 再不出来 草丛里的毒蛇可就要咬你了 萧令月悠悠地说 哇 有蛇 一个奶乎乎的小男孩 惊吓地跳起来 顶着满头的草屑 浑身脏兮兮的 不吃 萧令月忍不住笑了 你吓唬我 小男孩气鼓鼓地转头看她 萧令月猛然一愣 小男孩穿着一身滑跪 却脏兮兮的墨色颈袍 看起来约莫四五岁 五官俊秀立体 眼睛又大又圆 紧紧抿着唇 似怒非怒 傲娇地可爱 这个面容 简直就是战北韩的缩小版 与北北更是一模一样 萧令月瞬间知道了她的身份 心下一软 这是她当年被迫留下的另一个孩子 北北的双生兄弟 她长大了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小男孩狐疑地看着她 摸摸脸蛋 很得意地说 难道是小爷长得太帅 把你迷倒了 不吃 萧令月刚生起的心酸 一下子全没了 她忍俊不禁地弯下腰 戳了下她的小脸蛋 谁教你这么说话的 小小年纪 就知道迷倒女孩子了 我说的是事实 难道我不帅 不好看吗 小男孩仰着头 眨巴眨巴大眼睛 帅是没看出来 麦蒙倒是浑然天成 萧令月笑得眉眼都弯了 好吧 帅气的小少爷 你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做什么 怎么没人跟着你 因为我离家出走了 小男孩理直气壮地说 为什么 你爹爹对你不好吗 萧令月醋眉 你怎么知道我爹爹 小男孩出乎意料地敏锐 不解地看着她 我猜的 萧令月眨眼 撒谎 小男孩不客气地戳穿她 萧令月 小东西还挺难缠 这时候 另一道奶声奶气的软弱声音传来 娘亲 你在跟谁说话 嗨嗨 萧令月和小男孩同时转头 就看到一个身穿白色颈袍 披着厚厚毛绒披风的小男孩 从马车里钻出来 皱着小眉头望着这边 小男孩脸上 戴着一张小巧的面具 遮住了大半张脸 约目也是四五岁的年纪 北北 你怎么下车了 萧令月顿时担心 朝她走过去 随即又想起留在原地的另一个孩子 停下招招手 小男孩想了想 跟着她走过去 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北北 娘亲 抱 北北朝萧令月伸出手 萧令月伸手将她抱起来 摸摸她的小脸 冷不冷 不冷 北北软软地摇头 眼眸一转 凉凉地落在小男孩身上 娘亲 她是谁 小男孩被她冷淡的眼神一扫 下意识站直了 后背毛毛的 呜 有点可怕是怎么回事 明明 她看起来那么软 萧令月一时不知道怎么解释 只好含糊到 她是娘亲偶遇到的孩子 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北北 哦 小男孩赶紧说 我叫小韩韩 萧令月 小韩韩 湛北韩的韩 她怎么给孩子起这种名字 不觉得别扭吗 韩韩好奇地凑过来 你叫北北 东南西北的北吗 北表情地看着她 嗯 她是你娘亲 嗯 你们也是京城人吗 不是 北北微微促起眉头 她怎么这么多话 好呱躁 那你是要去京城吗 我是京城人哦 等到了京城 我带你去玩好不好 韩韩笑眯眯地看着北北 一点没觉得自己讨人烦了 你不是说 要离家出走吗 萧令月调侃地笑道 不走了 反正也找不到 韩韩撅了撅嘴 你要找什么 我找我娘亲啊 爹爹说她丢下我 跟野男人跑了 我想找她问问 是不是真的 萧令月 她差点没咬到舌头 面纱下的嘴角抽出了下 站 北 韩 该死的混蛋 她就是这么个儿子抹黑她的 北北 你有爹爹吗 韩韩好奇地问 北北鸣起嘴角 没有 为什么 韩韩惊讶了 娘亲说 她狼心狗肺 娶了野女人 现在坟头草都比我高了 韩韩 呃 被噎了一下 韩韩很快捏着小拳头 义愤填膺 那你爹爹真不是人 死得好 北北罕见的勾起嘴角 我也这么觉得 京城里 某个策马扬鞭 赶着出城的男人 重重打了个喷嚏 萧令月实在听不下去了 汉言道 好了 先不说这些了 上车再聊 马车里固定着炭火 烧得暖融融的 萧令月将北北放坐在软凳上 嘱咐车夫出发 然后从马车夹层里取出各种易容工具 韩韩一个劲凑到北北身边 盯着她看来看去 你为什么要戴面具啊 北北不理她 韩韩也不泄气 能不能摘下来给我看看 我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子 不能 北北一口拒绝 为什么 娘亲不让 为什么不让 韩韩眨眨眼睛 难道是你长得太可爱 怕被人拐走吗 北北 这是什么说法 太笨了 不想理她 你让我看看吗 我真的很想看看 韩韩缠着北北 趁着北北不注意 忽然伸手戳了一下北北的脸蛋 北北黑了脸 你干什么 韩韩一脸震惊 哇 你的脸好软哦 像奶豆腐 北北 你离我远点 不许碰我 我喜欢你 你陪我玩吗 韩韩笑嘻嘻地伸手抱住她 我给你当哥哥好不好 不要 你放开 北北努力挣扎 却发现她力气好大 挣不开 气得用小脚踹她 萧令月一边易容 一边听着两个孩子的同言同语 笑道 玩归玩 可不要摔到地上了 娘亲 我没有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她的 韩韩大包大揽 张开小手 连着厚厚的披风一把抱住北北 这样就不会掉下去了 北北就像贝果蛋卷一样 顿时动弹不得 只好用眼睛汹汹地瞪着她 韩韩任由她瞪 反正她脸皮厚 她心满意足地抱着怀里可爱的弟弟 转头好奇地看着萧令月的动作 她易容的速度很快 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正在往脸颊上贴着衣甲乱针的胎迹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画得这么丑 韩韩不理解地说 明明原来的样子就很好看 现在这张脸好丑 不许你说我娘亲丑 北北抬脚踢了她一下 我没说她丑 我是说她现在假扮的样子丑 你还说 好好 我不说了 你别生气嘛 北北气得不行 觉得她实在太讨厌了 萧令月贴好了胎迹 转头看到两个孩子 搂搂搂搂的样子 不禁好笑 北北从小身体不好 从胎里带出的寒毒难以拔除 性格也比较孤僻安静 除了她之外 不喜欢与任何人接触 她平时也很宠着她 只希望她平安开心就好 但是 韩寒毕竟不一样 他们是双生兄弟 虽然彼此都还不知道 但是与生俱来的血缘亲密 是抹不掉的 她也乐意看到 韩寒和北北亲近 对北北抗拒委屈的小眼神 她假装看不见 韩寒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韩寒抬头看着她 北北也停止了挣扎 脸蛋粉扑扑的望着娘亲 萧令月直指自己的脸 你能不能答应我 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是我假扮的样子 可以啊 韩寒觉得 这是一件小事 爽快地答应了 尤其是你爹爹 萧令月怕她没听懂 千万不能跟她说 知道吗 韩寒点点头 好 我不跟她说 我们拉勾勾 这个拉勾的小习惯 也跟北北一样 萧令月伸出小拇指 勾住她的小指 晃了晃 拉勾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变的人是小狗 变的人是小狗 韩寒严肃地点头 北北看着他们两个 勾在一起的小指头 委屈地扁了扁嘴 娘亲以前只跟她拉勾勾的 约定好之后 萧令月也松了口气 北北趁机挣脱韩寒 伸手去拉她 娘亲 抱抱 话音还没落 马车忽然颠簸了一下 差点把北北摔到地上 外面传来马匹吃痛的嘶鸣声 萧令月赶紧伸手抱住北北 又腾出一只手护住韩寒 醋梅问道 外面怎么回事 沈婉 你还想逃到哪去 滚出来受死 车夫还没有回答 一声粗鄙的男子吼声传来 沈婉 就是南洋侯府三小姐的名字 也是萧令月 如今冒名顶替的身份 这么快就找上门了 她眯了下眼睛 将北北放在旁边 北北 你待在车厢里 不要乱动 娘亲去去就回来 她话还没说完 韩寒已经气愤的站了起来 哪来的混蛋 敢在小爷面前叫嚣 我出去会会他们 说着 小家伙就一溜烟钻出了马车 萧令月兰都拦不及 赶紧跟了出去 前方的小道上 一根枯死的树横在路中间 挡住了去路 枯树前 站着六七个凶神恶杀的壮汉 各个满脸横肉 手里拿着刀剑棍棒 一身匪气 你们是从哪来的土匪 竟然敢打劫小爷 韩寒一点都不怕他们 双手插腰 气势汹汹地瞪着他们 这嚣张的模样 妥妥一个小土匪 萧令月服额 湛北韩到底是怎么养儿子的 哪来的小兔崽子 壮汉没把年纪小小的韩寒放在眼里 看到了随后下车的萧令月 她脸上标志性的胎记 无疑证明了身份 大哥 就是他 娘的 这丑八怪还挺能跑 可算是被我们带到了 土匪大哥呸了一口唾沫 挥手下令 都给我上 砍了他的脑袋 回去领赏 大哥 那个小孩呢 一起杀了 韩寒气愤道 你们敢动我试试 小爷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哈哈哈哈 土匪们全笑了 萧令月将韩寒拦在身后 冷冷看着这些匪徒 从气质打扮上来看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街边混混 而是真正的匪类 手里沾过血的那种 沈婉在离开之前 大致跟他说过 南洋侯府的情况 能有这种狠心 找来真土匪杀他的人 整个侯府只有一个 你们是华姨娘找来的 他给了你们多少钱 萧令月冷冷问道 哟 你个丑八怪 还挺聪明的 土匪大哥冷笑道 既然知道我们是领赏来的 你家里人想让你死 不如你就痛快点 让哥几个砍了你的脑袋 大家都省心 主意不错 那不如你们主动献出脑袋 让我也省省心 萧令月忧淡的说道 土匪大哥怒了 不识好歹 杀了他们 七八个土匪顿时一轰而上 刀剑寒光闪闪 冲刺着朝两人砍杀过来 娘亲小心 北北从车窗里探出头 赶车的车夫 早已经吓得浑身瘫软了 韩寒小脸绷紧 没想到在京城周边 天子脚下 他们真的敢动手杀人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韩寒低头巴拉脖子上的东西 他可不是毫无准备出来的 回车上去 还没等他巴拉出来 萧令月一把拎住他的衣领 将他往车厢里一丢 闪身就朝那些匪徒冲了过去 啊 你 韩寒连滚带爬地站起来 刚抬起头 就只见萧令月一记横腿 踹飞了一个匪徒 顺势夺过他手里的长刀 反手将刀背 重重劈在另一名匪徒的后搏梗上 啊 匪徒惨叫着倒地 当场昏死过去 萧令月长刀在手 身法灵活敏锐 一刀一个土匪 闲庭漫步般轻松自若 杀了他 快杀了他 土匪大哥气得跳脚 奈何手下太菜 冲上去一个倒一个 眨眼间就是尸横遍眼 他 他竟然会武功 好厉害 韩寒一双眼睛都瞪圆了 惊叹不已 北北骄傲地说 我娘亲是最厉害的 眼看手下一个接一个的倒地 昏死的昏死 惨叫的惨叫 土匪大哥咽了口唾沫 终于意识到 他们这次踢到铁板了 趁着萧令月还没追过来 他拔腿就跑 萧令月没注意他 车上的韩寒和北北却发现了 他要跑 北北小脸紧绷 娘亲说 放虎归山 后患无穷 放心 他跑不了 韩寒从衣精里扯出一个口哨 磨牙道 小爷要他吃不了兜着走 他用力吹响口哨 低 尖锐的哨声传遍四方 萧令月刚撂倒最后一个匪徒 闻声一愣 下意识抬头看去 只见不远处的树林里 瞬间闪出一道黑色身影 从天而降 精准一脚揣在土匪老大的胸口上 想要逃跑的土匪老大顿时被踢得到飞过来 刚好落在萧令月脚边 萧令月挑眉 土匪老大哼都没哼一声 摔晕过去 黑色身影飞身而来 一身脚尖暗卫打扮 脸上戴着黑色面具 他单膝跪下 态度恭敬 柿子 寒寒跳下马车 小跑到暗卫面前 夸奖道 叶七 干得好 特别帅 叶七不动声色 柿子过奖 萧令月似笑非笑地看着寒寒 不是说一个人离家出走吗 胆子敢挑衅土匪 我可没有说我是一个人哦 寒寒狡黠的一笑 又拍拍叶七的肩膀 他叫叶七 是我从小到大的好兄弟 叶七 他是我刚认的弟弟的娘亲 叫 他还不知道萧令月叫什么 于是眨巴着眼睛看向他 萧令月 我姓沈 沈姑娘 叶七书里冷淡的一点头 娘亲 北北也下了车 小跑向萧令月 伸出小手要抱抱 萧令月伸手抱起他 北北小声地问 娘亲没受伤吧 没事 萧令月摇摇头 寒寒眼巴巴地看着他们 嘟囔道 我也想抱抱 叶七立刻伸手 属下可以抱柿子 不是要你抱 寒寒跺跺脚脚 干脆跑到萧令月身边 伸手抱着他的腰 仰头笑眯眯地说 你好厉害哦 比我见过的所有女人都厉害 你做我娘亲好不好 柿子 这话不能乱说 叶七骤然变色 眼神犀利地看了一眼萧令月 似乎是警告他 我没乱说 我也想要一个超厉害的娘亲 寒寒撅着小嘴 很快又弯起眼睛 不知想到了什么美好画面 乐得像枝偷了米糕的小仓鼠 萧令月惊讶地看他一眼 心里有些暖 他弯下腰 摸摸小家伙的脑袋 谢谢你喜欢我 那你做我娘亲好不好 寒寒仰着头 眼巴巴地说 我会把北北 当成亲弟弟宠的 小家伙渴望又期盼的眼神 看得萧令月 差点心软了 他本来就是 你的亲弟弟啊 北北却绷紧紧了小脸 紧紧伸手抱着他的脖子 冷声拒绝 不行 为什么 韩韩不理解 我可以把爹爹分一半给你 我不要 北北厌恶地看着他 我不稀罕你爹爹 你也别想抢我娘亲 萧令月 叶七 韩韩赶紧解释 我没有跟你抢娘亲啊 北北警惕地抱着娘亲 像支扎了尾巴的小狐狸 随时准备亮爪子 我不会把娘亲让给你的 你走开 不用你让啊 你分一半给我 我再分一半爹爹给你 这样我们都有爹爹和娘亲 你还多了一个哥哥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韩韩拍着小胸脯保证 算盘倒是打得很精明 萧令月忍俊不惊 叶七冷汗直流 世子 您不能这么说 王爷知道会气死的 谁陷害你保护了 我有娘亲就够了 北北更加报警了萧令月 唯恐她被抢走似的 娘亲 我们走吧 别理她 我跟你们一起走 韩韩赶紧表态 世子 您要去哪 叶七急忙问道 您不能离开京城太远 王爷会担心的 我知道 我这就跟娘亲和弟弟一起回京 你别担心了 叶七 不 她更担心了 这么快就开始叫娘亲了 北北很生气 你不准叫我娘亲 我叫了吗 韩韩不承认 你叫了 别这么小气嘛 反正迟早都是我们娘亲 都一样了 你 北北快被她气死了 怎么会有这么厚脸皮的小孩 萧令月一手抱着北北 一手牵着韩韩 听着两个小孩 置身置气的吵架 心里又好笑又温暖 北北平时都不爱说话 可自从遇到韩韩 明显变得活泼了 嗯 挺好 小孩子就该多吵吵架 叶七满脸冷汗的听着自家柿子的发言 看着她乖乖被萧令月牵走 比在王爷面前不知道乖巧多少倍 平时天不怕地不怕 傲娇又难倒的小霸王 现在今好似变了个人 被人家小孩拿脚踹了都不生气 还笑眯眯的跟人家讨价还价 要不是她一路上都跟着 恐怕都要怀疑小柿子被人假冒了 那个 柿子 这些匪徒要怎么出脸 眼看小柿子已经完全忽略自己了 叶七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口 让人好好审问一下他们背后的主谋 是 叶七当即应下 你别跟着我了 在这等经兆府来人 我跟娘亲一起回京了 韩寒挥挥手 世子 这不妥 属下要随时保护您的安全 我跟娘亲在一起有什么不安全的 这里离京城也不远了 你到时候来省府找我就试了 韩寒不容反驳地道 虽然她年纪小 在萧令月和北北面前显得狡黠又机灵 像个调皮捣蛋的正常小男孩 但她毕竟是一王府唯一的世子 身份不凡 沉下声音命令时 那种从小养尊处优 畏惧人上人的金贵傲气 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像极了她爹点 叶七顿时不敢抗命 只能看向萧令月 对于萧令月的身份 叶七并不信任 萧令月心里也有数 干脆摊牌道 我是南洋侯府的人 晚点你直接来侯府接她就行 南洋侯府在京城勋贵中不算顶尖 但也是一品侯府 现任南洋侯沈志江没什么本事 在朝中默默无闻 全靠祖辈毕印 才继承了侯卫 如今整个侯府都靠着 上一人老侯爷的余威称着 早已经是外强中干 知道了这个身份 叶七放心了不守 量沈家人也不敢把世子怎么样 那就有劳姑娘了 叶七严肃脸道 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 奈否把土匪老大借我一用 事后再还给你 萧令月微笑道 这 叶七不敢做主 看向韩寒 韩寒很大方地挥手 娘亲想要尽管拿去 不用跟我客气 萧令月失笑 那就谢谢你了 不客气 韩寒没开眼笑 北北 萧令月将赌气的北北抱上车 又将韩寒接上去 在叶七的帮助下 手脚发软的车夫 用麻绳将土匪老大紧紧捆起来 同样搬上马车 挡路的枯树被搬开 马车重新启动 搭搭往京城而去 叶七被留在原地 守着那几个昏死过去的土匪 无奈等候着 过了大约一刻钟 与小道错开的京城关道上 传来清脆急促的马蹄声 踪毛飞扬的黑色骏马 飞驰而来 王爷 叶七眼神一亮 立刻迎了上去 欲 战北寒勒住缰绳 黑马稳稳停住 他坐在马背上 凌厉的目光 扫过狼藉一片的地面 凌冽修挺的面容绷紧 薄唇如刀削 怎么回事 柿子呢 叶七不敢有半句隐瞒 一五一时的将事情说了一遍 翊王殿下俊美冷知的面容 顿时十分精彩 咬牙切齿道 你是说 那个小混蛋 自己认了个娘 跟着陌生女人跑了 好个小兔崽子 呃 也不算是陌生 他自称姓沈 是南洋侯府的人 叶七冷汗直流 那他叫人娘亲 是怎么回事 翊王殿下声音无比森朗 柿子遇到危险时 被沈姑娘所救 可能是一时感动 柿子就 叶七结结巴巴地说 没出现 叶七不敢反驳 他们往那边走了 翊王冷声问道 沿着这条小路 往京城去了 战北寒顺势望去 发现这条小路 刚好与关道错开 难怪他一路 从京城方向过来 也没遇到他们 将这些人送去刑部 好好审问 本王倒要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动本王的儿子 翊王殿下 语气森冷的下令 当即一雷缰绳 调转马头 往京城方向追去 是 叶七抱拳领命 汉邪宝马速度飞快 但毕竟晚了许多 战北寒赶到京城时 萧令岳母子的马车 早已经进京城了 京城里人来人往 车流交织 挤挤嚷嚷 再厉害的汉邪宝马 遇到这种情况 也只能放慢速度 慢吞吞地往前走 哟 这不是三弟吗 好巧 你也是去南洋侯府 驻售的吗 前方 一道风流含笑的声音传来 战北寒勒住缰绳 寻声望去 只见前方不远处 相望骑着一匹高大枣红马 金冠锦衣 眉眼风流 正催马慢慢行过来 两侧的百姓和车流 被侍卫分开 东宫太子的车架缓缓过来 另一边还跟着 同样做皇室打扮的陈王 三弟 太子撩开车帘 露出一张如玉温润的脸 含笑打了声招呼 三哥 陈王也跟着抱拳行礼 几位当朝皇子在街头碰面 这样的场景可谓难得一见 即使有侍卫驱赶 依然有不少百姓停住观望 当今昭明帝登基 已经有二十余年 西夏皇子公主不少 其中 太子与翼王 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两人都是先皇后嫡出 身份尊贵 可惜先皇后生下一王时 不幸遭后宫嫔妃暗害 难产而亡 只留下墙堡中的幼儿 昭明帝深感愧疚 因此对翼王宠爱有加 翼王自己也争气 不爱朝堂爱沙场 小小年纪便吸得一身武艺 上阵杀敌 战无不胜功无不克 凭借着累累战功 容封亲王 昭明帝亲自给他取封号 义 意思是辅佐 帮助之意 他是东宫太子的亲弟弟 未来板上钉钉的亲王之手 太子一旦登基 他必定是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直到今日 翼王依然是众多皇子当中 唯一手握军权 并深受昭明帝信众的亲王 湘王则是现任淑贵妃之子 皇子忠排行第二 成王是得贵妃之子 皇子忠排行第五 各个身份不凡 战北涵臭着一张脸 对太子抱了抱拳 大哥 完全无视了湘王与成王 两人对视一眼 怂怂间 他们这位兄弟眼里从来没自己 都懒得生气了 太子失笑道 怎么这个表情 韩寒还没找到 找到了 战北涵磨牙 跟各言语人跑了 他正准备去逮呢 找到了就好 你呀 明明是兄弟里面第一个当爹的 怎么老跟亲儿子过不去 太子作为亲哥 对离家出走的亲侄儿 也是关心的 看到一网脸上不爽的表情 还当他是跟侄儿怄气 于是便劝了几句 韩寒年幼 又从小没娘亲照顾 你多让着他些 他就不会总想着离家出走 找他娘了 战北涵瞥了太子一眼 懒得解释 那个小混蛋 已经不单单是离家出走了 他已经上升到满大街任娘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次逮住他 非得把他吊起来抽不可 湘王插嘴笑道 既然小柿子已经找到了 太子殿下 这里可不是虚化的地方 太子单单应了一声 又看向战北涵 脸上很快露出笑容 今日南阳老侯爷六十岁大寿 父皇命我们代为祝寿 既然在这里遇上了 三弟又正好有空 不如一起去吧 南阳老侯爷 战北涵一条眉 让太子 几位王爷亲自去贺寿 父皇还真是给脸了 太子笑道 老侯爷军功赫赫 与国有功 听闻他近来旧伤发作 父皇十分挂心 所以 战北涵懂了 原来是觉得 老侯爷活不了多久 这估计是最后一个寿臣了 好歹是朝中老将 曾经也为北秦国出力不少 面子功夫总要做足了 免得被人说陛下亏待功臣 本王正好有事 要去一趟南阳侯府 一起吧 战北涵答应了 寿理可有准备好 太子一听 他竟同意了 十分高兴 又关心问道 派人回府取一件就是 战北涵随手指了个侍卫 吩咐一句 侍卫接到命令 匆匆往翼王府赶去 取寿理来回也需要时间 堵在路上也不像话 几位皇族贵位 便一步附近的酒楼 暂时休息等候 翼王殿下大马惊刀的独占一边 神情依然冷至 太子失笑摇头 不与亲弟弟计较 便在一旁坐下 侍卫奉上茶水后 太子看向湘王 这次去南洋侯府 除了贺寿之外 也是为你的婚事考量 不 风流俊美的湘王 一口茶喷了出来 呛得他连连咳嗽 大哥 这话怎么说 好端端的提他婚事做什么 本宫早已经大婚 虽然还无子 但也早晚的是 北韩更不用说 比你年纪小 儿子都五岁大了 府中也有侧妃知冷知热 太子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只有你 风流纹固成性 却偏偏不肯娶妻 父皇为此 已经头疼许久了 湘王暗暗叫苦 父皇忙于朝政就算了 怎么连我的婚事都要盯着 一天天的他不累吗 嗯 太子挑起眉梢 哎 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人志在天下美人 娶个王妃管着我多没意思 湘王笑嘻嘻地说道 我要娶 那也得娶天下第一美人 寻常的阿猫阿狗 玩玩也就算了 那也配得上湘王妃之位 太子早知道 他轻浮成性 又风流花心 绝不会为一个普通女人收心 毕竟不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太子懒得管湘王的个人感情 只淡淡地说 那你找一个不会管你的不就行了 大哥说得简单 这么缺心眼的女人上哪找去 湘王长须短叹 太子 管着你 你嫌人家烦 不管着你 你又说人家缺心眼 我看你是皮痒痒 欠抽 太子眼神不善 湘王忽然看向湛北寒 由衷感慨道 还是三弟幸福啊 太子愣了下 此话怎讲 他倒是娶了王妃 可是跟没娶一个样 还白捡了个聪明儿子 提早完成了父皇传宗接代的任务 还不影响现在的风流快活 多幸福啊 我怎么就没遇到这种好事呢 湘王整个人都趴在了桌子上 俊美风流的脸蛋都被压扁了 桃花眼里满满都是忧怨之色 太子微微变色 三弟 闭嘴 他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谁不知道当年的翼王妃之事 是湛北寒心里的一道砍 谁提谁倒霉 湘王也是一时忽略了 此刻反应过来 惊恐的闪身往旁边一躲 茶杯劈头盖脸砸过来 刚好被他躲开 湘北寒因沉冷置着一张脸 声音阴森森的说 二哥 我们练练 湘王惊恐脸 不不不 这么多兄弟里面 就属翼王的战斗力最变态 武功最高 手段最狠 甭管谁被他盯上 最后总是要被他摁在地上暴打 不打成亲娘都不认识的猪头脸 绝不善罢甘休 湘王拔腿就跑 给我回来 湘北寒一把抓着他的衣领 把他拖回来 大哥 大哥救命啊 湘王吓得花容失色 太子慢悠悠地喝了口茶 温和道 救不了 等死吧 湘王 湘王 五弟 救我 陈王低头喝茶 假装没听见 他也不是三哥的对手 二哥你自求多福吧 别啊 大哥 大哥你救救我 别打脸 我什么都答应你 大哥 湘王眼看湘北寒拎起拳头 朝着自己人见人爱的脸蛋揍来 顿时吓得口不择言 太子满意地笑了 你说的 什么都答应本宫 湘北寒也停手了 冷灭地看了一眼 吓软了的湘王 拎着他往座椅上一丢 转身坐下 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 湘王都愣住了 这个时候 他要是还不知道 被兄弟连手耍了 他就白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子 南洋侯府的二小姐沈玉婷 听闻最近跟你亲密不已 金月去侯府祝寿 本宫顺便替父皇看看 若是还不错 本宫便上报父皇给你们指婚 太子微笑着 说出了真实目的 这特么是逼婚啊 湘王一口血闷在嗓子眼 我不 同意 太子微笑打断 赐婚 或者跟北韩去练手 你自己选 翻译一下 要么娶媳妇 要么被打成猪头 你选吧 湘王 他今天就不该出门 南洋侯府坐落在京城正北方 长街两侧 都是市高门府邸 深院巍峨 北秦国的京城格局 讲究南尊北贵 正南方是清一色的亲王 郡王府邸 北边则是一大堆薰贵朝臣聚集 但凡身份稍微差一点 连南街北街的门槛都挤不进去 只能在东边和普通百姓混居 今日的北街大道上铺满红毯 爆竹生生 满是喜气洋洋 南洋老侯爷六十岁大寿 陛下亲自问询 听闻还派了太子殿下 及几位王爷前来贺寿 薰贵朝臣们的耳目向来敏锐 纷纷闻风而动 即使心里早就看不上日渐没落的南洋侯府 依然提着厚厚寿礼 笑脸盈盈的上门助寿 南洋侯府门前车马繁忙 负责接客的几位管家 笑得脸都僵了 依然不敢懈怠 侯府正听 高棚满座 老侯爷一身喜庆衣上 杵着拐杖 笑呵呵地坐在主位上 周围数不清的宾客上前拜寿 又奉上贺礼 各种恭维敬仰 妙语莲珠 逗得满堂哈哈大笑 咦 怎么不见侯爷 有人笑着问道 厅外很快响起笑声 侯爷大夫人 以及诸位小姐 来给老爷子拜寿了 话音刚落 红光满面的南洋侯 携着身边五妹风韵的化姨娘 以及三位年方正好的姑娘家 一起走了进来 众人窃笑不已 南洋侯府是出了名的阴盛阳衰 也不知道走了哪门子的邪运 南洋侯妻妾众多 却偏偏只生闺女 满后院的女人 一口气给南洋侯生了七个女儿 除了三小姐沈婉氏原配 嫡出以外 其他都是树出 最大的闺女都已经出嫁当娘了 最小的闺女还不满十岁 现在跟着一起来祝寿的 就是二小姐 四小姐和五小姐 年岁都差不多 正是要定亲出格的年纪 本来祝寿应该由南丁出面 南洋侯府实在没有 只好把女儿拉出来凑数了 儿子祝愿父亲 俘虏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 南洋侯跪在软垫上 给老侯爷磕了三个头 祝老爷子长寿安康 华姨娘也领着一众闺女磕头拜寿 老侯爷心情大好 知道你们孝心 快起来吧 一家子被搀扶起身 老侯爷看了一眼几个孙女 问道 怎么不见三丫头 不是已经派人去接她了 怎么还没到 三小姐沈婉 毕竟是唯一的嫡女 又与镇北侯府有婚约 虽然从小八字不好 不能养在府里 但看在婚约的份上 老侯爷还是比较重视的 在大寿之前 特意叮嘱南洋侯 去乡下把她接回来 要不是老爷子提起 南洋侯这个亲爹 早就忘了 她还有个嫡女被扔在乡下 已经十几年了 华姨娘笑容微僵 暗地里掐了南洋侯一下 南洋侯急忙解释道 爹 儿子半个月前就派人去接她了 可能是路上耽误 她现在还没到京城呢 耽误这么久 老爷子你没不愿 华姨娘立刻添油加速地说道 老爷子见谅 沈婉从小养在乡下 难免性子也一些 对咱们侯府也没什么感情 这突然要接她回来 她自己也不愿意 妾身听下人传话过来 沈婉在乡下自由自在惯了 不想回侯府拘束 老爷派人接她 她还偷偷逃跑了 花了不少功夫才找回来 所以才耽误了 老爷子越听 脸色越黑 果真如此 太不像话了 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 八字不好养在乡下 就该大门不出二门 不卖地乖乖待着 养得乖巧真净才对 府里派人去接她 她竟还敢跑 真是在乡下养出一身野丫头的脾性了 二小姐沈玉婷笑音地道 祖父别生气 三妹她不听话 接回来好好管教就是了 您还有我呀 孙女对您一腔如目尽养 只愿您长寿安康 欢欢喜喜地过寿呢 一番甜言蜜语 配合上乖巧甜美的模样 哄得老爷子眉开眼笑 满意地点头道 这才是我沈家女儿该有的样子 随即 老爷子又叮嘱 等沈婉回来 你们多费心 好好管教一下 别让她把乡下野丫头的毛病带回府里 教坏了其他姐妹 儿子知道 南洋侯顿时松了口气 华姨娘嘴上笑应着 心里猖狂又得意 沈婉那件丫头 应该已经死无全尸了吧 管教 等她到阎王殿 让她短命的亲娘管教她吧 不好了 老爷 下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南洋侯把脸一板 慌张什么 三 三小姐 她拖着个死人闯进来了 下人扑通跪在地上 失声喊道 什么 南洋侯脸色一变 下意识往外看去 正听门前传来惨叫声 几个试图阻拦的下人摔在地上 萧灵月手里托着昏迷不醒的土匪 从惨叫连连的下人身边走过 步入正厅 她抬手一丢 碰 土匪大哥狠狠摔在大厅中间 滚了两圈 满堂的宾客吓一跳 几位胆小的夫人差点尖叫起来 啊 南洋侯和华姨娘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是什么人 竟敢擅闯侯服 南洋侯沉着脸势道 萧灵月唇角绩笑勾起 父亲 你不认识我吗 我是沈婉啊 什么 对于她的话 她心虚又惊慌地问道 你 你是谁 姨娘 我是沈婉 萧灵月摘下面纱 露出娇好的左半边脸 右脸侧下方 却有一块争鸣的黑色胎记 显得十分丑陋 她就是那个 从小养在乡下的三小姐沈婉 宾客们纷纷惊讶 不时交头接耳 就是八字不好 克夫克母的那个 是啊 她怎么回来了 这沈三小姐长得也太丑了 听说跟镇北侯府的小侯爷 还有婚约呢 可怜了小侯爷 谁说不是呢 华姨娘看到沈婉那张标志性的胎记脸 心口一跳 心虚地质问 你怎么回来的 不是姨娘派人去接我的吗 萧灵月悠悠地说道 华姨娘眼神惊慌闪躲 你回来就回来 怎么还拖了个死人 今天可是老爷子大寿 你这是故意出谁的眉头 南洋侯厉声赤道 老侯爷表情威严领诉 冷冷看着萧灵月 父亲误会了 他可不是死人 萧灵月走上前踹了土匪一脚 冷冷问道 还要装死吗 土匪大哥疼得一声惨叫 顿时装不下去了 姑娘饶命 我 我再也不敢了 别求我 抬头看看 这里有没有你熟悉的人 萧灵月一有所指的说道 土匪大哥手脚都被麻绳牢牢捆着 文言愣住了 华姨娘顿时心生不妙 下意识往南洋侯身后躲去 但还是晚了一步 土匪大哥抬起头 一眼就看到了 打扮得雍容华贵的华姨娘 是你 华姨娘满脸惊慌 失口否认 不是我 众人 我记得你 你说你是侯府夫人 夫人 你快救救我呀 我是帮你办事的 土匪大哥被萧灵月吓怕了 一见到华姨娘这个雇主 想也不想地大声求救 满庭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看向华姨娘 充满了探究 好奇和八卦 胡说八道 我从来没见过你 你是听了谁的指使来污蔑我 华姨娘气急败坏地说道 土匪大哥瞪远眼睛 你 南洋侯感觉不妙了 立刻怒斥道 沈婉 你搞什么名堂 萧灵月无辜地看着她 父亲 这话你应该问华姨娘 我今天刚到京城 就遇到了一群劫匪拦路 他们口口声声说是 奉了华姨娘的命令 要娶我的人头 我实在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只好活捉了他们 带回来跟姨娘对峙了 南洋侯心里咯噔一声 更加怒斥道 劫匪的话你也信 我看你是在乡下养傻了 就是因为我不信 所以才把人带回来 和姨娘当面对峙啊 萧灵月悠悠地说道 随即环视了一圈 各位都是朝中大臣 精明强干 想必谁再说谎 各位一眼就能看出来吧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发誓 我绝对没说谎 土匪大哥慌忙喊道 被紧紧捆住的双手 指向华姨娘 就是她 四天前 就是她带着丫鬟嬷嬷 去城外破庙里面见我 花了一千两白银 跟我做交易 要我替她杀一个人 事后替着人头找她拿赏 华姨娘心虚慌乱地 抓着南洋侯的手臂 老爷 我没有 我是冤枉的呀 我记得很清楚 明明就是你 土匪大哥急了 他要是不承认 他岂不是要倒霉了 连个背锅的罪魁祸首都没有 凶残的沈三小姐 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满堂的宾客 也不是傻子 他们中间大多数人 都是朝堂上的老狐狸 目光老辣 其中还不乏一些刑部官员 华姨娘和土匪老大谁在说谎 明眼人一下就看出来了 这毕竟是南洋侯府的家事 后院姨娘买通土匪 暗杀府中嫡女 偏偏还没有成功 竟然在老侯爷的寿宴上 被乡下回来的沈三小姐 一下子揭破了 这简直是家丑外扬 南洋侯府的脸面 都被扔在地上踩了 众多宾客心里无不嘲笑 兴致勃勃地看热闹 老爷 我真的是冤枉的 华姨娘眼圈一下红了 捏着手帕无脸气道 我与三小姐无冤无仇 她又自幼养在乡下 我有什么理由非要杀她呢 萧令月计较地看着她 这个理由不必她来说 急于甩锅的土匪大哥 脱口而出 为了三小姐的婚事 华姨娘 我记得你亲口说过 你跟三小姐的圣母有仇 所以不希望她驾进高门 免得她查出真相 回来报复你 你还说 反正她从小养在乡下 侯爷也不在乎这个女儿 就当她死在乡下好了 没人会在意的 土匪大哥一股脑全交代了 我就是信了你说的话 才会接这笔生意替你杀人的 你现在竟然不认账 南洋侯不敢置信地看着华姨娘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摇摇欲坠 华姨娘的亲生女儿 二小姐沈玉婷站了出来 她义正言辞地说道 爹爹 我相信姨娘没有做这种事 她嫁给您这么多年 为您操持后院 对诸多姐妹都视如己出 怎么可能单单仇视三妹妹 我可以证明 四天前 姨娘一直跟我在一起 她绝对没有机会见外人 分明就是这个土匪受人指使 专门来污蔑姨娘的 土匪大哥瞪着眼睛破口大骂 你他娘的胡说八道 没错 我那天一直跟玉婷在一起 还有管家他们可以证明 我真的没出过府 老爷你相信我啊 华姨娘立刻哭诉道 沈玉婷是沈府最受宠的女儿 也是南洋侯的掌上明珠 她一开口 南洋侯铁青的脸色顿时缓和了 老爷子寿宴 这么多宾客在 这件事绝对不能再深究下去 稀释宁人 挽回侯府颜面才是最要紧的 南洋侯素容赤道 沈婉 你可知罪 萧令月朝弄道 我有何罪 南洋侯正言辞地训斥道 你身为晚辈 竟然买通外人诬陷姨娘 还在老爷子的寿宴上 故意搞事 出老爷子的眉头 我看你就是心怀很毒 不笑不惕 随即她一扬声 来人 给我把这个逆女带下去 关进佛堂好好反省 还有这个满嘴胡言的匪徒 拖下去乱棍打死 这明摆着 是要替华姨娘遮掩 杀人灭口了 华姨娘用手帕捂着半张脸 嘴角勾起一抹 狂妄得意的笑容 十万 借人 就算你侥幸 活着回来又如何 再有证据 你也别想动我一根汗毛 等进了佛堂 落到我手里 看好不好招待你 早就在正厅外等候的管家 带着一群如狼如虎的家丁 冲了进来 一半家丁粗暴地拖拽土匪大哥 另一半则伸手来抓销令月 土匪大哥对着华姨娘破口大骂 贱人 你他娘的敢卖我 你得老子等着 山寨的兄弟不会放过你的 老子死了 你全家都得陪葬 管家见状不妙 抓起一块布堵住了他的嘴 土匪大哥满眼充血 呜呜大叫 争名仇恨的眼神 直勾勾盯着华姨娘 华姨娘张狂得意的眼神 也变得惊慌了 他差点忘了 这个壮汉不是普通的街头混混 而是他特意重金 找来的真正土匪 盘踞在虎狼山上 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的那种 如果他真的被老爷乱棍打死了 其他土匪岂不是要恨死沈家 到时候 他出个门都得提心吊胆 哪还有好日子过 华姨娘怕了 他再狠毒也不敢跟土匪斗啊 老爷 要不我们 他委婉的想劝南洋侯 但是话还没说出口 不好了 老爷 又一个下人惊慌的冲进来 又怎么了 南洋侯顿时心惊肉跳 今天这是撞了什么鞋 事情一桩接着一桩 还有完没完了 危言冷沉的老侯爷 眼皮直跳 始终没有开口说话的他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满堂的宾客看戏 看得津津有味 下人惊慌道 金兆府来抓人了 说有人报案 我们府上出了劫匪 谁报的案 南洋侯脸色骤变 我 萧令月微笑道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看向他 南洋侯恨不得活活掐死这个女儿 暴墓吼道 沈婉 你又想做什么 我们侯府哪点对不起你 你非要把老爷子受成 破坏的一干二净吗 父亲说笑了 我可没有针对侯府的意思 半路遇到劫匪杀人 报案给金兆盈 不是应该的吗 萧令月笑应应地说道 我虽然从小养在乡下 但也知道奉公守法 知情不报 偏袒逊私 这可是触犯律法的 难道父亲想让女儿被抓进大牢吗 南洋侯脸皮直抽搐 他没想到 从小养在乡下的神碗 竟然如此伶牙利齿 一点不怕他 还字字句句冷嘲热讽 什么知情不报 偏袒逊私 这说的分明就是他 还有 萧令月悠悠说道 侯府自然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 不过是从小 说我客父客母 八字不详 三岁就被送到乡下 被乡下装户当狗一样的养着 吃的是残羹剩饭 住的是破烂柴房 好不容易活下来 没有被活活搓磨死 还要闯过刀山火海 从土匪手下捡回一条命 终于跨进了侯府高高在上的门槛 我感动还来不及 怎么会觉得侯府对不起我呢 南洋侯 化姨娘 老侯爷 众多兵客 三妹妹说话 未免也太难听了 沈玉婷柔若开口道 你生来八字不好 客父客母 这是命中注定的东西 也不是父亲和姨娘的错 萧丽月悠悠道 那你还记得 我是因为什么事 被人说八字不好吗 沈玉婷想也不想地说 当然记得 是你娘病死 二姐 我娘也是你嫡母 你的语气不该尊敬一点吗 萧丽月语气带着警告 沈玉婷噎了下 南洋侯不耐烦地怒道 沈环 你到底想说什么 萧丽月冷淡道 父亲贵人多忘事 有了化姨娘之后 连正妻怎么死的都不记得了 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 这简直是当众说他宠妾灭妻 南洋侯脸皮重重一抽 他刚想怒斥 化姨娘暗暗掐住他的手臂 老爷 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金赵颖的大人 还在门外等着呢 快请进来 南洋侯赶紧说道 管家匆匆去了 不多时 神情威严冷肃的金赵颖 便带着一对士兵走了进来 赵大人 南洋侯堆起笑容 抱拳打招呼 宾客当中等级比较低的官员 以及同行也纷纷起身 赵大人走上前 下官黄命在身实在不敢有误 冒昧打扰您的寿宴 还请见谅 老侯爷惊道 赵大人 此话怎讲 赵大人没说话 快速打亮了眼乱糟糟的厅内 报案人何在 是我报答案 萧令月举手示意 赵大人一个眼神扫过来 围住萧令月的侯府家丁 惊慌让开 将他露了出来 这位金赵颖赵大人 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 脾气又臭又硬 又深受陛下信任 任何案子只要落到他手上 就是皇亲国妻 都别想讨到便宜 南洋侯陪笑道 赵大人 这不过是小女 跟剑内的一场误会 实在不是大事 本侯爷自己处理就好 就不必劳烦金赵府了 不是大事 赵大人冷谋看他一眼 沈侯爷 你根本还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吧 南洋侯尴尬笑道 赵大人 你这话是何意 既然侯爷不知道 那就不必多问了 下官也是奉皇命办事 赵大人冷淡说道 随后 他便走到萧令月面前 是你报答案 萧令月道 是 赵大人冷肃问道 你能保证 你所说的句句属实吗 撒谎诬陷 是要承担责任的 萧令月 我能保证 大人审问一下就知道了 赵大人深深看他一眼 随即看向地上 被捆绑独嘴的土匪大哥 就是他吗 萧令月点头 是 赵大人挥手下令 带走 士兵立刻冲上来 架起土匪大哥 给他戴上沉重的镣铐 南洋侯和华姨娘 看到这一幕顿时极了 如果这土匪真落到了金赵尹手里 稍微审讯一下 他肯定什么都招了 到时候 华姨娘买凶杀人的事情 也瞒不住了 整个南洋侯府 都会跟着颜面扫地 华姨娘急得面红耳赤 重重掐着南洋侯的手臂 催促他赶紧想办法 不知道是不是他太着急 萧营感觉自己的肚子都难受起来 南洋侯也很焦虑 赵大人跟沈婉说的话 他听得稀里糊涂 一时半会也想不通 他干脆不想了 赵大人 这人你不能带走 为何 赵大人冷冷看向他 南洋侯胡乱找了个借口 他是我沈家的家丁 签了卖生气的 我沈家有资格处置他 不劳金赵府动手 萧令月差点笑出来 这个借口 真是愚蠢到不知死活 赵大人脸色突然变了 眼神凌厉 沈侯爷 你确定 此人真的是侯府的家丁吗 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高位上的老侯爷 心里咯噔一声 忽然察觉到了几分不妙 他还来不及开口 被华姨娘死死掐着手臂 无声催促的南洋侯脱口而出 当然是真的 本侯爷 难道还会撒谎吗 此话一出 大厅里的气氛陡然一沉 看着赵大人冷宁的神情 南洋侯后知后觉的 感到一丝古怪 但是他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就算华姨娘真的买凶了 又如何 沈婉不是还没死吗 这顶多就是一个杀人未遂 南洋侯府 毕竟是一品侯府 不过教训几句就算了 赵承伟难道还真敢把堂堂侯爷的宠妾 抓进大牢吗 不可能的 这样一想 南洋侯心里就松快多了 不过 赵承伟毕竟是陛下的心腹 他也不敢太得罪 正准备说几句软话 通融通融 赵承伟突然一声令吓 来人 在 士兵们齐声大喝 将南洋侯沈江 姨娘化氏 给我拿下 赵承伟声音冰冷 士兵们立刻一哄而上 牢牢勤注南洋侯和化姨娘 将两人死死案跪在地上 紧接着就要上料靠和锁链 见此情景 满大厅的宾客都哗然了 老侯爷猛然起身 住手 直接靠上 敢阻拦者一律按同伙处置 赵承伟充耳不闻 直接亮出一枚金牌 传令下去 南洋侯府即刻封门 许静不许出 沈家上下全部看守起来 不许有一人逃脱 陛下的金牌御令 宾客当众 有官员脱口惊呼 有这道令牌在手 赵承伟就算把侯府上下 全关进大牢 也没人敢说他一句不妥 老侯爷呢 有士兵问道 赵承伟冰冷道 一视同仁 老侯爷骤然变色 强忍怒气镇定道 赵大人 能否给老夫解释一下 这究竟所为何事 为了区区一个神晚 要抓侯府上下 这绝对说不通 一定还有其他隐情 赵承伟却态度强硬 不能 老爷 老爷救我 化姨娘被士兵按在地上 沉重的镣铐锁住了手脚 他惊慌失措的尖叫 腹中阵阵抽痛 父亲 柔弱可人的沈玉婷 也被吓得脸色发白 连连后退 母女俩惊恐求救的 看向南洋侯 南洋侯现在也是自身难保 被士兵扭着胳膊 狼狈跪在地上 你们放肆 赵承伟 你竟敢冒犯一品侯府 你是要造反吗 赵承伟态度出奇的强硬 任凭他力声斥骂 依然不为所动 很快 南洋侯和华姨娘 都被锁上了镣铐 沈玉婷和四小姐 五小姐也被士兵围困起来 老侯爷身份最高 又是军功赫赫的老将军 赵承伟对他还有几分尊敬 便没让人上镣铐 只是派人盯着 短短时间 原本喜庆的南洋侯府 俨然是大祸临头 兵客们震惊又茫然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他们也不傻 赵承伟连陛下的精灵都拿出来了 显然不是开玩笑的 沈家摊上大事了 而这一切的根源 竟然是刚从乡下回来的三小姐 萧令月独自站在一旁 笑盈盈地看着大厅里的乱象 她身边也站着两个士兵 看起来却不是要抓她 而是在保护她 众人震惊 这位三小姐好大的本事 她到底做了什么 竟然连赵承伟都要派人保护她 南洋侯气得满脸猙獰 沈婉 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 你真要害死全府吗 华姨娘跪在地上哭求 沈婉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求求你放过老爷和你二姐吧 他们都是无辜的 你有什么冲我来 三妹妹 如果你心里有气 我愿意让你出气 求求你放过爹爹和姨娘吧 沈玉婷神情苍白又柔弱 如一朵小白花般楚楚可怜 三姐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你饶了我们吧 四小姐和五小姐已经哭起来了 一声声地哀求 衬吐的萧令月 像一个心狠手辣的恶人 专程回来害人 萧令月讥笑又好笑 你们求我有什么用 又不是我让赵大人抓你们的 除了你还有谁 华姨娘怨恨地脱口而出 萧令月无辜说道 这还真不是我 你们要怪就怪 南洋侯 她连情况都没弄懂 就上赶着给自家懒罪名 生怕全家死得不够快 她有什么办法呢 萧令月话还没说完 府门外传来一道道通传上 太子殿下道 义王殿下道 湘王殿下 成王殿下道 萧令月心里咯噔一下 战北韩竟然来了 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回到京城后 少不得要跟她碰面 但是她也没想到 碰面的机会竟然来得这么快 这么突然 幸好北北和韩寒都不在 听到太子和几位王爷都来了 大厅里的所有人都走到门口 恭敬迎接 萧令月跟在后面 一抬头就看到四个男人 众心捧月一般走进来 走在最前方 身穿明皇蟒袍 气质如雅斯文的是太子 与她并肩行的人 是占北韩 五年不见 她身上的气质 越发冷肃凛冽 比当年更沉 更冷 犹如出鞘利剑一般 锋芒逼人 看到她 萧令月心里不禁有些复杂 随即又暗暗择了一声 儿子都离家出走了 这个男人不想着赶紧去找 竟然还跑来参加寿宴 难怪韩寒跟她不亲 占北韩忽然促起见眉 敏锐一抬头 冰冷的目光直挺挺看向萧令月 萧令月立刻垂眸低头 神情乖巧 心里更加富翡了 这是什么野兽直觉 多看她一眼都能被发现 虽然避开了目光对视 萧令月依然能感觉到 男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片刻 似乎在打量 萧令月忍不住紧张了一下 没人比她更清楚 湛北韩的难缠程度 否则她也不至于非要换张脸 披个马甲才敢回京 但转念一想 她都伪装到这种地步了 湛北韩没可能认得出来 正如萧令月所料 湛北韩锐利的目光 在她身上停留了片刻 便不感兴趣地收回了 刚刚那一瞬间 她似乎感觉到了一道 似曾相识的目光 等她看去时 却发现 只是一个不认识的丑陋女人 低眉顺眼 样子拘谨 浑身上下都写着陌生 湛北韩很快失去兴趣 冷淡又疏离地走在太子身侧 参见太子殿下 众人齐齐躬身 太子走上前 亲自扶起老侯爷 快快请起 诸位免礼吧 多谢太子殿下 老侯爷站起身 威延老麦的脸上露出一抹真心笑容 能让当朝储君 及都尉王爷一同来助寿 其中还有最为高冷的义王殿下 可见陛下还是重视老臣的 看在这一点的份上 南阳侯府就算真犯了事 也未必不能赦免 老侯爷暗暗松了口气 急忙笑道 太子殿下 诸位王爷 里面请 太子走进正厅 立刻察觉气氛不对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太子殿下 求您给微臣做主 微臣冤枉啊 南阳侯大声喊冤 求太子殿下 为我们做主 华姨娘更是涕泪横流 湘王殿下 被士兵看守在一旁的沈玉婷 看到了躲在人后的湘王 眼巴巴地喊了一声 湘王假装没听见 还把陈王拉过来 挡住自己 他刚被太子逼婚 心情正郁闷着 一万个不乐意看到沈玉婷 恨不得有多远躲多远 老侯爷收了笑容 叹气道 太子殿下 老臣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完全不知发生了何事 赵大人突然带着 经兆府的士兵上门 说是侯府出了劫匪 本来只是一场误会 却不知怎么的 赵大人竟然让人 将老臣的儿子抓了起来 还要封侯府的门 太子殿下 微臣真的是冤枉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南洋侯委屈地说道 太子看向赵成尾 赵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赵成尾恭敬道 太子殿下 事情是这样的 微臣事前接到报案 说有行凶匪徒 藏在南洋侯府 于是便带兵过来抓人 然后呢 太子没听出有什么问题 殿下 这其实就是一桩误会 老侯爷试图含糊过关 隐瞒家丑 可惜铁面无私的赵大人 不给他留面子 微臣到了侯府才发现 原来是沈侯爷的爱妾 买凶杀人 试图除掉侯府三小姐 不料这名土匪 却被三小姐活捉 带回府中当面对质 所有人 活捉土匪 这是侯府千金能做到的事 装死的湘王忍不住问道 那位三小姐是谁 赵成尾看向萧令月 示意道 这位就是 萧令月只好站出来 低头行了个礼 沈婉见过太子殿下 几位王爷 哇 好丑 碰到湘王脱口而出 感觉有点辣眼睛 他还没在京城里 见过这么丑的女子 二哥 城王手肘捅了他一下 别乱说话 我说的是事实嘛 湘王委屈地说道 但又实在好奇 于是问道 这土匪真的是你活捉的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萧令月身上 其中 只有翼王的目光 最为锐利兵了 湛北韩想起在城郊时 夜气的汇报 小混蛋遇到了土匪 被南洋侯府的女人救了 然后跟着那个女人跑了 难道 就是她 萧令月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镇定回答 是的 你怎么做到的 湘王更加好奇了 上下打量着她 看着细胳膊细腿的 你有这个本事 能活捉土匪 她都做不到好不好 湘王殿下 是怀疑我说谎吗 萧令月问道 没错 湘王直接点头 那好吧 萧令月伸手一指 被活捉的土匪就在那 人还没死 湘王殿下若是不信 自己问一问就知道了 湘王 她都敢这么说了 那肯定是真的 她要是问了 岂不是真傻 这个女人连长得丑 脾气还不好 一点都不温柔 湘王本就不多的兴趣 一下子荡然无存 萧令月淡然地站在原地 实则暗暗绷紧了神经 湛北韩冷冰冰的眼神 一直停在她身上 越看她 越像拐走自己儿子的野女人 人找到了 小混蛋呢 湛北韩一边盯着萧令月 一边快速扫过正厅 没看到小家伙的人影 太子沉吟道 赵大人 你继续说 赵承伟继续说道 经过两方对峙 买凶之事暂时没有结果 微臣正打算将土匪 带回经兆府大佬审问 却被沈侯爷阻拦 沈侯爷亲口表示 这名土匪 是侯府签了卖身器的下人 正因这句话 微臣才派人拿住了沈侯爷 不停喊怨的南洋侯 和华姨娘愣住了 老侯爷和其他兵客也愣住了 他们先前怎么都想不明白 赵承伟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 才要大动干戈 结果 就是为了 这区区一句话 太子也不明白 按照北清国的律法 签了卖身器的下人犯事 主人家确实有惩处的责任和义务 沈侯爷这句话 也不算说错 太子殿下说得有理 若仅仅只是如此 微臣也不敢冒犯侯爷 赵承伟您声道 但是 太子殿下可知道 这名匪徒是什么人 太子摇头 本宫不知 赵承伟冷声道 他是虎狼山的土匪头目 这话当真 太子的脸色 末地冷肃 众多朝臣宾客 也纷纷变了脸 虎狼山上的土匪 就是盘踞在京城郊外好几年 四处打家劫舍 虐杀过路百姓 与商队的虎狼山 听说陛下派人围剿了好几次 那些土匪却格外狡猾 仗着地形优势屡屡逃脱 一直绞杀不尽 半个月前 那些土匪又虐杀了一支商队 抢了货物不说 还把商队众人的头颅砍下来 丢在官道上 活活下风了几个百姓 简直就是在挑衅朝廷 陛下为此事大发雷霆 下令让太子殿下全权负责 务必要在半个月内 将虎狼山铲除 如果这土匪真的来自虎狼山 沈侯爷又亲口承认 这是他家的下人 这岂不是说 南洋侯府与虎狼山有关系 兵客们一时倒抽冷气 这一刻 他们终于明白 赵大人为什么突然变脸了 跟土匪窝暗中勾结 这可是要命的罪名 老侯爷气得浑身发抖 抓起拐杖 就朝南洋侯劈头盖脸的打过去 你这个逆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好好说清楚 对于这个真相 南洋侯自己都傻眼了 还没反应过来 亲爹的拐杖就打过来了 他手脚都带着镣铐 想躲都不方便 被老当义壮的亲爹 重重一拐打在头上 当场就溅了血 疼得嗷嗷惨叫 爹 我冤枉啊 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你还敢狡辩 老侯爷瞪着虎目 拐杖砰砰往他身上打 每一下都用足了力气 虽然是武将爵位 但沈志江本人 却是走得闻成路子 哪惊得住老侯爷 这样往死里打 很快 他就被打得满地惨叫 血流了半张脸 看上去凄惨又可怜 太子殿下 我冤枉 我真的冤枉啊 别打了 我打死你这个逆子 老爷 老爷 华姨娘带着镣铐匍在地上 哭喊不停 看起来格外狼狈 他想跪趴着过去 才刚动两下 就感觉一阵腹痛如脚 华姨娘捂着肚子 胎软在地上 我的肚子 哎呦 大厅里简直乱成一团 太子以及诸多宾客们 都被惊住了 萧令月站在混乱之外 冷谋看着这一切 神情无动于衷 他很清楚 整个南洋侯府里 最精明老辣的人 莫过于老侯爷 老侯爷就沈志江这一个儿子 绝对不可能把他活活打死 之所以做出这副暴怒打人的样子 不过是苦落计而已 沈志江一时愚蠢犯错 他这个亲爹 如果不下狠手 那就该轮到别人下狠手了 到时候 沈志江不死 也得脱层皮 还不如他亲自动手 大义灭青 更能在太子殿下 和其他宾客面前 证明侯府的清白 这才是真正的老狐狸 沈志江跟他爹一笔 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萧令月正想着 眼角余光一瞥 不远处 翼王殿下同样冷眼旁观 不过他冷眼旁观的 不是厅里的混乱惨叫 而是他 萧令月 这个男人怎么回事 有热闹不看 阴森森的盯着他 他还是老实点吧 快拦住老侯爷 别打了 太子终于反应过来 急忙下令 宾客们赶紧涌上去 七手八脚的拦住老侯爷 嘴里还劝着 老侯爷消消气 现在情况还不明 有什么话好好说 您别生气 气大伤身 另一部分宾客 则去看了沈志强的情况 面上关心 沈侯爷 你没事吧 沈志强满头是写的贪软在地上 哎哟 哎哟 快拿杀布来 给沈侯爷包扎一下 商药也拿来 在太子殿下面前 本来只想看戏的宾客们 也愿意表现 纷纷出手帮忙 太子等人 反而闲得没事干 只能站在一旁看着 湘王偷偷跟沈王摇耳朵 我敢打赌 这些人心里肯定都在憋笑 沈王无语地说 就像二哥你一样 湘王饿得咧开嘴 这能不笑吗 好一出大戏啊 关键是 寿宴都被闹成这样了 太子肯定要做主处理 就没空盯着他的婚事了 这真是上天保佑 唯恐天下不乱的湘王 恨不得烧香拜佛 让这件事能闹多大闹多大 最好闹得父皇和太子 都忘了催婚的事 他就能重获自由了 湘王想得很美 可惜乐极生悲 趁着大厅里一片混乱 没人顾得上看守沈玉婷 和两位侯府千金 沈玉婷眼泪汪汪的朝湘王扑过来 殿下 你是特意来看我的吗 求求殿下 救救我爹爹和姨娘吧 湘王 等等 你别过来 殿下 沈玉婷假装没听见 硬是扑到湘王身上 紧紧抱着他的手臂 晶莹的眼泪 顺着柔美的脸蛋滑落下来 我见犹怜 湘王忍不住心软了 你先别哭 殿下 我害怕 沈玉婷阴音音哭着钻进他怀里 湘王下意识抱住他 随后反应过来 恨不得剁了自己的手 这边两人在拉拉扯扯 纠缠不清 另一边 众多宾客好不容易拉开了老侯爷 又把满头是写的南洋侯扶起来坐下 简单包了包伤口 看到南洋侯的惨状 太子无奈说道 老侯爷 事情还没问清楚 你消消气 真要把人打死了 反而不好办了 老侯爷喘着粗气 忽然扑通一声 跪在太子面前 老泪纵横 太子殿下 老臣教子不善 老臣羞愧啊 老侯爷 你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太子吃了一惊 急忙伸手搀扶 老侯爷痛心摇头 不 就让老臣跪着吧 老臣戎马一生 自认对得起家国百姓 无愧于心 不料年老了 反而养出个不成器的逆子 老臣实在是羞愧难当 不查清此事的前因后果 老臣都没脸面对太子殿下了 说着 老侯爷抬袖擦了擦眼睛 深深贵服在地 看着老侯爷花白的头发 勾搂的身躯 回想起当年 他驰骋沙场 为国尽忠的种种事迹 别说太子 在场宾客们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将军百战 为国为民 年老之后 受这种委屈 微臣斗胆 请太子殿下做主 彻查此事 还南阳侯府一个清白 有武将站了出来 拱手速容道 微臣复议 臣也复议 所有兵客都站出来 深深攻身 这一刻 他们发自内心的相信 有老侯爷在一日 南阳侯府绝对不会做出 与土匪勾结 祸害百姓之事 萧绫月在一旁看着 心里不由地为老侯爷鼓掌 这一手苦肉戒 玩得真漂亮 先大意灭清 再含泪诉苦 三言两语 就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不但挽回了侯府的颜面 还顺便 把太子架上了高位 逼着太子非查不可 萧绫月心里也很清楚 南阳侯府 确实没有和虎狼山土匪勾结 这充其量 就是一个误会 只因为沈志江撕心作祟 不小心被人抓住了把柄 否则事情不至于闹到这一步 老侯爷应该也猜到了这一点 沈志江可是他的亲儿子 他还能不知道他的性子吗 就算再给沈志江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跟杀人放火的土匪有勾结 所以只要太子随便一查 真相就水落石出了 诸位请起吧 既然本宫在此 自然会做主查清此事 太子威严淡莫道 多谢殿下 众人这才起身 赵大人 太子看向赵成伟 除了沈侯爷当众承认 土匪是沈家下人之外 你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 南阳侯府与虎狼山有勾结吗 赵成伟直接摇头 没有 这就是说 你怀疑南阳侯府之事 仅仅只因为沈侯爷的一句话 太子语气一沉 太子明鉴 微臣在下令之前 曾反复问过沈侯爷 但是他一口咬定 土匪就是沈家下人 微臣也没办法 只能将侯府视为同伙 先看管起来再处置 赵成伟拱手说道 这种做法是没有问题的 沈志将亲口承认 没人逼他 又是在众目睽睽下 这份口供是可信的 换成任何官员 都会视为同伙处置 沈志将捂着流血的脑袋 站在一旁满脸惶恐 老 老爷 华姨娘还捂着肚子 瘫软在地上 疼得满脸冷汗 挣扎着想求救 但沈志将哪里还顾得上他 一心沉浸在后悔与恐惧中 太子看向沈志将 沉冷问道 沈侯爷 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沈志将脸色惊惧茫然 太 太子殿下 你为何要说 土匪是沈家的下人 他当真是南阳侯府的人吗 太子冷成的贺问道 不 不是 他不是 这是我乱说的 太子殿下可以去查 侯府里从来没有过这个人 我只是胡乱找了个借口而已 沈志将慌忙否认 语无伦次 太子又问 那你为什么要找这种借口 沈志将 太子看出了他的欲言又止 冷声喝道 事已如此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难道你要进刑部大牢 才肯老实交代吗 不 我说 我说 沈志将立刻被吓到了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他竹筒倒豆子一样全说了 都怪我一时撕心作祟 担心那个土匪 被带回经兆府后 会交代出界内买凶杀人的事情 让整个侯府蒙羞 我为了遮掩丑事 就想着随便撒个谎 把人留下来 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土匪啊 我 我以为他就是个混混 太子殿下明鉴啊 我真的是冤枉的 侯府跟土匪窝 没有任何关系 说着 沈志将顾不上头上的伤 喷喷磕着头 老爷 瘫软在地的华姨娘 尖叫一声 自知大祸临头 心神崩溃 华姨娘竟一下子晕死过去 真相终于大白了 买凶杀人应该是真的 但与土匪勾结 却只是一场乌龙误会 老侯爷重重松了口气 还好 颜面扫地总比丢了性命强 都怪华姨娘 还有神婉 众人得知内幕 一时无言以对 本来一件家族丑事 竟然闹成了这样 实在叫人无话可说 太子皱了皱眉头 这种家宅争斗的丑事 京城的熏贵府邸 几乎家家都有 但一般不会闹到台面上 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太子私心里并不想管这种事 但事情在他眼皮底下闹开 他想不管都不行 太子只能忍着不快 继续问道 买凶杀人又是怎么回事 赵承伟 这就要问三小姐了 所有人的目光 又回到萧令月身上 顶着老侯爷冰冷警告的眼神 萧令月神情平静 将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 前因后果都很详细 沈志强还没听完 就激烈反驳 太子殿下 您别听他胡说八道 剑内亲口说过 他根本没见过那个土匪 是他 他狠狠指着萧令月 与其怨恨至极 一定是他买通了土匪 故意诬陷 一直紧紧盼着湘王的沈玉婷 含泪说道 我可以替姨娘证明 四天前 姨娘一直跟我在一起 她根本没有出过门 说着 她用力晃了晃湘王的手臂 殿下 你也听我说句话 太子目光悠悠地撇过来 湘王顿时头皮发麻 恨不得一脚将沈玉婷踹开 别问我 我什么也不知道 殿下 沈婉 画室虽然只是姨娘 但好歹 也占了长辈的身份 你既然收买土匪诬陷他 你好狠毒的心肠 有太子殿下在 你绝对不会得逞的 沈志江一边立声指责萧令月 一边抬出太子施压 萧令月下意识看了一眼 湘北韩 他悠闲得双手还胸 斜靠在柱子上 一双灵力深黑的毛子 定定看着他 分明是在看戏 萧令月顿时心情不爽了 翼王府的暗卫 是湘北韩一手培养出来的 跟在韩寒身边的叶七也不例外 以湘北韩的掌控欲 他肯定有办法随时与暗卫保持联系 对韩寒的行踪也了若执掌 换句话来说 他和韩寒在郊外遇到土匪的事情 别人不知道 湘北韩肯定是知道的 所以他才会来南洋侯府 根本不是来助寿的 而是来抓人 顺便看他的好戏 萧令月随手抄起一杯茶 直接泼在华姨娘脸上 嗨嗨 昏迷的华姨娘被呛醒了 沈婉 你想干什么 沈志江怒视萧令月 既然要问明真相 当事人总要清醒过来才行 不然怎么对质 萧令月冷淡说道 走到土匪面前 扯掉堵住他嘴巴的破步 土匪呸呸两声 还没说话 萧令月说道 你刚刚听到了 我父亲说我收买你 诬陷姨娘 要将你乱棍打死 现在当着太子和诸多宾客的面 我再问你一遍 到底是谁收买的你 一时间 所有人都朝土匪看去 沈志江心虚的怒斥 他都被你收买了 当然会向着你说话 萧令月凉凉的说道 他还什么都没说呢 父亲着急太早了 华姨娘刚刚清醒过来 抹掉脸上的茶水 抬头就看见不远处 土匪猙獰的表情 吓得浑身一抖 贱人 你敢卖我 我死了你也别想好过 土匪语气充满怨毒 因为华姨娘翻脸不认人 害得他差点要被乱棍打死 土匪现在简直恨透了他 他知道自己这次灾了 就算戴罪立功保住脑袋 下半辈子也只能在天牢里度过 所以更加痛恨 把他害成这样的华姨娘 如果不是接了他这单生意 他现在还在虎狼山上 吃香的喝辣的 又怎么会落得这种下场 你就是朝廷的太子吧 我愿意交代所有事情 但你得保证不杀我 哪怕关我一辈子也行 土匪看着身穿蟒袍的太子 嚷嚷说道 太子不动声色 你先说 本公会考虑 行 老子迷人不说暗话 就是这个贱人收买的我 要我替他杀了三小姐 土匪毫不犹豫的指向华姨娘 华姨娘凄厉的尖叫 我没有 贱人 死到临头了 你还想狡辩 老子有证据 土匪宁笑就藏在我怀里 你们摸一下就知道了 华姨娘脸色惨白 冷汗速速直流 他忽然抱住肚子 发出一声惨叫 老 老爷 你怎么了 沈志江急忙抱住他 我 我的肚子 华姨娘艰难挤出几个字 浑身直发抖 他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沈志江看着他捂着肚子 一时也没反应过来 至于其他人 还以为华姨娘是故意装病呢 谁也没在意 赵大人 太子示意他去 赵承伟也不含糊 走到土匪面前 伸手在他衣服怀里掏了掏 掏出了一只金钗 金钗样式精致 花纹繁复 下面还有特殊标志 这不是锦绣阁新出的首饰吗 一位薰贵夫人认了出来 赵承伟师的大男人 对首饰这一块可不懂 只能求助地看向几位夫人 另一位朝臣夫人好心解释道 绝对没有房品 尤其是新款首饰 必须要提前预定才行 谁买了哪一款 去锦绣阁一查就知道了 原来如此 赵承伟恍然大悟 这只金钗就是身份证明 查一查就知道 他的原主人是谁 这就是那个贱人的钗子 他那天就是带着这个金钗 来跟我谈交易的 我怕他不认账 偷偷从他头上拔下来的 他根本没发现 恐怕还以为是自己弄丢了 土匪得意地说道 贪婉在地上的花姨娘 一阵心惊肉跳 他的金钗 他还真以为是丢在城外了 因为心虚都没敢派人去找 人证物证俱在 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到底是谁在说谎了吧 萧绫月摊开手 似笑非笑 赵大人锐利威严的目光 猛地看向花姨娘 话是 你可知罪 花姨娘一颗心猛地砸下去 还未来得及说话 忽然 一阵剧烈脚痛从腹中传来 啊 他凄厉地惨叫起来 紧紧捂着肚子 感觉湿漉漉的液体流淌出来 儿子 救我的儿子 花姨娘失声尖叫 沈志江整个人都傻了 眼睁睁看着花姨娘的裙摆下 缓缓流出烟红的血 他 他竟然怀孕了 大概是月份还小 花姨娘自己都不知道 几番情绪大起大落 本就不稳的胎儿 直接见红了 满堂宾客顿时变色 快叫太医 太子看到满地的血 一时也有些惊 太医 太医 沈志江抱着花姨娘嘶吼 此刻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花姨娘这胎肯定是个男孩 他一定要保住儿子 不怪沈志江会这么想 他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 生了七个女儿 最小的女儿都有十岁了 后院的姨娘们多年没有怀孕 沈志江隐隐怀疑自己的身体 可能不太行了 如果再生不出儿子 他可能就真的要断子绝孙了 花姨娘突如其来的身孕 对沈志江来说 简直是救命稻草 他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一胎 老侯爷也是先经后洗 一时顾不上别的 保孙子要紧 在座的宾客里面就有太医 赶紧上前把了卖 胎气已经不稳了 有小产的迹象 那该怎么办 沈志江急红了眼 侯爷别慌 夫人的身体底子还是不错的 我这就开一剂保胎药 服用之后卧床静养便可 太医安抚说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快 拿纸笔来 沈志江立刻下令 华姨娘已经痛得昏死过去 太医写下药方 老侯爷亲自派人去抓药 然后就要将华姨娘送回后院休养 慢着 萧令月冷冷开口道 姨娘有孕 确实是大喜事 但一码事归一码事 她买凶杀人的案子还没结清 现在走恐怕不合适吧 萧令月说道 沈志江先是一愣 然后怒火高涨 她小心翼翼将昏迷的华姨娘交给丫鬟 剑步冲到萧令月面前 杨手狠狠就朝她脸上打去 你个没良心的畜生 萧令月往后退一步 避开这狠辣的一耳光 沈志江一看她竟然还敢躲 更加愤怒失去理智 抬脚就朝她肚子狠狠踹过来 一边猛踹一边怒吼 你的心怎么这么黑 你弟弟才多大 你就这么容不下她 我今天非要打死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不可 萧令月皱着眉头 继续往后退 父亲 你冷静一点 沈志江没踢到她 劈手又是狠狠一耳光 越打越起劲 老侯爷就在一旁冷冷看着 丝毫没有阻止的意思 看样子 如果不是碍于身份 她都恨不得亲自来教训这个恶毒的孙女了 连亲弟弟都容不下 简直狼心狗肺 萧令月躲了好几下 拧住沈志江的手臂 反手一扭 墨地转身 一个干脆利落的过肩摔 沈志江一个百八十斤的大男人瞬间飞了出去 重重砸在寿宴园桌上 轰隆 园桌直接砸碎了 瓷片木片飞溅 沈志江摔了个满头血 躺在狼藉一片里 半天爬不起来 满是寂静 太子温润沉稳的脸上 少见的空白了一下 一直闲闲看戏的站北韩墨地站直了 迷起冷至眼眸 定定看着萧令月 满堂宾客 老侯爷都傻眼了 湘王瞪圆了眼睛 这一瞬间 他终于知道这个瘦瘦弱弱的丑女人 为什么能活捉土匪了 他都能把亲爹砸飞出去 还有什么是不能的 活生生的母夜叉 湘王不由自主地打了寒战 怂怂地往后退 萧令月站直身子 目光悠冷地看着哀嚎的沈志江 既然父亲不能冷静 就只能我帮你冷静了 众人 他的冷静方法 就是把人摔飞出去吗 你 老侯爷不敢置信地指着萧令月 仿佛是第一天认识这个孙女 祖父见谅 我这也是没办法 萧令月扯扯嘴角 父亲情绪这么激动 要是伤了人怎么办 摔他总比摔了华一娘好吧 老侯爷 湘王嘴角狠狠一抽 拽着城王小声问道 他这是威胁吧 一言不合就要摔人 比母夜叉还凶残啊 老侯爷嘴唇颤抖着 一瞬间仿佛老了好几岁 你到底想怎么样 萧令月 我只想要个公道 沈万不能白受这个委屈 他答应过他 既然顶了这个身份 就一定会为他讨回公道 但是华一娘现在有孕在身 他绝对不能有事 最起码也得先把 沈家唯一的孙子生下来 老侯爷死死看着萧令月 他肚子里怀着你父亲的子嗣 萧令月 我也没想让他死 那你想如何 这就要看祖父和父亲的诚意了 萧令月冷笑 毕竟 我可是差点死在他手里 不出了这口恶气 后果可不是我承担的 言下之意 不给他一个合理的交代 华一娘的死活 他可就不保证了 老侯爷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实在想不明白 一个从小养在乡下的孤女 到底是哪来的胆量和底气 祖孙两对视 气势竟不相上下 宾客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华一娘买凶杀人 已经是确定了 可偏偏他有孕在身 没准怀的 就是沈家唯一的男丁 母平子贵 这下子 华一娘肯定是不能死了 但这位沈三小姐 也不是好惹的 从他的行事风格来看 即使是从小养在乡下 他也完全继承了 老侯爷的新兴手办 祖孙两简直隔代相传 不给他个交代 南洋侯府日后休想有太平日子 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他们这些外人 实在不好都插手 你 你休想 狼藉堆里 沈志江一头是血地爬出来 冲血的目光 狠狠瞪着萧令月 他是你庶母 现在又怀孕了 我绝对不允许 你伤害他一根头发 软弱了一辈子的沈志江 在面对段子绝孙的威胁面前 竟然也强硬起来 萧令月计较地说道 父亲这份爱子之心 真是令人感动 一个还不知道 性别的胎儿 就能让他豁出命保护 那沈婉呢 他活生生地在世上十几年 同样是沈家血脉 凭什么要被弃如碧履 就因为他是女儿 所以不值钱吗 那同样是女儿的沈玉婷 又是为什么被宠在手心 偏心如此 沈志江摇摇晃晃站起来 恶狠地说道 他生下的儿子一定要是嫡子 从今往后 他就是你的母亲 你敢对他不敬 就是不孝顺 活该被乱棍打死 姨娘没有资格管教嫡女 但若是成为正妻 管教嫡女 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连陛下都不能说 这是错 沈志江得意极了 这是他刚刚灵光一闪 想到的好办法 只要给了化姨娘名分 他就能名正言顺地压制沈婉 让她跪就跪 让她死就死 反正沈家不缺女儿 区区一个沈婉 怎么能跟她儿子相比 沈玉婷文言满脸激动地问道 爹爹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要离姨娘做正妻 她是华姨娘的亲生女儿 生母地位卑贱 导致她的身份也低人一等 仅仅只是述出 如果化姨娘成为正妻 那她也能女凭母贵 一步登天变成真正的嫡女了 只有嫡女才有资格嫁进皇室为正妃 这是沈玉婷多年以来的心愿 当然是认真的 在场这么多宾客都可以作证 沈志江斩钉截铁的话还没说完 萧令月讥讽地打断道 让一个买凶杀人的姨娘成为正妻 坐上一品侯妇人的位置 父亲可真是想得出来 南洋侯府怕不是要成为全京城的笑柄了 这话一出 在场不少人都皱起了眉头 沈志江想也不想地吼道 那又怎么样 我才是现任南洋侯 谁做正妻我说了算 你给我闭嘴 老侯爷勃然大怒 冲上去就是狠狠一拐账 哎呦 倒霉的沈志江再次被打倒在地 这一次是真的爬不起来了 他摔在地上 捂着满头的血 委屈的眼泪都流了下来 父亲 儿子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又打他 我只想要我唯一的儿子成为嫡子 不要他一生下来 就被人嘲笑踏实述出 叹不起他 我这样想有错吗 父亲 你也可怜可怜儿子吧 我都不活之年了 沈志江越说越委屈 竟是气不成声 四十多岁的男人 女儿生了一箩筐 却偏偏连个继承香火的儿子都没有 京城里多少人背后嘲笑他 沈家都要面门绝肿了 还有什么颜面可言 看着哭得满脸鼻涕眼泪的儿子 老侯爷不由得心软了 再打不下去 即使沈志江废物不成器 也是老侯爷唯一的儿子 怎么会不心疼呢 宾客们满脸尴尬 太子只好站出来圆场 老侯爷 沈侯爷 二位都先冷静一点吧 太子殿下 沈志江跪趴着来到太子面前 不顾浑身剧痛 磕头哀求道 求太子殿下联系微臣 微臣别无所愿 只求能让画室成为正妻 让他平平安安地生下孩子 太子神情为难 沈侯爷 求太子殿下宽恕姨娘吧 沈玉婷跑了出来 扑通一声给太子跪下 他哭诉道 姨娘自从进门开始 就为爹爹打理后院 劳心劳力 这次不过是一时想岔 才做错了事 他绝对没有真心想害三妹妹的意思 求太子殿下 看在姨娘有孕在身 已经受到教训的份上 宽恕她这一回吧 太子你没看着她 你是 臣女沈玉婷 是南洋侯府的二小姐 沈玉婷娇怯地抬起头 露出一张梨花带雨的娇眉脸蛋 太子 这不就是跟他二弟 你浓我浓 关系亲密的那个姑娘吗 太子目光有些冷淡下来 如果他没记错 这姑娘似乎是姨娘生的 一个庶出女儿 在姨娘谋害嫡妹这么大的事上 竟然敢跑出来求情 还口口声声说 姨娘没有坏心 那怎么才叫有坏心 非要把人杀了 见到尸体才算吗 太子心里不禁腻弯 嫌弃地看了湘王一眼 你这是什么眼光 看来看去就看上这种货色 湘王很无辜 沈玉婷虽然没脑子 但也是个花瓶美人 姿色在京城是数一数二的 她向来喜好美人 自然是看上了她的脸 没忍住勾搭了下 谁知道就被缠上了呢 湘王殿下 您帮我说说话吧 我姨娘她真的没有坏心 她就是一时想岔了 沈玉婷唯唯唯唯地哀求 这个湘王尴尬的婉拒 本王不知内情 一切全凭太子殿下做主 殿下 求您了 沈玉婷梨花带雨的哭求 湘王飞快撇开脑袋 假装没看见 太子揉了揉眉心 头疼地看向湛北韩 三弟 你觉得 话语一停 太子忽然发现 自家弟弟好像没注意他说什么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其他地方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太子见眉一条 他盯着沈家三小姐做什么 三弟 太子加重语气 湛北韩这才回过神 瞥了他一眼 什么事 太子气饿了 今日这事 三弟有什么看法 湛北韩冷淡的道 北秦律法规定 有罪之女不得加封告命 大哥不知道吗 你不提 本宫还真忘了 是有这么一条 太子这才想起来 不少宾客早就憋了半天 此刻急忙开口 太子殿下 沈侯爷所求之事 万万不可 话试买凶杀人 已经是证据确凿 而且他勾结虎狼山土匪 这也是一桩大罪 即使看待他有孕在身 暂且网开一面 这样的女人 也绝对不能被册封为侯妇人 没错 这件事绝对不行 这都不是南洋侯府一家的问题 而是扰乱家国律法了 若是这样的女人 也能加封告命 传出去就不只是南洋侯府 颜面无存 整个北秦国 都要被其他三国耻笑了 如果沈志江只是一个普通朝臣 官职不到前三品 他想娶谁就娶谁 没人会干涉 但坏就坏在 沈志江自己没本事 头上还顶着一个继承的爵位 而且 这个爵位的等级还不低 是一平五侯 侯爷的正妻 是有告命在身的 所谓妻平富贵 丈夫身为一品侯爵 正妻大多都能得到同等待遇 被陛下轻发欲止 告命加深 同时还拥有很多特权 试问这样的身份 让一个买凶杀人 勾结土匪的姨娘坐上去 这合适吗 其他勋贵朝臣的夫人们 个个都出身名门 却要跟一个姨娘平起平坐 甚至还有不少人 要对这个姨娘弯腰行礼 这些夫人们会愿意吗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的丈夫 子女 婆家和娘家 又会怎么想 在场的宾客 就没一个心里愿意的 纷纷搬出理由 严厉反对 在场的勋贵夫人们 更是直白地露出嫌弃和不满 连对华姨娘 最后一丝同情都没了 沈志江和沈玉婷 傻眼了 尤其是沈志江 她完全不明白 自己只是想立个正妻 跟别人又没关系 为什么这些宾客 一个个都要激动地反对 竟没有一个人同情她 萧灵月一句话挑起了纷争 自己却置身室外 笑盈盈 看着沈志江 妇女两倍 喷得晕头转向 她在看戏 戏外的翼王殿下在看她 眼神格外忧深莫测 主委稍安勿躁 你们的顾虑 本宫都知道 太子抬手压了压 转头看向沈志江 沈志江还没回过神来 呆呆地跪在地上 老侯爷只好带替儿子站出来 太子殿下 逆子考虑不周 让殿下为难了 立化姨娘为正妻之事 老臣替儿子做主 绝不再提 父亲 沈志江委屈地哭喊起来 你闭嘴 老侯爷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她一眼 沈志江不敢说话了 沈玉庭一脸泪痕地贪软在地上 满脸茫然 她好不容易盼到姨娘上位 怎么转眼之间 希望就破灭了 太子顺着老侯爷的台阶说道 既然老侯爷担保 这件事就此作罢 本宫也不再多言 关于化氏买凶杀人 勾结土匪一事 念在她有孕在身 身体虚弱 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本宫便网开一面 不予追究 多谢太子殿下 老臣感激不尽 老侯爷长松一口气 急忙弯腰道谢 老侯爷别忙着谢恩 本宫话还没说完 太子摆摆手 神情威严肃母 化氏毕竟有错在先 不可不乏 传本宫的命令 化氏有生之年 南阳侯不可立她为正妻 她所生的子嗣 日后也不得继承南阳侯爵位 老侯爷瞳孔紧缩 不 太子殿下 沈玉庭当场哭叫起来 这个惩罚实在是太重了 不但彻底剥夺了化姨娘上位的希望 还断绝了她母凭此贵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 不管化姨娘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她这辈子都不可能依靠孩子 得到半点好处 这对一个后院女人来说 简直是比杀了她更严酷的责罚 萧玲月心想 如果沈婉知道化姨娘这个下场 想必也会高兴吧 太子的处罚很公道 既顾全了沈家五子 又给了罪魁祸首足够惨痛的教训 殿下宅心人后 这样处置再合适不过了 在场的朝臣宾客无比满意 那些差点要和姨娘平起平坐的勋贵夫人们 更是遮住嘴角 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区区一个姨娘 何等卑贱 也敢奢望侯夫人之位 真是可笑极了 求殿下宽恕姨娘 她真的不是有心的 只有沈玉婷哭喊不休 化姨娘不能上位 生下的儿子也不能继承爵位 这就意味着沈玉婷这辈子都只能是个庶女 她想嫁进皇室成为正妃 这个心愿永远都不能实现了 沈玉婷不甘心地痛哭起来 太子不理她 她又跪爬到湘王面前 扯着她的一百哭诉道 湘王殿下 求你帮我说说话吧 我姨娘她已经知错了 她不能一辈子是个姨娘啊 湘王厌烦地推开她 太子殿下已经做主了 你求本王有什么用 沈玉婷哭得更厉害了 殿下 你忘了我们 湘王猛地捂住她的嘴 心虚地对太子道 她神志不清乱说话 大哥别在意 我这就带她去安抚一下 去吧 太子懒得多管 湘王拽着哭闹不休的沈玉婷 匆匆忙忙逃出去了 太子看向一旁的萧令月 含笑问道 沈三小姐 这样的处置 你还满意吗 萧令月毫不犹豫地点头 很满意 多谢太子殿下 那就好 太子意味深长地看她一眼 随即目光一瞥 余光扫过旁边的三弟 这小子 还直勾勾地盯着人家呢 他到底想干嘛 今天的主题是 老侯爷大寿 虽然中途出了很多波折 但寿宴还是得继续 总不能让太子和几位王爷 白跑一趟 于是 昏迷不醒的华姨娘 被人抬了下去 萧令月看着她的身影消失 心里饶有兴致地想 等她醒来后 得知太子的处罚 不知道会不会气得吐血 后院女人的戎宠 一看夫君 二看子嗣 华姨娘现在很在乎 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因为她对孩子抱有期望 如果醒来后得知 这个孩子 注定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利益 她还会一如既往的疼爱吗 还有沈志江 她也满身是血 被人搀扶下去了 神情还没回过神来 紧接着 赵承伟也向太子 老侯爷告辞 带着上了镣铐的土匪和士兵 匆匆离开 寿宴重新开始 老侯爷亲自将太子 翊王 承王请上主桌 湘王也带着沈玉婷回来了 看样子 是把人哄好了 兵客们纷纷落座 只有萧令月还站在原地 三妹 你怎么还不坐下 沈玉婷柔柔弱地走过来 她重新梳妆打扮过 枯花的妆容恢复精致 走动时若柳浮风 衬托着微红的眼角 当真是一个鲜鲜弱智的美人 当她站在萧令月面前 两个人一美一丑 对比格外惨烈 萧令月看到她眼里闪烁的恶毒与憎恨 冷冷反问道 二姐是来明知顾问的 沈玉婷 寿宴是化医娘准备的 她以为我会死在路上回不来了 所以干脆连我的位置都没安排 难道你不知道 萧令月冷冷嘲讽道 侯府的寿宴 座位安排都是有讲究的 早早就安排好了 所有宾客都有固定的位置 而且男女不同席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不能乱做 萧令月现在就是多出来的那根萝卜 整个宴会厅都没她的座位 沈玉婷立刻推托道 这是姨娘安排的 我不清楚 萧令月似笑非笑地说 那你跑来问什么 难道你这么好心 打算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我 我 沈玉婷噎住了 心里只想尖叫 谁想把位置让给她了 可她还没来得及说话 萧令月又说 还是算了吧 算她识趣 沈玉婷转怒为喜 得意洋洋的心想 沈婉肯定是看她和湘王殿下关系好 所以不敢跟她抢坐 没想到 萧令月却说 毕竟我是嫡女 你是庶女 我若是坐了你的位置 那岂不是自降身价了 沈玉婷 旁边偷听的太子以及宾客 好狠一张嘴 不带脏子的损人 字字扎心 沈玉婷挑事不成反被嘲讽 气得快哭了 你我都是爹爹的女儿 我把你当亲妹妹看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你实在太伤我的心了 呜呜 说着竟然捂着手帕哭起来 萧令月立刻往后退一步 嫌弃写在脸上 别 你想高攀 我可不想低负 嫡叔有别没听过吗 可我们都是爹爹的女儿 那太子殿下和湘王殿下 都是陛下的皇子 为什么湘王不能当太子呢 萧令月悠悠地反问道 当然是因为嫡叔有别 天生就不一样 沈玉婷 太子以及宾客 他可真是什么都敢说 再次躺枪的湘王 不 他直接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当场跳起来 这官本王什么事 三小姐 不带连累无辜的 殿下见谅 我只是想举个例子 免得我这位自以为是的二姐拎不清 萧令月客套地笑道 我想 以太子殿下和湘王殿下的心胸 也不会与我这种小女子一般见识 对吗 湘王 好话坏话他都说完了 他还能说什么 湘王作为二皇子 头顶是嫡叔的大哥 当朝太子 下面是嫡叔的翼王 太子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只有他一个贵妃生的树出皇子 夹在两个先皇后生的嫡出皇子中间 身份无比尴尬 所以 湘王风流成性 只爱美人 不爱朝堂 为的就是向旁人证明 他没有任何争权的野心 现在倒好 因为一个脑子不清醒的沈玉婷 他都两次被太子注目了 湘王心里无比郁闷 好在太子身为储君 心胸还是宽广的 没把这点小事放心上 他笑着说道 二弟你先坐下 别一惊一乍的 沈三小姐 说话也要注意分寸 下不为例 萧丽月早猜到太子不会计较 他看人的眼力 还是很准的 多谢殿下 湘王善善地坐下来 沈玉婷也被吓得不敢说话 灰溜溜地回了自己的座位 既然沈三小姐缺个座位 本宫看主桌倒是挺空的 不如便加一个位置吧 太子温和地提议道 是 老侯爷立刻使了个眼色 满头冷汗的管家 赶紧搬了把椅子过来 本想放在最末席位 太子却伸手一指 就放在这儿吧 他指的位置不偏不斜 正好是义王殿下的正对面 桌上的其他人 湛北寒见眉微醋 扭头盯着自家大哥 什么意思 太子朝他意味深长的一笑 你不是盯着人家看了半天了 索性面对面 慢慢看 湛北寒 管家小心翼翼地把椅子放下 又恭恭敬敬地来请萧令月入席 萧令月看了眼太子 又看了他面无表情的湛北寒 心情有点古怪 是他的错觉吗 他总觉得 太子对他格外温和一些 但人家是堂堂太子 一国储君 犯得着对他一个乡下 回来又土又丑的侯府千金客气吗 大概是错觉 萧令月也没多想 谢恩后便走过去坐下 对面 湛北寒冷锐如剑的黑眸看过来 萧令月不怕他 但他顶着神婉的马甲 事事不能太出阁 于是就低下头 避开他的视线 翼王殿下 似有若无地冷哼一声 主桌上气氛暗潮涌动 寿宴正式开始之前 主家唱礼 穿着喜气的管家手捧着李丹 大声念叨 御使李大人府 赠白玉扶寿如意一对 八仙过海乡谈目寿平一扇 礼金三千两 助神老侯爷扶寿绵延 长寿金安 宾客席位上 满面红光的李大人站起身 朝老侯爷拱手笑道 老侯爷大寿安康 年年有今日 老侯爷满脸笑容地起身拱手 多谢 多谢 管家继续念叨 行不留上叔府 赠碎寒三有雕妻寿平一扇 同胎化发廊马骨 助寿如意之 礼金三千两 助神老侯爷 松河同春 万事如意 票继孙将军府 赠 户部前大人府 赠 半个多时辰的贺寿礼丹 念得管家口干舌燥 宾客们一个个起身助寿 老侯爷也笑容满面地一一道谢 宴会上的气氛 很快热闹起来 欢声笑语连天 念完了宾客寿礼 接下来就轮到重头戏 沈家子孙对老侯爷的献礼了 这本应该由沈志将亲自出面 带领子女献上受礼 但是现在 他正满头是血的躺在后院呢 根本起不来身 只好让管家带为效劳 送上了精心准备的受礼 宾客们通勤打理 也不点破 纷纷陪着笑脸恭维 让老侯爷满脸的笑容 一直没下去过 沈玉婷笑盈盈地站出来 孙女助祖父长寿安康 岁岁年年喜乐康健 说着便磕了三个头 好好好 老侯爷笑得合不拢嘴 知道你孝心 快起来吧 沈玉婷抬起头 称怪道 祖父 孙女的受礼还没献上呢 老侯爷笑道 知道你孝顺 祖父不受礼 也一样的开心 那可不行 沈玉婷娇俏地逗去道 为祝贺祖父的寿臣 孙女特意花了一年的时间 准备受礼 只盼着陶祖父开心 博祖父一笑呢 哦 你准备了什么 老侯爷来了兴致 其他宾客们也好奇地看过来 沈玉婷站起身 从丫鬟手中取出一卷秀图 天天笑道 孙女亲手秀成的八仙贺寿图 希望祖父喜欢 说着 他手一抬 与丫鬟一人一边缓缓拉开秀图卷 煞时间犹如满堂生辉 好精妙的秀工 有些宾客惊叹一声 长达两米的秀部上 一针一线 精心勾勒出八仙贺寿的图案 配色精彩绝伦 人物栩栩如生 秀工精致地堪比皇家秀娘 一展开 就仿佛有仙气弥漫 专为贺寿而来 二小姐实在太有孝心了 这么大一幅贺寿图 每个一年半载的辛苦 只怕是秀不出来的 是啊 最难得的 就是这份孝心 众人纷纷称赞不已 对沈玉婷的好感 一下子提升不少 孝顺本就是美德 无论出身如何 有孝心的人 总是会让人高看一眼 老侯爷亲自起身 走到秀图前 玉婷 这真的是你亲手秀的 当然了 为祖父准备的受礼 孙女哪敢让别人插手 这每一针每一线 都是孙女对祖父的祝福 只盼着有仙人贺寿 祖父能扶寿绵长 日日康健 沈玉婷挽着老侯爷的手 满嘴甜言蜜语 哈哈 好一个贴心的孙女 老侯爷被哄得开怀大笑 满厅的宾客夸赞连连 气氛一下子被捧上高点 沈玉婷心满意足地 接受众人的夸赞 随后笑音音地道 孙女这不过是雕虫小技 算不得什么 三妹才是真正的府中敌女 又多年不在祖父身边 第一次为祖父贺寿 也不知道精心准备了什么样的寿礼 说着 她朝萧令月一笑 无辜地说 不如三妹给大家开开眼吧 这话一说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萧令月 萧令月心里冷笑 沈玉婷果然不是省油的灯 前面刚射亏 这就开始报复回来了 听听她说的话 又是府中敌女 又是第一次为老爷子贺寿 看似是无心之言 其实却是恶意的捧杀 她把萧令月推到一个高高的位置上 如果萧令月拿不出像样的寿礼 或者是比不过她的寿礼 那萧令月的处境就非常难看了 最重要的是 人人都知道 沈婉是在乡下长大 回府的路上 还遇到了劫匪杀人 能保住姓名就不错了 哪还顾得上准备寿礼 沈玉婷心里得意极了 她不信沈婉能拿出比她更好的寿礼 这个暗亏她吃定了 萧令月平静地站起身 我自幼在乡下长大 比不得二姐在府里养尊处优 见惯了好东西 只怕亲其所有为祖父准备的寿礼 祖父见了也会觉得粗鄙不堪 上不了台面 沈玉婷一听 抢着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觉得祖父贤贫贫爱父吗 萧令月语气无辜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实话实说 乡下能有什么好东西 就算有 在堂堂侯府的富贵面前 也算不了什么 老侯爷不悦得的皱起眉头 既然是寿礼 老夫看的也不是价值 只论心意而已 三妹 这下你可放心了吧 沈玉婷不怀好意的笑道 祖父向来只看重心意 你就算拿不出太好的礼物 心意到了也是可以的 常言道 理清情义重吗 说得好听 萧令月心中冷笑 寿礼的价值还可以衡量 但是心意这个东西 却是说不准的 尽不尽心 还不是老侯爷说了算 老侯爷现在看她一万个不顺眼 要不是爱着太子殿下的面子 只怕都恨不得将她一脚踢出去了 二姐就这么想看我的礼物吗 萧令月悠悠问道 三妹 我也只是好奇 沈玉婷咄咄逼试着她 你在乡下这么多年 能够回府 也是托了祖父的福气 他老人家难得一次寿臣 作为嫡出的孙女 你怎么也该送上一份心意吧 那好吧 萧令月壮四为难地想了想 一脸歉意地看着老侯爷 祖父见谅 孙女在乡下过的清苦 实在是囊中羞涩 做不到像二姐这样奢靡富贵 用金丝粘线给您绣寿图 我能想到的 有心意的寿礼只有一件 还请祖父不要嫌弃 沈玉婷 老侯爷冷淡地说 只要是心意 自然不会嫌弃 几句对话下来 众人的好奇心都被勾起了 知道三小姐在乡下长大 很穷 她所谓的有心意的寿礼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太子推了推身边的翼王 压低声音问 会是什么 翼王殿下莫名其妙 我怎么会知道 真不知道 那你猜猜 太子信任地看着她 湛北寒 不想理会莫名其妙的清歌 湛北寒端起茶盏 低头饮茶 太子问不出来 心里直痒痒 只好端起茶杯 慢慢饮 萧令月往大厅外看去 祖父请看 我的寿礼已经来了 老侯爷 沈玉婷 以及满堂的宾客们 下意识看去 只见大厅门口 两个身高相仿的小家伙 一起走了进来 左边的男孩 披着雪白的绒毛斗篷 脸上戴着精致小巧的面具 只露出一双乌黑沉浸的眼睛 他行动优雅 举止金贵大方 不紧不慢地走进大厅 手里捧着一个瘦侠 右边的男孩身高 年纪和他差不多 却是一身紧慎的黑色净装 穿着小靴子 眉目精致俊秀 眼睛又大又圆 一双酷似轻低的贱眉 阴气勃勃 笑眯眯地 拽着斗篷小男孩的衣袖 像个年皮糖一样 跟着他不放 看到两个小家伙出现 太子 湘王 城王 以及不少熏贵们 末地睁大了眼睛 等等 这个孩子不是 咔嚓 一王殿下手里的茶杯裂开了 大厅中间的寒寒 两个小家伙走到老侯爷面前 北北开口道 驻外曾祖父大受安康 寒寒见状 立刻跟着说 驻外曾祖父万事如意 太子 湛北寒 湘王一口茶泼 地喷了出来 呛得要死要活 城王一张脸都扭曲了 不少曾经见过寒寒的 熏贵朝臣们 纷纷露出惊悚的表情 这是 什么情况 一王府的小柿子 管神老侯爷叫 外曾祖父 老侯爷也惊呆了 但他震惊的 不是寒寒的身份 而是这两个小家伙的称呼 喂 曾祖父 老侯爷恍惚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 你们管我叫什么 他一个连孙子都没有的老人 竟然还有听到曾祖父的一天 这真的不是他幻听了吗 外曾祖父 我叫北北 我代替我娘亲 给您老人家助寿 希望您身体康健 碎碎如意 北北软软地说 然后捧起寿礼匣子 这是北北和娘亲送您的寿礼 希望您喜欢 老侯爷神情恍惚地接过来 外曾祖父 韩寒笑音音地说 红润精致的小脸格外讨喜 我叫韩寒 是北北的哥哥 我跟他一起 替娘亲给您助寿 您长病百岁啊 你 你们两个 娘亲是 老侯爷的话都说不完整了 因为情绪冲击太大 他也没注意到 韩寒和在场的某个人 长得特别像 萧令月笑着走出来 娘亲 娘亲 两个小家伙 欢庆鼓舞一般扑过来 萧令月一手一个接住 摸摸他们的小脑袋 笑着对老侯爷说 这是我的儿子 祖父第一次见他们 只怕有些陌生 太子以及众多宾客 战北寒 额头轻轻突突地跳 手里的杯盏彻底崩碎 哗啦碎了一桌 湘王 城王 以及同桌的薰贵们 绷紧了头皮 大气不敢喘 心里疯狂富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一王殿下 跟这位三小姐 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你的儿子 沈玉婷尖叫起来 他先是大受震撼 难以置信 随后就是一阵狂喜 你竟然有儿子了 对 萧令月直接承认 沈婉 你一个侯府千金 竟然在乡下云思通 生下了这种见不得人的野种 竟然还敢大摇大摆地带回府里 你还有没有半点廉耻了 沈玉婷抬手指着他 声音尖锐的斥责 萧令月眼神幽冷 你说谁是野种 战北寒 太子同时眸光一寒 湘王无语地扶额 天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蠢的女人 每句话都能精准踩中雷区 沈玉婷找死不自知 指着萧令月身边的两个孩子 啪 萧令月一耳光直接甩过去 啊 沈玉婷被扇得亮腔几步 半张脸直接红肿起来 你竟然敢打我 沈玉婷捂着脸 愤恨又不敢置信 你再敢侮辱我儿子一句 我活死了你的嘴 萧令月目光森寒 你 沈玉婷抬手想打人 手扬一半他又怂了 这件人可是能活捉土匪的 他肯定打不过他 沈玉婷转头就哭着找老侯爷告状 我 祖父 你要给我做主啊 我不过说了一句实话 他竟然当着您的面这么打我 老侯爷顾不上他的哭诉 严厉地看着萧令月 你儿子是怎么回事 萧令月既然敢带北北回府 自然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北北虽然没有爹爹 但他却不想让人误以为 北北是私生子 因此看不起他 萧令月直接拿出了一张陈旧的婚书 祖父 我五年前就已经嫁人了 什么 老侯爷大惊失色 我的夫君姓萧 五年前他救了我一命 为报救命之恩 我便嫁给了他 这是我与他的婚书 萧令月面不改色地说道 在北秦国 婚书是证明夫妻关系必不可少的东西 由官府签发 上面盖着官印 萧令月这张当然是假的 他的伪造技术十分精湛 所以也不用担心被看穿 北秦国重视恩情 滴水之恩 永全相报 为了报恩而嫁人并不可耻 只会让人觉得他重情重义 对北北也会高看一眼 老侯爷震怒地质问道 五年前的事情 侯府怎么不知道 我曾经给府中传过信 向父亲 祖父秉明这件事 但是却没有收到回信 我以为祖父和父亲并不反对 所以就嫁了 萧令月神情无辜 瞎边的假话说得跟真的一样 老侯爷更加愤怒了 胡说八道 我从来没见过你的信 怎么会 萧令月一脸惊讶 我确实记信了 当时府里的内务是谁在管 难道没有告诉祖父吗 老侯爷僵住 自从沈婉的生母病逝后 南洋侯府就没有正式夫人 整个侯府的内务权 都掌握在华姨娘手里 她早就恨不得沈婉死在外面 就算收到信也只会一把火烧了 不会告诉任何人 这就是死无对证 如果在这点上追究下去 责任不在沈婉 而在华姨娘身上 但华姨娘有孕在身 刚刚还差点小产 就算追究出来又能怎么样 老侯爷脸色殷勤不定 满堂的宾客 都被这意想不到的情况震住了 沈婉竟然嫁人了 那他和镇北侯府的婚约怎么办 老侯爷还指望着沈婉嫁过去 能笼络住镇北侯府 好好提携一下不成器的儿子呢 现在全泡汤了 他怀疑沈婉是骗他的 两个孩子也未必是他亲生的 说不定是他收买来演戏给人看的呢 老侯爷疑心病发作 婚书给我看看 您请 萧令月直接奉上 老侯爷匹手夺过婚书 展开匆匆扫了一眼 脸色更加难看了 沈玉婷也顾不上哭诉 捂着脸凑过来一看 上面不仅写着年月日 还带着清楚的观印 怎么看都是真的 沈婉 居然真的把自己嫁了 堂堂一个侯府嫡女 竟然无眉无聘 随随便便地嫁给了一个乡下庄稼汉 那一瞬间 沈玉婷有种放声大笑的冲动 嫁得好 像他这种贱人 就只配嫁给乡下庄稼汉 一辈子卑躬屈膝 烂在泥里 永远爬不出头 身为嫡女又如何 还不如他这个庶女呢 女子出嫁 本就是欺贫富贵 他找了个乡下庄稼汉当夫君 这辈子注定就是卑微到死 永远都比不过他 沈玉婷兴兴奋极了 狠狠掐着掌心 免得自己笑出声 老侯爷看到婚书 再也压不住满腔怒火 猛地将婚书砸了过去 沈玉 你好大的胆子 无眉无聘 竟然敢私自嫁人 还生了孩子 你知不知道 你是有婚约在身的 萧玉月接住婚书 露出茫然的表情 婚约 什么婚约 你和镇贝侯府的婚约 老侯爷怒气冲天 祖父 我三岁就被送到乡下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婚约的事 现在才说 你不觉得太迟了吗 萧玉月平静冷淡地问道 之前那么多年不提婚约 把一个三岁小女孩 独自丢在乡下 不管不顾 现在需要她嫁人联姻 给家族某好处了 就把人接回来 当成联姻工具一样利用 沈家可真是疼女儿啊 你 老侯爷气得直发抖 祖父 您消消气 既然事情已成定局 您气坏了身子 也没用啊 沈玉婷假意劝道 好 既然你已经嫁人 孩子都带回来了 那你的丈夫呢 老侯爷强忍下怒气 眼露凶光 沈婉再怎么样 也是侯府嫡女 身份摆在这 老侯爷绝不允许她 拉低沈家门门 嫁给一个不知是 阿猫阿狗的野男人 他宁愿让她进尼古安 守一辈子的活寡 也好过她 嫁给乡野村夫 丢人现眼 萧玉月看出了 老侯爷的杀心 机翘地说 她死了 老侯爷 满庭所有人 再次被镇住了 原来 这位三小姐 不仅已婚有子 还是一个 丑寡妇 一时间 无数欲言又止的目光 看向了翼王殿下 死了 老侯爷先是一愣 没想到是这种回答 随即 他心生怀疑 怎么死的 他是大夫 在北北快要出生的时候 他上山采药 不小心滑落山崖 找到的时候已经 萧玉月随口瞎边 脸上露出一抹黯然 众人心里不惊想 这三小姐的命 真是不好 长成这个模样 能嫁出去就不容易了 偏偏还年轻手寡 你丈夫真的死了 沈玉婷激动地追问 嗯 真是可怜 活活摔死了呢 沈玉婷幸灾乐祸地说 当初爹爹就说你八字不好 克服克母 没想到 竟然还克服 成亲不到一年 丈夫就死了 你这以后可怎么过呀 这不就带着孩子 回娘家过了吗 萧玉月淡定地说道 沈玉婷张口想反驳 哪有出嫁女 守寡回娘家的 萧玉月打断她的话 侯府如此富贵 二姐你一个庶女 都能用金丝绣化 我好歹是府中嫡女 不至于连个落脚的地方 都没有吧 沈玉婷被噎住了 对了 听说我娘当初嫁进侯府时 嫁状可不少 现在我都成婚嫁人了 侯府是不是该把我娘的嫁状还给我 我这里还有名单呢 萧玉月继续说 做事就要拿名单出来 沈玉婷脸色大变 急忙往后退 什么嫁状 我可不知道 其实她是知道的 沈婉那个短命鬼的亲娘 确实留下了不少嫁状 有金银钱票 珠宝首饰 还有铺子跟田庄 足够让人衣食无忧了 但这么多年来 华姨娘早就把这笔财产 当成是自己的 偷偷用掉了大半 剩下的则留给沈玉婷做嫁状 一个铜板都没留给沈婉 按照北秦国的风俗 生母的嫁状是留给女儿的 我娘当年虽然不是名门出身 外祖父一家也算富裕 配置的嫁状不少吧 萧丽月悠悠地说道 我在乡下穷苦这么多年 侯府连一两银子都没给过我 现在我都回来了 我娘的东西总该给我了吧 你对着我说干嘛 我可不知道 你娘留下了什么 沈玉婷心虚地驳斥道 老侯也十分不满 训斥道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 张口闭口都是嫁妆 都是钱 你还有没有点侯府小姐的身份 像个村妇一样庸俗 萧丽月计较地道 我只当了三年的侯府小姐 却当了十几年的乡下村妇 祖父既然嫌我庸俗 怎么不见早点把我接回来 任由我在乡下不闻不问 你这是在指责老夫吗 老侯也恼羞成目 不敢 萧丽月皮笑若不笑 既然祖父说我庸俗 那你肯定不庸俗 不如现在就把我娘的嫁妆 还给我如何 老侯爷 沈玉婷见识不妙 立刻打插道 三妹 今天可是祖父的大寿之日 这么多宾客都在呢 说这些也不合适 还是晚点再说吧 给祖父祝寿要紧 老侯爷神情微缓 萧丽月悠悠地说道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也知道侯府家丑太多 说出来丢人现眼吗 沈玉婷 老侯爷简直要被他一张嘴气死了 杨首就朝他打过来 你这个逆女 不准打我娘亲 一只乖巧 站在萧丽月身边的韩寒和北北 同时站了出来 张开双手挡在他面前 我娘亲只是说了实话 你竟然要打他 难道不是恼羞成怒 做贼心虚吗 北北乌黑的眼睛 直视着老侯爷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个老头子 欺负我娘亲算什么本事 韩寒一手指着老侯爷 大声怒斥 太子以及众人 战北韩暗暗磨牙 拳头捏得咔咔响 臭小子 你哪来的娘亲 北北扭头瞪着他 你不要乱叫 这是我娘亲 早晚都是 这个不是重点 韩寒很有大将之风的一挥手 抬头看着老侯爷 你是不是觉得 我娘亲死了丈夫 没人撑腰 你就这么欺负他 我告诉你 有我在你休想 萧丽月看着 挡在自己前面的两个孩子 心里不由一暖 老侯爷怒急返校的说 你们两个是 话还没说完 老侯爷突然愣住了 韩寒仰着头 精致俊秀的小脸 静在眼前 眉眼五官 轮廓 怎么那么像 义王殿下 老侯爷末弟一惊 瞳孔缩紧 我们两个怎么了 韩寒看他一句话没说完 气哼哼地说道 北北是我弟弟 他娘亲也是我娘亲 我把我爹爹送给娘亲做夫娟 看你还敢不敢欺负他 战北韩 整个宴会厅里的所有人 那一瞬间 萧丽月感觉 无数火辣辣的目光盯着他 其中一道格外的冰冷锐利 如芒刺悲 萧丽月不用回头 都能猜到这道目光的主人是谁 无比悍严地说道 韩寒 这 大可不变 我不要 北北忽然拒绝道 娘亲说我爹爹早死了 我才不要你爹爹 为什么 韩寒不理解 他卖力地推销道 我爹爹身份尊贵 长得又帅身材又好 而且有权有势 虽然他娶过媳妇 是个二手货 但是勉强凑合一下也能用 总比没有好吧 众人 坐在一旁主桌上的战北寒 被气笑了 襄王目瞪口袋 三弟 韩寒他 这 太子也面露愕然 却一点不生气 饶有兴致地看着两个小家伙 北北面露嫌弃 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 我有爹爹 北北抿着唇角 他不是去世了吗 韩寒一本正经地说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是时候拥有一个新爹爹了 北北 满屋子的人 萧丽月眉角抽搐地说 韩寒 这句话不是用在这里的 什么 韩寒纳闷地转过头 反正我不要 北北生气地推开韩寒 跑乖抱住娘亲的腰 你自己跟你爹爹过吧 别缠着我娘亲 韩寒委屈又无辜地看着他 萧丽月想打圆场 沈婉 这个孩子 他跟翼王殿下 老侯爷结结巴巴开口 嗯 萧丽月转头看着老侯爷 老侯爷瞪大眼睛 死死盯着韩寒的脸 紧张地说不出话 这个孩子 长得跟翼王殿下 实在太像了 这眉眼 这五官 这轮廓 生气发怒的样子 都像是和翼王殿下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当年翼王殿下娶妻 准王妃在花轿中割腕自杀 随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成了京城一大悬案 民间传言纷纷 有说准王妃逃婚私奔了 有说他死了 甚至还有说 翼王殿下杀了他 流言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连陛下都惊动了 下旨禁止讨论 才勉强止住舆论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时隔九个月后 翼王殿下突然抱回了一个孩子 他没说孩子生母是谁 只请止立了世子 之后就再也不提娶妻之事 陛下也拿他没辙 关于小世子的生母之谜 朝中重臣也是猜测纷纷 有人怀疑 小世子是消失的翼王妃所生 因为从时间上推算正好 但是 小世子长得一点都不像萧家人 和萧家的关系也不亲近 也有人怀疑 小世子生母不祥 说不定是私生子 有传闻说 翼王早年在外领兵时 曾经和一位姑娘有过感情 甚至为了他违逆陛下 扬言非他不娶 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那位姑娘莫名没了音讯 翼王也消沉了很长时间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他不慎被萧家大小姐算计 坏了他的名节 萧大小姐哭着闹着 非要嫁给他 甚至在宫里寻死密活 陛下考虑到种种因素 最后还是下指赐婚 祖父想问什么 萧灵月冷淡开口 打断了老侯爷的思绪 老侯爷声音紧绷 这个孩子 他爹爹是谁 萧灵月微挑眉梢 没说话 你问我吗 韩寒歪头看着他 不解地道 这么明摆着的事 还用问 你看到我的脸了吗 老侯爷不知怎么回答 你看我长的这张脸 就没觉得很眼熟吗 韩寒理直气壮的说 我皇祖父和几个皇叔都说 我跟我爹爹长得一模一样 湘王叔以前还说 我比我爹爹长得可爱多了 湘王 太子微微勾起嘴角 二哥 你疯了 城王压低声音 你偷偷跟韩寒说什么了 湘王欲哭无泪 我不是 我没有 他现在否认还来得及吗 怎么会有这么坑堂叔的侦儿 皇祖父 湘王叔 听到这种称呼 老侯爷心里咯噔一声 有如重石落地 沈玉庭哆嗦了下 你 你管湘王殿下叫堂叔 韩寒转头看着他 忽然冷笑一声 你刚刚骂我和北北 是野种 对吧 不 不 我 我只是 沈玉庭下的话都说不完整 惶恐地摇头 能管湘王叫黄叔的孩子 是什么身份 他用脚趾头 想都能猜到 老侯爷预感大势不妙 小世子 这件事 你给我过来 一道冷肃凛冽的声音突然响起 打断了老侯爷的解释 湘北寒黑沉着脸 瑞丽寒车的眸光扫过萧令月母子 很快又落到韩寒身上 咬牙怒道 长本事了 在这乱叫什么 爹爹 你怎么也在这儿 韩寒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讶 抱着萧令月不撒手的北北 文言也朝湘北寒看了过去 面具下沉浸乌黑的大眼睛 微微睁大了 这个人就是韩寒的爹爹 你才看到本王吗 湛北寒怒急返校 你躲在一旁不吭声 我哪看得见 韩寒不服气的顶嘴 很快又看到了同桌的太子 湘王和成王 俊秀的小脸一下笑开了花 他哒哒地跑过去 盼着桌子甜甜笑道 皇叔 湘王叔 成王叔 原来你们都在啊 好巧 众多宾客大气不敢喘 心里惊涛骇浪 他们果然没认错 这就是一王府那位 无法无天的小霸王啊 是很巧 太子宠溺的捏捏他的小脸 听说你跟你爹爹闹性子 一个人跑出去了 皇叔很担心你 韩寒眨了眨眼睛 皇叔 我不是一个人 我跟娘亲和弟弟在一起 你哪来的娘亲 湛北寒冷冷喝道 你不给我找娘亲 我就自己找 还多了个可爱的弟弟 韩寒得意的摇头晃脑 春 你找了有什么用 湛北寒毫不客气的打击儿子 本王说了才算 韩寒鼓起腮帮子 你说了也不算 皇祖父说了才算 反正我认准娘亲了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进宫找皇祖父 他那么疼我 肯定会答应我的 湛北寒 还别说 就目前为止 韩寒是昭明帝唯一的皇长孙 又长得酷似一王 长辈总是隔代亲 即便是在皇家也不例外 昭明帝疼他 就像疼眼珠子似的 以前还亲自给他换尿布 手把手牵着他学走路 就是对亲儿子都没这么尽心 韩寒今年五岁 在皇宫里住的日子 比在一王府还多 御书房更是从小胡闹惯了 他要是跑去缠着昭明帝 多抹几次 说不定还真能成功 本王看你是皮痒痒了 湛北寒怒火冲天地站起身 伸手就来逮他 敢拿你皇祖父施压 信不信本王打断你的腿 娘亲救我 爹爹要打断我的腿 韩寒撒鸭子 就往萧令月身边跑 躲到他身后 萧令月下意识挡住他 湛北寒怒气冲天 拍桌子道 你给本王出来 我救不 韩寒抓着萧令月的衣袖 露出半张脸 熊得不行 我有娘亲了 娘亲会保护我 你别想打我屁股 湛北寒气的额头青筋 突突跳 他拿儿子没办法 一枪怒火 直接迁怒到萧令月头上 冷寒锐利的目光 如利剑般刺来 沈三小姐 你到底给本王的儿子 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敢哄骗他 任你当娘 众人意味不明的目光 纷纷看向萧令月 小世子今年才五岁 虽然聪明早熟 可到底还是个孩子 小孩子是很容易 被有心人哄骗的 根本不知道 他一句娘亲意味着什么 至于这个有心人是谁 除了沈三小姐之外 没别人了 萧令月觉得好笑 我哄骗他 湛北寒目光冷静地看着他 难道不是吗 翊王殿下 萧令月冷淡地勾起嘴角 说话是要够脑子的 这无凭无惧污蔑人的话 你张口就来 未免有事功允吧 众人震惊 他 他竟然敢这么 跟翊王殿下说话 是心疯了吗 虽说翊王殿下深得眷宠 对北秦国也是军功赫赫 在民间素有战神之称 朝中的文武百官都很敬畏他 无人敢冒犯分吼 但不得不说 翊王的脾气是真的不好 身为朝中为二的嫡皇子 太子殿下的亲弟弟 翊王却没有学到 一丁半点太子的温和人后 反而性格自义 霸道专横 从小就是个混世魔王 后来上了战场 更是杀人如麻 一身冷力杀气 能吓哭小孩子 谁见了不胆寒 这位三小姐竟然敢跟翊王呛声 这不是失心疯了是什么 亦或者 他以为用这样的方式 就能引起翊王的注意 先哄骗住了小柿子 再吸引翊王的注意 为他嫁进翊王府铺路 沈婉从小在乡下长大 他有这样的心机吗 或者说 这其实是沈家下的一盘大棋 目标是空缺多年的翊王妃之位 死 一群阴谋论的朝臣熏贵 暗暗吸口冷气 看向沈婉和老侯爷的眼神 顿时不一样了 无凭无拘 战北寒冷笑道 你当本王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吗 韩寒离家出走 身边一直有暗卫跟着 他并不担心他的安全 京城里感动他儿子的人 屈指可数 可偏偏那么巧 韩寒刚离开京城 就碰到了这女人 又那么巧地遇到了真正的土匪 叶妻都来不及出手 让这女人救了韩寒一命 韩寒因此黏上了她 非要认她当娘亲 还跟着她一路回了侯府 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公开 如此种种 在战北寒眼里 实在巧合地过了头 很难说不是有人精心设计好的 萧灵月痴笑一声 我在打什么主意 殿下不妨说来听听 也让我开开眼 说她打她的主意 还不如说她打韩寒的主意呢 战北寒冷知的眯起眼睛 一直安静没说话的北北忽然开口 你是怀疑 我娘亲故意算计 心存不轨吗 战北寒一愣 看着北北 是又如何 跟韩寒比起来 北北的存在感不高 她不说话的时候 正厅里很多人都疏忽了她 这一看才发现 这小孩居然戴了个面具 难道是长得太丑 遗传了她娘的胎计吗 你猜错了 北北冷淡又礼貌地说 我娘亲不会算计你 她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众人 战北寒轻蔑地冷哼一声 我娘亲很爱我爹爹 北北垂下眼睫 轻声说 她以前发过誓 我爹爹死后 她不会再嫁人 只会一心抚养我长大 不管你用什么理由揣测我娘亲 都是对她的污蔑 战北寒 翊王殿下 您身为亲王 手握重拳 更应该做好典范 而不是仅凭一级想象污蔑他人 如果因为你一句话 我娘亲名声受损 这个责任你来承担吗 太子已经满堂兵客 这孩子 看着瘦弱小小一个人 为了维护她娘亲 口齿竟如此凌厉 说话条理分明 句句带刺 又不落人话柄 真像她娘亲 还有 北北抬起眼睫 乌黑锐利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翊王 我娘亲从来没主动招惹过你儿子 是你儿子非要缠着我们 我很不喜欢 麻烦你把他带回去 不要总想抢别人的娘亲 湛北寒 众人 什么叫有其母必有其子 沈婉对人有多厉害 他这个儿子也毫不逊色 老侯爷一口气耿在胸口 又惊又怒 沈婉 你儿子 他怎么敢这么跟翊王殿下说话 还不让他跪下认错 三妹 你儿子也太胆大了 他竟敢指责翊王殿下 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吗 这不会是你故意交的吧 沈玉婷趁机煽风点火 萧令月冷笑 他伸手按住北北的肩膀 抬眸直视众人 我儿子说的话 就是我要说的 他有哪一句说错了 你们尽管冲我来 北北回身抱住他 轻易地蹭了蹭 面具下 悠冷的目光 看向老侯爷和沈玉婷 湛北寒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憋了一肚子的怒火 寒寒很受打击 揪着一脚伤心地看着北北 你 你真的讨厌我吗 北北瞪了他一眼 讨厌 寒寒委屈地说 为什么 我对你不好吗 你要抢我娘亲 我讨厌你 北北生气地说 你爹里还欺负我娘亲 污蔑我娘亲 你们父子俩都不是好人 仗着年纪小 童言无忌 北北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你离我娘亲远一点 我最讨厌你了 寒寒呆愣在原地 仿佛一只利剑 狠狠地戳进了心口 闷闷地疼 萧令月看到寒寒难过的样子 不禁心疼了 北北 你怎么能这么说 这又不是寒寒的错 就是他的错 北北倔强地抿着嘴 要不是他死缠烂打地 追着认你当娘亲 娘亲就不会被他爹爹怀疑 他们父子俩都是坏人 我讨厌他们 众人 北北 萧令月醋眉 寒寒突然转过头 气冲冲地瞪着战北寒 都怪你 战北寒 是我要认娘亲的 你凭什么怀疑 他不怀疑我 你不给我找娘亲 我自己找寒不行吗 别人都有娘亲就我没有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你还怀疑他 你是不是故意的 寒寒又生气又委屈 一股脑地朝他亲爹宣泄出去 我就要认他当娘亲 你不认他 我就不认你 我不要你当我爹爹了 你找别人当儿子去吧 小家伙愤愤愤地一抹眼睛 大步跑出来宴会厅 太子豁然起身 寒寒 寒寒 萧令月下意识想追 被北北牢牢拉住 萧令月无奈道 北北 放手 不要 北北委屈地说 娘亲不要去追他 他又不是你儿子 萧令月头疼道 不是这么回事 他没办法跟北北解释 寒寒就是他儿子 还是北北的同胞哥哥 北北 娘亲更喜欢他 不喜欢北北了吗 我没有 那娘亲不许去追他 北北闹起了小脾气 伸手抱着他的腰 赌气地说 我不想看到他 我讨厌他爹爹 萧令月 两个亲儿子闹起来了 一个哭着跑了 一个不许他追 他该怎么办 挺急的 看到寒寒气哭跑了 太子担心又着急 北寒 还不快去追 战北寒阴沉着脸色格外难看 他还觉得莫名其妙呢 被亲儿子指着鼻子一顿骂 骂了就跑 臭小子 追什么追 他自己长腿跑了 有本事就一辈子别回来 战北寒冷着脸赤道 随即目光寒彻地看着萧令月 他声音冷智道 沈小姐 好本事啊 竟然能把本王的儿子 哄骗到这种程度 寒寒以前虽然调皮捣蛋 也爱跟他对着干 但还从来没跟他 发过这么大的火 连不认他这个爹的话 都说出来了 简直是岂有此理 战北寒不能跟五岁的儿子计较 心里憋火的不行 更加认定着女人居心不良 回京一路上 不知道给韩寒灌了什么迷魂汤 把他哄成这样 萧令月懒得多费唇舌 翊王爱怎么想 就怎么想吧 他忙着安抚北北 又担心韩寒 哪有空跟他掰着这些有的没的 太子眼看局面僵化 让翊王去追儿子 显然是不可能了 这父子 两都一个臭脾气 撞在一起 就是火山爆发 谁都压不住 太子只能派自己的贴身侍卫去找 快去找找小柿子 别让他跑出去了 是 殿下 侍卫匆匆领命去了 事情闹成这样 好端端一场寿宴 算是彻底毁了 众人都不敢说话 一双双眼睛 在翊王 萧令月 北北身上转来转去 气氛无比诡异 老侯爷简直恨透了沈婉母子 让他们继续留在这 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没教养的东西 简直丢进了侯府的脸 管家 管家诚惶惶惶的上前 老爷子 把这对母子 给我带下去 带 带去哪 管家胆战心惊地问 你说带去哪 他没院子吗 老侯爷怒气冲冲地喝道 管家哆嗦着说 老爷子 三小姐 他没院子 华 华姨娘没说过要安排 小的也不知道 老侯爷脸色一僵 心里越发恼火难堪 但现在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 他随便指了个新修的院落 就翡翠楼吧 赶紧带他们走 祖父 爹爹说翡翠楼修好了 是给我的 沈玉婷不甘心地嚷嚷 他话只说了一半 看到老侯爷英智地想要杀人的眼神 沈玉婷下的不敢说了 还愣着干什么 我说话不管用了吗 老侯爷朝管家怒斥 是 管家满头冷汗 急忙来请萧令月 三小姐 你快跟我走吧 萧令月也不想参加什么寿宴 他弯腰抱起北北 瞥了一眼神情冷至难看的湛北寒 痴笑一声 头也不回地走了 南洋侯府是百年侯府 占地面积很大 管家带路走了许久 才走到翡翠楼前 冷着脸说 三小姐 到了 萧令月抬头 眼前的院落十分宽阔秀美 花园里草木繁盛 布置精巧 假山流水 一应俱全 在院子的正中央 立着一座双层小楼 漂亮得如画一般 管家得意地携视着萧令月 这翡翠楼可是侯府最精致最漂亮的院子 刚刚翻新重修过 本来是给最受宠的二小姐准备的 没想到 竟然便宜了乡下回来的三小姐 她一个没见识的乡八老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院子吧 萧令月发现了管家的轻视和不屑 冷淡地勾了下嘴角 不好意思 她上辈子连皇宫都助你了 区区一个侯府小楼 真不算什么 萧令月低头问道 北北 你喜欢这里吗 北北抬头看了一眼 同样兴致缺缺缺 还行吧 勉强能助 管家差点掖住 小声嘲讽道 年纪不大 口气不小 乡下茅房住多了 脑子坏了吧 你嘀咕什么呢 萧令月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管家见识过她的厉害 不敢跟她正面交锋 只能陪着笑脸说 三小姐 翡翠楼已经到了 小的告退了 等等 里面的东西都有吗 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东西 萧令月淡淡道 吃的穿的用的 都准备齐了吗 管家一愣 别的东西都有 但是这私人物品 府里没有多准备 三小姐回来 没有行李吗 行李不是被土匪抢了吗 我们母子俩刚刚回家 去的东西还多 麻烦管家好好置办一下 这点小事 我就不去劳烦祖父了 管家刚想拒绝 听到后面这句话又咽了回去 干笑道 是 我一定给三小姐准备好 小少爷的也别忘了 她身子弱 衣服面料都要用最好的 雪雕壶球之类的 多来两套 萧令月直接开口 半点不客气 管家 连二小姐都用不上雪雕壶球 她还真敢开口 准备好给我送来 少一样 我拿你是问 萧令月瞥了她一眼 抱着北北进了院落 砰的一声甩上门 管家脸色乍青乍白的站在原地 片刻后 愤愤的呸了一口 一个乡下寡妇 真当自己是千金小姐了 我呸 门后的院子里 北北闷闷不乐的 靠在娘亲怀里 娘亲 我们真的要住在这里吗 北北不喜欢沈家吗 萧令月柔声问 不喜欢 北北闷闷的说 这里的人勾心斗角 连下人都没规矩 比我们家差远了 萧令月无奈一笑 摸摸她脸上的面具 乖 暂时忍耐一下 等娘亲给你找齐了药材 我们就离开京城 回家好不好 萧令月当初怀孕的时候 身体状况非常差 又中了剧毒 母体营养不足 两个孩子在肚子里相互争夺 作为哥哥的韩寒 占走了大半部分 做弟弟的北北 就难免吃亏 她一生下来 就非常虚弱 胎里带毒 萧令月当时体内的毒素 有七八种 什么类型都有 其中不乏一些慢性剧毒 萧令月自己都想不通 这萧家大小姐 到底是招谁惹谁了 好好一个姑娘家 被人养废了不说 居然还给她 下了这么多种毒药 即使她没有在花轿里 割腕自杀 以她当时的身体情况 恐怕也撑不过新婚之夜 怎么看 都是死路一条 萧令月没有继承 萧家大小姐的记忆 对她生前的种种遭遇 以及真实死因 目前都不得而知 在怀孕期间 萧令月凭借着自己的医术 将体内的毒素 清除了大半 但还有一些慢性剧毒 在体内折服已久 已经渗入骨髓 想要彻底清除 几乎是不可能了 肚子里的孩子 间接救了她一命 尚未出生的北北 因为极度缺乏营养 机缘巧合下 竟然吸收了 她体内残留的余毒 经过胎里的种种变化 毒素发生变异 最后形成了一种 极为难缠的先天胎毒 北北从小身体虚弱 常年服药不断 怎么调养都无法康复 就是因为胎毒作祟 萧令月对此十分愧疚 两个孩子里面 韩寒从小没有娘亲 但至少身体健康 能跑能跳 她最亏欠的还是北北 从小看着她病痛缠身 同样的年纪 别的孩子都活蹦乱跳 精力十足 北北却只能被关在屋子里 稍微吹一点风 就整夜整夜的咳嗽不断 这五年来 她一边小心翼翼的照顾北北 一边也在潜心研究解读的方法 好不容易有了点眉目 但是所需的药材 却一个比一个罕见 一个比一个珍贵难找 母子俩之前定居的地方 找不起这些药材 只有京城繁华之地 才有一丝希望 所以 即使冒着身份暴露 被占北韩发现的风险 萧令月也要带着北北返回京城 想尽办法收集药材 治好她的身体 北北听到她这么说 不吭声地搂紧了娘亲 萧令月抱着她进了屋 屋子里一派精致奢靡 各种家具摆设都是齐全的 充满了富丽堂皇之气 这显然是为了讨好沈玉婷的审美 萧令月却不太喜欢 不过算了 反正他们也只是临时住一住 找齐了药材就走 也不必考究那么多 精致的雕花大床 铺着厚厚的蚕丝背 绵软如云朵一般 萧令月将北北放坐在床边 拖下她身上沉重的绒毛披风 让她坐着轻松一点 北北乖乖地任由她打理 忽然开口道 娘亲 怎么了 那个韩寒 她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 萧令月手一顿 她抬头 北北觉得呢 小家伙抿着嘴角 伸手摘下脸上的面具 露出一张与韩寒一模一样的小脸 俊秀的健眉 乌黑清亮的眼睛 睫毛忽闪忽闪 除了脸色十分苍白 完全没有韩寒那样红润的好气色 两个孩子的眉眼五官完全是一样的 仿佛是镜里镜外同一张脸 萧令月不禁有点恍惚 虽然是双胞胎 长相一模一样 两个孩子的性格却完全不同 韩寒英气勃勃 性情张扬 热情如火 北北俊秀斯文 沉浸内敛 聪明早熟 这样的两个人 竟然是双胞胎兄弟 不得不让人感叹神奇 她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年纪 身高都差不多 北北伸手摸了摸脸颊 不太高兴地说 而且 娘亲也很喜欢她 对她和对其他孩子的态度不太一样 我能感觉得到 萧令月并不惊讶 因为从小身体不好 限制了北北的行动能力 却培养出了她冷静敏锐的观察力 心思细腻 韩寒看不到北北的脸 北北却能看到她的 两个人完全是同一张双生面容 就像照镜子一样 北北只要看一眼 就能直接认出来 但她没有马上问 大概是不想让韩寒知道 小家伙对娘亲的占有欲非常强 毕竟母子俩相依为命 除了萧令月之外 她身边再没有其他亲人了 她讨厌韩寒的接近 恐怕也是因为察觉到了韩寒的身份不同 怕她抢走娘亲 手心手背都是肉 萧令月不希望两个孩子产生矛盾 即使他们现在还不能相认 她在北北面前蹲下身 和她保持平视 北北 你听娘亲说 北北委屈地看着她 娘亲知道你聪明 所以也不瞒你 韩寒她 确实是娘亲的孩子 她是你的亲哥哥 你们是双生兄弟 所以长得一模一样 萧令月柔声说道 因为某些缘故 你们从小就分开了 娘亲也没有跟你提过她 这次回京突然遇上 娘亲其实也很惊讶 所以没来得及提前告诉你 那个翼王 她跟娘亲是什么关系 北北敏锐地问道 萧令月一时不知怎么解释 但北北已经猜到了 韩寒跟我是双生兄弟 她长得跟她爹爹一样 我也是 所以 她爹爹其实就是我爹爹 对吗 对 萧令月不能否认 娘亲以前明明说 我爹爹早死了 比我高了 北北委屈地扁着嘴 萧令月无比汗言 娘亲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那时候她才两岁多 走路还不稳呢 她以为她听不懂 随口开玩笑的 谁知道 她竟然真的信我 还一直记到了今天 造孽啊 北北忧愿地说 只要是娘亲说的话 北北一直都很相信 没想到娘亲竟然会说谎骗我 萧令月顿时愧疚万分 对不起北北 娘亲不是故意的 我跟你道歉好不好 娘亲不用跟我道歉 北北摇摇头 小手拽着她的衣袖 眼巴巴地说 我只想知道 娘亲跟那个翼王 到底是什么关系 萧令月眉角抽搐了一下 她总觉得 北北是在故意套路她 装可怜苦肉计吗 不过 关于北北爹爹的事情 她确实应该告诉她 不可能瞒着她一辈子 好吧 事情是这样的 萧令月叹口气 正准备好好跟她说 忽然 门外传来咯噔一声 萧令月猛地回眸 是谁 门外一下子安静了 仿佛刚刚的动静 只是错觉 萧令月和北北对视了一眼 娘亲 北北神情有些不安 她特意没有在人前 问起韩寒和翼王的事 就是不希望被人知道 没想到 神府这么不中用 后院里竟然有人偷听 如果被人知道 她和韩寒的关系 别担心 娘亲过去看看 萧令月安抚一句 无声指了指面具 北北心领神会 立刻拿起面具戴在脸上 点点头 萧令月起身 快步走过去 开门一看 一个小身影 偷偷躲在门外的柱子后面 露出半张小脸 眼巴巴地望着她 韩寒 萧令月愣了下 神情缓和 走到小家伙面前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听侯府的吓人说 你们住在这里 偷偷跑过来的 韩寒局促地藏着小手 身上脏兮兮的 白嫩的脸颊上 有几道擦伤 已经渗出了血丝 萧令月皱眉 她拉过韩寒的手 发现她手心也破了 又是泥又是灰 这是怎么弄的 摔倒了 嗯 萧令月无奈道 来了怎么不进屋 躲在外面做什么 韩寒小声说 我怕北北看到我 会生气 韩寒 北北并没有怪你的意思 她之前只是一时气话 我替她跟你道歉好不好 不用道歉 都是爹爹不好 她太过分了 换我也会生气的 不是北北的错 萧令月听得心软 这孩子虽然长在王府 受尽宠爱 但心性还是好的 她又耐心哄了哄 拉着韩寒进了屋 坐在床边的北北 一下子看过来 韩寒怯切切地停住 都不敢走了 萧令月无奈地推着她 赶小机一样赶着她过去 将她安置在桌边坐好 乖乖坐着别乱动 我去给你拿药 萧令月又看向北北 不许吵架 要好好相处 北北 萧令月转身走出去 关上门 北北立刻看向韩寒 目光严厉 你偷听我和娘亲说话 韩寒急忙说 我不是故意的 你都听到什么了 北北紧紧盯着她 我 我只听到你跟娘亲在说话 但是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真的吗 北北微眯眼睛 真的 我发誓 韩寒举起小手 睁大眼睛 神情十分无辜 北北看她不像说谎的样子 暗松了一口气 只要韩寒没听到她跟娘亲的谈话 暂时就能放心了 韩寒小声问 北北 你还在生气吗 我替我爹爹 给你道歉好不好 北北不理她 韩寒跳下凳子 小跑到她面前 可怜巴巴地说 北北 我真的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 你别讨厌我好不好 北北还是不理她 北北 你理我一下吗 北北被她缠得不行 恼怒抬头 看到韩寒一双委屈的小狗狗眼 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这样的表情 北北怎么都想象不到 会出现在自己脸上 你能不能别做这种表情 北北语气嫌弃 那你还生气吗 韩寒眼巴巴地问 北北有点别扭地说 我没有生你的气 跟你没关系 我知道 都是我爹爹的错 你尽管生他的气 只要别不理我就行 韩寒高兴地笑了 扯到脸上的擦伤 疼得呲牙咧嘴 问声问气地说 北北你真好 她好像一点都不计较 北北想不明白 我那样说你 你都不生气吗 不生气啊 为什么 北北心想 她要是被人那么说 她肯定讨厌死那个人了 绝对不会再主动往前凑 但是韩寒却完全不计较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你啊 韩寒一双眼笑成了月眼 北北心情很复杂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明明她对他不好 又凶他 还说他讨厌 韩寒也不知道 他们是双生兄弟 为什么还会喜欢他 韩寒被他问得一愣 喜欢就是喜欢 哪有为什么 她也说不上来 反正从看到北北的第一眼 她就很喜欢他 总想黏着他 逗他开心 当然 北北的娘亲也是一样 韩寒觉得他很亲切 在身边就感觉很安心 这是京城里那些绞尽脑汁讨好他 想当他后娘的讨厌女人 绝对没有的 大概就是演员吧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什么白头盖子 韩寒挠头皮 苦思冥想 你是想说 白头如心 亲盖如故吗 对 就是这句 北北你好聪明 我以前听黄叔念过 一直记不住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来着 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相处到头发都白了 依然还是很陌生 但有些人第一次见面 就觉得亲切熟悉 仿佛故人一样 韩寒恍然大悟 没错 你和娘亲就像我的故人一样 我看到你们就很喜欢 北北无语 这个成语是这么用的吗 这么简单的成语 你都不会 你平时是怎么看书的 我平时又不看书 当然记不住 北北震惊了 你不看书 平时都在做什么 韩寒搬着手指头鼠 扎马步 学武 学射箭 学骑马 学各种兵器 还有跟爹爹吵架 北北 他脑海里 一下子蹦出来八个字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这样的人 竟然是他的亲生兄弟 娘亲真的没有认错吗 看书有什么意思 看的人只想睡觉 北北你想学骑马射箭吗 可好玩了 我教你啊 我不学 那我教你用兵器吧 你喜欢什么 刀还是剑 北北干脆直说了 我身体不好 只能静养 不能有剧烈运动 会喘不过气 韩寒愣住了 神情变得小心翼翼 你生病了吗 没有 北北不想多说 韩寒睁大眼睛 欲言又止地看着他 正好这时 萧令月端着温水 拿着药膏走进来 你们在聊什么 娘亲 北北的身体 为什么不好 他是不是生病了 韩寒担心地跑过来问 萧令月正了正 是北北告诉你的 北北向来不爱说 自己身体的问题 他才离开这么一会儿 他们就聊这么多了 看来相处得不错 萧令月很欣慰 北北面无表情的心想 要不是韩寒太啰嗦 他才不会说 北北不是生病 只是天生体弱 需要慢慢调养 萧令月解释道 一边拧了帕子 给韩寒清洗伤口 然后抹上药膏 药怎么调养 是吃药吗 他平时都用什么药 韩寒着急地问道 一般是吃药 偶尔还要配上针灸 需要的药材有很多 萧令月一一解释他的问题 话还没说完 韩寒就急性子地说 我爹爹的库房里 有很多药材 我去拿过来给北北用 萧令月心里一软 谢谢韩寒 不过不用了 娘亲别跟我客气 韩寒急了 我把北北当弟弟看的 他身体不好 就该用最好的 要仔细养着 早点康复 反正我爹爹库房里的药材 平时也用不上 都被老鼠啃了 还不如拿来给北北用吗 萧令月哭笑不得 堂堂亲王府的库房里 会有老鼠吗 小家伙还真是乱说一气 生怕家里的好东西 送不出去似的 给北北解读 调养身体的事 萧令月一直觉得 是自己的责任 她没想过找别人帮忙 可是韩寒的话 却让她心思微动 封建王朝不同于现代 很多名贵药材 都是只供皇室宗亲的 普通人捧着银子都买不到 以萧令月现在的身份 她想给北北用 最好最精细的药材 就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身份够不上 韩寒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她是一王府的世子 昭明帝最疼爱的皇长孙 如果她愿意帮忙 北北平时的调养药材 就几乎不用操心了 更重要的是 韩寒是北北的亲兄弟 不是外人 萧令月问道 你从王府拿药材 你爹爹会责怪你吗 韩寒冷哼一声 他要是敢怪我 我就去找皇祖父 谁怕谁 萧令月 很好 真是会坑给的亲儿子 架不住韩寒一再缠人 萧令月最后还是 写了一份药单给他 单子上都是 北北平时常用的药材 韩寒如获至宝 小心折叠起来 放在胸口 北北看到他的举动 心里微微触动 刚想开口 忽然听到一阵微妙的声音 咕噜噜 韩寒猛地捂住肚子 仗红脸 不是我的肚子在叫 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北北刚要嘲笑他 紧接着 咕噜噜 他的肚子也叫了 萧令月忍俊不惊道 你们都没吃晚饭 饿了吧 北北清醒自己戴了面具 韩寒看不到他休脑的表情 捂着肚子不说话 相比之下 韩寒就比他大方多了 咕噜叫的又不是他一个 有北北跟他做伴 他顿时就不害羞了 娘亲 我饿了 有没有什么吃的 外面正在开席 你要不要回去找你爹爹皇叔 跟他们一起吃 我猜不要 那些东西我都吃腻了 韩寒摇头像波浪鼓似的 撒娇地抱住萧令月 我想吃娘亲做的东西 萧令月挑眉 他自然是会做饭的 毕竟带着北北过日子 他身体又不好 口味必须清淡 母子俩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 厨房里不知道有没有食材 我去看看 给你们做点吃的 先颠颠肚子 好耶 韩寒欢庆鼓舞 又甜言蜜语地说 随便做什么都行 只要是娘亲做的 我都爱吃 谁不喜欢可爱又嘴甜的孩子呢 萧令月忍俊不禁 捏捏他的小脸 便往厨房去了 韩寒 北北阴侧侧地开口 我们来谈谈 谈什么 约法三章 韩寒无辜地眨了眨眼睛 第一 不准你缠着娘亲 第二 不准跟娘亲撒娇卖乖 第三 不准在人前管他叫娘亲 缠着娘亲也没有撒娇卖乖 为什么不能在人前叫娘亲 韩寒真心实意地不明白 北北瞪着他 你刚刚就缠着娘亲撒娇了 我没有啊 韩寒表示很无辜 你就有 好吧 你说有就有 韩寒撅着嘴 别生气嘛 北北感觉自己一拳头 打进了棉花里 更憋屈了 撒娇 这个不是重点 总之 别的都可以商量 但你不能在别人面前叫娘亲 为什么 你是真傻 还是装傻 你爹爹是什么身份 你不知道吗 娘亲又不是他的什么人 你管他叫娘亲 别人听见了会怎么想 肯定会怀疑 娘亲居心不轨 对你爹爹有企图 北北不高兴地说 刚刚在宴席上 你爹爹不就是这么怀疑娘亲的吗 韩寒的大眼睛低溜溜地转着 忽然开口道 那不在别人面前叫就可以了吗 北北 你同意 我叫他娘亲了 韩寒高兴地跑过来抱他 歪着头 只要不在别人面前叫 在你面前是可以的 是这个意思吗 北北郁闷地挣扎 你能不能分清楚重点 重点是这个吗 不是 这就是重点啊 韩寒抱着他撒娇蹭蹭 你先说嘛 你是不是同意我叫他娘亲了 北北说不出口 仿佛只要他说同意 就是把原本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娘亲 分给了韩寒一半 北北忽然感觉有点委屈 韩寒虽然大大咧咧 但对北北的情绪却格外敏锐 你别不高兴啊 我答应你 以后不在外人面前叫娘亲 这样总想了吧 北北闷闷地说 放开 我喘不过气了 韩寒赶紧松开手 担心地瞅着他 很难受吗 我帮你把面具摘了吧 这样舒服点 别碰我的面具 北北打开他的手 韩寒吓吓了一跳 愣住了 我 我脸上起疹子了 不能见风 所以面具不能摘 北北知道自己反应过度了 随便找了个理由 韩寒立刻信以为真 原来是这样 那你千万别摘哦 等好了再说 嗯 北北暗松了口气 房门打开 萧灵月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走进来 诱人的香味飘满整个屋子 厨房里没有太多食材 我就随便煮了点面 你们过来尝尝 韩寒就像闻到了肉骨头的小狗狗一样 屁颠颠地跑过来 好香啊 看着就很好吃 娘亲手艺真好 你先尝了再说吧 小马屁精 萧灵月笑着将两碗面放在桌上 分好筷子 北北快来 你先选 韩寒兴奋地招呼道 都是一样的 用不着选 萧灵月道 北北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桌上 怎么只有两碗 娘亲你的呢 我不饿 厨房里的食材不太够 他怕两个孩子饿了 就干脆只做了他们的份 我跟娘亲分着吃 我不用这么多 北北主动把面碗推过去 我也跟娘亲分着吃 韩寒赶紧抢着说 我身体好 少吃点没关系 北北要养身子 娘亲你吃我的吧 你这也要跟我抢 北北气不打一处来 瞪着他 我没有啊 韩寒一脸无辜 把他的碗推回去 你吃你吃 北北气得磨牙 想把面碗扣在他脸上 怎么会有这么讨厌的哥哥 别吵了 自己吃自己的 不用分给我 萧令月突然体会到 二胎家庭的不容易了 干脆一锤定音 娘亲 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 乖乖吃 娘亲的威力是无穷的 两个小家伙顿时乖了 安静低头吃面 萧令月心里暗松一口气 因为食材不足 他做的只是最简单的阳春面 越是简单的东西 越考验手艺 汤里面加了一点香油 用细盐调味 浅色的细面 浸潤在微褐色的汤汁里 点缀着香葱 最后握上一个 金灿灿的荷包蛋 色香味俱全 两个小家伙 吃得头也不抬 北北吃惯了萧令月的手艺 动作还算矜持 寒寒就豪迈多了 小脑袋都恨不得钻进碗里 风卷残云一样 一大碗阳春面 眨眼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连汤都喝光了 撑得他只打宝格 格 是不是吃撑了 萧令月有点担心的 揉了揉他的小肚子 没有 北北轻轻放下筷子 萧令月看了一眼他碗里 居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 不由惊喜 他煮的面 分量多少他清楚 北北平时顶多只能吃一半 因为他肠胃不好 平时少食多餐 胃口自然不如寒寒 北北 你就吃这么一点 真的吃饱了吗 寒寒看到他没吃完 脱口出 你吃得比狼牙还少 狼牙是谁 是我爹爹养的一只狼犬 叫狼牙 你拿我跟狗比 北北不敢置信 不是啊 我就是打个比方 寒寒赶紧解释 手里比划着 狼牙很大只的 他站起来有这么高 他比了个比北北 还高一节的高度 北北怒道 你是说 我还没有一只狗高 寒寒 完了 解释不清了 萧令月憋笑 憋得肚子疼 他也不开口帮忙 十分恶趣味地拖着下巴 看着两个小家伙打官司 正听宴席上 沈婉母子离开后 宴席就正式开始了 各种美食佳肴 如流水一般送上来 歌舞登场 美酒飘香 宾客们纷纷端着酒 敬贺老侯爷 恭维声不断 在下敬老爷子一杯 祝您长寿安康 我也敬老侯爷一杯 诸位同乐 同乐 老侯爷红光满面 举着酒杯回礼 仰头一饮而尽 满堂宾客大声喝彩 好酒量 老爷子真是老当义壮 风采不减当年啊 诸位过假 满堂笑语声不断 热闹非凡 只有主桌上气氛凝滞 一王站北寒冷着脸独坐一方 手里端着酒杯 让惊人谦卑不醉 酒一熏染下 他俊眉冷冽的脸颊 泛起一抹浅浅红韵 凌冽的凤眸更加幽暗凌厉 周身三尺 气势犹如冰冻 给太子敬酒的宾客 都下意识绕过了他 满堂热闹喧哗中 只有他在的位置格格不入 太子微笑着应付完一批宾客 转头看到他又喝光了一壶酒 不由醋眉 北寒 你少喝一点 醉酒伤身 战北寒随手拿了一壶新酒 倒满一杯 凤眸斜斜逆向太子 透着一股桀骜冷冽之气 大哥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酒量 别瞎操心 他端着酒杯 抵住薄唇 北寒国上下 只有他敢这么跟太子说话 幸亏这是亲弟弟 否则太子早抽他了 大哥知道你心情不好 但喝酒有什么用 早就劝你跟韩寒好好交流 你偏不听 韩寒那个倔强性子 也是跟你学的 战北寒烹的一声 把酒杯砸在桌上 沉冷的毛子蹦出怒火 跟我学 我什么时候教过他 追着女人跑 连爹都不认了 太子无奈的说 你是没教过 但你明明看出他喜欢沈三小姐 还非要当着他的面 质疑沈三小姐拘心不良 把人家儿子都给气到了 韩寒能不生气吗 他懂什么 那个女人明摆着就是哄他的 就他蠢得要死 追着人家喊娘 战北寒咬牙切齿 本王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这么多朝臣熏贵都在 眼睁睁看着一王府的小柿子 追着一个丑女人 非要认娘 为了他连亲爹都不认了 你这么生气 到底是因为太丢脸 还是因为关心韩寒 怕他被人骗呢 战北寒一夜 冷眼瞪着他 大哥看我的笑话 好像看得很开心啊 是挺开心的 难得见你气成这样 竟还有些怀念 太子玩耳一笑 十足的恶趣味 太子又说 别怪大哥没提醒你 明天可是韩寒要进宫 给父皇请安的日子 你今天要是不把他找回来 明天父皇问起 我可不会帮你说话 战北寒 你是亲哥吗 我还是韩寒的亲大伯呢 太子微笑道 尊老爱又是美德 别总欺负你儿子 战北寒 这大哥八成是眼瞎了 没看到那臭小子 都快骑到他头上吗 到底谁欺负谁 这时候 太子派出去 找人的侍卫悄悄回来了 人找到了吗 太子问道 找到了 但是 侍子偷跑进了后院 属下不便跟进去 后院是女眷住所 侯府的姨娘 魏出格的小姐们 都住在里面 侍卫不方便踏足 免得引起误会 太子沉吟片刻 看了眼和宾客 谈笑敬酒的老侯爷 觉得不便打扰 既然这样 你去找侯府管家 就说本宫的话 让他安排个嬷嬷 或者丫鬟 去后院把世子接出来 他大概是去找 沈三小姐了 是 殿下 侍卫匆匆去了 太子又看向战北寒 等寒寒出来 我们几个也差不多 该打到回府了 你可不要 再惹寒寒生气 战北寒冷声道 大哥说错人了 不如你跟那小混蛋说 让他少惹本王生气 然后呢 太子反问 你就等着明天寒寒进宫 找父皇告状 父皇再把你骂一顿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战北寒噎住了 大哥是为你好 太子拍拍他的肩膀 语重心长 你少惹寒寒生气 父皇就高兴 他一高兴就懒得管你 这总比他催着 你给寒寒去继母好吧 战北寒 你府里那个侧妃 寒寒一直不喜欢他 你又不肯他心人 难得寒寒遇到 一个喜欢的女子 他愿意黏着 你让他黏着好了 小孩子的兴趣 本就不长久 也许他过两天 就不喜欢了呢 照你这么说 你要认了 战北寒冷冷反问道 认了又能如何 太子温声道 寒寒如果实在喜欢 你不如顺了他的心意 那了沈三小姐就是 咱们北秦国也没有女子 守寡就不能在家的规矩 你就是再不喜欢他 让他做个妾室也就罢了 就当府里多了个摆设 让寒寒高兴就行了 战北寒想起 沈婉那张长满胎记的丑陋脸庞 眸底闪过厌恶 就他那张脸 当个摆设都不够哥 脏了本王的眼睛 谁让你儿子喜欢呢 太子失笑 拍拍他的肩膀 儿女都是债 你就认了吧 侍卫封太子的命令找到管家 让他找个丫鬟或者嬷嬷 去后院里接小柿子 管家一听 是太子殿下发话 哪里敢耽误 立刻安排了人 他找的是一个信里的嬷嬷 李嬷嬷拍着胸脯保证 大人请放心 奴婢一定把小柿子接出来 侍卫道 动作快点 别让两位殿下久等 是是是 李嬷嬷陪着笑脸点头 匆匆往后院去了 他赶到翡翠楼时 两个小家伙半嘴累了 正排排躺在床上休息 突然砰砰 两声巨响 李嬷嬷用力拍门 粗声粗气地喊着 三小姐 你在里面吗 快开门 正昏昏欲睡的两个小家伙 都被吓醒了 还不等萧令月发话 李嬷嬷就直接推门进来了 在屋里怎么不吭声 奴婢是奉命来接小柿子的 太子和翼王殿下都在等着呢 萧令月怒道 谁让你不禁允许就进来的 奴婢这不是敲门了吗 三小姐不吱声 奴婢急着给太子殿下回话 就进来了 李嬷嬷直接顶了一句 然后看到坐在床上 揉眼睛的韩寒 脸上露出讨好的笑容 小柿子 太子殿下还在等您呢 快跟奴婢走吧 你是谁 韩寒皱眉看着她 奴婢是侯府里的管事嬷嬷 奉命来接小柿子的 娘 我姨母才是侯府的正牌小姐 你不禁她允许 就闯进她屋子 看到她还不行礼 侯府就是这么管教下人的吗 韩寒本来想叫娘亲 想到跟北北的约法三章 有临时改口 她沉着小脸呵斥 还不给姨母道歉 李嬷嬷不服气的争辩 小柿子 奴婢也是 给予给太子殿下回话 所以才 放肆 本柿子让你道歉 你还敢顶嘴 韩寒见眉一树 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威势 李嬷嬷吓得跪在地上 奴婢知错了 奴婢不是有意的 自己长嘴 李嬷嬷惊呆 是 什么 她可是侯府的老人了 向来有三分薄面 连华姨娘都对她客气几分 没想到小柿子上来就要长嘴 李嬷嬷哪能接受 寒寒冷冷看着她 本柿子说话你听不懂吗 要找我皇叔来说 不 不不 奴婢长嘴 奴婢这就长嘴 李嬷嬷都快吓傻了 小柿子她得罪不起 如果找了太子殿下来 她岂不是更加没命了 惊慌失措的李嬷嬷狠狠心 一巴掌抽向自己的脸 啪 声音又响又脆 打得是真狠 生怕小柿子不满意 韩寒确实不满意 因为李嬷嬷只打了一下就停了 你是糊弄本柿子吗 韩寒恼火地说 哪家的规矩长嘴救一下 继续打 我没喊停就不准停 李嬷嬷剃了横流 却不敢再顶嘴 咬着牙一巴掌一巴掌抽自己的脸 啪 啪 啪 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回荡在屋子里 李嬷嬷被自己抽得眼冒惊心 发际都打散了 两侧脸颊很快红肿起来 印满了血红的五指印 她不敢不用力 否则小柿子一怒之下 真把太子殿下找来了 她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区区一个侯府下人 敢顶撞亲王柿子 拖出去乱棍打死都不为过 别说李嬷嬷没有 韩寒说她有就有 奴才没资格反驳主子的话 萧令月丝毫不同情李嬷� 也没拦着韩寒诚治刁奴 华姨娘在侯府后院赌掌大权 但凡是说得上话的奴才 基本都是华姨娘的心腹和帮凶 李嬷嬷也不例外 韩寒从小生活在皇家 周围多的是见人下菜碟 捧高踩低的人 哪怕她年纪小 恩威病逝的手段也得学 否则奴大欺主 以下犯上的事情不会太少 直到李嬷嬷双手都打肿了 累得气喘吁吁 一张老脸更是肿成了猪头样 连眼睛都看不见了 本柿子让你好看 李嬷嬷晕头转向的跪趴在地上 嘴里就像塞两团棉花似的 含糊不清 奴 奴婢知错了 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三小姐请原谅 萧令月也不叫她起来 只问道 太子殿下叫你来做什么 太子 太子殿下让奴婢来接柿子回去 李嬷嬷咬字不清地说 韩寒一听反应很大 我不回去 小柿子 李嬷嬷肿着一张脸抬起头 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细缝 丑得不行 我说了 不回去就不回去 韩寒还在声战北韩的气 哪肯跟她回去 她抓起一个软枕 砸到李嬷嬷脸上 怒气冲冲道 你给我滚出去 现在就滚 李嬷嬷半句反驳也不敢说 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出了院门后 李嬷嬷才敢停下来 摸了摸自己又红又肿火辣辣的脸 愤恨无比地说 神婉 你个小贱蹄子 下三烂的贱东西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虽然是小柿子让她长嘴 但李嬷嬷不傻 看得出韩寒是在给萧灵月出气 就算不是这个原因 李嬷嬷也不敢记恨王府柿子 满腔恨意都算在萧灵月头上 专挑软柿子捏 李嬷嬷哭着跑回前院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大人救命啊 太子的贴身侍卫 正和管家站在一起 闻言都吓一跳 李嬷嬷 你 你这是怎么了 管家看到 李嬷嬷脸肿得像猪头一样 劈头散发的宛如厉鬼 差点跳起来 这大晚上的突然冲出来 还吼了这一嗓子 真是人吓人吓死人 李嬷嬷哭诉道 奴婢奉命去接小柿子 没想到 却被三小姐阻拦 奴婢不过解释了两句 她就发了疯一样 狠狠打奴婢的脸 最后活生生地把奴婢 打成了这个模样 呜呜呜 一边哭诉着 李嬷嬷还特意抬起头 让侍卫和管家看到她又红又肿 全是血印子的脸 侍卫眉帽抽了抽 这 打的是有够狠的 管家倒抽了一口冷气 三小姐为什么要打你 奴婢好冤枉啊 本来只是奉命去接小柿子 可三小姐不想让小柿子走 哄着她留下来 也不知道打了什么主意 奴婢不过劝了几句 小柿子在她的哄骗下 竟然 竟然要将奴婢乱棍打死 李嬷嬷呜哭诉着 颠倒黑白 奴婢实在害怕 不敢久留 这才逃出来找大人救命 求求大人 一定要救救奴婢 奴婢真的好冤枉啊 这 管家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眼睛偷瞥向侍卫 侍卫皱起眉头 神情有些冷肃 李嬷嬷虽然是侯府的下人 但却是替太子殿下办事 奉命去接小柿子 沈三小姐不分青红皂白 把李嬷嬷打成这样 等于就是间接打了太子的脸 她好大的胆子 侍卫心生不满 质问李嬷嬷 你说的可是事实 奴婢绝对不敢撒谎 如果有一句假话 奴婢不得好死 李嬷嬷笃咒发誓地说 侍卫听到他这么说 自然就信了 苏然道 我会如实回禀给太子殿下 你也不必太过惊慌 就先再次等候吧 说着 侍卫就满脸冷意地走进厅去了 李嬷嬷听到他说 要回禀太子 心里安安一喜 急忙磕头谢恩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吃一下神丸那个贱人死定了 最好是太子殿下重重惩罚他 看那个小贱蹄子 还怎么猖狂 宴席上 太子好说歹说 好不容易让湛北寒的态度 有了一丝松动 贴身侍卫回来了 带着一丝怒火 如实转述了李嬷嬷说的情况 沈三小姐不让韩寒走 还打了去接韩寒的人 太子惊饿了 湛北寒猛地一支酒杯 俊脸阴沉 酝怒万分 本王就说 那个女人不安好心 扣着韩寒不让走 连太子派去的人都敢动手 他想干什么 太子匪夷所思 又有些怀疑 沈三小姐没理由这么做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属下已经问过了 派去的嬷嬷用性命发誓 他所言没有一句假话 侍卫肃荣回答 换句话来说 就是没有误会 毕竟一般人也不会没事 拿自己的性命发誓 又不是有深仇大恨 太子俊眉锦咒 对沈婉也产生了一丝不喜 那韩寒怎么说 小狮子不肯回来 他现在被那个女人哄得团翻转 哪还肯回来 湛北寒强忍着怒火 眼眸如寒冰刺骨 声音森朗 那个沈婉 本王一开始就怀疑 他故意接近韩寒 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大哥你仔细想想就知道了 韩寒身边一直有暗卫跟着 他离家出走那么多次 有哪一次遇到过危险 偏偏这妖巧 这次不仅遇到了沈婉 还遇上了真正的土匪 沈婉又恰好救了他 取得了他的信任 然后才有了跟他回府 处处维护他的举动 你是怀疑 虎狼山土匪一事 沈婉可能也参与其中 太子宁没问到 湛北寒冷笑一声 本王只相信一句话 世上没那么多巧合 却多的是精心设计 沈婉自幼生活在乡下 如何精心设计 大哥 你觉得他看起来 像一个从小生活在乡下的女人吗 湛北寒犀利地反问道 太子宁正 本王可不觉得 普通乡下能养出他这样的女人 湛北寒微迷起凤眸 冷冷说道 按照他的说辞 他从小长在乡下 生活穷苦 仓促嫁人又早早守寡 听起来是很凄凉 但他看起来 哪有一点胆小怕事的样子 分明就是牙尖嘴利 唯恐天下不乱 你这么一说 确实有些可疑 太子仔细回想 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如果沈婉真的是从小长在乡下 又经历过那么多穷苦和磨难 那他的性情 就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环境和经历 是决定人性格的重要因素 一个真正的乡下村姑 第一次走进堂堂侯府 面对满是富贵时 本能是会感到敬畏和忐忑的 因为一切都很陌生 到处都是 他从来没接触过 甚至不敢想象的东西 就好像乡下人第一次进城 看什么都惊奇的土包子的感觉 这恰恰是很难伪装出来的 沈婉身上完全没有这种怯懦之气 不管是面对南洋侯 老侯爷 甚至是太子 他永远都挺着腰背 眉目舒展 说话有理有据 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言谈举止间落落大方 透着一种气定神贤的感觉 这绝对不是乡下村妇能养出的气质 本王也不是无缘无故怀疑他的 他身上的一点本就不少 战北寒冷声道 一个多年手拐的女人 在乡下自称生活穷苦 但大哥注意到没有 他那个儿子身上 穿的可不是普通粗布或者细布 而是上等的蚕丝面料 滚毛披风 更是用雪狐的皮制作的 雪狐不同于普通白狐 只生活在极北的雪山上 踪迹难寻 极难捕捉 一张雪狐皮放在京城里 价值可达数千斤 连皇宫里都找不出几张正宗的雪狐皮 没有眼力的人 只会以为是白狐皮 根本认不出来 省婉就厉害了 他能拿这种雪狐皮 给他儿子做披风 还口口声声说他生活穷苦 连饭都吃不上 湛北寒谋底掠过一丝机窍 这种说谎不眨眼睛的女人 本王怀疑他别有居心 难道不对吗 太子眉心紧皱 湛北寒在朝政上的能力 可能不如太子 但他看人极准 直觉敏锐 只要是他觉得有问题的 一般问题都不小 太子也从来不会轻忽他的话 原本以为他是跟寒寒父子较近 才会迁怒无辜的神婉 没想到他是真的发现 神婉有问题 才会对他起疑的 如此一想 太子不禁有些担心起来 如果神婉真的另有居心 那你还看着他把寒寒红走 你也不拦着 本王没拦吗 还不是那个臭小子 非要护震的女人 否则我为什么说他蠢 被人哄得团团转 战北寒语气里满是憋屈和不爽 儿子胳膊肘使劲往外拐 他能怎么样 打不得骂不得 还要反过来被他一顿控诉 连亲爹都不认了 太子突然理解了他的心情 一时尽不知如何安慰 那你说的土匪之事有什么一点吗 太子问道 一点有两个 第一 土匪指认化氏买凶杀人 那化氏是从何接触到虎狼山的 第二 土匪是收了银子去杀神婉的 结果不但被他活捉 还帮着他指认化氏 让神婉大获全胜 战北寒冷冷眯起眼睛 神婉会武功 他能凭一己之力打败十几个土匪 还能活捉土匪头目 就证明他的身手绝对不弱 他是从哪学的武 难道也是在乡下自己练的 这绝对不可能 正所谓穷文富武 没有一定的家底支撑 普通人是无法自己习武的 一来习武耗费精力 磨损身体 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 否则就容易亏空 练得越好 死得越快 二来习武很贵 武学师傅不像教书的秀才那么容易找 有真本事的 更不是一般人请得起的 更何况 侠义武犯禁 为了控制江湖势力 北清国对民间兵器的看管十分严格 私自铸造铁器 兵器都是重罪 一旦被发现 全族都要跟着遭殃 所以 别说什么神兵利器了 学武的人 就是想买一把普通刀剑都很难 还要专门向官府报备 获得许可才能买 私自购买也是犯法的 弄不好就得进大牢 所以 在民间百姓里 读书的人多 习武的人少 大多数会武功的人 要么是家传武学 要么是拜了师门 或者就是参军卫国效力 在军队里 自然有专门的师父教导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人也会习武 那就是专门训练 培养来做某些特殊事情的人 比如暗卫 密探 甚至是别国奸细 沈婉如果真是一个乡下女子 她从乃学的武功 谁教她的 总不会是她天赋 异禀自学成才 随便恋恋就能一口气 打败十几个土匪吧 战北韩眸光如雪 薄唇勾起一抹击翘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 甭管男人女人 她一准特招进军营里 为国效力 现在少说 也是个前锋将军了 太子听得神情凝重 她屈指敲了敲 眼底闪过一丝冷力 这么说来 沈婉身上的疑点确实不少 得让人好好查查 战北韩轻哼一声 大哥现在才反应过来吗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在战场上磨练多了 一个照面就能看出不对劲吗 太子美好气地斜了他一眼 洋洋下巴 这满堂的兵客 朝臣勋贵 武将文臣 个个都不缺眼力 不也没人看出 沈婉不对劲 所以说 不是太子不够敏锐 而是战北韩的警觉性 是在战场上 针刀石枪磨练出来的 岂是人人能有 如今天下七国 能有我北秦国力一较高下者 唯有南烟与东齐两国 但其他四国也不容小觑 天下江山之大 群雄逐鹿 谁不想问鼎九州 一统天下七国 太子威迷其眼眸 与其冷利肃目 我北秦立国时间最短 国力发展最快 不只是南烟 东齐 其他四国也无不将我们视为 心腹大患 我们想要更进一步 就必须万分谨慎 绝不能让六国有任何可乘之计 这些年来 本王抓到的六国探子 还少吗 战北涵冷然说 前年选秀那事 要不是本王反应及时 南烟国的奸细 每人都快 安插到父皇身边了 太子点点头 父皇下令再不选秀 也是这个原因 战北涵接着道 六国奸细潜入京城 大多精心伪装 身份来历挑不出错 但总会有疏漏的疑点 审晚的身上 同样也有这些疑点 你的意思是 太子心里一惊 他倒没想过这方面 这就是最大的疑点 战北涵道 六国送来的奸细或者探子 除了用来做美人计的女子之外 其他都会武功 而且身手不弱 有些还精通医术和读术 防不胜防 战北涵抓捕的奸细探子太多了 这本就是他擅长的领域 所以在审晚的疑点上 他也是最先察觉的人 但有一点很奇怪 审晚似乎没有想要隐瞒 他会武功这件事 而且身边还带着个病烟烟的孩子 战北涵俊梅威宁 难道是故意的 会武功和不会武功的人 在很多细微动作上的习惯都不一样 想瞒也瞒不住 何况审晚还有孩子 哪家探子执行任务时 会把孩子带在身边 除非是身份需要 用来打掩护的 刚才在政厅里 战北涵冷眼瞧着 审晚对那个戴面具小孩的维护之心 不像是伪装的 这就更奇怪了 还是让人好好查查吧 不管审晚是个什么来头 他身上一点多多 不查清楚本宫也不放心 太子宁重道 翊王是北清国最锋利的一把长枪 更是武将兵权的吴冕之王 有他在 北清国的战旗就在 换句话来说 他就是北清国的武力象征 是其他六国最为忌惮的存在 从战北涵十五岁上战场开始 六国针对他的阴谋算计 就从来没停过 可惜却毫无作用 论身份 战北涵是北清国敌出的皇子 生母是当朝先皇后 东宫太子又是他亲戈 有这样紧密的血脉关系 不管是现任昭明帝 还是未来太子登基 都绝不会怀疑战北涵一分一毫 他更没有任何理由不忠于北清 想陷害都找不到合适借口 有了足够的信任 昭明帝也好 太子也好 都十分放心把兵权交给他 再加上战北涵不好女色 不爱朝政 后院里只有一个侧妃 平时不是在皇宫 就是在军营 想刺杀都找不到机会 更要命的是 战北涵本身还是个武学奇才 他自幼习武 精通兵法战术 一身内力放在江湖中 也是一等一的高手 寻常刺客碰上他 来多少送多少 这样铜墙铁壁又能开疆阔土的男人 六国恨得牙痒痒 却又束手无策 但是从五年前开始 战北涵身边出现了唯一的软肋 那就是韩寒 韩寒不仅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还是北清皇室仅有的小皇孙 身份显赫刺眼 六国动不了战北涵 难保不会在他儿子身上打主意 太子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如果沈婉真的是奸细探子之类的 他接近韩寒 图谋一定不小 太子私存着 随即又拟没到 韩寒现在被他哄着 十分信任他 如果真查出他不怀好意 只怕韩寒会伤心 战北涵美好气地道 这还不是他自找的 太子摇了摇头 韩寒毕竟年幼 如果真有人精心设计 盯准他的弱点下手 他很难不被骗 毕竟韩寒从小渴望娘亲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战北涵脸色一僵 随即不知想到了什么 眸光冷沉下去 太子也知道 关于韩寒生母之事 向来是战北涵的忌讳 太子不再多说 只知道 不管沈婉身上有多少疑点 有你和本公在 自然不会坐视韩寒被他利用 今天是老侯爷寿臣 父皇叮嘱过我们 要好好祝寿 先前已经闹过一场了 再闹也不像话 既然沈婉扣着韩寒不让他走 只要他们还在沈家 倒也不怕他对韩寒不利 我们就暂时忍下 等寿宴散场后 再找老侯爷谈谈这件事 沈婉暂且不说 但对于南洋侯府 太子还是比较放心的 战北涵脸色冷沉 算是默认了 两人低声交谈时 贴身侍卫一直安静站在旁边 防止有人靠近 太子与翊王亲兄弟之间的谈话 别说宾客了 就是湘王和成王都很识趣 绝不往前凑 虽说都是皇家子弟 但毕竟不是一个母亲生的 又隔着嫡出和树出的天然鸿沟 终究是不一样的 与此同时 翡翠楼 萧令月正头疼地哄着闹脾气的韩寒 完全不知道自己 在太子和翊王眼里 已经变成了可疑人物 韩寒抱着个软枕 盘腿坐在床上 脸颊气鼓鼓地向之河豚 娘亲 你不用劝我了 我是不会回去的 小脾气还挺倔 萧令月好笑地问道 为什么不肯回去 你真这么讨厌你爹爹 何止是讨厌 简直就是讨人嫌 韩寒撅起小嘴 愤愤地数落到 爹爹脾气又坏 又霸道 又固执 还自以为是 最重要的是 眼睛不好使 不相信娘亲 反而相信那些满肚子坏水的仇女人 气死我了 我才不要跟她回去 看到她就生气 别怪 怨气这么大吗 北北懒洋洋地靠在一旁 听到韩寒这么说 很赞同地点点头 你爹爹眼睛确实不好 应该找大夫看看 扎两针 就是就是 韩寒小脑袋直点点 萧令月哭笑不得 她好奇地问道 满肚子坏水的仇女人 你说的是谁 还不就是王府里的那个女人 韩寒不高兴地说 萧令月正了正 这几年来 她一直忙于照顾北北 又要收集药材 又要操心母子俩的生活 所以也没太多精力 打听京城的事 她知道 战北涵敏锐难缠 一钉点蛛丝马迹 都有可能被发现 所以更不敢随意探听消息 以免暴露了自己和北北 因此 对于翼王府这几年的情况 萧令月并不清楚 原来王府里 已经有新人了 想想也是 从前的翼王妃 已经死了五年 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战北涵 有了其他女人也不奇怪 古代本就是男尊女卑 死了丈夫的女人要守寡 想要改嫁 都会被人唾弃 但死了妻子的男人 却可以续闲 娇妻美妾样样都不会守 尤其是在皇家 萧令月眼底闪过一丝机窍 她忽然皱眉 战北涵府里 既然有了新人 那她早晚都会有其他子嗣 韩寒没有娘亲 又占着世子的身份 王府里的女人 如果生下子嗣 为了自己的孩子考虑 他们很有可能对韩寒不利 皇家内院里 没有娘亲保护的孩子 被人算计害死的还少吗 萧令月眼神威冷 她懒得管战北涵有多少机器 而且她只关心韩寒的处境安不安全 你爹爹后院里的女人 对你不好吗 萧令月问道 有皇祖父宠着我 那个女人不敢对我不好 但她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就是很讨人厌 韩寒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 愤愤地说 我听府里的管家说 我才一岁多的时候 爹爹就把她带回府了 明面上只是侧妃 但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由她管着 跟正牌王妃一样 萧令月没说话 我刚计事的时候 那个女人就背着爹爹哄我 让我管她叫娘亲 还说我的亲生娘亲跟人私奔 被我爹爹发现活活打死了 让我不要惦记她 韩寒越说越委屈 我听了很生气 就砸了她的东西 她转头就跟爹爹告状 说我不服管教 不仅骂她还打她 爹爹信了她的话 用戒指打我的手 把我手心都打肿了 北北震惊地瞪大眼 你爹爹还会体罚你 经常的 韩寒扁扁嘴 反正我从小挨罚到大 小时候跑不了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她一罚我就跑 有皇叔和皇祖父护着 她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北北忽然有点同情她了 你真可怜 我长这么大 娘亲从来没罚过我 真好啊 韩寒眼里闪过羡慕 萧令月听得心疼极了 她压了压怒火 侧妃这么对你 你跟你爹爹说过吗 我才不要跟她说 反正她只相信 那个女人从来不信我 韩寒赌气地说 如果只是一次两次 以韩寒大方爽朗的性格 不至于这么埋怨计仇 萧令月你没到 难道还有别的事 可多了 那个女人就会喜欢 用一些不上台面的手段 时不时挑唆一下 像只打不死的苍蝇 特别烦人 韩寒声音激嘲 她以为我不知道她的心思 把我当傻子哄 其实我早看出来了 她不就是想当王妃吗 我爹爹信任她 把王府交给她管 她就真以为 自己是一王府的女主人了 走到哪里 都摆出一副王妃架子 还总喜欢用那种 恶心的眼神看着我 对我指手画脚 管这管那 好像我真的是她亲生的一样 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北北睁大眼 长见识了 就是很不要脸 动不动就摆出一副 要哭的样子 好像谁欺负了她一样 看着就恶心人 韩寒厌烦地说道 我皇祖父都没给我立过规矩 他有什么资格给我立规矩 还说我任性顽劣 不学无术 会丢了王府的脸 简直笑死人了 区区一个侧妃 不过就是个妾 也敢管到柿子头上 真是不知所谓 萧令月眸光幽冷 她就觉得奇怪 韩寒的性格明明挺好的 对刚认识的北北都不记仇 却唯独和她爹爹关系僵硬 韩寒一点都不给亲别面子 当着宾客的面都能吵起来 湛北寒对她也是训斥居多 没有半点怀柔 这固然是父子性格相冲 针尖对脉盲 但平时生活中 恐怕也少不了那位侧妃的挑唆声势 人和人的感情本就是处出来的 即使是亲生父子 争吵隔阂的时间长了 难免也会破坏感情 一旦韩寒和湛北寒的关系恶化 韩寒又没有娘亲护着 孤零零一个人在王府里 在侧妃眼皮底下生活 哪还有好日子过 萧灵月心里涌出一股窝火的怒气 这还真被她撂中啊 湛北寒一旦有了其他女人 韩寒的处境就会变得尴尬又危险 现在的侧妃还没孩子呢 就已经对韩寒暗藏恶意 从小到大不知道怎么恶心她 她拼命一样生下的两个孩子 北北身体虚弱 但有她护着 从小到没受过什么委屈 韩寒虽然健康 在王府里紧衣玉食 但自幼受过的委屈 只怕也不少 她整天想着离家出走往外跑 看似是任性胡闹 又何尝不是因为在家里过得不开心 这样想着 萧灵月原本还想劝她回家的心思 一下子全没了 她冷笑 回去干嘛 继续被湛北寒的女人 明里暗里的刁难吗 她亲生的宝贝儿子 没有让人这么作践的 湛北寒不心疼 她还心疼啊 萧灵月柔了柔寒寒的小脑袋 不想回去就不回去了 留在娘亲这里也好 北北平时也没什么玩伴 她正好可以做个办 这是她第一次对韩寒承认 娘亲这个称呼 实在是窝火心疼的厉害 没心思顾虑那么多了 韩寒本就是她的儿子 凭什么不能认娘亲 真的吗 娘亲 你不赶我走了 韩寒眼睛一亮 巴巴的看着她 我何时赶过你 你喜欢待多久 就待多久 萧灵月道 娘亲万岁 韩寒欢呼雀悦的举起双手 得寸进尺的说 那我今天要跟娘亲一起睡 不行 北北第一个拒绝 她不满的瞪着韩寒 你都多大了 还要娘亲陪着睡 知不知休 那我跟你一起睡 我们都是男孩子 这总没关系吧 韩寒笑迷腻的说 我不 北北再次拒绝的话还没说完 韩寒突然把软枕一丢 整个人扑过来 抱着北北滚进了床里头 得意洋洋的说 我不管 反正今天我就要跟你睡 你有本事 把我赶下去 就算你赢 你这个混蛋 北北仰面倒在床上 因为身上穿得厚 像只小乌龟似的 怎么扑腾都爬不起来 她气得脸都红了 使劲踹寒寒 偏偏力气不够 逗得寒寒哈哈大笑 别踢我腰 好痒哈哈 你给我撒手 两个孩子打闹着滚来滚去 萧灵月笑盈盈的看着他们闹 也不阻拦 只要别滚到床下来就行 天色渐渐深了 侯府各处点起了灯笼 前厅热热闹闹的寿宴 终于结束了 宾客们一个个醉醺醺的告辞离开 湘王和成王也一起告辞了 等到宾客们都走得差不多 太子才找上老侯爷 说了关于寒寒的事情 老侯爷今晚也喝了不少酒 但一听太子转述的情况 顿时酒一全消 神 什么 神碗扣住了小柿子不让走 还打了太子殿下的人 他疯了吗 本宫也很惊讶 太子语气淡淡 一双眼眸微冷 不知道这其中有何误会 所以只能麻烦老侯爷带路 本宫和义王亲自去接柿子 太子的语气并不重 老侯爷的冷汗却一下子流下来 他急忙陪着笑脸说 太子殿下严重了 哪敢劳烦您和义王殿下亲自去接 老臣派人请柿子出来就是 不了 还是本宫亲自去吧 太子意味不明的说 否则再被沈三小姐打回来 反倒耽误时间 不如直接走一趟 老侯爷心里 把神碗骂了个狗血淋头 哪还敢劝阻 只好陪笑道 那老臣给二位殿下领路 您这边请 嗯 老侯爷亲自领路 太子闲庭漫步的走着 战北寒冷沉着脸 神情如冰 东宫侍卫和太监都跟在后面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穿过侯府 进了后院 静止来到翡翠楼前 太子打量了一眼环境 笑道 这环境倒是雅致 殿下过奖了 神碗他毕竟是老臣唯一的嫡孙女 又受了那么些罪 老臣也有心想要补偿 这座翡翠楼 还是专门为了迎接他修建的呢 老侯爷笑着说 有意在太子面前 营造一个良好形象 太子笑而不语 老侯爷给管家使了个眼色 管家赶紧上前叫门 翡翠楼里洒扫的吓人打开院门 看到这么大的阵章都吓一跳 纷纷跪倒在地 一行人浩浩荡荡涌进院中 只见屋门紧闭 屋子里隐隐传来孩子的笑声 不等老侯爷发话 管家飞快跑到门前 三小姐 三小姐快出来 屋内的笑声一下子停了 过了会儿 萧令月的声音传来 又有什么事 三小姐 你快出来 太子殿下和翼王殿下到了 管家焦急到 屋内进了片刻 房门终于开了 萧令月站在门口 看着院子里浩浩荡荡的侍卫和太监 通明的灯笼 照得整个院子亮如白昼 太子和翼王站在人群前方 好大的阵仗 萧令月走出门 反手将屋门扮盒上 冷淡开口 两位殿下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了 不知二位有何贵干 沈婉 你好大的胆子 旁边的老侯爷狠狠弯了他一眼 怒斥道 小柿子呢 还不快请他出来 他想出来的时候 自然会出来 不想出来又何必勉强 过湛北寒 急俏地说 说不定是这里有他不想见的人 他才不肯出来的 祖父这么着急做什么 湛北寒冷 冷迷其眼 这女人说的是他 明明是他哄骗寒寒不肯走 竟然还有脸倒打一耙 太子殿下派人来请柿子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打殿下的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老侯爷气得脸色涨红 额头青筋直跳 萧令月一正 随即冷笑道 祖父说的是李摩摩 除了他 还有谁 为什么是太子殿下派人来请 不是翼王呢 萧令月讽刺地说 如果我没记错 翼王才是世子的亲爹 自己的儿子自己不管 反倒让别人操心 这是什么道理 老侯爷与太子一正 湛北寒上前一步 冷静地黑眸盯着他 你是在指责本王 哪敢 萧令月皮笑若不笑 您是堂堂亲王 位高权重 只怕是不缺儿子的 多一个少一个 似乎也无所谓 又何必装出这副样子 大张旗鼓地来接人 连侍卫都带上了 这是吓唬谁呢 太子面露恶然 这口气 怎么像是憋着火 心诗问罪一样 听了韩寒的委屈后 萧令月心里 确实憋着一团无名火 不只是对那个侧妃 更是对战北寒本人 他才是韩寒的亲生父亲 他当初狠心把孩子留给他 就是希望他能好好照顾长大 不求多宠他疼他 但至少不要让别人随便欺负他 结果 战北寒是怎么做的 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都不管不问 任由府里的侧妃欺负作茧 五岁的儿子离家出走了 他也不关心 一见面就是训斥 连接个人都要太子代劳 派来的那都是什么人 李某某那种阴毒货色 他也放心 让他来接韩寒 真以为儿子是路边捡的 完全不上心是吧 萧令月越想越气 如果战北寒 真不在乎韩寒这个儿子 王府女人多 早晚也不缺他的子嗣 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 那他还跟他客气什么 他不稀罕儿子 他稀罕 大不了他把韩寒一起带走 天下这么大 他能养活北北 就能照顾好韩寒 母子三人还怕没地方去吗 战北寒看着他 近在咫尺的脸 那张有着丑陋胎记的脸上 一双乌黑青透的眼睛 含着韵怒 灵气十足 与泛白丑陋的面容 显得格格不入 战北寒心底 飞快掠过一丝狐疑 随即又觉得好笑 你是个什么东西 本王的儿子 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 是轮不到我说什么 但作为父亲 你儿子宁肯跟着一个陌生人走 也不想多看你一眼 一王殿下 难道不会反省自己 亲爹做的是有多失败 他才会不肯认你 战北寒 放肆 太子震怒道 沈婉 这话也是你能说的 老侯爷更是被吓得魂飞魄散 沈婉 你疯了 赶紧跪下 向两位殿下认罪 认罪 原来实话实说 也算是罪 那我索性说个痛快了 萧灵月讽刺的笑了 他看着战北寒俊 没冷知的脸 说 一王重拳在握 要疯得疯 要语得语 只怕这样的话 从来没人跟你说过吧 你自己扪心自问 你算一个好父亲吗 韩寒为什么排斥你讨厌你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这与你有何干系 战北寒末地上前 眸子锐利地盯住他 眸底竟是轻蔑不屑 你是什么人 有什么资格代替本王儿子说话 指责本王不是一个好父亲 你觉得你配吗 战北寒身量很高 与萧灵月面对面时 足足比他高了大半个头 他俯视 他抬头 目光碰撞间 仿佛有浓浓的火药味弥漫 旁边恼怒的太子惊讶了 战北寒向来气势凛冽 在朝中少有人敢和他对着干 被吓得屁滚尿流的 更不知有多少 却没想到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沈三小姐 竟一点都不怕他 两个人针锋相对时 气势竟不相上下 颇有几分硬碰硬的架势 太子惊讶之余 不禁皱眉 他更加相信战北寒的判断了 这样的女子 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乡下村姑 来历以及墓地 只怕都有蹊跷 我配不配 战北寒讥讽道 你不会以为 你哄着寒寒叫了几声娘 就真把自己当亲娘了吧 敢在本王面前大放厥词 本王一根手指头 就能碾死你 好大的威风 果然是魏高权中酒了 只听得近凤城话 连一句刺耳的实话 都听不进去了 萧丽月嘲讽看着他 在你眼里 你儿子就真的这么蠢吗 别人随便哄两句 他就信以为真 连最基本的辨别能力都没有 你是想说 你没有哄骗寒寒 他是心甘情愿叫你娘亲呢 战北寒沉冷一笑 墨地抬手揪住萧丽月的衣领 将他整个人半提起来 目光犹如寒剑刺在他脸上 这种哄小孩的鬼话 你也敢拿到本王面前 搬门弄斧 寒寒被你骗 是他年纪小 他蠢 本王可不蠢 你费尽心思地接近他 哄得他团团转 到底想干什么 太子醋眉 三弟 老侯爷和其他人 早就吓得不敢说话了 萧丽月费力地垫着脚 衣领卡紧喉咙 令他呼吸有些不畅 他脸颊很快就战红了 萧丽月眼底腾起一股怒火 刚要发作 房门突然开了 一个小身影 犹如炮弹般冲过来 狠狠一脚踹向战北寒 不准你欺负他 战北寒经验丰富 自然不会被他踢中 本能地毙了毙 萧丽月趁机正开他的手 狠狠甩到一边 将张牙舞爪的韩寒拦在身后 韩寒气得小脸通红 又气又骂道 你又欺负他 你还是不是了男人 我说了不准你欺负他 我就不跟你回去怎么样 有本事你揍我呀 韩寒 太子猝眉 萧丽月回身抱着韩寒 轻轻拍扶他的后背 韩寒乖不气不气 娘 姨母有没有受伤 韩寒红着眼睛 拽住他的衣袖 没有 我好好的 不生气 萧丽月手指抹了抹他的眼角 又红了红 娘亲 北北也跑出来了 两个孩子一起窝在他怀里 搂着他不撒手 太子惊讶地看着萧令月哄孩子 他对沈家人家枪带棒 对战北韩急言利涩 对满堂宾客不亢不悲 性格鲜明又带刺 但是面对两个孩子时 态度却一下子温柔起来 满身的锐利都化成了绕纸柔 看上去没有半点威胁性 难怪韩寒喜欢他 你还知道出来 战北韩看到二子年在这女人怀里 就气不打一处来 韩寒警惕地抱着萧令月 瞪着亲爹 太子头痛不已 上前劝道 韩寒 天色不早了 我们该回去了 跟你爹爹回府好不好 不好 韩寒摇头像波浪鼓一样 我不回去 那你想干什么 留在这里吗 战北韩火冒三丈 你管我 反正我就不回去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韩寒硬邦邦地顶了一句 战警惕 你真以为本王治不了你 战北韩顿时气怒了 他漆黑冷智的眼底满身怒火 卢袖子就朝韩寒大步走过去 太子一看这情况 就知道糟糕了 战北韩气得都直呼全名了 这要是被他抓住 韩寒少不得要吃一顿苦头 韩寒也不傻 看到战北韩怒气冲冲朝他而来 为了不连连娘亲 他撒腿就朝太子身边跑 黄叔救我 你还敢跑 战北韩火冒三丈地抓住他的衣领 重重一巴掌就要抽上他的屁股 韩寒浑身一抖 吓得闭紧眼睛 眼前突然有残影一闪 萧令月一记手刀砍向战北韩 气势凌厉 又狠又准 战北韩敏锐避开 出手反击 两个人闪电斑过了几招 招招凌厉带风 正是不分胜负 萧令月忽然虚晃一枪 劈手把韩寒抢了过去 战北韩谋底闪过一丝惊讶 还没等他立刻追击 萧令月却仿佛料准了他的动作 毫不犹豫地抱着韩寒往后击退 落在三米之外 这个距离不仅准确安全 而且十分微妙 不管战北韩想干什么 他都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不是非常了解他招数的人 算不到这么准 战北韩沉冷的眼神微变 娘亲 韩寒睁开眼 一头扎进萧令月怀里 抱着他不肯松手 萧令月身守护着韩寒 眼睛运怒地看着战北韩 他今年才五岁 就算任性闹脾气 你也不该动手打他 小孩子身体软 打伤了怎么办 关你什么事 拿来 战北韩眼去谋底的惊怡一样 冷冷看着他 拿什么拿 这是你亲儿子 你当是路边捡来的吗 萧令月恼火地骂道 战北韩 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 被他这么一骂 气氛忽然僵住了 老侯爷 管家以及其他人 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半赏没回过神 太子眼神深深 心神一沉 先前战北韩 怀疑神婉有问题 说他最大的疑点 就是会武功 太子还有点半信半疑 但是现在他才发现 真被战北韩说中了 神婉不但精通武艺 身手极好 甚至能跟战北韩 直接交手 不落下风 这是什么概念 战北韩的武功 在北秦军队里 是数一数二的 整个七国能与他正面抗衡的人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而神婉 他还是女流之辈 身体素质 天生不如男人 却能凭借技巧 与战北韩直接交手 甚至还成功地从他手里 把韩寒抢过去了 这虽然有战北韩轻敌 疏忽大意的原因 但也足以证明 他的身手 绝对是顶尖一流的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是乡下养出来的 他到底是谁 南洋侯沈家一家子都不成器 却偏偏出了神婉这么一个异类 他又是刚从外面回来的 性格习惯 经历过往 沈家人一概不清楚 他真的是神婉本人吗 这一点 不止太子怀疑 战北韩心里同样狐疑 他微微眯起眼睛 俊眉冷泪的面容 退去了原本浮于表面的怒火 凤眸薄唇 危险又凌厉 语气沉冷如悬兵 他是本王的儿子 无论本王如何管教他 外人都没有评价的资格 更别说指责 不管你是哄骗他 任你做娘亲 还是他自己心甘情愿 只要本王一句话 他不想走也得走 萧令月心里很不舒服 但他知道 战北韩说的是事实 他现在披着神婉的马甲 本身就是个外人 他确实没有资格拦着战北韩 带韩韩走 人家才是亲生父子 他算什么 萧令月心里有种强烈的情绪冲动 明明韩韩就是他亲生的孩子 他却不能认 还要看着战北韩把他领走 回到韩韩不想回的翼王府 继续在那个不怀好意的 侧妃眼皮下生活 战北韩还不闻不问 由着侧妃搞事 对韩韩更是缺乏信任 他的孩子 凭什么要被别的女人折腾 萧令月不甘心 正当他满心烦躁 情绪冲动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了 安静站在一旁的北北 就像一桶冷水浇头下 萧令月突然冷静了 他不能冲动 更不能主动暴露破绽 因为他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他还有北北 北北的身体那么糟糕 经不起任何波折冲击 他还得留在京城 想办法给他集齐药材 尽快解除态毒 如果他因为韩韩一时冲动 暴露了自己 北北就充当气冲 不只是战北韩 整个北清国 都不会允许皇家子嗣流落在外 到时候两个孩子 他可能一个都保不住 只能忍 来日方长 眼看萧令月沉默不语 神情逐渐平静 太子站出来 淡淡道 沈三小姐 本宫相信你是位韩韩好 无意伤害他 但你要知道 他毕竟是一王唯一的儿子 更是北清国的皇孙 如此贵重身份 注定了 他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任性 你若是继续纵容他 他不会有事 但是你 整个南洋侯府 可就不一定没事了 语气里威严冷淡的警告 已然很明显 老侯爷一个机灵醒过神来 怒吼道 沈婉 你还在干什么 还不快把世子还给一王殿下 他是失心疯了吗 真以为自己是小世子的亲娘了 竟然还敢对一王殿下出言指责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萧令月脸色冷淡 抱着韩寒的手臂紧了紧 他不想放开 娘亲 韩寒紧紧搂着他 热乎乎的小脸贴在他脸边 嘀嘀喊了一句 小家伙蹭了蹭他的脸颊 主动说 娘亲把我放下来吧 韩寒 萧令月惊讶地看着他 明明是他一直闹着不肯走 怎么现在去 我如果再不肯回去 父王和皇叔都会问罪娘亲的 这样就不好了 小家伙轻声说 我想跟娘亲在一起 但我也不想连累娘亲 皇叔说的没错 他任性不回去 他不会有事 北北一定会有事 他们都会被他的任性连累 他不想这样 韩寒 萧令月听到他这么说 一颗心就像被揪住了 又难受又心疼 没关系啊 我只是不能在外面过夜 等明天天亮了 我再来找你们好了 反正腿长在我身上 我爱去哪去啊 谁也管不着 韩寒扬起小脑袋 若无其事地笑道 萧令月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 想安慰他 他心里更难受了 明明这么乖 这么体贴的一个孩子 他是真的不明白 湛北寒为什么对他这么严苛 难道他真的这么厌恶他 只因为孩子是他生的 所以连亲生骨肉都不心疼吗 我回王府也是有正视的 韩寒压低声音 跟萧令月摇耳朵 娘亲不是说 北北正缺药材吗 我回去正好翻翻库房 把药材清点一下 明天就给娘亲送过来 这样两不耽误 多好啊 萧令月无奈地摸摸他的脸颊 这些都不要紧 你先顾好自己才是 又不是不让你回去 找这么多理由 也不知道是说服他 还是说服自己 萧令月心里沉了一口气 忍住不舍 弯腰将韩寒放在地上 叮嘱道 回去可以 但不许跟你跌跌顶脾气 闹性子了 否则他再要打你屁股 我可就来不及救你了 韩寒乖乖地说 知道了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韩寒真乖 萧令月摸头夸奖 太子以及其他人 战北韩英志的脸色 又沉冷了几分 黑眸里闪烁着幽光 不知道在想什么 韩寒依依不舍地跟娘亲告别 又搭搭跑到北北面前 扁着嘴说 北北 我回府去了 快走吧 北北冷酷无情地说 你可烦了 我怎么又烦了 韩寒委屈地撅嘴 伸手不由分手地抱住他 北北刚想挣扎 韩寒就凑在他耳边 小声说 北北 我回王府给你找药材 明天再来找你 你别嫌我烦呀 北北动作一僵 不情不愿地让他抱着 过了片刻 又小声说 别挨打了 嗯 韩寒 时候不早了 我们该走了 太子开口催促起来 再耽误下去 就要到宵禁时间了 韩寒不情愿地松开北北 又看了一眼萧令月 这才转身 粘头打脑地走到太子身边 太子看他一副 双打小白菜式的模样 理都不理他爹点 又不禁好笑 时间确实不早了 太子亲自弯腰抱起韩寒 跟老侯爷客气了两句 便带着众人浩浩荡荡地离开 站北韩自然也一同离开 看都没看萧令月一眼 老侯爷亲自送他们出府 灯笼远去 原本喧闹不已的翡翠楼 一下子空荡下来 一阵夜风吹过 北北没穿披风 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 萧令月弯腰抱起他 冷不冷 北北摇摇头 有些担心地看了眼院门 他回去之后 不会挨揍吧 谁 萧令月明知故问 北北粘着嘴看他 萧令月失笑道 你不是不喜欢韩寒吗 怎么也会担心他了 北北嘟囔道 谁担心他了 我就是随便问问 萧令月玩耳失笑 沉闷的心情也松快了几分 他安慰道 不会的 韩寒比你想得要聪明 他不会跟他跌跌硬着来 毕竟小家伙挨揍的时候 还知道找太子救命 遇到关键时候 自然会审视多事 北北听了这才放心 轻轻打了个哈欠 困了吗 萧令月柔声问 有一点 三小姐 小的就不打扰了 先行告退 站在一旁仿佛透明人似的管家 硬着头皮开口道 萧令月瞥了他一眼 还没说话 管家急忙陪笑道 三小姐吩咐的那些东西 小的已经派人去准备了 明儿个一早就给您送来 保证一样都不少 那就好 下去吧 萧令月满意地点点头 管家这才退出院子 关上院门后 赶紧抹了一把冷汗 乖乖 吓死个人了 这三小姐连翼王殿下都敢动手 太子殿下竟然也没怪罪 真是惹不得 管家本来还没把萧令月 吩咐的事情放在心上 被今晚的事情一下唬 神经都绷紧了 只想连夜赶紧把东西 背棋送到翡翠楼 千万别被三小姐盯上了 这样想着 管家急匆匆就往外走 刚走到前院后院的交界处 灌木丛里突然扑出来一个 劈头散发的人影 鬼啊 管家吓得浑身一抖 腿都软了 管家 是我啊 不是鬼 含糊不清的声音响起 原来是李某某 他这副样子跟厉鬼也没区别 管家恼羞成怒地推开他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黑灯瞎火地突然冲出来 存心吓唬人吗 我也不是故意的 太子殿下 翼王殿下 他们走了吗 我刚刚看到 好多人往府门去了 李某某急忙赔罪解释 走了 老爷子亲自送的 你有什么事 管家皱着眉头看李某某 他已经把李某某诬告的事情给忘了 怎 怎么走了呀 李某某急着抓住他的手 大声嚷嚷道 太子殿下不是说好 要给我做主的吗 你看看我这张脸 我被神管那个贱人打成这样 太子殿下不是要给我做主吗 他怎么就走了 你瞎嚷嚷什么 不要命了 管家脸色一变 急忙捂住他的嘴 眼神无比严厉道 三小姐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 好大胆子 想找死不要连累我 嗯嗯嗯 李某某瞪大眼睛闷叫 口水流了出来 管家嫌恶地撒开手 一把将他推到地上 没好气地骂道 你算哪门子的人物 一个管氏某某而已 三小姐才是这府里的正牌主子 他打你是你活该 你应得的 还敢嚷嚷叫着 让太子殿下给你做主 我呸 管家一口唾沫 吐到地上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配让太子殿下给你出面吗 现在两位殿下都走了 三小姐也休息了 我警告不要大呼小叫 侵扰了府里的主子 有你好看的 说着 管家就转身匆匆走了 他还要忙着给三小姐准备东西呢 哪有空力会拎不清的李某某 李某某傻眼地摔在地上 瞪着眼睛 半晌回不过神 他想不通 太子殿下 说好要给他做主的 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其实 并不是太子忘了这件事 而是没必要说 他本就对神挽起了疑心 他又是沈家的嫡叔小姐 出手教训了一个奴才 还要太子亲自询问 未免大张旗鼓了 在没有查清楚 沈婉身上的疑点之前 太子不会因为一点小事 多做纠缠 以免打草惊蛇 但太子觉得 这是小事 李某某可不觉得 他觉得 这简直是天大的事了 他一个管事某某 竟然被沈婉那个乡下 回来的贱人给打了 传出去 全府里的下人 都要笑话死他 他还有什么脸面贱人 李某某越想越愤恨 他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 没有追着管家去 反而转身往后院方向跑了 既然太子殿下不给他做主 他就去找其他可以做主的人 这笔账 他一定要让沈婉家 被还回来不可 侯府后院 最奢华精致的一个院落 不是正式夫人的院子 而是华姨娘的朱玉格 这是沈志将亲自给她修的院子 连院名都是惊心想的 指的是院子的主人华姨娘 如珠似玉 美貌动人的意思 但今日 朱玉格里却不似平时那样欢声笑语 反而惨淡一片 呜呜的哭声不断传来 华姨娘惨白着脸躺在床上 双眼紧闭 还没有苏醒 沈志将额头包着纱布 坐在床边 紧紧握着她的手 脸上满是紧张和担忧 一屋子的丫鬟都在呜呜哭泣 不知道的 还以为华姨娘已经死了呢 哭什么哭 我姨娘还没死呢 你们一个个的就在这哭丧吗 都给我闭嘴 寿宴结束之后 沈玉婷就赶过来看华姨娘 见状大声喝止道 华姨娘的贴身丫鬟 翠宇哭诉道 老爷 二小姐 奴婢实在是为主子痛心 主子不容易盼着怀上了身子 一心一意 想给老爷添的大胖小子 没想到喜事临门 竟然会遭这种恨祸 三小姐 她好狠的心啊 明知道主子有孕在身 受不得惊吓 竟然还一再咄咄逼人 害得主子差点流产 这可是老爷好不容易才盼来的儿子 另一个贴身丫鬟 春燕也跟着哭诉道 那个不孝女 早知道就该让她死在乡下 这辈子都别回来 和肚子里的孩子有任何不妥 我非让她长命不可 爹爹说的是 沈婉她分明就是 不希望姨娘生下孩子 才故意这么折腾的 她的心肠实在太狠毒了 连未出世的弟弟都不放过 这样的人如果留在府里 那姨娘和弟弟 岂不是都很危险 沈玉婷趁机煽风点火道 依我看 爹爹还是要趁早把她赶出去才行 明明华姨娘月份还小 肚子里的孩子 也不知道是男侍女 沈玉婷一口一个弟弟的叫 听在沈志江耳中 更是激起了她对沈婉的怒火 不过 华姨娘毕竟没有真正流产 沈志江也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她皱眉道 老爷子特意派人把沈婉接回来 是为了她与镇北侯府的婚事 现在把她赶出去 只怕老爷子不会轻易同意 爹爹 你糊涂了 沈玉婷打断道 沈婉都已经嫁人手寡了 身边还带着一个孩子 镇北侯府怎么可能还会接受这桩婚约 沈志江一正 沈玉婷笃定又得意地说 爹爹且看着吧 等明天消息传开 镇北侯府得着沈婉的情况 一定会派人来退婚的 到时候 沈婉的名声就更难听了 那你怎么说怎么办 依女儿看 祖父之所以留下沈婉 不过就是舍不得这桩好婚事 沈玉婷冷笑道 等到婚约告吹 沈婉的利用价值也就没了 她有什么脸面赖在家里不走 爹爹就应该把她赶出去 免得让她污了我们沈家的大门 沈志江有些犹豫 她虽然嘴上说着 沈婉该死 但归根究底 那也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现在没了丈夫 带着孩子守寡 偏偏又长了一张丑陋的脸 镇北侯府一旦退婚 沈婉下半辈子 等于是没指望了 如果沈家再把她赶出去 她带着孩子能去哪里 又靠什么生活 难道真要她流落街头 或者回乡下活活饿死吗 这是不是有点太狠毒了 爹爹这是不忍心了吗 沈玉婷一眼看穿了她的心思 不由称怪 沈志江说 她毕竟是 爹爹的顾虑我知道 沈玉婷打断她的话 伸手亲密地抱住她的手臂 悠悠地说道 毕竟三妹也是爹爹的女儿 爹爹不忍 对她太狠心 玉婷也是能理解的 但是爹爹 你有没有想过 三妹她的命不好 八字克亲 不仅克死了她亲娘 现在连她新婚丈夫都克死了 只留下她和一个孩子 而且 那个孩子还一副病烟烟的样子 看着就很短命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她克死了 三妹的命这么硬 如果爹爹把她留在沈家 她克了姨娘和弟弟怎么办 还有祖父 还有爹爹自己 沈家上下这么多条人命 难道还抵不过沈婉一个吗 这孰亲孰众 爹爹就没有好好考虑过吗 听了沈玉婷这一番分析 沈志江心神大震 后背顿时冒出了冷汗 还是玉婷你聪明 幸好你及时提醒 不然爹爹差点就忘了 一提起沈婉八字克亲 沈志江心里些微的一丝不忍 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狠心 既然这样 沈婉确实不能留在沈家 等镇北侯府的人来退清 我立刻派人把她赶出去 爹爹英明 沈玉婷笑开了花 牟底闪过一丝狠毒 沈婉 别怪做姐姐的狠心 怪只怪你太贪心 不知天高地厚 一个刚从乡下回来的寡妇 也敢向姨娘 开口要生母留下的嫁妆 那些嫁妆 大半都被华姨娘用完了 剩下的都藏在沈玉婷的屋子里 等着给她出嫁天装用 她可是要嫁给湘王殿下 进王府做王妃的人 嫁妆如果太少 那岂不是很丢脸 华姨娘和沈家 没有太多添补给她 所以 沈婉生母留下的 那批价值不菲的东西 沈玉婷早就视为 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她绝对不能让沈婉抢走 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她赶出沈家 永远别回来 至于沈婉守寡 带着一个病弱的孩子 在外面要怎么生活 那就不是沈玉婷关心的事了 如果可以的话 她巴不得沈婉母子 两第二天就横死街头 一聊百聊 省得她心烦 沈玉婷达成了目的 又看华姨娘迟迟没醒 她不想留在这干巴巴手着 于是甜言蜜语地 哄了沈志江几句 便带着丫鬟回去休息了 刚走出朱玉阁 李嬷嬷就哭着扑了出来 二小姐 你要给我做主啊 李嬷嬷 沈玉婷吓了一跳 好不容易才认出来 这是华姨娘在外院 很得力的一个嬷嬷 你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沈玉婷看到李嬷嬷血痕交错 红肿如猪的脸 惊呼一声 急忙用帕子捂住嘴 面露恶心 快离我远点 我看得都要吐了 李嬷嬷善善地后退 然后一份甜音地 把沈玉打她的事 颠倒黑白地说了一通 二小姐 老奴给姨娘效命这么多年 一向忠心耿耿 现在被人这么欺负 你和姨娘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行了行了 沈玉婷嫌恶地摆摆手 沈玉婷都快被扫地出门了 她哪有闲心 给一个奴才出头 正想随便把李嬷嬷打发了 沈玉婷忽然眼神一闪 她清楚沈志江的性格 知道她耳根子软 又没主见 即使她今天说动了她 也不能保证她之后 一定会把沈玉赶出府 所以 她还得再加一道保险 最好是能把沈玉彻底打落深渊 再也无法翻身 李嬷嬷 不是我不想给你做主 而是现在的情况 哎 你也知道的 沈玉婷故意叹口气 我姨娘有孕在身 差点被沈玉害得小产 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吗 我虽然是沈玉的姐姐 但她是嫡女 我是树出 我哪里管得到她头上 二小姐 你那么聪明 老奴知道 你肯定有办法的 你可一定要帮我做主啊 李嬷嬷愤恨无比的说 老奴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不让沈玉那件蹄子付出代价 老奴还有什么脸面贱人 沈玉婷心里翻了个白眼 一个卑贱的奴才 多干了几年粗活 就以为自己有脸面了 说话也不觉得可笑 心里虽然这么想 沈玉付出代价 倒也不是没办法 最好就是能把她赶出沈家 免得和府上下不安宁 但是这样做的话 就看嬷嬷 你敢不敢冒险了 二小姐此话当真 李嬷嬷忙不迭地点头道 我敢 二小姐 你有事尽管吩咐 只要那把沈玉那个贱人赶出去 老奴做什么都愿意 你负耳过来 沈玉婷弯下腰 轻声在李嬷嬷耳边说了几句话 然后叮嘱道 此事关系重大 一旦是成 就能让沈玉再也无法翻身 说不定连性命都保不住 但是嬷嬷你也一定要万分小心 千万不能暴露了 否则连我也保不住你 沈玉婷话还没说完 李嬷嬷已经洗上眉梢 满口担保道 老奴明白 二小姐尽管放心 她红中可不得脸上露出一个猙獰的笑容 阴森森地说 老奴一定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 让沈玉婷那个贱人 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沈玉婷勾起红唇 满一点点头 那你去吧 千万要小心 唉 李嬷嬷自以为有了好办法 心情也好了 也不再继续纠缠沈玉婷 爬起来拍拍裤子就走了 背影都透着一股洋洋得意 真是个蠢货 沈玉婷红唇冷笑 不过一个奴才 也敢在本小姐面前说脸面 她有什么脸面 不过是二小姐平时抬举她 倒让她张狂起来了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身边的丫鬟语气刻薄道 本小姐是抬举她了 不过蠢货也有蠢货的用处 借刀杀人不是正好 如果事情办成了 沈玉婷不管是死还是被赶出去 都是件好事 如果不成 沈玉婷阴冷的一笑 那事情也是李嬷嬷做的 跟本小姐可不相干 她不过就是给李嬷嬷出了个主意而已 成与不成都挨不到她的边 丫鬟讨好的笑道 咱们小姐以后可是要做王妃的人 自然要爱惜羽毛 名声不能有一点瑕疵 哪能为这点小事冒险 李嬷嬷就不一样了 贱命一条 就是死了也是自找的 跟咱们小姐可没关系 还是你会说话 沈玉婷笑着摸摸丫鬟的脸 走吧 回屋休息去 过两天就有好戏看了 另一边 太子的车架行驶到一王府前 停了下来 太子坐在车内 对闷头不说话的寒寒道 回府之后 有什么话跟你爹爹好好说 不要吵架知道吗 黄叔 我知道 寒寒语气有些冷淡 黄叔知道 你心里不高兴 但是寒寒 你也要懂事一点 以你的身份 在外面过夜确实不安全 你爹爹其实也是担心你 明天就是初一 你还要进宫给父皇请安 总不能让宫里的人 一大早去审家接你吧 这也不像话 太子声音温和地说道 跟湛北寒这个亲爹比起来 他这个亲大伯 倒好像慈父一样 寒寒闷闷地应了一声 别闹性子了 太子含笑摸摸他的头 天色也不早了 回府早些休息 若还有不高兴的地方 明天进宫见到你皇祖父 你跟他告状去 让他教训你爹爹 给你出气如何 咚咚 太子话音刚落 马车外就传来两声敲击闷响 透露着某人的不满 太子促霞地朝韩寒一笑 你爹爹等极了 快下车吧 嗯 皇叔早点休息 韩寒跟太子告别 钻出马车 一跃跳到地上 湛北寒翻身下马 立刻就有王府下人 恭敬地将马匹牵走 太子撩起车帘 又叮嘱了几句 方才下令离开 东宫的车马 浩浩荡荡地离开 一王府门口 很快就只剩下湛北寒父子 以及迎接的管家下人 湛北寒显腻了儿子一眼 没好气地道 还不进去 傻站在门口干嘛 韩寒还没说话 府门内便传来一道柔柔的声音 王爷回来了 几个丫鬟 簇拥着一个妙龄女子 提着宫灯走了出来 谢玉蕊提着裙摆走下阶梯 秋水谋盈盈动人 眨也不眨地看着湛北寒 王爷今日奔波了一天 可算是回来了 妾身已经等候多时了 韩寒俊秀的小脸 如照寒冰冷哼一声 这是我家 我不能回来吗 韩寒冷声道 谢玉蕊弯了弯红唇 语气称怪 世子说哪的话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你今天突然跑出去 王爷和妾身都担心坏了 还好你平安无事 顿了顿 他又猝起眉 壮似担忧地说 不过 世子以后可不要这样任性了 动不动跑出去 若是遇到什么危险 我遇到危险 关你什么事 轮得到你来说教吗 韩寒最讨厌 他这副虚情假意的样子 当即不耐烦地对回去 世子 万一遇到恶人 谢玉蕊柳眉轻挫 神情越发无奈 他看着韩寒的眼神 仿佛一个受伤的母亲 被孩子的任性不懂事伤害了一样 伤心又无奈 楚楚可怜 韩寒一下子就被刺激了 小脸紧紧捧着 差点就要发火 湛北寒冷声道 湛景瑞 你怎么说话的 他也是关心你 谢玉蕊立刻说 王爷 世子他不是故意的 大概是心情不好吧 切身没事的 你别老惯着他 湛北寒沉冷道 他现在脾气是越来越大了 都是被你给惯的 世子还小吗 多娇娇就好了 韩寒孤零零站在一旁 忽然觉得满肚子的怒气都没了 他咬紧嘴唇 一声不吭地往府里跑 世子 你慢着点 谢玉蕊的两个丫鬟想拦住他 让开 韩寒直接推开他们 世子 一个丫鬟故意挡了挡他的路 被他冲过来撞在身上 哀悠一声撞在门上 当即痛叫起来 韩寒看都不看 静止冲进了府里 跑得飞快 彩霞 你没事吧 谢玉蕊急忙问丫鬟 彩霞捂着腰说道 主子 奴婢没事 只是被世子撞了一下 您快叫人去看着世子吧 说着 脸上又露出吃痛的表情 我这就让人 谢玉蕊话没说完 湛北韩语气冰冷地打断 不用了 随便他去 可是 谢玉蕊转过头 满脸都是担忧 本王说不用就不用 随便他怎么样 湛北韩冷怒道 甩袖进了王府 谢玉蕊只好乖乖硬了 嘴角轻微翘了翘 他很快追了上去 娇声娇气地道 王爷忙了一天 想必也累了 切身让人备好了热水 王爷不如先沐浴一番 话没说完 湛北韩末地停下脚步 转头 谢玉蕊险些撞在他宽厚的胸膛上 粉白的脸颊一红 娇且抬起头 王爷 你们都下去 湛北韩一声令下 跟着的丫鬟 躬身退下 前厅花园里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湛北韩目光冷沉如冰 直直看着他 谢玉蕊本来还红着脸颊 十分娇羞 但很快就意识到 气氛不对了 暗暗捏紧手帕 故作不解道 王爷 怎么了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湛北韩语气格外冷烈 直截了当地质问道 王爷 切身 谢玉蕊脸色一白 本王说过 你用不着这样自称 湛北韩不耐烦地打断 谢玉蕊勉强一笑 我知道 王爷不愿委屈我 不是委屈你 是你没有资格 湛北韩冷酷直言道 你这个测飞是怎么来的 需要本王提醒你吗 当初韩寒年幼 养在宫中 不小心误吃了父皇的点心 结果点心有毒 韩寒年幼当场毒发 替父皇挡了一劫 险些兵死 你当时不过是太医院一名 打杂的罪奴 主动献出了家传药方 救了韩寒一命 本王和父皇都记着你的功劳 也顾念 你救了世子之情 话虽是这么说 湛北韩的语气 却格外冷淡 听不出一丝感情 当了这么多年王府侧飞 手握十拳 谢玉蕊已经很久没想起 自己的出身了 被王爷毫不留情地当面揭穿 他立刻意识到了湛北韩的意思 脸色骤然变得惨白 王 王爷 父皇当时问你 想要什么奖赏 你跪在地上亲口说 你就世子 一不求荣华富贵 二不求前途四季 只因为世子年幼无辜 你心中不忍 所以便想求父皇 让你敬意王府 亲手照顾世子长大 谢玉蕊脸色惨白如指 父皇考虑到本王后院无人 王府也确实需要一个女人操持后院 所以才抹了你的罪奴身份 赐你为侧妃 王爷 求您别说了 谢玉蕊听不下去 拼命摇头 眼泪夺眶而出 战北韩却不为所动 冷淡道 本王当时就跟你说过 这个侧妃只是有名无实 本王无意纳妾 你若执意要进王府 除了虚名 什么也都不到 如果你不愿意 本王可以赏你其他想要的东西 放你出宫 还你自由身 但你却说 你只求能留在王府照顾世子 别的什么也不求 顿了顿 他目光锐利地看着谢玉蕊 本王相信你说的话 让你进府 只是为了让你一心一意照顾世子 你从来不是本王的妾 也用不着以妾身自称 本王的衣食住行 自有贴身下人照顾 轮不到你 明白了吗 明 明白 谢玉蕊身形颤抖 摇摇欲坠 明白就好 战北韩冷酷说道 好好掂量清楚自己的身份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本王不喜欢越线不规矩的人 有些事情 本王看在你对世子的救命之恩上 懒得跟你计较 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记住 世子终究是世子 你不过是一个宫中罪奴 照顾好他的生活起居便是 还没资格管教他 撂下这句冰冷的警告 战北韩拂袖大步离去 直到他走远了 谢玉蕊才仿佛承受不住打击 身形摇晃着跌在地上 主子 彩霞彩云两个丫鬟远远看到 急忙扑过来扶起他 看到谢玉蕊满脸泪痕 脸色苍白 咬的嘴唇都流血了 彩云惊慌不已 主子 您怎么了 王爷都跟您说什么了 难道是您煽动世子离家出走 被王爷知道了 谢玉蕊脸色一变 狠狠一巴掌扇在彩云脸上 立声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本侧妃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 是 奴婢说错话了 主子别生气 彩云捂着脸急忙改口 不甘说的话 把嘴给我闭紧了 否则 我活扒了你们的皮 谢玉蕊惊魂未定的赤道 彩霞 彩云 静若寒蝉 谢玉蕊喘了口气 逐渐平静下来 王爷只是心情不好 怪我没有照顾好世子而已 你们别大惊小怪 我是府里唯一的侧妃 世子都要叫我一声树母 王爷连管家权都交给我了 还能对我不好吗 彩霞急忙讨好道 是啊 满京城谁不知道 一王府就您一个女主子 王爷宁肯忤逆陛下 也不纳其他女人敬府 一心一意都在主子您身上 这样的深情 其他府里的王妃夫人 不知道多羡慕您呢 彩云也跟着讨好道 任凭他们怎么羡慕 也求不来王爷 对主子这样的深情 谢玉蕊被两个丫鬟一顿吹捧 铁青的脸色逐渐缓和 虽然王爷心里只有我一个 但对于世子 他还是很关心的 我又是世子唯一的树母 但凡世子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王爷少不得要怪罪我 谢玉蕊谋底染上一层阴影 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心想 如果他也能生个儿子就好了 王爷这么看重世子 不过是因为 世子是他唯一的子嗣 如果他能跟王爷顺理圆防 生下子嗣 湛景瑞算什么 不过一个生母不祥的野种 还不是得乖乖给他儿子腾位置 所以不能急 就算再想除掉湛景瑞 在王爷的眼皮底下 他也得慢慢来 谢玉蕊深吸一口气 安慰自己 只要王爷身边没有出现其他女人 他早晚都会有机会的 四年的时间 他都咬牙忍过来了 再等等又何妨 我们还是去看看世子吧 他人呢 谢玉蕊冷冰冰地问 眼底满是厌烦 世子往库房去了 似乎是要找什么东西 一往辅书房 清一色黑檀木的家具 色调沉冷阴暗 墙壁上依次挂着三柄玄铁弯弓 烛光下泛着冷光 湛北寒独自坐在宽大的书桌后 俊美面容隐没在暗色里 手指在桌上轻轻敲打着 神情若有所思 今天这事 你怎么看 半生 他突兀开口 一道阴影从角落闪现而出 叶一沉声道 属下觉得 神婉的身法武功十分可疑 有南烟那边的味道 哦 你也看出来了 湛北寒冷至一笑 看来不是本王冤枉他 王爷眼力精准 自然不会冤枉谁 叶一道 天下七国 各国各派的武艺风格都不一样 北秦勇猛 主张大开大合 南烟清零 身法飘逸自然 两者之间区别很大 各有各的优缺点 南烟国和北秦国是多年的死对头 也是距离最近的两大强国 关系势同水火 虽然两国之间 还夹着一个可怜巴巴的魏国 但最近这十几年来 魏国的疆土分别被南烟 北秦蚕食 面积越缩越小 两大强国 以整个魏国作为棋盘 互相落子 彼此争锋 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魏国就像一个任人欺凌的小可怜 夹在两国中间 南烟这边刚打下一座城池 北秦第二天就打下两座 然后南烟再继续打 谁也不让谁 这样几场战争打下来 魏国本来就不大的疆土 越缩越小 如今整个国家 仅仅只剩下七座城池 其中还包括了皇城 北秦和南烟 虽然没有正式交过手 但双方早已经隔空 打了无数个来回 对彼此的军队风格 五一鹿子 都摸得一清二楚 两国的将领都知道 双方早晚会有一场大战 在真正开战之前 两国之间的暗潮汹涌 从未停止过 北秦会往南烟安插探子 南烟也会想方设法 给北秦插钉子 这些隐藏在暗地里的事情 全都是战北韩一手负责 可以说 太子是北秦明面上的储君 应对的是朝堂事务 那战北韩 就是暗地里的无冕之王 守护整个北秦的一面盾牌 所有的兵权力量 都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 刚和沈婉一交手 战北韩就察觉到 他身上有明显的 南烟派武学的特点 灵巧 飘逸 四两拨千斤 这就让沈婉身份上的一点更大了 战北韩眸底幽光闪动 突然开口道 你有没有觉得 他有点像一个人 沈婉吗 叶一愣了下 属下没有这种感觉 主子觉得他像谁 战北韩沉默不语 过了会 他冷冷道 应该是本王感觉错了 那个人现在应该在南烟 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北秦 还从头到脚 都变了一副样子 战北韩脑海里 浮现出沈婉的脸 撇开他脸上丑陋的胎记不说 他的五官也与那个人完全不同 一个张扬名裂 卓卓宛若骄扬 一个却平庸暗淡 丑得不忍直视 战北韩不悦地拧起剑眉 他怎么会把这样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联系到一起 简直可笑 不过 他又想起沈婉那双眼睛 与丑陋平庸的面容 显得格格不入 他的眼神像极了那个人 甚至让战北韩有种莫名的眼熟感 似乎在哪见过 片刻后 战北韩下令 查 有关沈婉这个人的经历 过往 遭遇 装装见见 每一样都给本王查清楚 不准有一丝遗落 是 主子 叶一单膝领命 查清楚之后 再去当地的官府查查 他的婚书 到底是真是假 战北韩冷知的眯起眼睛 他家的丈夫是什么人 做什么的 怎么死的 那个病奄奄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他亲生 甚至是孩子的长相 是否和他那个死掉的丈夫相似 全都一一查清楚 他有种直觉 这个女人身上秘密很多 他在侯府说的那些话 什么魏报恩家人 丈夫上山摔死了 恐怕没有一句是真的 既然他说谎不眨眼睛 那他就干脆彻查到底 在北秦国的疆土上 还没人敢在他战北韩面前 弄虚作假 战北韩冷沉说道 另外 重点查查 他身边有没有出现过南燕人 只要是有一丝关联的 都给本王调查清楚 是 叶一先是应下 随即又迟一道 主子 世子现在很信任他 如果神丸与南燕有关系 会不会对世子不利 他武艺又高 如果趁机卢走小世子 那可就糟糕了 对于南燕国来说 韩寒绝对是 邪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好人质 不必担心 本王心里有数 战北韩话还没说完 书房外忽然传来通报声 什么事 王爷 侧妃派人来报 小世子在库房那边闹起来了 请王爷过去看看 门口的侍卫隔着门禀告道 战北韩见眉一皱 俊领末地浮出几分力气 他又在胡闹什么 卑之不知 请王爷过去看看吧 整个一王府里 唯一能压得住小世子胡闹的人 也只有王爷了 业意都不敢逞能 战北韩抬手捏了捏眉心 满身冷沉怒气 站起身 你先下去吧 有消息随时来报本王 是 叶一立刻告退 战北韩离开书房 大步穿过庭院 静止来到王府西北角 这里是一王府的库房所在 一整排宽大整齐的房屋 绵延足有几十间 每一间都上着大索 平时除了打扫的下人外 无人敢随意靠近 现在 库房的大门全场开着 满院子都是人 年过半百的管家 急得团团转 一看到战北韩 就像见了救星一样 王爷 大事不好了 小柿子跟侧妃娘娘的人 打起来了 什么 战北韩剑眉骤然促起 继而迅速往里走 刚走到一间库房门口 一到模糊黑影 就朝他直接砸了过来 战北韩仰手一挥 碰 地一声巨响 黑影被扫落在地 当场摔了得稀碎 竟是一盏价值连城的麒麟弓灯 弱大的库房里 灯火通明 满地狼藉 各种各样的锦盒翻倒在地 各种名贵药材 摔得到处都是 战北韩醋眉扫过屋内 韩寒独自站在角落里 神情冰冷 紧紧握着拳头 叶七户在他身前 对面就是一堆丫鬟下人 簇拥着谢玉蕊 各个如临大敌 墙边还导着一个丫鬟 捂着肚子缩成一团 像是被人一脚踹过去的 这是在闹什么 战北韩冷冷问道 王爷 王爷你终于来了 你快救救我 势子要杀了我 谢玉蕊惊慌地哭喊道 满屋子的丫鬟下人 顿时跪在地上 哭得哭 喊得喊 简直乱成一团 都闭嘴 战北韩被吵得头疼 所有人顿时静若寒蝉 王爷 谢玉蕊用帕子捂着脸 只露出一双泪水盈盈的眼睛 哭得委屈极了 战北韩没理他 管家 在 管家赶紧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 管家哭丧着脸 王爷 事情是这样的 小柿子带着人来库房里找药材 说是要送人 侧妃娘娘随后也来了 问世子要送给谁 世子不肯说 侧妃就让彩云去拦 结果不知怎么的 彩云不小心打翻了世子的药材 世子一怒之下 就叫了暗卫 把彩云给打了 然后就闹成了这样 那个被踹飞出去 蜷缩在墙边的丫鬟 就是谢玉蕊身边的彩云 谢玉蕊委屈地哭诉道 王爷 我只是出于关心 才问了世子两句 没想到世子一上来就喊打喊杀 差点没打死了彩云 还让暗卫杀了我 你胡说 韩寒愤怒地指责道 明明是你的丫鬟 故意打翻了我的药材 他还上去踩了两脚 满嘴阴阳怪气 我才让叶琪打他的 谢玉蕊哭得更委屈了 世子 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这么多人都看见了 彩云明明就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护主心切 才争辩了两句 世子就差点叫暗卫打死他 这又是什么道理 呜呜呜 我知道世子不喜欢我 明面上打的是我的丫鬟 其实就是想打我的脸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世子要这样对我 呜呜 他哭着捂住胸口 仿佛伤心欲绝 韩寒听他这么颠倒黑白 气得蹊跷冒烟 你胡说 明明就是你指使的 你跟你的丫鬟都不是好东西 你们故意的 王爷 王爷我冤枉啊 世子他这样说我 我真的是一片好心啊 呜呜呜 谢玉蕊哭得满脸失泪 手帕都湿透了 战北韩看着他用手帕半挡住的脸 皱眉道 你脸上怎么了 是 是被世子的暗卫打伤了 呜呜 王爷 我差点就没命 见到你了 谢玉蕊泪眼汪汪地拿下手帕 只见白嫩脸颊上 分明有一道血痕 不深 但是十分刺眼 像是被暗器擦过的伤口 战北韩这才明白 谢玉蕊在委屈什么 他不愿地转头道 叶七 谁让你在王府 用暗器伤人呢 叶七立刻跪下 还没开口说话 寒寒怒气冲冲地挡在他面前 是我让他动手的 你要罚就罚我 战北韩原本还有几分恼怒 但看着小家伙倔强的表情 红得像兔子一样的眼睛 他的怒气又渐渐消散了 战北韩尽量放缓语气 韩寒 暗卫是用来保护你的 不是给你拿来欺负人的 我没欺负人 韩寒倔强地说道 是他们欺负我 叶七才站出来保护我的 战北韩有些好笑 就他这个脾气 别人还能欺负到他 不被他欺负就不错了 韩寒一直不喜欢谢玉蕊 但谢玉蕊毕竟救了他的命 平时也没少为韩寒操心 韩寒中毒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身体虚弱 太医说是伤了元气 每到半夜就哭闹不休 也是谢玉蕊亲自照顾的 战北韩曾经多次看到 他不眠不休 彻夜守在韩寒身边 那关心紧张的样子不是假的 因此在战北韩眼里 谢玉蕊虽然有点自己的小心思 但对韩寒却是极好的 他自然不会冤枉韩寒 反倒是韩寒 任性胡闹 小孩子心性 总是做一些让人误会的事 尤其针对谢玉蕊 战北韩不希望唯一的儿子 被养成顽固废物 所以也绝不会纵容他这些坏毛病 没少因此训斥他 久而久之 父子俩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了 韩寒有时候甚至不愿意跟他说话 反而是谢玉蕊夹在中间 经常充当和世老 可不知为何 有时候他越掺和 情况就越糟糕 折腾一天了 战北韩不耐烦在小事上深究 他没有理会韩寒的委屈 转头吩咐管家道 派人把这里收拾一下 拿一盒上等玉蕊膏给侧妃 送他回去休息 管家战战兢兢 是 谢玉蕊有些不甘心 王爷 视自他 这个野种竟敢让暗卫 伤了他最宝贝的脸 他心里恨得要命 几乎想要活活掐死他了 可他也知道 在王爷眼皮底下 他绝对伤不了韩寒一根头发 唯一能做的 就只是哭诉一番 加深王爷对他任性顽固的坏影响 这样一点一滴慢慢加深 早晚有一天 他会让王爷对这个野种彻底失望的 你不用管了 战北寒冷淡道 带着你的丫鬟先下去吧 本王会跟他说 这明显是护着韩寒 不打算追究了 谢玉蕊暗暗咬牙 只好不甘心地带着丫鬟下去了 等满屋子的下人都离开后 战北寒才走过去 伸手抱起儿子 韩寒猝不及防被吓一跳 本能地抓住他的衣服 警惕看着他 你想干什么 这话该本王问你吧 你大晚上的不睡觉 来库房找什么 战北寒问道 关你什么事 韩寒扭着小身子挣扎 放我下来 我不要你抱 你当本王想抱你 战北寒轻哼一声 拍了下他的小屁股 冷冷警告道 老实一点 再闹腾 本王把你丢池子里去 韩寒先是一愣 然后鄙视道 这么低级的威胁 你好幼稚 没你幼稚 战北寒回道 韩寒不服气地继续挣扎 放我下来 你要带我去哪 战北寒轻松压制住他的反抗 抱着小家伙一路回到主院 进了浴室 然后直接把他往热气腾腾的 温泉池子里一丢 洗澡 扑通 韩寒直接掉进了温泉水里 呛了好大一口水 他天生水性好 扑腾两下浮出水面 浑身湿漉漉地拍着水怒道 你这个浑蛋 战北寒退掉衣服 同样下了水 闻言挑起风锐的剑眉 似笑非笑道 你第一天知道 你爹是浑蛋吗 韩寒掖住 小脸胀红的怒斥 厚颜无耻 赞赏地点点头 韩寒气得拍水泼他 战北寒伸手逮住他 三两下扒了他的衣服 丢到池边上 顺手又拍了下儿子的小屁股 乖乖洗澡 洗完去睡觉 明天一早还要进宫 我要跟黄祖父告状 说你就会欺负我 韩寒恨恨恨地说 随你 韩寒扭过身 闷气不说话 这个时候 如果是萧令月 肯定会轻言细语地哄着他 慢慢跟他讲道理 但战北寒不会 他天生就没有这种细腻感情 也不觉得小孩子需要被哄 所以 他只是拿过一旁的香椅子 往小家伙身上抹 一边给他洗澡 一边问道 你去库房找东西 是为了送给沈婉吧 韩寒刚想抗拒 闻言一将 你不说 本王也猜得到 战北寒冷笑一声 他倒是很会哄人 这么快就让你给他送东西了 不是娘亲让我送的 韩寒转过头 强调道 是我主动要送的 战北寒凉凉看他一眼 侧妃照顾你这么多年 你都没叫过他一声娘亲 沈婉到底有什么好 这才认识不到一天 你就对他死心塌地了 韩寒脸上闪过一丝厌恶 别拿那个女人跟娘亲比 他不配 战北寒微微皱眉 你这种不满 到底是从哪来的 他哪点对你不好 以他平时的观察来看 谢玉蕊对韩寒 是很体贴关心的 处处周全 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 韩寒却从来不领情 总是以恶意曲解他 你不是很相信他吗 他说什么是什么 还问我干嘛 韩寒赌气地说 心里一阵阵委屈 本王不是相信他 是相信事实 战北寒平静地说道 你以前故意陷害他 想把他赶出王府 人证物证都齐了 你都不肯承认 他最后也没跟你计较 你对他还有什么不满 韩寒更加委屈了 我早就说了 那是他的丫鬟骗我做的 我根本没陷害他 你就只相信他的话 不相信我 战北寒 这就很没道理了 他不相信摆在眼前的事实 却要相信 一个小孩子的口说无凭 即使他相信韩寒不是故意的 这里面或许是有误会 但事实已经造成了 如果不是他查明真相 谢玉蕊可能就要 背上谋害世子的污名 被赶出王府了 他确实受了委屈和冤枉 又是韩寒直接造成的 战北寒也不能太偏思 何况谢玉蕊都主动不计较了 他还能说什么 算了 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 战北寒觉得 太子有句话说的没错 不能跟小孩子较劲 大不了顺着他就是 谢玉蕊毕竟对韩寒有救命之恩 看在这份恩情上 战北寒也不可能把他赶出去 只要他老是本分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一王府也不在乎多养一个人 战北寒冷魔微臣 对韩寒说道 你是堂堂亲王世子 也是本王的继承人 应该学的是顶天立地 军法战绩 文治武功 总是跟一个后院女人计较什么 反而拉低了身份 韩寒憋着一口气道 我就是不喜欢他 没人要你喜欢 你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 他又不会主动招惹你 战北寒如此说 分明每一次都是他主动招惹的 韩寒想反驳 但又闭上嘴 在爹爹眼里 总是他任性胡闹 跟那个女人过不去 他反驳也没用 韩寒干脆不说话了 战北寒也不再多言 亲自给小家伙全身洗干净 裹上浴巾爆了出去 这个晚上 韩寒过得很不开心 另一边的南洋侯府 同样兵荒马乱 半夜时分 北北忽然发病了 萧令月陪着他一起睡 猛然惊醒 只觉得怀里像抱着一团冰块似的 整个被窝都冷得彻骨 北北脸颊冻得泛青 嘴唇污渍 小小的身子蜷缩成一团 已经昏迷不醒了 萧令月先是一惊 然后迅速起身 叫院子里首夜的丫鬟下人 准备热水 他翻出随身银针 脱掉北北的上衣 熟练地给他进行针灸 北北体内一直有胎毒潜伏 因为药材没有配齐 萧令月也无法给他解毒 平时只能用汤药 药育以及针灸配合 勉强压制着 这样做的后果 就是北北的身体一直不见好 胃寒怕冷 免疫力极差 而且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都会遭到胎毒反噬 浑身犹如冰冻一般 元气大伤 明天正好就是初一 大概是一路上奔波劳累的缘故 还没等到天亮 半夜就开始反噬了 这种情况 萧令月已经很久没遇到了 幸好他这几年 照顾北北经验丰富 应对起来也快速流畅 一套针法刚行完 热水也烧好了 萧令月直接令人 把玉桶抬进来 热水灌满 然后让所有人退出去 关紧门窗 他进侯府时 没带什么行李 只有一个包裹 里面都是各种瓶瓶罐罐的药物 是北北平时保命用的 萧令月非快取出一个个药瓶 将里面的药丸 药粉撒进玉桶里 配置好一桶药语 然后他抱起北北 连同他身上扎着的银针 小心翼翼地放进玉桶里 嗯 药医加上针灸 疼痛刺骨 北北即使在昏迷中 也瞬间皱紧了眉头 额头上浸出一层冷汗 清白的脸颊 却泛出一抹红郁 萧令月心疼地擦去他的冷汗 轻声哄道 北北 坚持一会儿 娘亲在旁边守着你 萧令月一守就是大半夜 不断地加热水 加药物 保持药郁的浓度 直到窗外天色渐亮 热水里的药性 逐渐被北北的身体吸收 银针一根根掉落下来 已经完全变成了乌黑色 北北疲倦无比地靠在玉桶上 脸色苍白 虚弱得连眼睛都睁不开 萧令月收起水面上的毒针 心疼地问道 北北 还冷吗 好多了 北北虚弱地说 娘亲 我好累 累就睡一会儿 娘亲守着你 萧令月摸摸他汗湿的额发 柔声哄着 北北没有回答 他已经疲惫地睡过去了 每一次胎毒反噬 都会严重消耗北北的身体和精力 不管萧令月再怎么精心给他调养 半月一次毒发 都会将他好不容易补起来的身体元气 消耗殆尽 退回到最糟糕的状态 只要胎毒一日不解 北北就永远无法真正恢复健康 只能一直维持这个状态 萧令月轻轻将他抱出浴桶 擦干净全身 换上干净的礼衣 然后放进被子里 被窝里放了好几个汤坡子 烘得暖融融的 普通人睡进去 只怕热得冒汗 但是这种温度 对北北来说依然不够 仅仅只能让他不那么冷 萧令月给他压好背脚 放下床障 让他好好睡一觉 对病人来说 睡眠是最好的补充精力的方式 等睡醒之后 再服三剂汤药 浑身发一变汗 就能把反噬的胎毒压制下去 维持半个月的平稳 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 即使萧令月医术再好 本事再大 没有对应的药材 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北北痛苦受折磨 对于一个母亲而言 再没有比这更加痛心无力的事情了 萧令月用力揉了揉眉心 长吐一口气 叫来下人收拾好屋内的残局 便准备去给北北煎药 忽然 他眉头一皱 懊恼地拍拍脑门 真是昏头了 药材还没买回来 他们以前住的地方 他早早跟药铺签订了协议 并且留下了药方 药铺掌柜每隔三天 就会把配好的上等药材送上门 他只要起火煎药就行了 不必每次出门去买 但是到了京城 这种便利就没有了 只能临时出门买 给北北压制毒素的药 不容半点闪失 从买药到煎药 都必须萧令月亲自过手 交给别人 他不放心 萧令月走出房门 三小姐 一个粗不一长的丫鬟 正好走过来 见状慌忙行李 萧令月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是几等丫鬟 奴婢叫青罗 是侯府的三等丫鬟 青罗惶恐回答 三等丫鬟 也就是最低等的奴才 一般是府里 买来干粗活的 萧令月瞥了一眼他的手 青罗的手指关节粗大 指腹和手心 都有明显老简 一看就是经常干活 才会形成的样子 这样的粗食丫鬟身份卑微 侯府里少说 有几十上百个 没有人会过多关注他们 这种人用起来 其实更放心 萧令月便吩咐道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你站在这里 替我守着门 我没回来之前 任何人不准进去打扰小少爷 是 奴婢记住了 这件事办得好 以后 你就是这个院子里的一等丫鬟 萧令月淡淡道 不要让我失望 青罗眼睛一亮 惊喜地跪下 谢谢三小姐 奴婢一定好好守门 三小姐放心 三等丫鬟和一等丫鬟之间 不止地位相差巨大 连月前就差了足足三倍 而且 一等丫鬟 往往都是主子的贴身心腹 深得主子信任 各种好处多不胜数 对青罗这种粗食丫鬟来说 不亚于一步登天 萧令月很清楚 这里面的门道 自然不会吝啬 她顶着神婉的马甲回京 身边正缺人 如果青罗足够忠心 她也不介意收下 萧令月很快出了府 朱玉革脸 昏迷一晚上的华姨娘刚醒过来 得知肚子里的孩子平安无事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得知了太子下令 永不许逼她为正妻 肚子里的孩子 也不能继承南洋侯的爵位 华姨娘一时犹如五雷轰顶 她怎么都不能接受 躺在床上又哭又闹 我不相信 太子殿下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就算我有罪 我的孩子也是无辜的 她为什么要说这种牵连 老爷 老爷 你帮帮我呀 我们的儿子 我 她不能这样啊 沈志江痛心说道 我很心痛啊 但这是太子殿下的命令 我 我也没有办法啊 太子还不如杀了我 为什么这样对我的孩子 这太不公平了 华姨娘哭得崩溃 死死抓着沈志江的手 老爷 你想想办法 我肚子里怀的 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啊 你难道就忍心 让他一辈子当个树出 永远出不了头吗 如果他这辈子都不能扶正 永远只是个姨娘 生下儿子 也不能继承爵位 那他这些年的苦心算计 又有什么用 全都便宜了别人 华姨娘万分不甘心 缠着沈志江又哭又闹 哭诉得万分可怜 沈志江也很心疼他 又怕他情绪激动 伤到了孩子 只好安抚道 你别哭了 我答应你 我一定给你想办法 我去找太子殿下求情 让他宽恕你 还有我们的儿子 华姨娘抓着他的手 贴在自己的肚子上 满眼含泪地说道 老爷 这可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你能感觉到他在动吗 就算不为我 为了我们的儿子 老爷也一定要想想办法啊 无论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让太子改变主意 他的儿子必须要继承爵位 整个南洋侯府 都只能是他儿子的 沈志江摸着他的肚子 连连点头 我答应你 你千万别激动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 一声震怒吼声传来 老侯爷带着一个大夫 身后跟着沈玉婷和丫鬟 大步走进来 刚一进门 老侯爷就直接踹了沈志江一脚 指着他的鼻子怒骂道 昏了你的头了 太子殿下亲口下令 你也敢抗制 我看你是连脑袋都不想要了 沈志江一看到父亲 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挨了一脚 也不敢吱声 华姨娘更是吓得闭上嘴 不敢哭闹了 老侯爷瞪了一眼不成气的儿子 又凉嗖嗖瞥了一眼床上的华姨娘 没好气地道 张大夫 你过去给他瞧瞧 张大夫急忙走过去 搭着华姨娘的手腕 枕断了片刻 松了口气道 夫人底子好 只是略微动了胎气 最近这段时间 最好是静养 千万不能再动气了 在多用几副安胎药为好 华姨娘还没松口气 老侯爷阴冷地问道 能诊出这一胎是男士女吗 华姨娘 沈志江心头一跳 沈玉婷暗暗捏紧了手帕 张大夫摇摇头 夫人这一胎月份还小 暂时看不出来 那要多久才能看出来 老侯爷又问 这起码要到六七月 肚子大起来了 有惊艳的吻婆才能看出端倪 张大夫也不敢打包票 只能含糊着 老侯爷不禁失望 不仅沈志江关心这一胎的性别 老侯爷当然也是在乎的 他至今还没有抱上孙子呢 孙女再多又有什么用 堂堂侯府 还是需要男丁才能支撑门庭 可大夫都说看不出来 老侯爷也没办法 只能对华姨娘说 你好好养胎 这段时间就别乱动了 后院的事情 先交给李姨娘打理吧 这是要夺她的管家权啊 华姨娘咬牙道 父亲 我身体没事的 你先养好胎再说 就这么定了 老侯爷不容反驳地道 然后冷眼看向沈志江 你跟我去书房 我有事要问你 说着老侯爷便拂袖而去 华儿你好好休息 我晚点再来看你 沈志江也不敢耽误 匆匆叮嘱一句 便跟了上去 张大夫也退下了 华姨娘脸色清白地坐在床上 抓起床边一个花瓶 重重砸在地上 碰 一声巨响 吓得沈玉婷连退好几步 华姨娘脸色猙獰 愤恨无比地说道 沈婉 你这个贱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要不是沈婉 她就不会动太气 不会被太子下令严惩 更不会连管家全都保不住 都是这个贱人的错 她为什么要活着回来 为什么不死在路上 姨娘 你消消气 大夫才说了 你不能动怒 小心伤了肚子里的弟弟 沈玉婷小心绕开满地的碎瓷 走到床边握住华姨娘的手 情真意切地说道 这一切都是沈婉的错 姨娘在恨她 想着法子除掉她就是了 何必气坏了身子 华姨娘脸色微微缓和 摸了摸肚子 又露出一抹愿意 如果这个孩子不能继承侯府 我就是把她生下来 又有什么用 姨娘可不要这么想 如果这一胎真的是男孩 那就是父亲唯一的子嗣 为了侯府的将来 祖父也好 父亲也好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的 沈玉婷急忙说道 那万一又是个女儿呢 华姨娘当然知道这一点 但是她不放心 南洋侯府实在太邪门了 满院子的姨娘 一生一个女儿 眨眼都生了七个了 就是生不出儿子 华姨娘虽然口口声声念着 肚子里是个儿子 生不出个女儿来 那可怎么办 在沈家 女儿从来不值钱 只有儿子才是真正的宝贝 沈玉婷眼底闪烁着幽光 她握紧姨娘的手 柔声说 姨娘 我们母女的处境 已经很糟糕了 有太子殿下的命令 你已经没办法成为侯夫人了 我也注定只能是个庶女 如果不想以后越来越差 这一胎不管用什么法子 你都一定要生出儿子 生儿生女天注定 我又能有什么 华姨娘话还没说完 沈玉婷打断她 肚子里当然是天注定 你的意思是 华姨娘心头一颤 女儿听说 在黑市里 只需要几百两银子 就能买来一个健康的男婴 沈玉婷柔声说道 如果姨娘 生下的是个男孩 那自然皆大欢喜 如果不是 姨娘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 华姨娘脸色几变 安安握紧女儿的手 婷儿 你真是提醒我了 这确实是最稳妥的办法 无论如何 为了自己 为了女儿 也为了日后在侯府的地位 她必须生一个儿子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 我和姨娘本就是母女 自然应该同心协力 沈玉婷说着 话锋一转 另外 对于沈婉 她心肠歹毒 又来者不善 不但针对姨娘 还口口声声 想要回她亲娘的嫁妆 姨娘打算怎么对付她 这个不急 她终归是在府里 等我养好了身子 慢慢折磨死她 华姨娘眼露凶光 沈玉婷有些失望 华姨娘的意思 就是现在不打算动手 等养好身子再说 不过这也没关系 反正她已经不下一局了 沈婉婷又陪着华姨娘 说了一会儿的话 看华姨娘有些累了 便主动告辞 她离开朱玉阁 看到管家正带着人 往后院里送东西 下人抬着一箱又一箱 管家 这是做什么 沈玉婷上前拦住 随手打开一个箱子 里面竟然是满满一箱子丝绸 颜色明艳 品质一流 沈玉婷眼睛一亮 又打开一个小箱子 发现里面是各种朱玉首饰 样式格外精巧 这是准备送到我院子里的吗 样子倒是不错 我很喜欢 沈玉婷是侯府最得宠的小姐 平时得到的各种东西 也是最多的 看到管家带来这么多箱子 想也不想 就以为是送给自己的 她笑盈盈地 拿出一根镶嵌明珠的金钗 往自己头上比划 又问丫鬟 好看吗 好看 这么大的明珠 就该配二小姐的美貌 丫鬟急忙吹捧 下次见湘王殿下 就带这根了 沈玉婷说着 就准备往头上带 管家一脸尴尬地阻拦 二小姐 沈玉婷沉下脸 这 这是给三小姐的 沈玉婷脸色一变 你说谁 三小姐 管家冷汗道 这么多箱子 都是给她一个人的 沈玉婷的眼神 恨不得吃了管家 因为三小姐刚回府 什么东西都没准备 所以就稍微多了些 管家一看 沈玉婷脸色不对 立刻解释道 她也配用这么好的东西 沈玉婷咬牙切齿 又问道 是祖父吩咐的吗 不是 是三小姐自己要求的 管家话还没说完 沈玉婷一巴掌就扇过来 你好大的胆子 她要什么你就给 这侯府是你当家了吗 二小姐 老奴冤枉啊 管家满脸苦涩道 老奴也不想给 但三小姐那个脾气 我要是不给 她就要去找老爷子了 威胁是一方面 主要是三小姐太凶悍 连翼王殿下她都敢动手 要是能活捉土匪的主 万一要是得罪她 管家只怕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 反正侯府的东西 又不是她的 三小姐要 她就去库房里拿 送过去交差就行了 没想到尽倒霉撞上了二小姐 沈玉婷咬牙切齿的怒道 她一个乡下寡妇 也敢贪心侯府的好东西 她怎么这么不要脸 侯府的东西要么是她的 要么是她未来弟弟的 沈玉婷哪肯让沈婉占了便宜 把手里的金钗往盒子里一丢 她就怒气冲冲的带着丫鬟 往翡翠楼去了 到了翡翠楼也不叫通传 沈玉婷直接带着丫鬟闯了进去 入目竟是一片精致华丽 假山翠时 小桥流水 搂脚的屋檐下 锤挂着铃铛 风一吹便叮铃作响 赏心悦目 沈玉婷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这本来是给她准备的院子 这么精致 这么好看 处处都符合她的心意 结果竟然让沈婉那个乡下村妇 占了便宜 守在门前的青罗一看到气势汹汹的沈玉婷 急忙行礼道 奴婢见过二小姐 你是谁 沈玉婷没见过她 奴婢是这院子里的丫鬟 叫青罗 沈婉人呢 青姐姐到了 她都不出面 叫她出来见我 沈玉婷不耐烦地呵斥道 三小姐 她有事出去了 不在里面 青罗慌忙回答 不在 这要求 沈玉婷不信青罗的话 看见她有意无意地挡在门口 便冷笑道 她都不在 你还守着门做什么 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不是的 只是三小姐吩咐过 小少爷在里面休息 不能让人打扰 青罗急忙说道 一个乡下生的野种而已 他算哪门子的少爷 沈玉婷讥讽一笑 伸手推开青罗 让开 我今天还非要进去看看了 二小姐 不行啊 三小姐说过 不能进去 青罗牢牢记着萧令月的话 挡在门口不许她进 青罗本就是粗食丫鬟 从小干惯了粗活 体格也比一般女子强壮些 她挡在门口 身骄体弱的沈玉婷 竟然还推不动她 沈玉婷当场就怒了 仰手扇了她一巴掌 怒骂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阻拦奔小姐 给我把她拖下去 狠狠打嘴 身后的几个丫鬟 立刻冲上来 七手八脚地抓着青罗 往旁边拖 青罗急得大喊 二小姐 你真的不能进去 闭嘴 轮得到你啰嗦吗 沈玉婷的贴身丫鬟翠玉 抬手就是一耳光 乡下村姑身边的丫鬟 也是一脸的村姑像 皮操肉厚的 可别打通了我们的手 不如把她拖到一边 用鞋笛子抽 活活抽烂她这张 不识好歹的嘴才好 另一个丫鬟翠果 恶毒冷笑道 这个办法好 几个丫鬟 强行把青罗拖了下去 青罗再怎么力气大 也才十几岁的丫头 哪抵抗得了这么多人 很快就压得跪在地上 翠玉 翠果两人脱下鞋子 用厚厚的鞋底子 朝着她的脸颊抽 其他几个丫鬟 一起压着她 啪 啪 狠抽了几下子 青罗的脸颊 直接破皮红肿起来 痛得眼泪直流 沈玉婷解气地看着这一幕 居高临下的命令道 再给我打重一点 打够一百下 才准放她 说着 她便冷哼一声 直接推开房门 走了进去 屋子里一片清冷 隐隐有要香气弥漫 沈玉婷极恨地看着屋内精致的摆设 目光扫了一圈 没看到人 却看到床上的床腕紧紧遮着 想到青罗刚刚说 沈玉婷那个野种儿子正在休息 沈玉婷眼睛恶意地转了转 摸了下桌子上的茶壶 发现里面的水正烫着 便提着茶壶朝床铺走去 她以前见过厨房里的下人 用热水烫肉皮 滚烫的水一泼下去 肉皮一下子就卷起来了 还散发出一股焦香味 沈玉婷恶意地勾起嘴角 心里想着 要是这样的热水 泼到小孩子身上 那嫩生生的皮肉 不知道会不会直接烫熟了 沈玉那个贱人 要是看到了 得多伤心啊 心疼死他最好 床杖里安安静静地 仿佛还在睡觉 沈玉婷悄悄拎着水壶走过去 伸手撩开床杖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 这时 一团新红色的粉末 被人撒了出来 沈玉婷猝不及防 直接被粉末扑在脸上 整张脸顿时火辣辣地刺痛 双眼被灼烧得睁不开 啊 她淒厉地尖叫 手里的茶壶烹地砸在地上 滚烫的热水进了她一身 啊呀 沈玉婷越发惨叫起来 双手捂着脸 亮腔地摔在地上 痛得满地打滚尖叫连连 我的脸 我的眼睛 好痛啊 救命 救命啊 她拼命在地上滚动 手脚被地上的茶壶碎片 搁得鲜血淋漓 胡乱抓闹着 有如撕心裂肺一般 床杖被掀开 北北裹着厚厚的棉被坐在床上 手里拿着一包防身药粉 眼眸冰冷地注视着惨叫的沈玉婷 精致苍白的小脸上 没有一丝动容 沈玉婷在门外大吼大叫 惩罚轻罗的时候 北北就被吵醒了 发现娘亲不在 她聪明地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躲在床杖里 想看看沈玉婷到底要干嘛 结果没想到 她竟然拿着开水壶想烫它 岂有此脸 北北可不是任人欺负的孩子 因为她天生体弱 萧玉月为了让她有自保之力 不知给她准备了多少防身东西 光是各种毒粉药粉就有十几种 北北从来不离身 连睡觉都会塞在枕头底下 随时能取用 因为娘亲的严格保护 她还从来没试过这些药粉 沈玉婷算是第一个 二小姐 你怎么了 外面的丫鬟听到了沈玉婷的惨叫声 急忙冲了进来 北北警惕地抬起头 小手摸到枕边的面具 低头戴好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翠玉 翠过几个丫鬟已经冲进来了 天啊 二小姐 你怎么了 丫鬟们被屋内的惨撞下得不轻 满地都是鲜血混着水 还冒着鸟鸟热气 茶壶的碎片锋利如刀一般 泛着寒光 沈玉婷整个人都滚在血水里 身上衣服被割得破破烂烂 最恐怖的还是她的脸 北北一包毒粉洒过去 新红的粉末一接触到皮肤 顿时就像某种强烈的腐蚀剂一样 沈玉婷雪白娇嫩的脸蛋 很快冒出了一个个血红的脓包 坑坑洼洼连成一片 又好像被毒风遮伤了一样 整张脸肉眼可见的红肿起来 啊 我的脸 我的脸 好痛啊 快救我 救我呀 她淒厉地惨叫着 双手在脸上不停抓闹 又痛又痒 脓包很快就被她抓破了 血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衬托着她惨不忍睹的脸 又恶心又恐怖 就好像索命的厉鬼一样 哦 几个丫鬟一时没忍住 被恶心地干呕起来 想过去搀扶又不敢 急得团团转 二小姐 我的天啊 这可怎么办 你 你到底对二小姐做了什么 翠玉一边干呕反胃 一边指着床上的北北 力声赤道 北北冷冷看着他们 一言不发 翠果气地跳脚 尖锐地骂道 该死的小野种 你活腻歪了敢对我们二小姐下毒手 杀千刀的小畜生 你们给我过去 把她拖下来 狠狠地打 打死了 直接拖出去喂狗 因为沈玉婷就摔在床前的地板上哀嚎 地上又是血 又是水 又是满地碎瓷 走过去都扎脚 翠果自己不敢过去 就对着几个小丫鬟又打又踹 逼着他们去 几个小丫鬟也直犯恶心 迟疑着绕过地上的沈玉婷 往床边走 北北安静地缩在床上 乌黑的眼眸冷悠悠地看着他们 一动也不动 藏在被子下的小手 捏着一包拆封的药粉 叙事待发 可还没等几个丫鬟走到床边 忽然一个人影 亮亮呛呛地从门外冲了进来 仿佛一头横冲直撞的小牛犊一样 重重撞在几个丫鬟身上 嘴里大喊着 小少爷 你快跑 北北 他不由愣了下 几个丫鬟猛不及防 一下子被撞倒在地上 跌落汗式地摔成一团 哎呦 惨叫声不断 翠玉翠果被吓得直往后退 救命 救命啊 沈玉婷眼睛都快被毒瞎了 什么也看不见 本能地伸手摸索自己身边的东西 往前爬行 被他抓住的丫鬟摔得晕头转向 一抬头 就对上沈玉婷那张血肉模糊 浮肿可怕的脸 此时的沈玉婷 已经完全看不出 平时娇柔美丽的模样了 他挣扎的披头散发 浑身是血 又狼狈不堪地趴在地上 嘴里还喊着救命 丫鬟脑中一片空白 脱口就是一声尖叫 鬼啊 啊 离我远一点 有鬼啊 丫鬟重重一脚踹开沈玉婷 连滚带爬就往外跑 地板上全是血水 又湿又滑 丫鬟没能爬起来 反而脚底一滑 重重摔了下去 又撞倒了身边其他丫鬟 满屋子的尖叫声 顿时乱成一团 滚开 别压着我 哎呦 我的脚 翠玉和翠果都没反应过来 几个丫鬟就已经摔得七荤八素 分不清谁是谁了 反而是青罗身体素质好 又有人垫背 很快从地上爬了起来 摇摇晃晃地远离混乱圈 走到了床边 含糊不清地说道 小 小少爷 你没事吧 北北神情复杂地看着青罗 摇摇头 青罗咧嘴一笑 脸颊又红又肿 全是鞋底扇出来的血红 眼皮肿肿地睁不开 他挡在床铺前 含糊不清地说 小少爷别怕 我保护你 我答应过三小姐 我会守着你的 翡翠楼里乱成一团 北秦皇宫中 太子正在向昭明帝请安 顺便禀告昨天寿宴上的情况 昭明帝听完他的话后 不禁皱眉道 依你这样说 那个沈婉的身上疑点不少 甚至可能与南烟那边有些牵连 而臣眼镯倒是没看出这点 是三帝最先看出了沈婉的不对劲 太子如实回答道 而臣与三帝讨论后 也觉得这件事疑点重重 巧合实在太多 所以便怀疑是有人精心布局 故意接近寒寒 其中最为可疑的就是沈婉 昭明帝不约地道 既然你们兄弟都觉得沈婉有问题 为何不拦着韩寒 还放任他接近那个女人 不是二臣不阻拦 实在是拦不住 太子苦笑道 韩寒也不知怎么的 对沈婉深信不疑 十分依赖他 昨天在寿宴上 三帝不过怀疑了沈婉几句 韩寒就当众跟他吵了起来 事后还闹着不肯走 若不是二臣亲自过去劝 只怕他现在都不肯回王府 昭明帝惊讶道 这倒是奇怪了 昭明帝惊讶又不解 朕记得韩寒那孩子 跟他父亲一样 向来不敬女色 翊王府那个侧妃 精心照顾了他多年 他非但不亲近 反而排斥至极 怎么唯独对沈婉亲近起来了 这个儿臣和三帝 也实在想不通 待会韩寒进宫来请安 父皇不如亲自问问他 太子话音刚落 殿外就传来太监的通报声 翊王世子道 通传的声音还没落下 韩寒已经熟门熟路地跑了进来 小炮弹一样扑进了昭明帝怀里 皇祖父 韩寒来给您请安了 小家伙笑容灿烂 神采飞扬 一张俊秀精致的小脸 越发可爱 大眼睛乌溜溜的 昭明帝顿时笑了 伸手抱住他 您最近身体怎么样 朝政忙不忙呀 有没有按时用膳休息 韩寒窝在昭明帝怀里 小嘴巴巴地问个不停 好 都好 你每次进宫都要问一遍 朕哪敢不好好休息 昭明帝笑着点点他的鼻子 韩寒不好意思的一笑 又扑在昭明帝怀里蜜挽 韩寒是昭明帝唯一的亲孙子 长得又很像他爹爹幼年时 唯独性格不像 他从小就乖巧嘴甜 又贴心 昭明帝疼他 就像普通人家的爷爷疼孙子一样 完全没有身份架子 再加上韩寒一岁多时 曾经替昭明帝挡过一劫 等于是救了昭明帝一命 昭明帝因此更加宠爱 这个唯一的小孙儿 对他的爱护腾熙 更在亲生儿子之上 听说你最近出京玩耍 半路遇到土匪了 有没有受伤 昭明帝盯着韩寒打量 黄祖父别担心 我好好的呢 有人救了我 韩寒眼睛呼闪了下 仰起小脸说道 按照正常规律 这个时候 黄祖父就该问他是谁救了他 然后他就可以顺势提起娘亲 狠狠夸一夸 给黄祖父一个好印象 小家伙得意洋洋的心想 他可真是个小聪明 结果 昭明帝却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伎俩 韩寒先是一愣 然后垮下小脸 原来黄祖父都知道了 昭明帝轻哼一声 表面上看不出来 心里却有一丝狐疑 韩寒一向是直来直去的性子 最讨厌拐弯抹角 什么时候也学会用这种小招数了 难道是那个沈婉娇的 韩寒却没多想 既然昭明帝都知道了 他也不藏着掖着 笑眯眯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黄祖父 我喜欢娘亲 你让他做我真正的娘亲好不好 什么叫真正的娘亲 昭明帝假装没听懂 你爹爹做王妃 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叫他娘亲了 韩寒毫不犹豫地说道 昭明帝先是一愣 眼底闪过淡淡冷意 他笑着问道 你一向不关注这些事 怎么突然想到求朕赐婚了 是有人给你出主意了吗 没有呀 我就是自己想到的 韩寒随口回答 也没放在心上 继续缠着他撒娇 黄祖父 你就答应我吧 我真的很喜欢娘亲 昭明帝哭笑不得道 赐婚可不是小事 你跑来跟朕说 你爹爹同意了吗 我管他同不同意呢 韩寒理直气壮地道 有黄祖父同意不就够了吗 他的意见又不重要 昭明帝不知道说什么好 太子哭笑不得地道 韩寒 这恐怕不好吧 韩寒转过头 有什么不好的 反正我喜欢娘亲 娘亲也喜欢我 这不就够了吗 太子 所以你的意思 你爹爹就是个工具人 你要给他娶王妃 都不需要问他的意见 幸好战北韩不在这 否则 少不得又是一场父子大战 昭明帝似乎被逗乐了 笑着摇头 心里却更加不悦 以韩寒的性格 昭明帝不认为 他会自己想出 这种先斩后奏的办法 肯定是有人教他的 这个人是谁 除了沈婉之外 没别人了 昭明帝便问道 你喜欢他什么 都喜欢呀 他又温柔 又细心 不仅救了我一命 对我还特别特别好 我一看到他就很喜欢 待在他身边 也觉得很安心 他还很会照顾人 总之 他就是最好的 我就想让他做我娘亲 韩寒绞脑汁地编着好话 试图给昭明帝一个好印象 让他答应赐婚 但是在昭明帝听来 这些话恰恰证明 韩寒就是被神丸哄骗了 因为太子之前的汇报 已经提前给昭明帝留下了印象 而太子口中的神丸 与韩寒口中的神丸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这若不是逢场作戏 故意哄骗韩寒 还能有什么理由 总不可能是刚见第一面 那个女人对韩寒视如己出 发自内心地对他好吧 昭明帝心里冷笑一声 黄祖父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韩寒费尽心思地说了半天 也没听到昭明帝有任何回应 不满地撅嘴道 朕听着呢 你都快把他夸成神仙了 昭明帝无奈摇摇头 却是话锋一转 不过 韩寒 别的事情朕都可以答应你 唯独给你爹爹赐婚这件事 不行 为什么 韩寒顿时急了 娘亲真的很好的 跟沈婉没关系 昭明帝继续道 是在你出生之前 朕曾经答应过你爹爹 此生只会给他赐婚一次 绝无第二回 君无戏言 所以朕现在不能答应你 韩寒傻眼了 愣了片刻才问道 黄祖父已经给爹爹赐过婚了吗 赐过了 昭明帝不等他追问 伸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就是你的亲生娘亲 萧氏 他才是你爹爹唯一的正妃 不会再有第二位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君无戏言 更是昭明帝为了韩寒考虑 他是当年的翼王妃 留下的唯一骨肉 是嫡子 只要湛北韩不再续贤 无论后面有多少侧妃 生下多少输出子女 都无人能动摇韩寒的敌出地位 所以 昭明帝不会再给湛北韩赐婚 翼王府也不会再有第二任正妃 这是昭明帝 和湛北韩父子共有的默契 韩寒一时震惊又茫然 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黄祖父说起他生母的事 原来爹爹和他亲生娘亲在一起 也是因为赐婚 韩寒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了 却又不甘心放弃 只能撒娇耍赖地缠着昭明帝 希望他改变主意 可这次 昭明帝的态度格外坚定 说什么都不答应 连太子都沉声道 韩寒 你别难为你黄祖父了 赐婚绝对不行 黄祖父 真的不行吗 韩寒不死心 眼巴巴地望着昭明帝 不行 昭明帝摇了摇头 态度很坚定 韩寒落寞地低下头 扭着手指不说话 昭明帝看见他这个样子 微微皱眉 与太子对视了一眼 太子轻轻摇头 只要碰上跟沈婉有关的事情 韩寒的态度就格外坚持 别说他 强势如战北韩都拿儿子没办法 太子实在是想不通 沈婉到底给韩寒下了什么骨 怎么就能把他哄成这样 昭明帝一向疼爱韩寒 看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 便沉吟道 韩寒 你想求朕赐婚 这是沈婉跟你说的 不是 韩寒摇头 昭明帝挑眉 表情明显不幸 韩寒闷声道 是北北跟我说的 昭明帝狐疑问道 北北又是谁 是娘亲的儿子 我很喜欢他 跟他做弟弟了 韩寒低落的情绪 稍微振奋了一点 抬头说道 我跟北北有约法三章 昭明帝越听越糊涂 沈婉不是还没有出格吗 怎么又有儿子了 父皇 沈婉在乡下 这些年已经嫁人了 生了一个儿子叫北北 和韩寒很是头缘 太子解释道 嗯 我跟北北的关系可好了 韩寒点头附和 那约法三章又是怎么回事 昭明帝又问 就是 我跟北北的约定 他不让我在别人面前叫娘亲 说这样会让人误会 怀疑娘亲别有居心 韩寒如实说道 昭明帝 我本来没想这么多的 是北北提醒我 我才想到要赐婚的 不然娘亲没有名分 我这样 叫她 确实不合适 真的是北北提醒你的 不是沈婉 昭明帝仍有些狐疑 不是啊 娘亲当时不在 北北私底下跟我说的 韩寒不解地看着她 黄祖父为什么这么问 昭明帝尴尬地咳了一声 没什么 朕就是一时好奇 北北今年多大了 他和我一样大 今年五岁了 听起来是个聪明孩子 昭明帝随口夸了一句 然后又说 不过 赐婚还是不行 朕已经答应你爹爹 不能出而反而 你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那不能赐婚 黄祖父能不能答应我另一件事 韩寒仰头问道 昭明帝没有马上答应 你先说什么事 只要不过分 朕就答应你 我想去太医院的库房里拿药材 昭明帝闻言一愣 没想到他会提出这种要求 太子不解地问道 你拿药材做什么 王府里没有吗 有啊 但是王府里有个讨厌的女人 她不让我拿 我就只好来找黄祖府了 韩寒撇了撇嘴说道 昭明帝和太子一听他的语气 就知道他说的是谁 你要药材做什么 身体不舒服吗 昭明帝按住韩寒的肩膀 皱眉上下打量他 没有没有 不是给我用的 韩寒急忙摇头 是北北 娘亲说他从小身体不好 需要很多药材调养身子 但是一些珍贵药材 都是供皇家御用的 娘亲在外面买不到 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地帮忙了 说着 他拽着昭明帝的手 撒娇地说道 反正太医院每年都有那么多药材 皇祖父一个人也吃不完 就分我一点呗 原来是这样 昭明帝暗暗松了口气 只要不缠着他赐婚 别的都是小事 可即便如此 昭明帝心里还是有些不悦的 韩寒跟沈婉才认识多久 就这样不辞辛苦地给他办事了 又是来求赐婚 又是搜寻宫中药材 韩寒是皇家唯一的小皇孙 从小就精追玉贵 被多少人捧在手心里宠着护着 他什么时候 为别人操过这么多心 何况 还是一个刚认识的外人 不管韩寒怎么帮沈婉说好话 已经提前留下不良印象的招明帝 对沈婉仍然有许多不满和怀疑 只是在韩寒面前不曾表现而已 药材是小事 你既然想要 就是把太医院的库房搬空了 朕都不拦着你 昭明帝宠溺地捏捏韩寒的鼻子 谢谢皇祖父 那我现在就去了 韩寒高兴地扑上去 蹭了蹭昭明帝的脸 然后转身兴高采烈地跑出殿外 小小的背影充满了迫不及待 昭明帝看着他一阵风势地跑走了 脸上的笑意沉了下来 这个沈婉 看来是真有些本事 朕还是第一次 见到韩寒对一个人如此上心 太子 正是因为韩寒上心 而臣才觉得棘手 如果沈婉当真另有居心 只怕他对韩寒不利 他敢 昭明帝眸光一冷 露出几分杀意 他若敢动韩寒一根头发 镇灭了沈家全族 而臣已经和三弟商议过了 这件事会由三弟亲自负责 无论沈婉有何目的 有三弟在 而臣相信他 绝对动不了韩寒一根头发 父皇不必太担心 太子宽慰道 你们兄弟两办事 朕一向是放心的 昭明帝缓和了神情 又道 沈婉的事情交给北韩去查 他本就擅长这一块 至于太子你 虎狼山土匪一案 你也要抓紧 尽早将此事了结干净 免得朝臣百姓非议 太子抱权鞠躬 儿臣遵旨 另一边 得到了昭明帝口头许可的韩寒 二话没说 就点了一对太监侍卫 浩浩荡荡地 赶去了宫中太医院 太医院里执勤的太医和宫人 看到这种阵仗 吓得跪了一地 年过半百的院判匆匆赶来 还没来得及行礼问安 就看到一王府得罪不起的小祖宗 将一张药材单子递给他 直接吩咐道 把这张单子上的所有药材都搬出来 分开装箱 一一封好 我要带出宫 院判双手接过单子 匆匆扫了一眼 发现上面全是御用的药材 顿时冷汗就下来了 世子 您这恐怕 不妥呀 放心 我已经问过皇祖府了 他说 随便我办 有多少拿多少 寒寒一眼看出院判的心思 一箱箱的药材被搬上车 用麻绳 紧紧捆好 等待出发 寒寒背着小手 围着拖车看了一圈 确定没问题后 便挥挥小手 先把这些送出宫 送到南洋侯府 交到沈家三小姐手里 其他人谁都不许碰 是 一对英姿萨爽的宫中御林军 齐声应和 侍卫护送着药材车队 很快出发了 而太医院这边 库房还在继续清点 一箱箱的往外搬药材 皇宫里本就没有秘密可言 何况是这么大的动静 不出一炷香的时间 全皇宫的人都知道了 暗地里不知多少人 窃窃私欲 湛北韩今天原本 是要跟韩寒一起进宫请安的 但因为 临时有点军中公务要处理 便让韩寒先行进宫 他处理完公务后 再去宫里接他 结果 他刚走到宫门 就遇到了御林军 护送的药材车队 顺便听说了 韩寒在太医院搞出的事情 湛北韩一张俊脸 顿时黑了 这些药材 是送去哪里的 他冷冷问道 回王爷 世子吩咐送往南洋侯府 沈家三小姐手里 御林军校尉回答 不准送 湛北韩冷沉着脸道 给本王原路退回去 御林军校尉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湛北韩已经调转码头 禁止往太医院去了 太医院门前的公道 已经是车满为患 一辆辆拖车 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药材箱子 侍卫正在捆扎麻绳 整装待发 湛北韩勒住缰绳 翻身下马 挥手指住工人的行李问安 大不留心的走进太医院门 一进去就听到 韩韩清亮的同音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全都放在一起 仔细装好 待会一起装车送出去 对了院判 你刚刚说什么药材 补元器最好 还有适合女孩子补身用的 也多来点 湛北韩听的脸色黑沉 大步走过去 昨天想搬空王府库房 今天想搬空太医院 你干脆 把全京城都搬去沈家算了 韩韩的话被打断 一转头 就看到自家爹爹满脸黑气的走进来 参见翼王殿下 参见殿下 满院子的太医侍卫 太监工人 呼啦啦跪了一地 韩韩不高兴的说 你怎么来了 湛北韩走到他面前 本王不来 由着你在这胡闹 我才没胡闹 皇祖父答应我的 韩韩不满的说道 他说 我想搬多少就搬多少 只要我高兴 搬空整个太医院都没问题 湛北韩 父皇也是中了邪 宠孩子没下线 湛北韩不悦的问道 你搬这么多药材去沈家干什么 沈婉用得完吗 韩韩毫不在意地道 用不完就存着呗 反正早晚能用上 湛北韩锋利的眉角狠狠一跳 好个败家儿子 心心念念的捧着自家东西讨好外人 关键还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外人 区区药材湛北韩其实没放在眼里 但他就是看不惯沈婉那个女人 把韩韩骗得团团转 昨天就闹着要开库房给他送东西 还在府里大闹了一场 今天就更离谱了 居然煽动韩韩进宫找父皇 整个太医院的库房都被他盯上了 他才认识韩韩多久 昨天要东西 今天要药材 明天还想要什么 看这蠢儿子的样子 恐怕沈婉找他要传国玉玺 他都要蠢蠢欲动地给他送过去了 湛北韩想想就有一股无名火 转头命令道 不准班全都给本王退回库房 韩韩顿时急了 你干什么 黄祖父都答应我了 你叫父皇也没用 本王说不准就不准 战北韩冷声打断 一把拎起韩韩的衣领 神情冰冷地道 你跟本王回去 少在皇宫里 缠着你黄祖父胡闹 更不准拿皇家的东西 去讨好那个女人 他现在都担心 沈婉如果真的是难言间谍 改天他想要北清国的边防布置图 随便编的理由 韩韩都能溜进他书房 偷拿了屁颠颠送去给他 所以 这种事情绝不能纵容 必须一开始就扼杀在摇篮里 我不要 黄祖父都答应我了 你凭什么不准我送 韩韩在他怀里剧烈挣扎着 犹如一只愤怒的小兽 挥舞着稚嫩的小爪子 但他这点挣扎抗拒 对战北韩来说完全不值一提 他铁了心 要制止小家伙的坏毛病 强行将他带回王府 准备关起门 好好教育一顿 结果 这种强制性的举动 彻底激怒了韩韩 韩韩狠狠一口咬在他手上 咬得特别狠 战北韩痴痛松了手 韩韩趁机跳了下去 拔腿就往外跑 因为侍卫的阻拦 他没能跑出王府 竟然沿着大树 一路爬到了王府屋顶上 踩着滑溜溜的琉璃瓦大声道 谁都不准过来 否则我现在就跳下去 战北韩捂着流血的手掌 不可思议的抬起头 看着威胁要跳屋顶的儿子 他简直气笑了 战景锐 你给我下来 韩韩 我不要 我要进攻 我要进皇族府 你下不下来 非要本王上去抓你是不是 你赶上来 我就跳下去 韩韩紧紧抓着屋檐边缘 小身子摇摇欲坠 战北韩气得轻轻暴跳 有本事你就跳 本王今天非得打断你的腿不可 说着 他不顾手上还在流血的伤口 纵身一跃 便朝屋顶上的儿子抓过去 韩韩性格也刚烈 健壮竟毫不犹豫 眼睛一闭就跳了下去 下人们大惊失色 是子 满院子的下人 惊恐的差点晕过去 战北韩瞥见这一幕 当即一脚踩在树干上 身体灵活翻转 伸手朝韩韩抓去 他本来可以顺利抓住韩韩 没想到 韩韩竟然一脚踢开他的手 小身子偏移方向 咔嚓撞断了几根树枝 然后顺着树干一路翻滚下去 韩韩 柿子 隐藏在暗中的夜漆扑了出来 用身体做垫背 及时挡了一下 韩韩摔在夜漆背上 翻滚着掉下来 战北韩迅速落地 伸手想检查他的伤势 却被韩韩用力打开手 不要碰我 什么时候了 你还任性 战北韩火冒三丈 强行将他抱过来 你还真敢挑 不要命了是不是 不要碰我 我不要你抱 韩韩拼尽力气在他怀里挣扎 衣服上很快渗出了血色 别乱动 战北韩铁青着脸 强压住他的手脚 快速检查了一遍 身上有很多树枝的擦伤滑伤 膝盖似乎也撞到了 明显红肿起来 快叫太医 战北韩检查完毕 抱着儿子站起身 一声令下 下人们这才如梦出行 连滚带爬地跑去请太医 你别碰我 我不要你管 你放开 韩寒红着眼睛挣扎 小手小脚又踢又打 好几下打到战北韩脸上 身上衣服渗出的血迹 也越来越多 战景瑞 战北韩一时怒从心起 仰手就要打他 韩寒红着眼睛吼道 你打呀 打死我好了 我就不要你管 战北韩手将在半空 一时尽打不下去 韩寒通红着眼睛瞪着他 侧妃谢玉蕊听到消息 急匆匆赶过来 天呐 王爷 世子 这是怎么回事 战北韩深吸一口气 强压怒火 抱着儿子往屋内走 看都没看他眼 你放开我 放开 韩寒拼命挣扎 谢玉蕊赶紧追上去 世子这是怎么了 怎么好好的又闹起来了 王爷 到底发生什么事 哎呀 叶七从身后挤过来 差点将他撞歪在地上 手里拿着两瓶止血药 王爷 太医赶来还要一会儿 先给世子止血吧 你抓我干什么 谢玉蕊亮腔着站稳 狠狠瞪着叶七 进来说 战北韩冷声道 大步进了屋 是 叶七立刻跟了进去 仿佛没看到谢玉蕊一样 谢玉蕊一口气堵在胸口 战北韩大步进了屋 将韩寒放在床榻上 韩寒挣扎着要跑 你给我好好躺着 再动一下 本王拿绳子给你捆起来 战北韩怒声赤道 手指飞快地脱了他的外衣 叶七急忙走上前 准备帮忙上药 韩寒红着眼睛挣扎 死活不肯上药 好好一瓶止血粉 都被他撞翻在地上 世子 你别乱动 叶七看着他满身的擦伤 还在流血 急得头顶冒汗 吃了 一声步驳碎裂声 战北韩一手压住韩寒 一手抓住床脉 直接撕开 三两下就将韩寒 挣扎不休的手脚绑了起来 你再动一个试试 真以为本王治不了你 战北韩指着他力声道 我辣辣的疼 忽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呜呜 我不要你 我要娘亲 我要娘亲呜呜呜 他一边哭闹 一边拼命往被子里躲 伤口流出的血 将床上弄得一塌糊涂 战北韩被儿子的哭声惊了一下 他烦躁地捋了一把鹅发 气得原地直转圈 打也不是 骂也不是 对哭闹的小家伙束手无策 别哭了 最后战北韩只能怒斥道 喊什么娘亲 你是三岁小孩吗 呜呜呜 我要娘亲 我从来没有哭得这么厉害 拼命往被子里钻 像一只受了伤想躲藏起来的小动物 又委屈又可怜 夜气急得团团转 柿子 柿子 你还在流血 你别乱动啊 韩寒钻进被子里不出来 仿佛有满腹的委屈无处宣泄 哭得几乎要背过气 战北韩完全没辙了 照他这样闹下去 要么疼晕 要么哭晕 总之没完没了 战北韩咬牙切齿地看着被子里的小骨包 行 你不就是想见沈婉吗 本王让他来见你 总降了吧 呜呜 被子里的哭声停顿了一下 明显变小了 小家伙还是躲在里面不肯出来 本王亲自去接他 战北韩牙关咬得咔嚓响 字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你给本王老实待着 上药 直屑 本王就带他来见你 说着 他怒急甩袖而走 夜七 你盯着他 本王马上回来 是 战北韩满身怒火地往外走 谢玉蕊挡在门口 神情惊异地问道 王爷 世子喊的娘亲 是谁 管家 被马 战北韩里都没理他 一身冷沉怒火地往外走 翻飞的衣角 戳到他手背上 隐隐饭腾 王爷 王爷 谢玉蕊立刻追上去 你要去哪 战北韩一路大步如飞 怒火冷冽 谢玉蕊连追带小跑都没能跟上 等他气喘吁吁追到府门口的时候 他已经翻身上马 通体纯黑的汗鞋宝马 如一道旋风般 及时从府门前穿过 急促清脆的马蹄声 眨眼便去得远了 谢玉蕊站在府门口 满腹惊异不定 深深咬住嘴唇 父子俩从皇宫到王府 一片鸡飞狗跳 同一时间 京城万药楼 萧令月正在精挑细选地买药材 别看他在侯府里哭穷 其实他并不缺钱 给北北用的药材 自然也要挑最好的 万药楼是七国最大的连锁药材商行 只开设在七国帝都等繁华之地 号称全天下的珍稀药材 尽收于楼中 只有别人买不起的 没有他们找不到的 萧令月对此已经闻名许久 走进去就发现 果然是名不虚传 万药楼里的各种药材 是他见过种类最齐全 品质也最好的 丝毫不逊色皇家贡品 早知道万药楼这么厉害 我就该早点带北北回京城 也不用麻烦韩寒寒从王府里找了 萧令月一边挑药材 一边暗自感慨 他一口气选了一百多种药材 只要是北北用得上 万药楼里又有存货的 他直接包园了 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 等药材选得差不多 萧令月准备去结账的时候 一道娇纵的女生传来 你们万药楼是怎么办事的 本小姐每个月都要买的蜂王蜜 你竟然跟我说没货了 萧令月一顿转过头 不远处的柜台前 站着两个妙龄少女 一个十五六岁 身穿红裙金钗满头 腰间系着一根黑色细边 娇俏的脸上满是娇纵和不满 另一个十七八岁 蓝裙如水 乌发披肩 只简单点缀着玉簪 容颜娇好 有种温婉秀丽的端庄气质 于姑娘 实在不好意思 风王蜜一月一出 这个月的货确实已经卖完了 如果你想要的话 只能等下个月再来买了 万药楼的掌柜之一 陪着笑脸 又鞠躬又道歉 于一而不越地道 今天是初一 我每个月都是这个时候来买 平时都有货 怎么今天就没了 实在抱歉 这个月的货确实没了 都被一位客人买走了 掌柜急忙解释 谁买走的 于一而直接质问道 掌柜左右看了看 看到萧令月站在不远处 就是那位姑娘 于一而和萧如兰同时望过来 萧令月今天出门比较急 没有戴面纱 一张长着胎记的清秀面容露了出来 双眸乌黑清冷 于一而脱口而出 好丑的女人 萧如兰甘大地扯了扯她的衣袖 小声道 于一而 你小声点 我说的是事实吗 萧令月冷淡地收回目光 看向身边另一位掌柜 可以去结账了吗 可以可以 沈姑娘 您这边请 掌柜话还没说完 等等 于一而骄纵的声音传来 她大步走了过来 闲雾地看了一眼 萧令月脸上的胎记 仰着下巴质问 就是你买走了所有的蜂王蜜 萧令月瞥了她一眼 懒得回答 直接对掌柜道 一共多少银子 麻烦算一算 我赶时间 掌柜还没来得及说话 于一而恼怒地道 丑八怪 本小姐跟你说话 你敢不理我 丑八怪叫谁 萧令月冷淡问道 萧如兰一时阻拦不及 于一而想也不想地说 当然是叫你 萧令月讥笑地勾起唇角 淡淡瞥了她一眼 哦 原来是丑八怪在叫我 你有事吗 于一而这才反应过来 你敢耍我 她怒气冲冲地仰手 就朝萧令月打过去 一而 萧如兰赶紧拉住她 你别生气 这位姑娘也不是故意的 说着 萧如兰猝没看向萧令月 这位姑娘 耍人可不礼貌 麻烦你道个歉吧 萧令月看了她一眼 所以你也是丑八怪 你 萧如兰俏脸战红 耍人不礼貌 丑八怪挂在嘴边就礼貌了 萧令月冷淡道 萧二小姐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善良 这话里的嘲讽太明显了 萧如兰不由醋眉 你认识我 认识 萧令月道 你是 萧如兰狐疑地看着她 怎么看都觉得很陌生 她确定自己从来没见过这张脸 萧令月意味不明地道 萧二小姐 贵人多妄事 我是谁 你当然不记得了 毕竟 萧家大小姐萧令月 五年前就死在花轿上了 作为她同父异母的树妹 伪善白连出了名的的二小姐萧如兰 自然早就把嫡姐忘得干干净净了 萧令月虽然是重生之人 但是袁深的冤屈惨死 她一直记在心上 早晚她会查清楚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袁深 在萧家被人害得中毒而死 萧令月重生在她身体里 也不至于带着一身剧毒怀孕 最后连累北北被胎毒折磨这么多年 薪仇旧恨 早晚会一笔笔算清楚 萧家就在京城 不急于一时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买药材回去 给北北压制毒素 萧令月转头看掌柜 结账吧 萧如兰静一不定地看着她 一时没说话 鱼姨却忍不住 正开萧如兰的手冲到面前 慢着 我准你结账了吗 你是这万药楼的老板 萧令月不耐烦地说道 不是就让开 别浪费我时间 我问你 凤王蜜是不是被你给买了 鱼姨冲耳不闻 霸道地挡在她面前 是又如何 拿出来 那是我的 鱼姨理直气壮的命令 萧令月被逗笑了 她看着眼前一脸娇纵的鱼姨 机翘地说道 鱼姑娘 脑子是个好东西 下次出门记得戴上 你敢把我没脑子 鱼姨这次反应很快 气得尖叫 萧令月后退一步 滔滔耳朵 嗓子就别带了 噪音污染是不道德的 你 鱼姨气得战红脸 仰手就朝萧令月脸上打 萧令月抬手抓住她的手腕 这是第二次 事不过三 她顺势往前一推 鱼姨靓腔着往后退 直撞在柱子上才停下 又恼怒又丢脸 抽出腰间的戏鞭 就朝萧令月抽过去 丑八怪 你敢跟我动手 我打死一个贱人 啪 气场的牛皮鞭抽破空气 发出清脆一声 萧令月闪身避开鞭子 身形一晃 就出现在鱼姨面前 一脚将她踹飞出去 鱼姨尖叫着 摔出了门外 砰的一声 正砸在大街上 喻 一辆刚好行驶过的马车 差点被惊到 车夫急忙拉住缰绳 周围路边行人也停下脚步 惊愕地看过来 万药楼里一片寂静 萧如兰浑身僵硬 惊惧地看着萧令月 萧令月平静地弹了弹衣袖 连眉毛都没动一下 神情冷淡如水 都说了事不过三 没带脑子也就算了 连耳朵都不中用 她往前走了一步 忽然看到萧如兰 你也要拦着我结账 不 萧如兰仿佛见了鬼一样 急忙让开路 鱼姨是西南将军府的独女 从小学过武功 在世家贵女里面 算是鼎厉害的 结果 被这个女人一脚就踹飞出去 毫无反抗之力 萧家虽也是武将世家 萧如兰却不会武功 手无负机之力 她可不想自讨苦吃 萧令月见状也没理她 问掌柜道 一共多少银子 掌柜结巴道 一 一千二百两 萧令月拿出银票 放在台面上 麻烦掌柜找几个人 将药材送到南洋侯府 好的好的 掌柜忙不迭点头 看她的眼神更加奇异了 萧如兰文言惊讶地看着她 你是南洋侯府的人 萧令月没理她 朝掌柜点点头 拎着一包药材 便准备离开了 别的药材可以让万药楼派人送 暂时不着急 但她手里的这些 却是北北急需的 她还要赶紧回侯府监要 实在没时间跟闲杂人等浪费 听闻南洋侯和西南将军关系不睦 之前也曾有过矛盾 但毕竟同朝为官 沈姑娘 你不觉得你做得太过分了吗 萧如兰壮着胆子道 萧令月懒得听她绕弯子 你想说什么 我 萧如兰噎了一下 这时候 门外响起一道惊讶的声音 依儿 怎么是你 萧王哥哥 与依儿一时惊喜 立刻转为委屈地哭腔道 萧王哥哥 依儿刚刚被人欺负了 摔得好痛啊 你要给依儿讨个公道 今天是休暮日 湘王不用上朝 正准备找个地方喝点小酒 舒缓一下 昨日被太子催婚的心情 没想到刚出门不远 大街上横空飞出一个人 差点进了他的马车 湘王惊魂未定地坐稳 不满地掀开车帘 没想到竟然是鱼依儿 不是湘王吹嘘 整个京城里 有几分姿色的姑娘 就没有他不认识的 对个人性情也了解几分 听到鱼依儿的假哭声 湘王顿时乐了 你平时不都欺负别人吗 这京城里 还有人敢欺负你 鱼依儿不满地跺脚 我都被人打出来了 湘王哥哥 你还笑我 好 本王不笑 湘王忍笑下了马车 继而好奇地问 是谁打了你 男的女的 女的 鱼依儿咬牙切齿 长相如何 湘王眼睛一亮 鱼依儿可是京城闺秀里 出了名的小辣椒 连他都敢打 难道又是一位火辣美人 鱼依儿还没回答 萧如兰就走了出来 端庄的朝湘王行礼 见过湘王殿下 萧二姑娘 原来你也在 倒是巧了 湘王一脸的如沐春风 萧如兰神情羞涩 还没说话 鱼依儿瞪了他一眼 快步过去 抱着湘王的手臂 委屈道 湘王哥哥 那个打我的贱人 就在万药楼里 他不但抢了我的蜂王面 还对我口出恶言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 狠狠叫去那个贱人 还有这种事 你跟我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个贱人可嚣张了 鱼依儿硬拉着湘王往门里走 不想让他和萧如兰待在一起 湘王风流倜傥 身份不凡 不止鱼依儿一人清新 萧如兰似乎也喜欢他 只是碍于矜持 不敢表现罢了 绝对不能让他们待在一起 鱼依儿心里打着小散板 湘王也半退半就 如果真是这样 本王就给你做一回主 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笑 张 最后一个字凭空消失 湘王骤然睁大眼睛 看到了从万药楼里出来的萧令月 他手里拎着一大包药材 站在门口 与湘王狭路相逢 四目相对 湘王 草 这不是沈家的母夜叉吗 刹那间 昨晚在寿宴上的一幕幕 宛如皮影戏般闪过脑海 湘王眼角都抽搐起来 翩翩鱼依儿毫无眼色 伸手指着萧令月道 湘王哥哥 就是这个贱人 就是他欺负了我 你快把我狠狠教训他 萧令月的目光从鱼依儿 落到湘王身上 似笑非笑地挑起眉 他什么话也没说 湘王非快抽回 被鱼依儿抱着的手臂 义正言辞地道 鱼姑娘 你不要胡说 本王岂是那种仗势欺人的人 湘王哥哥 你在说什么啊 鱼依儿茫然不解 不是你说 要给我讨回公道的吗 我不是我没有 你别胡说 湘王立刻否认三连 讨什么公道 没有的事 他都打不过这个母夜叉 讨个屁 你明明答应了 鱼依儿委屈不已 抓着他的手臂不放 湘王哥哥 你一向最疼烟了 我受了什么委屈 你都会哄着我 而且 这次可不是我胡闹 是这个丑八怪贱人 先招惹我的 你一定要给我出气 狠狠教训这个贱人 不然我可不一 一二 你听本王说 这是我们稍后在 不行 鱼依儿骄纵的跺脚 我就要现在说 湘王哥哥 你说要帮我讨回公道的 湘王一时耿住了 他最近是命犯桃花煞吗 昨天一个沈玉婷 差点没坑死他 今天又来了个鱼依儿 你们说够了没有 萧令月看着拉拉扯扯的两个人 要吵架一边去 别挡我的路 你这是什么态度 鱼依儿既吃不计打 立刻怒斥 鱼依儿 看在本王的面子上 就当今天是个误会 你别放在心上 算了算了 湘王拦住鱼依儿 实在不想和萧令月 发生任何冲突 不仅仅因为 他能活捉土匪 怒摔南洋侯 关键是昨天的寿宴上 太子和翼王对他的古怪态度 湘王都看在眼里 于情于理 他都不想招惹麻烦 尤其是这个麻烦 还跟翼王有点扯不清的瓜哥 真真是惹不起 鱼依儿委屈道 什么误会 他都敢对我动手了 萧如兰忽然开口 那是你先对沈姑娘动了手 他才还手的 你竟然帮他说话 你到底是哪边的 鱼依儿一听大怒 转头狠狠瞪着萧如兰 萧如兰立刻色索了一下 我 我只是说了实话 你还说 鱼依儿恼怒地推了他一把 萧如兰一个亮枪 顺势朝香王摔过去 香王下意识伸手接他入怀 没有让他摔倒 随即不满地看着鱼依儿 他不过说了实话 你推他做什么 鱼依儿瞪大眼 我 他根本没用力 萧如兰立刻解释道 不怪鱼 是我没有站稳 多谢殿下 说着 脸颊便泛起淡淡红韵 香王看着他温柔娇弱的样子 心中微微一荡 娇俏羞怯 温柔如水 又善解人意 这才叫好姑娘 鱼依儿简直气炸了 萧如兰 你什么意思 他明知道他喜欢香王哥哥 竟然还不要脸地靠在他怀里 光天化日地勾引他 这一瞬间 鱼依儿完全忘了萧令月打他的事 满腔敌意都朝萧如兰去了 萧如兰一脸茫然 鱼 我怎么了 鱼依儿看着他 还靠在香王怀里不出来 气得脸都红了 冲过去就要把他扯出来 你不要脸 啊 萧如兰仿佛被吓到了 本能往香王怀里躲 香王也下意识抬手护着他 拦住鱼依儿 依儿 你别闹了 我哪里闹了 明明是他不要脸 鱼依儿气得跺脚 咬牙切齿地恨不得手撕了萧如兰 三个人你拉我扯 吸引了满大街的目光 萧令月被牢牢挡在门口 无语地看着这一幕闹剧 鹅脚的青筋都跳了起来 他看了看日头 时候已经不早了 北北还在等他回去监要 正当萧令月考虑 要不要将这三个人踹开时 长街镜头 忽然有清脆的马蹄声传来 同时还伴随着盔甲碰撞的声音 二妹 香王殿下 一队巡城士兵小跑过来 领头的年轻男子骑在马上 惊恶地看着三人 你们这是干什么 萧令月寻声望去 不知为何 看到那张剑眉心目的英俊脸庞 他忽然感觉脑海中 一阵尖锐的刺痛 无数破碎的画面 争先恐后地冲出脑海 萧令月伸手捂住头 暗暗咬牙 幼年时 五岁的小女孩被下人欺负 伤痕累累地躲在假山里哭 被花园里练剑的少年发现 亲手抱了出来 少年给了他一颗糖 我叫萧轩 是你大哥 少年时 女孩躲在花园里 偷看少年习武 结果被抓包 窘迫得满脸通红 少年好笑道 想学吗 大哥教你 十五岁生日 已经长成了少女的萧令月 收到了人生中第一份礼物 一块羊枝白玉佩 是大哥偷偷塞在她枕头下的 十六岁那年 皇家宫宴 萧令月第一次跟随父亲和继母 进宫参加宴会 有个宫女给她递了张纸条 上面是萧轩的字 有急事 青池宫见面 萧令月匆匆赶去 被人从身后推下温泉池 枪水昏迷 醒来后 就是三堂会人 她这才知道 青池宫原来是翼王殿下的专属宫殿 她摔进去的温泉池子 更是翼王专用 不巧的是 宫宴当天 翼王正在青池宫中沐浴 听到动静的宫人感到时 只看到昏迷不醒的她 紧紧抱着翼王不松手 孤男寡女 泡在一个浴池里 已经有了肌肤之亲 碍于萧家权势 陛下不得不赐婚 萧令月醒来后 就得知了两件事 第一 她和翼王的婚事定下了 第二 她的名声彻底毁了 人人都说她放荡下见 厚颜无耻 竟然用自己的名节算计翼王 顺势逼婚 只有萧令月自己知道 她是被人算计成这样的 而这一切的起因 都源自于萧轩派人 送给她的那张字条 萧令月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默默忍下了所有嘲讽和辱骂 她想找萧轩问得清楚 却一直没有机会 直到她出嫁那天 躲了她很久的萧轩 来到她的房间 跟她道歉 说字条只是个误会 她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萧令月穿着喜服 看着神情憔悴的哥哥 沉默了很久 最后什么也没说 事已至此 说什么都没用了 萧轩痛苦地道 月儿 是大哥对不起你 你怪我也好 恨我也好 我真的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 那天翼王正好就在青石宫 我本来以为 他解释不清 最后端了一碗甜汤 神情复杂地说 月儿 无论如何 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追究也没有意义 今天是你出嫁的大喜日子 大哥知道你爱吃甜的 特意给你煮了甜汤 你把它喝了 算是大哥对你的祝福吧 萧令月想起她以前的好 心软之余 乖乖地喝下了那碗甜汤 最后不明不白地 死在了花轿上 无数的画面 如电影一般切换闪回 这是属于萧令月的记忆 本以为随着她的死去而消散 没想到竟潜藏在身体里 受到刺激 才重现浮现出来 可惜记忆并不完整 大多都是关于萧轩的片段 萧令月猝紧眉头 额头渗出了冷汗 萧轩 你还愣着干什么 湘王有些狼狈地挡住鱼音 扭头看到骏马上的男子 快来帮本王拉开他 湘王哥哥 鱼音这下是彻底气哭了 萧轩急忙下马 她不敢碰鱼音 便将妹妹萧如兰拉到身后 湘王这才腾出手 将鱼音拉到一边 二妹 你怎么跟湘王殿下 还有鱼姑娘吵起来了 萧轩见眉紧咒问道 她如今在九城兵马司任职 金钟日常的巡视工作 也是她负责的 这才刚好碰上了 这就说来话长了 萧如兰匆匆解释了一遍 省略了自己的行为 将争吵的主要原因 归结在萧令月和鱼音头上 萧轩这才注意到 被几个人挡在后面的萧令月 看到她脸上醒目的胎记 萧轩愣了一下 却没有露出嫌恶的表情 她很快注意到 萧令月脸色苍白 额头布满冷汗 便上前观星问道 沈姑娘 你没事吧 萧令月猛然从记忆中清醒 看到萧轩熟悉的面容 一时情绪不受控制 她脸上闪过厌恶和冰冷 不劳你操心 萧轩一正 萧如兰 她也惊到了 第一次看到有人 对她大哥这么不客气 在京城世家公子中 萧轩从来都是最受欢迎的一个 人气甚至比香王还高 香王样样都好 却风流成性 萧轩却不同 她长相英俊 家世优渥 性情温和 而且洁身自好 浑身上下 挑不出任何缺点 满京城的闺中少女 谁不为她心动 萧令月心中冷笑 要不怎么是亲兄妹呢 连虚情假意的手段 都一模一样 妹妹柔弱白脸 哥哥善良温厚 偏偏害起人来 一个比一个狠毒 在原生的记忆里 萧轩是整个萧家 唯一一个对她好的人 虽然两人同父异母 她却是真心把她当哥哥看 最后落的什么下场 萧轩害了她一次还不够 就连出价前 她都不放过她 一碗加了料的甜汤 害得她在花轿中情毒发作 不得不割腕放血 最后死得不明不白 原生的真正死因 目前还不好说 但她短短一生的苦难 萧轩兄妹俩 至少要占一半 受到记忆恢复的影响 萧令月实在没法对她有好脸色 厌恶到 滚开 好狗不挡路 萧轩又是一愣 萧如兰气道 我大哥好意关心你 你不领情也就算了 竟然缓口出恶言 南洋侯府 就是这样的家教吗 你和鱼烟三番两次拦我的路 又是说我丑八怪 又是要抢抢封王密 现在你大哥来了 又挡路不让我走 你更是倒打一耙反咬一口 你们萧家的家教 又好到哪里去 萧令月反唇相机 说话的功夫 她感觉脑海中的刺痛 渐渐减轻了 涌动的情绪 也逐渐平复下来 刚刚恢复的记忆 变得更加清晰和深刻 一幕幕闪过脑海 仿佛是她亲身经历一样 你 萧如兰气得战红脸 二妹 萧轩拦住她 对萧令月道 沈姑娘误会了 在下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让开 萧令月不耐烦地说 我没时间跟你们浪费 听沈姑娘刚才的话 似乎和我家二妹有些误会 如果有得罪的地方 在下可以替妹妹道歉 希望沈姑娘不要介意 萧轩抬手失礼 态度诚恳又温和 君子如玉一般 萧如兰不满地道 大哥 你别听她胡说 我明明没有 你还说 萧轩严厉地看她一眼 母亲教你的规矩 你全忘了 大街上与人拉拉扯扯 像什么样子 萧如兰咬咬嘴唇 大哥说的是 如兰知错了 萧令月看着这对兄妹 不由讥讽一声 萧公子对自己的妹妹管教严格 真是一位好哥哥 萧轩隐隐觉得 这话听着不对劲 二妹年幼 我作为大哥 管教约束是应该的 萧令月淡淡讥讽 也是 毕竟是一母同胞的亲妹妹 为她好才会管着她 怕她犯错 如果不是亲生妹妹 那恐怕就是另一种做派了 萧轩皱了皱眉 越听越不对劲 她抬头看着萧令月 忽然神情一正 你 我怎么了 沈姑娘看起来 似乎有些眼熟 萧轩正正地看着她 忍不住问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大哥 话可不能乱说 萧如兰急忙拽住她 萧轩至今还没有定亲 贸然说被一个姑娘眼熟 传出去可不是好事 万一损了她的好名声怎么办 萧家对她 可是给予厚望的 萧轩猛然清醒 抱歉 是在下唐突了 我们确实见过 萧令月先是一正 随即微妙地笑了 原来萧公子还没忘了我 真是荣幸 萧轩一时茫然 萧如兰挡在两人中间 警惕地看着萧令月 沈姑娘别开玩笑 我大哥向来洁身字号 不敬女色 怎么可能跟你见过 你可不要胡说污蔑 我大哥的名声 话还没说完 他似乎想起什么 又轻蔑说道 我大哥在京城爱慕者众多 沈姑娘还是省省心思吧 何必做这种不上台面的事 故意惹人误会 你的意思是 我谎称跟你大哥见过 是因为我喜欢他 故意说出来让人误会 萧令月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 差点笑了 难道不是吗 你敢说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大哥吗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你长成这副丑样 也敢肖像我大哥 萧如兰既恨萧令月之前 不给他面子 一时忘了伪装 二妹 萧轩轻斥打断 不要胡说 萧令月嘲讽道 麻烦你搞清楚 是你大哥先说我眼熟 可不是我说的 就算真有人想攀扯 那也是 你大哥主动攀扯我 你应该去质问他才对 你胡说八道 我大哥怎么可能 萧如兰气恼不已 还有 萧令月打断他 你夸你大哥别的也就算了 不敬女色 你们萧家谎话连篇 居然连自己都骗进去了吗 你大哥要是真的不敬女色 当年的云芝又怎么会死 他冷笑看着神情骤变的萧轩 悠悠地说 萧公子不会忘了吧 萧如兰脸色大变 你怎么知道 他意识到不对 拾口否认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萧令月讥笑地说道 反正死的又不是我的孩子 萧公子都不心疼 我心疼什么 萧轩正正地看着他 孩子 大哥 萧如兰紧张地抓着他的手臂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一个外人知道什么 满嘴胡言 吓唬你而已 萧轩甩开他 直勾勾地看着萧令月 你怎么会认识云芝 你说的孩子是谁的 萧令月反问道 你觉得呢 这是他刚刚从原主的记忆里知道的 云芝是从小伺候萧轩的一个丫鬟 据说出身难民 身世不祥 萧轩幼年时不小心走丢过 是云芝救了他 又带着他找回了萧家 萧家出于感激 就留他在府中 给了他一个安稳的归处 那个时候 边境还在打仗 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 一个漂亮小姑娘流落在外 无父无母 又无家可归 结果往往不太好 云芝留在萧府后 便一直伺候萧轩 两个人年纪相仿 又曾经共同患难 自然感情非同一般 长大之后 云芝顺理成章地 成了萧轩的女人 但这是不允许的 萧家对萧轩给予厚望 不允许他染上任何污点 云芝在温顺漂亮 终究只是一个难民丫鬟 萧家怎么可能允许 萧轩娶这样的女人 就是做通房丫鬟 她都不够资格 萧轩自己也明白 所以一直隐瞒着 这件事只有园主知道 但不幸的是 云芝怀孕了 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做父母 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连园主都以为 云芝只是吃坏了肚子 才会恶心反胃 于是没过多久 孕兔的云芝 就被后院里的嬷嬷看出了问题 将此事禀告给了大夫人 也就是萧令月的继母 萧轩的亲生母亲 云芝被拖到院子里 当着所有人的面 连同肚子里的孩子活活打死 萧轩的第一个孩子 就这么没了 萧令月得到这段记忆后发现 萧轩当时虽然苦苦求情 却并不知道 云芝肚子里有孩子 萧家上下所有人 都隐瞒了这件事 连当时只有十岁的萧如兰都知道 却没有一个人告诉她 这不就巧了吗 既然她都送上门了 作为妹妹 萧令月正好送她一份大礼 萧公子 云芝怀着孩子死在你面前 被你的母亲 活活打成了一滩烂泥 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梦到过他们母子 如果她没死 平安把孩子生下来的话 现在应该有七岁了吧 萧令月悠悠说道 萧轩一时如遭雷击 大哥 萧如兰死死掐着她的手臂 你清醒一点 看着萧轩神情恍惚 仿佛受了极大打击的样子 萧如兰气急败坏地看向萧令月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你故意说这种话 打击我大哥的心智 你跟我们萧家到底有什么仇 如果不是她问心有愧 又怎么会被我三言良语打击心智 萧令月计较反问 至于你们萧家 走着瞧吧 说着 她绕过挡路的兄妹 静止想要离开 你站住 萧如兰又气又怒地去拦她 等等 萧轩猛然清醒 一把抓住萧令月的手臂 还有事 萧令月转头看她 萧轩脸色苍白又难看 你把话说清楚 你怎么知道云芝的事 难道你认识她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萧令月平静地看着她 云芝已经死了 你问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我 萧轩脸色又是一白 她还没来得及说话 另一边 湘王终于哄好了鱼音 两人一起走过来 就看到萧轩紧紧抓着萧令月不放 气氛显得很奇怪 湘王茫然道 萧轩 沈姑娘 你们这是做什么 像是吵架了 好像不太对 他们都不认识 怎么吵起来的 鱼音儿心里更是惊讶 看着萧轩紧拉着萧令月的手 她眼睛一转 忽然幸灾乐祸地嘲笑萧如兰 难怪你大哥这么多年不肯娶妻 原来是神没有问题 她竟然喜欢这种丑八怪女人 你胡说什么 我大哥怎么可能喜欢她 萧如兰立刻反驳 她要不喜欢 为什么拉着她不放 还抓得那么紧 生怕人跑了似的 鱼音儿一指萧轩的手 理直气壮地道 萧如兰噎了一下 不能说出实情 只能仗红脸道 这是有原因的 你不懂就不要乱说 鱼音儿得意道 我一个未婚姑娘当然不懂 只知道男女有别 她在大街上都敢拉着别人不放 要是在私底下 还不知道会做什么 都说 你大哥为人君子 温文尔雅 我看根本是你们萧家吹嘘的吧 萧如兰之前故意勾引湘王 躲在湘王怀里不出来 还让湘王误会了鱼音儿 鱼音儿早就记仇了 现在有机会 她当然要报复回去 萧轩是萧如兰的亲哥哥 她名声受损 萧如兰也得倒霉 你不知道内心就不要胡说 我大哥跟沈姑娘清清白白 绝无半点男女私情 萧如兰也不傻 立刻义正言辞地反驳 只是沈姑娘碰巧认识我大哥 从前的一个故人 我大哥一时激动 才拉着她想问清楚的 鱼音儿狐一道 什么故人 这就跟你没关系了 萧如兰皮笑肉不笑 湘王听到了两人的话 便问萧轩 是这样吗 萧如兰紧张地看着萧轩 萧轩此刻也稍微冷静了点 她点点头 看到了吧 我大哥一向光明磊落 连陛下都夸赞过 谁敢无缘无故污蔑她 萧如兰暗松了口气 鱼音儿撇了撇嘴 也没说什么 湘王笑道 原来是这样 但有话好好说吗 萧轩 你先放开沈姑娘 萧轩摇摇头 我要是放了手 沈姑娘只怕就不愿意跟我说了 什么故人让你这么上心 湘王不理解 继而又说 那你也能拉着人家不放啊 这么多人看着呢 影响多不好 快点松手 要我放开可以 沈姑娘必须先把话说清楚 萧轩执拗地看着萧令月 说你怎么不听劝呢 你知道她是谁吗 湘王有点无语 萧轩转头看向她 她是 湘王话还没说完 哒哒 长街上忽然传来清脆的马蹄声 拥挤看热闹的人群 如摩西分海一般滑开 露出一条康庄大道 一匹矫健流畅的黑色骏马 快速飞驰而来 随着男子用力一雷缰绳 训练有素的骏马扬起前蹄 乌黑棕毛飞扬而起 稳稳立在万药楼前 气势凛然 众人顿时被震住了 怎么又把这位给招来了 湘王一时只觉得自己命苦 甘爸爸笑道 三殿 这可真是巧啊 你 你怎么会来这里 萧令月抬头 湘北寒高坐在马上 身形居高临下 完美的面容逆着光 衬托的一双幽冷漆黑的眼眸 凛冽如刀 令人心惊 万药楼所在的这条街道 是一网府通往南洋侯府的必经之路 湘北寒本来是要直接去侯府的 没想到策马路过 不经意间一瞥 看到沈婉站在万药楼门前 他也没多想 便勒马停下 冷冷俯看着几个人 从湘北寒的角度 沈婉就站在湘王和萧轩中间 被萧轩紧紧抓着手臂 两个人拉拉扯扯 一副暧昧不清的模样 湘北寒的眉头 下意识拧了起来 这女人昨天哄了寒寒 今天又勾搭上萧家人了 萧家是寒寒的母家 萧轩更是寒寒血脉上的亲舅舅 她想干什么 萧令月察觉到 湘北寒不善的目光 抬头看着她 有事 你在这里做什么 湘北寒冷声问道 瞥了一眼 萧轩紧抓着的她的手 声音更冷了几度 一天不见 你身边倒是不缺男人 这跟翼王殿下有关系吗 萧令月察觉到她语气带刺 我不过一个闲人 平时又不忙 出门逛逛不可以吗 倒是殿下你 平时君务繁忙 连亲儿子都没控管 倒有空关心别人了 闲人 你是什么人 你自己心里清楚 湘北寒目光锐利地盯着她 在她眼里 沈婉这个人的身份 是有很大一点的 她到底是谁 来京城有什么目的 故意接近寒寒 又有什么阴谋 只有她自己清楚 萧令月听出了她话里有话 什么意思索性懒得多想 我当然清楚 所以翼王殿下 你有事吗 跟本王走一趟 湛北寒冷声说道 去哪 萧令月问 翼王服 为什么 湛北寒眸光一睿 逼试着她 你会不知道 她费尽心思的哄骗寒清净她 一刻都不愿与她分开 为的不就是达成她的目的吗 萧令月莫名其妙 你突然来找我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翼王殿下 怕不是脑子糊涂了 湛北寒明警包唇 这女人说话滴水不漏 装得很像那么回事 既然她存心装傻 湛北寒也不再跟她绕圈子 韩寒要见你 你跟本王去一趟翼王府 萧令月这才恍然大悟 两人的对话速度很快 也与上的交锋流畅又隐晦 其他人完全听不懂 萧萱几个人面露惊讶 她居然敢对翼王殿下这么说话 萧令月不是不想见韩寒 如果别的时候她就去了 但是现在不行 我得回南洋侯府 去不了 萧令月摇头拒绝 理由 湛北寒冷硬质问 我儿子生病了 我得回家照顾她 最近这几天没办法出门 萧令月坦然回答 在她的想法里 翼王府是寒寒自己家 她待在家里肯定不会有事 而北北这边正是虚弱时期 身边离不开人 她得优先顾着她 病了 这要求 湛北寒宁眉 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 我骗你干嘛 萧令月没好气地说 湛北寒看了一眼 她手上提着的药材包 只见在马边上点了点 一时没说话 翼王殿下 你和这位沈姑娘 萧轩敬意地开口 话还没说完 她就被旁边的湘王 一把捂住嘴 阻止她问下去 湛北寒的思绪被打断 冷冷看过来 萧轩顿时后背一寒 虽然从清源上算 翼王算是他们萧家的女婿 也是萧轩的妹夫 但是皇家不讲亲切 尤其是当年的翼王妃离弃失踪后 翼王与萧家的关系 就变得很尴尬了 翼王素来冷力淡漠 手段强势 即使再给萧轩一百个胆子 她也不敢把她当妹夫看 萧轩下意识地松开了手 三爹 误会啊 萧轩有一个故人 恰好跟沈姑娘认识 她急于追问才会如此 绝对没有其他意思 湘王急忙解释 湛北寒意味不明地看向萧令月 你不是从小在乡下长大吗 从哪里认识的萧轩的故人 萧令月心里翻了白眼 敷衍道 有缘自然就认识了 这个问题她没法解释 总不能说 她是从原生的记忆里认识的吧 那你的缘分还真不少 湛北寒再一次确定 这女人果然有问题 她用儿子生病当理由 不愿去一王府 在湛北寒看来更像是故意推脱 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湛北寒这个人性格偏执多疑 属于那种爱之欲其生 恶之欲其死的典型人物 她原本就对沈婉有偏见 疑心生暗鬼 沈婉不管做什么 有什么理由 在她看来都是另有巨星 想到寒寒受了伤 还哭闹着要见她 湛北寒的眼神又冷了几度 既然如此 本王跟你一起回侯府 你确定 萧令月惊讶了一下 她闲得没事干了 确定 她倒要看看 这女人嘴里有没有一句是真话 萧令月无所谓地道 好吧 你是王爷 你说了算 反正她又不能拦着 她爱去就去呗 三爹 你送沈姑娘回府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这就告辞 湛王一徒 想溜走 二哥先来没事 陪本王走一趟吧 湛北寒打断了她的话 湛王脸色一苦 那个 本王其实还有事 走吧 不要浪费时间 湛北寒一锤定音 便调转马头 准备往南洋侯府方向去 湛王顿时锤头丧气 只好对萧令月道 本王的马车在那边 沈姑娘若是不介意 就一起上车吧 坐马车比走路快多了 萧令月立刻点头 那就麻烦殿下了 不客气 湛王语气苦涩 心里十分苦逼 如果说 昨天在寿宴上 她还不能确定 今天这事一出 她百分百可以断定 她家三弟 对这位沈姑娘 绝对不一般 向来都不敬女色 把女人当成雌性动物 看都不看一眼的翼王 现在居然会主动 送一位姑娘回家了 更别提两人说话 那个态度 那个气氛 这要不是特殊对待 湛王觉得自己 能把眼珠子给抠出来 可是她能怎么办呢 三弟非要拉她一起去 她能拒绝吗 不能 所以 湛王只能一脸怨念的 带着萧令月往马车走去 沈姑娘 萧轩忽然叫住萧令月 湛王一脸警觉的转头 翼王还等着送沈姑娘回府 萧轩 你可别想不开 千万别再做任何引人误会的事了 萧轩苦笑道 湛王殿下误会了 在下没有这个意思 关于那位故人之事 如果有机会 还请沈姑娘如实告知 拜托了 她深深抱拳鞠躬 态度尽有些卑微 萧令月看着她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知道 与其问别人 不如自己去查 人也许说谎 但真相不会 不过 等你知道全部真相的时候 或许反而会后悔 萧轩不解的抬头 沈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慢慢琢磨吧 有时候贝尔蒙在鼓里当的棋子 未必不是一件幸福的事 萧令月说完 便禁止离开了 等等 萧轩还想再追问 萧如兰紧紧拉住她 大哥 你难道真的信了她的话吗 她根本就是骗你的 我只是想问个清楚 没什么好问的 萧如兰气急败坏斗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 死人都化成灰了 你现在问清楚 又有什么用 萧轩 她一脸震惊地看着萧如兰 不敢置信 一向善良心软的二妹 会说出这么薄情冷血的话 大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萧如兰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急忙解释 你不用说了 萧轩疲惫地摆摆手 看见萧令月 已经上了香王的马车 一时心灰意冷道 回家吧 这件事不要跟娘提起 我不会的 萧如兰急忙说道 她也不敢说 云芝死的时候怀着孩子 这件事全府上下都瞒着萧轩 生怕被她知道 都怪那个姓沈的贱人 她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马车哒哒地往回走 香王和萧令月 同坐在车厢里 气氛尴尬 萧令月发现香王的目光 总是有意无意 落在自己身上 便开口道 殿下有话想说 你跟翼王是怎么认识的 香王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 开口问道 萧令月一愣 笑了笑 我跟他 不熟 香王满脸不幸 翼王那个脾气 要不是跟你早认识了 他才不会搭理你 本王看他 对你的态度挺好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萧令月不惊乐了 你从哪里看出 他对我态度好 湛北寒对他的怀疑 都快写在脸上了 三句话里 有两句半都是刺叹 这算哪门子的态度好 但是 看香王一脸笃定的表情 萧令月好笑道 我跟他真没关系 昨天是第一次见面 那韩寒为什么要你叫娘亲 大概是 有缘吧 萧令月敷衍的笑了笑 香王还想说什么 马车缓缓停了下来 南洋侯府到了 萧令月刚下车 就感觉侯府的气氛不对 大门处近站了两排家丁 各个手握棍棒 气势汹汹 管家领头站在前面 看到萧令月回来了 管家一声令下 奉老爷的命令 将三小姐拿下 家丁立刻拿着棍棒围上来 香王从车厢里钻出来 见此情景一愣 这是干什么 喻 湛北寒勒住缰绳 停住马 冷谋看着这一幕 义王殿下 香王殿下 管家看到他们一愣 急慌慌上前来 陪着笑脸说道 两位殿下 怎么有空架林侯府 是有什么公务吗 小的这就进去通传老爷 你等等 香王看湛北寒没发话 只好自己开口道 不用通传了 没什么大事 只是本王和三弟正好在路上偶遇三小姐 顺路送他回来而已 你们 他指了指气势汹汹的家丁们 这是闹的哪一出 回殿下的话 是三小姐的儿子 用毒粉伤了二小姐的脸 老爷大发雷霆 命小的带人守在门口 看到三小姐回来 就直接拿下 带进去问罪 小的也只是奉命行事 管家满头冷汗的说道 香王 什么玩意儿 他该不会听错了吧 谁把谁的脸伤了 你说北北用毒粉伤了沈玉婷 原本还一脸淡定的萧令月 湛北韩瞥向他 将他的一举一动收入眼中 管家 对 二小姐伤得不轻 老爷发了好大的火 话还没说完 萧令月直接推开挡路的家丁 冷着脸大步往府里去了 香王一时有些无语 沈玉那个儿子 他印象还挺深的 病奄奄的才几岁大 怎么会伤到沈玉婷的脸 怎么伤的 严重吗 要是被毁容了 那真是可惜了 三殿 你看我们要不要跟进去瞅瞅 湛王话还没说完 湛北韩末帝翻身下马 一昧翻飞带风 禁止往侯府里去了 管家和家丁完全不敢阻拦 得 算他白说 看他这紧张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他儿子出事了 自然是要跟进去看看的 湛王暗自赴匪 跟着下了马车 对管家道 既然都撞上了 本王跟三弟也进去瞧瞧 沈侯爷想必不介意吧 不敢 宁里边请 管家冷汗着伸出手 偌大的府里 气氛肃杀 萧令月一路穿过正厅 路过的下人都躲着他走 刚走到翡翠楼 远远就看到院门敞开 里面挤满了人 有尖锐的怒骂声和东西 砸碎的声音传来 三小姐回来了 院子里的下人 一看到萧令月 大声喊道 让他丢滚进来 沈志将暴怒的声音 从屋里传来 萧令月面无表情地穿过庭院 走进屋 湛北寒跟在后面 抬手示意下人不要惊动 随后湘王也跟了上来 两人站在门外 往里面看去 此刻的屋内 已经是狼藉一片 地上又是血 又是水 满地的碎瓷 和翻倒的家具 仿佛刚刚经历过 一场混乱的大战 里面人很多 为首的是南洋侯沈志将 而在沈志将旁边 还有李姨娘 张姨娘 以及坐在凳子上 捂着脸呜呜哭着的沈玉婷 旁边地上跪着几个狼狈不堪的丫鬟 青罗也在其中 你还知道回来 看看你养的儿子 都干了什么好事 沈志将一看到萧令月进来 劈手抓起茶杯 就朝他砸过去 萧令月往旁边一躲 茶杯烹 一声砸碎在门槛上 碎片夹杂着热水飞溅 萧令月目不斜视 第一眼就看向坐在床边 裹着厚厚被子的北北 见他干干净净完好无损 立刻朝他走过去 娘亲 北北看到他回来了 心神一松 手里紧紧捏着的药粉包 这才松开 北北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萧令月快步走到他面前 蹲下来紧张地检查他身上 北北摇摇头 我没事 沈婉 你眼里还没有我这个父亲了 你给我跪下 沈志江眼看他无视自己 怒气冲天 萧令月里都不理 确定北北平安无视 连一根头发都没少以后 他放松下来 随后他注意到 守在床边的青罗 看到他一张脸又红又肿 脸颊上还残留着鞋底印 明显被人虐待过 萧令月脸色一沉 北北 发生什么事了 娘亲出门后 我正在休息 沈玉婷突然气势汹汹地闯进来 带着丫鬟打伤了青罗 又想用开水烫我 我趁他不注意 用娘亲给我的药粉 撒了他的脸 他的丫鬟也冲进来 不知怎么的就摔成了一团 北北冷静地说道 动静闹大后 沈侯爷也带人赶来了 看到沈玉婷受伤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要抓我治罪 我为了自保 就用药粉威胁他们 让他们不敢靠近 这才拖到了娘亲回来 这一番话 说得简洁又详细 前因后果都交代得很清楚 站在门外的湘王 听了都不由惊讶 这个小不点很聪明 遇到这种事情 都不慌不忙 还能镇定的叙述过程 真是不简单 北北和韩寒 看起来差不多大 同样的事情 如果发生在韩寒身上 他的小豹脾气早就炸了 或者说 换成任何一个同龄小孩子 恐怕都做不到 像北北这样沉稳冷静 站北韩谋色微深 看看再说 萧令月听完北北的话 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北北做得很好 能在独自一人 并且身体虚弱的情况下 利用毒粉自保 拖延时间等到他回来 萧令月已经很满意了 沈志江暴怒道 好什么好 你看看 你儿子做了什么好事 萧令月转头看去 沈玉婷用手帕捂着脸 呜呜哭泣不止 粉色的手帕上沾满血迹 只露出一双怨毒仇恨的眼睛 死死瞪着他们母子 萧令月冷笑 父亲刚刚也听到了 我儿子的所作所为 只是为了自保 要不是沈玉婷不怀好意 闯进翡翠楼 想要害我儿子 他也不至于受伤毁容 他完全就是自找的 他胡说 我只是好心来看望他 他就用毒粉害我毁容 还弄伤了我几个丫鬟 他心肠歹毒故意害人 父亲如果不相信 可以问我几个丫鬟 他们可以证明 我说的都是真的 沈玉婷声音尖锐道 几个跪在地上 一身狼狈失血的丫鬟 争先开口 奴婢可以证明 二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二小姐真的是一片好心 想来探望三小姐 没想到一进门 就被三小姐的儿子给害了 老爷 你一定要相信二小姐 给我们做主啊 几个丫鬟哭喊说道 连连磕头 沈志江勃然大怒地 指着萧令月吼道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们胡说 不是 不是这样的 青罗急了 想要开头解释 但他之前被几个丫鬟 狠狠虐打过 一张脸肿的厉害 说话也含糊不清 焦急之下 更是断断续续地说不清楚 沈志江都没听清他说了什么 沈玉婷的丫鬟 一把将青罗推倒在地上 你个小贱蹄子 胡说八道什么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给我闭嘴 青罗猝不及防摔在地上 手心压在碎刺片上 被划得鲜血淋漓 萧令月脸色一冷 猛地将那个丫鬟踹倒在地 你算什么东西 敢当着我的面 欺负我的人 丫鬟惨叫一声 跌摔出去好几米 正好摔在沈玉婷脚下 沈玉婷吓得尖叫着跳了起来 哐当一声撞翻了凳子 手里攥着的手帕也掉到地上 露出一张溃烂红肿 又被抓得鲜血淋漓的脸 站在门外的湘王亲眼看见 脱口而出 卧槽 好丑 屋内所有人 是谁在外面偷听 沈志江暴墓喉道 给我滚进来 他以为是府里不守规矩的下人 结果没想到 下一刻 面无表情的翼王殿下 和满脸尴尬的湘王殿下 一千一后走了进来 沈志江 翼王殿下 湘王殿下 沈志江满脸惶恐震惊 匆匆上前行礼 卑躬屈膝道 下官不知两位殿下驾临 实在冒犯了 下官罪该万死 还请两位殿下恕罪 免了 湛北韩微微拧眉 心里瞧不上沈志江这种软骨头 湘王则笑呵呵地道 沈侯爷不必惊慌 本王和三弟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只是一时凑巧 送了三小姐回府 没想到竟遇上了府里这种大事 顿了顿 他又无辜的笑道 看事情好像挺严重的 沈侯爷应该不介意本王旁听一下吧 下官不敢 沈志江哪敢说介意 满头冷汗都吓出来了 湘王殿下 沈玉婷发现 湘王从头到尾都不看自己一眼 心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急忙捡起地上的手帕 再次捂住脸 随后忧愿地哭诉道 湘王殿下 玉婷今天受了大委屈 又被人如此暗害 殿下难道都不心疼玉婷吗 求求殿下替玉婷主持公道 说着 他就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捂着脸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湘王 最近怎么总有人想让他主持公道 他长得很像公道吗 二小姐说笑了 这是你们侯府的私事 于情与理都轮不到本王来管 如果沈侯爷觉得难以处置 也可以报关给金赵尹赵大人 想必就能解决了 湘王礼貌又不是尴尬地说道 湘王殿下 沈玉婷听他一副置身事外的语气 顿时哭得更加伤心了 沈玉婷一心爱慕湘王 自然很清楚 湘王最看重女子的美色 他能跟她攀上关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长了一张足够美丽的脸 但是现在 他的脸毁了 以后还不知能不能恢复 湘王对他的态度也立刻变了 他以前明明对他很温柔很体贴的 哪里会像现在这样袖手旁观 这一切 都是沈玉婷的错 沈玉婷心里恨毒了 沈志江慌忙道 报关就不用了 金赵尹公务繁忙 就这么一点小事 下官自己解决就行了 不用劳烦赵大人 赵大人就是之前差点把沈志江 抓进牢房的那位 铁面无私 沈志江对他有种畏惧 何况这种后院矛盾实属家丑 这件事 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黑锅扣在了萧令月头上 沈婉 你可知罪 我不知 萧令月冷声道 沈志江一口气噎在胸口 你指使你儿子 用毒粉谋害你姐姐 如此蛇蟹心肠 你还说 你不知罪 我看你简直是恶毒到骨子里 不可救药了 父亲老糊涂了吗 我儿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沈玉婷先不怀好一下黑手 他只是正当反击 有什么错 萧令月语气冰冷地反驳 沈玉婷哭诉道 我没有 是他冤枉我 萧令月打断他的话 我儿子跟你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冤枉你 要不是你先不怀好意 他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害你 沈玉婷一时解释不上来 干脆委屈地哭泣不止 沈婉 你还有完没完 沈志江本来就偏心 看到心爱的女儿 哭得这么伤心 更是怒火 不打一处来 父亲竟然老糊涂了 分不清什么是真相 那行 正好湘王和翊王两位殿下都在 大可以做个公正 我来审 萧令月绝不允许北北被人乱泼污水 这个是非公论 他一定要变个清楚 湘王怎么都没想到 又扯到自己身上了 这个 本王恐怕不 可以 战北韩书帝开口 他沉连冷力的眸子 定定看着萧令月 本王可以做这个公正 你来审 让本王看看 你有多少本事 湘王没说完的半句话 立刻吞了回去 转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翊王 他不是最讨厌管这种闲事吗 今天怎么有兴臣 等等 湘王又看了眼对面的萧令月 心下了然 好 萧令月并没有多想 他冷冷看着惊慌的沈玉婷 开口道 你刚才说 你是好心来探望北北 却被他用药粉伤了脸 然后北北还弄伤了你的几个丫鬟 没错吧 没错 沈玉婷咬牙切齿地回答 萧令月又看向那几个丫鬟 就是他们几个吗 几个丫鬟窃缩着 不敢说话 沈玉婷咬牙 是他们 记住你说的话 现在我问 你答 萧令月眼眸闪过一抹幽光 北北是怎么用药粉伤了你的脸的 沈玉婷一愣 然后不耐烦地说 你问这个有什么用 我问你 你就如实回答 不然怎么证明 你说的是实话 萧令月直接打断她 两位殿下还在旁边听着呢 玉婷 你就如实说 让两位殿下看看 到底是谁在说谎 沈志江说着 不满地瞪了萧令月一眼 她很相信自己疼爱的女儿 因为在她眼里 沈玉婷向来是善良又温柔的 怎么可能撒谎骗人 沈玉婷没办法 只好开口瞎边 我刚走进屋 你儿子就用药粉朝我的脸撒过来 停 萧令月打断她 你确定你是刚走进屋 就被北北撒药粉 沈玉婷瞪着她说 我确定 她问这些废话 有什么用 萧令月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沈玉婷 你连说谎都不动脑子的吗 沈玉婷 你说你来探望北北 我姑且信了 因为北北今天正好生病 我一大早出门 就是为了给她买药 临走前我特意吩咐过 让她躺在床上不要动 所以你说你一进屋 就被北北攻击 这句话是假的 萧令月说 大门距离北北的床铺 有十几米远 她怎么攻击你 还精准地把药粉 撒到你的脸上 沈玉婷眼神一慌 我 萧令月挑刺的角度太刁钻 她一时尽不知道怎么解释 沈玉婷还算有几分小聪明 很快反驳道 你怎么知道 她会乖乖躺在床上 小孩子都是活泼好动的 也许你刚一走 她就偷跑下床了呢 没错 玉婷说的有道理 沈志江也跟着帮枪 湘王本来觉得萧令月说的挺有道理 但是听沈玉婷这么一说 又觉得好像也没错 毕竟事发的时候 萧令月又不在现场 她怎么确定北北没有偷跑下床 北北正在生病 虚弱怕冷 而且她只穿了一件礼衣 连鞋袜都没有穿 不可能偷偷下床 如果你还不信 北北 把证据给他们看 萧令月说道 北北心领神会地动了动 从紧紧裹着的被子里 露出一双光溜溜的小脚丫 湘王不由纳闷 这能证明什么 昨天她的鞋子湿了 我让下人拿去烘干 一直没有送完 这屋子里乱成这样 如果她真的下过床 光着脚不仅容易受伤 而且一定会弄脏脚底 萧令月淡淡道 听到这番话 屋内不少人 都偷偷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底 发现正如萧令月所说 每个人的鞋底都沾上了血水 有些还卡着碎瓷片 而北北不仅脚上干干净净 嫩嫩的小脚丫 更没有一点伤痕 沈玉婷心慌意乱地争辩道 这也不能证明什么 也许是她 也许是她用别的东西 把脚擦干净了 你是想这么说吗 萧令月已经猜到了 她会说什么 机窍地道 但是很遗憾 从你不怀好意地 走进这间屋子开始 屋内就一直有人在 北北没有时间做这种事 即使她用床上的被子擦脚 也一定会在被褥上留下痕迹 但现在同样没有 沈玉婷终于哑口无言 眼看越解释破绽越多 她干脆改口道 是我记错了 不是刚进门 是我走到床边掀开帘子 她才朝我撒药粉的 那你身上的烫伤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北北打塞了茶壶 把你弄伤了 萧令月悠悠问道 没错 她就是故意的 沈玉婷想也不想地栽赃 我离开的时候 屋里只有一个茶壶 放在外面的桌子上 里面是厨房刚送来的热水 北北没有下过床 不可能自己把茶壶拿到床上 所以是你带进去的 不等沈玉婷回答 萧令月语气骤然冷练 你到床边探望我儿子 踢着刚刚烧开的热水 想干什么 沈玉婷一时大慌 我 不知道怎么解释是吧 我来听你说 你踢着茶壶 不怀好意地靠近床边 被北北发现了 她为了自保 在你掀开床帘的时候 洒出药粉 你受到惊吓 茶壶摔在地上 这才弄出了一身的伤 萧令月语气冰冷却笃定 每个字都像中骨一般 敲在沈玉婷心头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能在这个屋子里找到证据 萧令月再次冷声打断她 接而讥笑道 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提到茶壶 只是因为北北的话吗 沈玉婷 她脑子完全混乱了 萧令月的思维缜密远在她之上 每一句话都像是设好了陷阱 等着她傻乎乎地往里面跳 这种全程被她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实在是太难受了 连偏心的沈志江都隐隐感觉到 她的宝贝女儿 似乎真的说了假话 湘王好奇地问 你说的证据到底是什么 湛北寒冷淡道 这满地的茶壶碎片 你没长眼睛吗 如沈婉所说 这屋内只有一个茶壶 北北又没有下过床 那原本放在外间 装满热水的茶壶 又是怎么跑到里间床边上 而且摔碎一地的 再结合沈玉婷身上的各种滑伤 烫伤 以及几个丫鬟身上同样的伤势 就可以推断出 沈婉所说的情况才是真的 北北一开始的描述没有说谎 确实是沈玉婷自作自受 沈婉有句话说的没错 他连说谎都不带脑子 大概是因为在沈家太受宠 仗着点小聪明 就以为能骗过所有人了 天底下竟然有这等蠢货 相比起愚蠢的沈玉婷 湛北韩对沈婉更感兴趣 他刚刚对沈玉婷用的一系列话术 是审讯中最常用到的还原描述 顾名思义 就是让嫌疑人描述还原事情经过 然后结合实际情况 从谎言中抓取漏洞 然后撬出真相 这需要很强的敏锐洞察力 湛北韩在审讯一些探子的时候 也用过这种手段 而最初教给他这种方法的人是 湛北韩眼眸变得幽深 湘王一开始还没想明白 细细琢磨后终于恍然大悟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神慌乱的沈玉婷 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说谎 自己干了坏事还贼喊捉贼 本王真是长见识了 亏得他以前还以为 沈玉婷只是空有一张漂亮的脸 其实是个单纯小白花呢 没想到人家才是半猪吃老虎 差点把他骗进去了 这样一想 湘王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感谢一下沈玉 要不是因为他 他也看不到这样一出大戏 继续被沈玉婷蒙在鼓里 没准哪天他被太子的催婚逼急了 情急之下 真把沈玉婷给娶回家了 想想这种心机深沉又狠毒的女人 如果进了自家王府 湘王都不禁打了个寒战 沈玉婷一时心慌意乱 跪在地上哭诉道 湘王殿下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别 你跟本王又没关系 犯不着跟本王解释 湘王从小长在后宫 见多了后宫嫔妃的阴狠算计 所以他最讨厌心机深沉的女人 只喜欢那种纯情无辜的小白花 沈玉婷之前装的柔弱无辜的样子 也是为了讨她欢心 如今暴露真面目 湘王后怕之余 果断跟她撇清关系 没有半点平时的联系关怀 湘王殿下 沈玉婷这下是真的痛哭起来了 他本来只是想害沈婉的儿子 谁知道陪了夫人又折兵 不仅毁了容 还坏了湘王对自己的印象 现在可怎么办 他还能嫁给湘王做王妃吗 湘北韩极为不耐烦地 看着痛哭流涕的沈玉婷 吵死了 滚出去 沈玉婷哭声都吓停了 义 义王殿下 义王跟湘王不一样 从来没有怜香惜玉的观念 沈玉婷敢在湘王面前 哭诉闹腾装可怜 却不敢在义王面前耍任何小手段 他的一个眼神 就足以把他吓得瑟瑟发抖了 滚 湘北韩语气厌恶 义 义王殿下 对不起 我马上滚 沈玉婷吓得连哭都忘了 连滚带爬的捂着脸跑了出去 沈志江健壮也吓得双腿直打站 义王 义王殿下息怒 下官 你也滚 湘北韩没一个好脸色 沈志江却眼睛一亮 惊喜地点点头 是是 下官这就滚 不打扰殿下了 他完全忘了这是他自己的侯府 义王才是客人 一脸如蒙大赦的带着人逃命时的走了 提都不敢再提成志沈婉的事 满屋子的下人如潮水一般退去 翡翠楼眨眼间恢复了安静 如同潮水肆虐过一般 到处狼藉一片 萧丽月看着乱七八糟的屋内 走过去将青罗扶起来 青罗 你没事吧 谢谢你护着北北 青罗肿着脸摇摇头 含糊地说 奴婢没事 答应过 三小姐的 说话算话 萧丽月心里一软 看着她脸上的伤 待会我给你上药 你的脸不会有事的 青罗乖巧地点点头 娘亲 他们怎么也来了 北北敏眉看着湘王和湛北寒 小布点 你不欢迎我们吗 湘王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北北不搭理她 目光警惕地盯着湛北寒 湛北寒明显发现了她的敌意 同时也发现她气息虚弱 确实是有病在身 这一点 沈婉倒没有说谎 她确实很关心她这个儿子 湛北寒微眯起眼睛 忽然道 韩寒今天受伤了 不肯上药 在王府里哭闹着要见你 你说真的 萧令月一惊立刻问道 闹脾气 从屋顶上跳下来 伤得不轻还不肯上药 湛北寒盯着她 一定要见你不可 萧令月脸上露出心疼和焦急 随即又有些迟疑 可是北北也不能离人 压制毒素的汤药很关键 她不放心交给别人 王府不缺能住人的院子 你可以带她一起去 不管是需要太医 还是要什么药材 本王都可以给你找来 湛北寒悠悠说道 湘王闻言猛然转头看她 表情仿佛见了鬼 萧令月也不禁愣了一下 然后狐疑地看着她 脸上分明写着 你会这么好心 湛北寒冷冷道 你大概还不知道 韩寒今天一早就进了宫 将整个太医院的药材都搬空了 说要给你送过来 萧令月 本王不许她胡闹 她就爬到屋顶上 威胁本王要跳下来 萧令月 什么 看起来那么乖巧的寒寒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连坐在床边一脸警惕的北北 都惊了一下 本王想救她下来 她不肯 结果摔了一身伤 又不肯上药 哭闹着非要见你不可 湛北寒薄唇威敏 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要不是她闹得厉害 你当本王想来找你吗 萧令月嘴角抽搐了一下 明白她什么意思了 这男人的言外之意 要不是熊孩子闹得要死要活 你以为本王会有好心 让你带儿子去一王府 简直是做梦 换句话来说 湛北寒让她带北北 一起去一王府 完全是迫于无奈 毕竟还指望着她去哄儿子呢 萧令月醋没道 韩含伤得严重吗 性命无碍 湛北寒冷冰冰地说 但她不肯上药 本王拿她没办法 萧令月凉凉地道 看来一王殿下 平时确实不是一个好父亲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会哄 反而要求助我这个外人 这岂不是正合了你的心意 湛北寒略带讥讽讽地看着她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萧令月懒得多说 两个孩子她都一样在乎 不管丢下哪一个 她都不放心 翡翠楼现在闹得一塌糊涂 显然也没法助人 还不如直接把北北带去一王府 反正药材她已经买好了 在哪里间要都一样 去了一王府 她还能把韩含和北北都放在身边 亲手照顾 这样也能放心些 萧令月很快就想好了 爽快点点头 行 我给北北换身衣服就走 娘亲 北北有点不情愿地喊了一声 她不想去一王府 北北听话 我们看完 韩含就回来 萧令月摸摸她的脑袋 北北不情不愿地抿了下唇 想到韩含受了伤 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便不再多说 青罗 你也跟我一起去 萧令月不放心 把青罗一个人留在侯府 免得被沈玉婷迁怒报复 说着便亲自动手 给北北穿衣服 青罗偷偷瞥了一眼一王殿下 见她没有反对 心里松了口气 战北韩锐利的目光 紧盯着萧令月 看着她亲手照顾孩子穿衣服 动作温柔又熟练 一看就是平时照顾惯了的 青罗上前 想帮忙也被她拒绝 从里到外都亲力亲为 身份有问题 可能是南烟那边的探子 出于某种目的潜入京城 故意接近寒寒 但是如果真的是探子 她没必要在身边 带着一个病弱的小孩 这显然会拖累她的行动 除非这个小孩 对她来说别有用处 但奇怪的是 她对这个孩子的关心 却又是真的 完全不是把她当棋子 纯粹利用的模样 从她的一举一动 种种细节都不难看出 她照顾孩子的水平很高 连很多亲生母亲 都比不上她细致 难不成 这孩子真的是她亲生的 如果不是南烟那边来的 那她又是什么人 冒名顶替神晚回京 又有什么目的 湛北寒冷锐的眯起眼眸 心里一斗重重 这时候 站在身旁的湘王 用手肘轻轻撞了她一下 小声道 三弟 湛北寒思绪被打断 转头看向她 高啊 湘王朝她竖起大拇指 一双兴奋八卦的眼睛 闪闪发亮 直接把人接到自己府里 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一招厉害了 湛北寒 她在说什么 我本来还以为你这种性格 既不懂怜香惜玉 又对女人毫无兴致 以后肯定是要孤独终老的 没想到 竟然是做哥哥的小看你了 你小子手段这么高 湘王兴奋的挤眉弄眼 就像是发现了 自家弟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心情格外雀缘 二哥误会了 湛北寒面无表情地推开她 本王没这个闲工夫 他提议让沈婉母子 去一王府小住 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把这个女人 放在眼皮子底下 就进监视而已 派去调查沈婉底细的叶衣 还没有传回消息 对于沈婉的目的 湛北寒心里怀疑很深 与其让他在京城里四处走动 不知道背地里干了什么 倒不如直接放在身边 他平时的一举一动 他都能盯得清清楚楚 但是这种心思 湛北寒不便直说 更不会告诉满脑子 只有风花雪月的湘王 所以湘王坚信自己发现了真相 得意的挑眉道 哎呀 在二哥面前 你还装 二哥懂得 一定给你保命 湛北寒 简直是鸡同鸭讲 他懒得搭理湘王 目光朝萧令月看去 收拾好了 已经好了 走吧 萧令月将北北股的严严实实 外面还照了一件胡毛披风 亲自抱在怀里 身后的青罗 则拿着药材 低着头 大气不敢出 湛北寒收回目光 转身王府外而去 湘王殿下 湘令月发现 湘王眼神发亮地看着自己 嘴角还带着一丝微妙的笑容 笑得他后背发毛 没事没事 三小姐 快走吧 湘王黑黑直笑 催促着他赶紧走 留在南洋侯府 有什么前途 赶紧搬去翼王府 好好跟他三弟 培养感情去 如果三弟 有了喜欢的女子 父皇和太子 肯定就没空管他了 他也不用隔三差五地被催婚了 真是老天保佑 希望他们赶紧定情 立马成亲 三年爆两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湘王脚步轻快地往外走 一边走一边心里拜菩萨祈愿 萧令月看着他欢快的背影 突然感到一阵恶寒从后背袭来 仿佛有人在诅咒他 一行几个人 心思各异地来到门口 湘北寒是独自骑马来的 他的座骑名为玄影 是一匹真正的汉鞋宝马 曾经跟随湘北寒上过多次战场 是真正从刀山火海中闯过来的军马王 玄影的性格爆裂孤傲 普通人根本靠近不了 除了湘北寒以外 他也不接受任何人骑在背上 所以 待人是不可能了 萧令月虽然会骑马 但是北北不能吹风 青罗也不会骑马 湘王立刻表态道 本王的马车可以借给三小姐 先把你们送去翼王府吧 萧令月有点不好意思 这会不会太麻烦了 不会不会 反正本王今天也没事 沿街走走就行 你赶紧去王府抗寒寒吧 湘王巴不得他立刻搬进翼王府 那就谢谢殿下了 萧令月有些感动 觉得湘王真是一个热心肠的好人 战北寒冷眼旁观 在湘王殷切的目光注视下 萧令月抱着北北上了马车 青罗也跟着上去 驾 车夫甩动缰绳 马车便朝着翼王府的方向行驶去 战北寒翻身上马 正准备跟上 三弟 湘王喊了一声 再三鼓励道 别忘了呀 进水楼台先得月 一定要早日把三小姐拿下 战北寒 他不想跟傻子说话 驾 旋影飞驰而去 湘王站在侯府门口 远远看着马车远去 忽然黑黑笑了起来 活像一只偷了母鸡的狐狸 王爷 您在笑什么 特意留下来的小丝好奇地问 本王在笑 还有个难缠的侧妃 这一下可有好戏看了 小丝听不懂 什么好戏 湘王神秘兮兮的一摇手 佛约不可说 小丝 他家王爷又不正经了 侯府后院 厢房里 沈玉婷捂着脸扑在床上 呜呜哭得伤心至极 沈志江既头疼又心疼 乖女儿 你别哭了 爹爹知道 你受了委屈 再哭下去 脸上的伤可怎么好 我的脸被伤成这样 又被湘王殿下看了个正正 他以后肯定不会喜欢我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 我还不如死了 我不要活了 沈玉婷哭着拔下头上的发簪 就要朝脖子捅去 玉婷 你可别做傻事啊 沈志江吓得心惊肉跳 赶紧拉住他的手 爹爹 女儿没脸再活下去了 沈玉婷哭着扑到他怀里 柔弱的肩膀颤抖不止 沈志江心里 原本是有些怪他的 在沈婉的延训逼问下 沈志江最后也看出来了 真正说谎的是沈玉婷 他落的这个下场 有一半原因是自找的 当然沈婉那个儿子 也确实下手狠毒 竟然用毒粉烧烂了他的脸 可是即便如此 看到沈玉婷哭得这样伤心欲绝 沈志江这个做父亲的心也软了 毕竟是他宠了十几年的宝贝女儿 伤成这样 他岂能不心疼 乖女儿 别哭了 不就是伤了脸吗 爹爹给你请了京城最好的大夫 一定能让你的脸恢复如初的 沈志江轻轻拍打着女儿的肩膀 叹了口气 安慰道 爹爹说的是真的 沈玉婷立刻抬起头 沈志江不敢看他的脸 目光躲闪地道 当然是真的 爹爹跟你保证 你的脸一定会没事的 那就好 沈玉婷顿时松了口气 随即又咬牙切齿地道 我真是万万没想到 三妹那个野种儿子 竟然如此狠毒 爹爹一定要狠狠地惩罚他 给女儿出这口恶气 沈志江皱眉 他只是个孩子 还不懂事 爹爹 你想想 谁家不懂事的孩子 会随身带着剧毒的药粉 女儿只是去看他一眼 他就觉得 女儿想害他 竟然毫不犹豫地 将毒粉撒在我的脸上 把我害成了这个样子 沈玉婷咬牙切齿地说 后来爹爹想给我做主 他更是直接威胁爹爹你 说谁敢靠近他 他就毒死谁 这样心肠恶毒的小孩 简直比大人还可怕 爹爹千万不能因为他年纪小 就心软了 沈志江听他这么说 脸色顿时变了变 似乎说得很有道理 更何况 三妹以后还要带着他儿子住在家里 日子还长着 他今天能对我下毒手 说不定每天爹爹呵斥了他一句 他就敢对爹爹下毒手 这样恶毒的小孩 爹爹难道不觉得可怕吗 沈玉婷拼命煽风点火 把北北说成了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沈志江不由悚然一惊 这 这不可能吧 我可是他的外祖父 他还敢对我下毒手 女儿还是他的姨母呢 他不是照样把女儿害得这么惨吗 沈玉婷声音怨毒地说 这种心肠恶毒的小畜生 从小又不在咱们家里长大 谁知道他肚子里揣着什么黑心肠 爹爹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沈志江原本就耳根子软 在沈玉婷的一再挑唆下 他脸色变了又变 你说的有道理 看来 确实要狠狠惩罚一下沈婉跟他的儿子 让他们知道 沈家容不得他们放肆 那爹爹还等什么 只要翼王和湘王殿下不在 爹爹才是我们沈家的一家之主 就该狠狠惩罚沈婉母子才对 沈玉婷立刻拱火道 沈志江转头对下人命令道 去看看两位殿下走了没有 若是走了 立刻把沈婉母子给我抓过来 是 下人领命匆匆出门打探消息 不一会儿 下人就回来了 老爷 门房那边说 两位殿下已经离开了 那还不赶紧去抓人 沈志江威严说道 可是 门房那边说 两位殿下把三小姐母子也一起带走了 说是要去翼王府 小住几日 下人结结巴巴的说 沈志江 什么 沈玉婷得意的脸色也僵住了 声音尖锐 去翼王府小住 他凭什么 下人吓得跪在地上 好 好像是翼王殿下 主动邀请的 沈志江妇女俩 听到下人的话 沈玉婷一张血淋淋的脸 都极度地扭曲起来 争宁无比 他费尽苦心地勾引湘王殿下 好不容易在殿下心里有了几分地位 做梦都想光明正大地住进湘王府 成为王府的女主人 结果没想到 竟然是一败涂地 这也就算了 翼王殿下亲自邀请去王府小住 他凭什么 就凭他那张丑得让人想吐的脸 还是凭他那个恶毒心肠的野种儿子 沈玉婷太不甘心了 那可是高高在上的翼王殿下 太子的亲弟弟 北清国唯一的亲王 身份地位之高 乡王拍马都比不上 他竟然会对沈婉母子另眼相待 沈志江万万没想到会这样 震惊哑然了许久 他磕磕巴巴地道 沈婉和翼王殿下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下人壮着胆子道 老爷您忘了吗 昨天在寿宴上 翼王府的小柿子 还管三小姐叫娘亲呢 沈志江浑身一震 你的意思是 小的不敢乱说 你尽管说 本侯也不怪你 下人犹豫着说道 翼小的所见 那位小柿子对三小姐 确实亲密非常 仿佛亲生母子一般 亲生母子 沈志江心神一震 他脸色变换几下 忽然摆摆手 罢了 既然是翼王殿下把人接走了 那就算了吧 这件事到此为止 谁也不许再提 让府里的下人 都给本侯爷把嘴巴闭紧了 谁敢在外面胡说八道 别怪本侯爷无情 是 下人心惊胆战地退了下去 沈玉婷委屈地哭道 爹爹 那女儿今天的罪就白受了吗 沈志江不悦道 那你想怎么样 难道要为父冲到翼王府 把沈婉拉出来 给你出气 沈玉婷 他也知道这不可能 沈玉婷是实在不甘心 捂着脸呜呜呜地哭起来 沈志江一时头疼不已 正在这时 有丫鬟进来通传 蒙大赦又对沈玉婷道 大夫来给你看脸了 你快别哭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把你的脸治好 等到恢复如初了 你和湘王之间还有机会 沈玉婷一想也是 这才勉强止住眼泪 很快 胡子花白提着药箱的老大夫 就走了进来 一看到沈玉婷恐怖的脸 险些惊了一跳 这位姑娘 怎么会伤成这样 她不小心碰到了有毒的东西 脸就变成这样了 大夫 你快给她看看 能不能解毒 让她的脸 尽快恢复原样 沈志江迫不及待地问道 对于自家女儿的美貌 她也是很重视的 毕竟 这可是连姻的重要筹码 女子毁了脸 就像男人没了二两肉 跟废了也没区别了 沈玉婷同样期盼地 看着老大夫 老大夫一听 顿时拉下脸 侯爷怕不是 在跟老夫开玩笑吧 沈志江 看姑娘这脸上的伤势 不只是被毒物腐蚀 还曾经用手抓闹过吧 老大夫眼力毒辣 一针见血地刀 如果只是毒物腐蚀 脸上长满农包 只要不把它抓破 解毒之后 农包自然会消退下去 荣包也不会有损 但是现在 她又看了一眼 沈玉婷的脸 露出惨不忍睹的表情 摇了摇头 沈玉婷心里咯噔一声 尖锐质问道 现在怎么了 不能恢复了吗 你可是京城最有名的大夫 你一定有办法吧 沈志江也急忙问道 老大夫无语地说 侯爷 老夫只是个大夫 不是神仙 姑娘这脸上 全是指甲抓过的痕迹 连皮肉都被抠掉了 就算真的解了毒 削了脓包 但抓出来的伤口 还在 怎么可能完全恢复原样 肯定是会留下疤痕的 这就像人身上 被挖掉了一块皮肉 再高明的大夫 也只能尽快让伤口恢复 不可能让这块皮肉 重新长出来 能做到这一点的 不是大夫 是神仙 总之他是做不到 沈志江 不 我不要刘疤 我要我的脸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沈玉婷一听要刘疤 顿时下风了 他神情猙獰地 抓着老大夫脸上的血痂 因为表情扭曲而崩裂 流出一道道污血 如同恶鬼一般 沈玉婷却顾不上 眼睛死死瞪着老大夫 你是大夫 你一定有办法的 你快给我想想办法 我不要刘疤 我就要我原来的样子 老大夫吓了一跳 姑娘 你冷静一点 这么多抓伤 是不可能不刘疤的 我不要听这种话 沈玉婷声音尖锐拔高 抓着老大夫立声道 你是大夫 你快给我想办法 老夫真的做不到 老大夫都被他吓到了 这种蛮不讲理 又无法沟通的病人 没有一个大夫见了不怕的 老大夫也算是见多识广 一看这情景 就知道不妙 这病没法治了 治好了 也会沾上麻烦 老大夫用力正开沈玉婷 背着药箱叫走 这伤老夫治不了 侯爷另请高明吧 你站住 不许走 沈玉婷扑上去 死死拽住他 你是最有名的大夫 你一定要给我治好我的脸 沈志江也道 大夫 你可不能撒手不管啊 我女儿的脸就靠你了 老夫真的治不了 我不管 你快想办法 你一定有办法的 沈玉婷就像疯了一样 什么都听不进去 满脑子都想着 他的脸一定不能有事 否则 他还怎么嫁人 你好歹是有名的名医 我恭恭敬敬地把你请过来 你至少要想个办法 开个药方吧 沈志江不悦地沉下脸 眼看着妇女 两是彻底赖上他 甩不掉了 老大夫心里长叹一声 要开药方可以 但老夫丑话说在前头 恢复如初是不可能了 侯爷到时候 可不要怪老夫 你是最有名的大夫 我相信你的医术 你尽管治 沈志江乃听得近他的话 只想着大夫肯定会有法子 不管怎么样 先治了再说 老大夫让沈玉婷在窗边坐下 近了手 仔细检查他的脸 越看越皱眉 这张脸已经被抓得面目全非了 额头 脸颊 下巴都是一条条的血槽子 皮肉都翻卷了 只剩一双眼睛还好好的 沈志江还在一旁不停地问 怎么样啊大夫 多久能治好 七天能恢复原样吗 七天 老大夫差点气笑了 伤成这样 七天你就想恢复 他以为这是捏泥人呢 受伤了 随便找点泥巴呼上去就行了 简直就是说笑 那半个月总该够了吧 沈志江又改口道 老大夫都不想理他了 一边检查 一边思索着对应的解毒方 忽然发现不对 你这是从哪沾染的毒物 有什么不对吗 沈志江皱眉问道 你等等 老大夫忽然兴奋起来 打开药箱 从里面拿出各种瓶瓶罐罐 和银针 不调等物件 他用银针小心地挑了一丝 沈玉婷脸上的血肉 银针迅速变得漆黑透亮 老大夫也没管 将血肉抹在干净的布条上 然后用各种瓶瓶罐罐 开始尝试 你在干什么 快点给我治脸啊 沈玉婷看不懂大夫的做法 极为不耐烦地催促道 老大夫充耳不闻 继续忙碌着 他的眼睛渐渐发亮了 最后惊呼一声 妙啊 沈玉婷 老夫从来没见过 如此奇特的毒素 太妙了 老大夫兴奋无比地说道 沈志江听得一头雾水 大夫 你在说什么 快告诉我 他脸上的毒雾 是从哪沾上的 是谁配出来的 老大夫一把抓住沈志江 急切追问道 沈志江满脸不约道 大夫 我请你来 是给我女儿看脸的 你问这些不相干的做什么 到底能不能治 老大夫毫不犹豫地说 治不了 沈志江 老大夫冷静了一下 解释道 他脸上的毒雾毒性极强 而且已经渗透进了体内 极为顽固难缠 老夫行医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凶猛的毒雾 如果不知道 是用哪些毒雾调配出来的 就无从解毒 侯爷不妨仔细想想 令院脸上的毒雾 到底是从哪染上的 如果能找到下毒的人 或许能从对方手里拿到解药 否则这毒谁也解不了 沈志江不可思议道 你是京城最有名的大夫 连你也解不开 不知道毒雾配置的种类 这毒老夫解不开 天底下也无人能解开 老大夫好心劝道道 侯爷与其找大夫 不如去找那下毒的人 对方手里肯定有解药 沈志江 毒是沈婉的儿子吓得 他怎么肯耐把解药拿出来 沈志江恼羞成怒道 你这个庸医 连区区毒粉都解不了 还在这里危言耸听 来人啊 给我把这个庸医赶出去 去太医院请太医来 民间的大夫果然靠不住 什么名满京城的第一名医 全都是招摇撞骗 徒有虚名的庸医 早知如此 他就该直接派人去请太医 老大夫原本是好心劝他 没想到反被人指着鼻子骂 一时也气笑了 本来还想提醒一下 这毒如果不尽快解了 毒素就会不停地腐蚀皮肉 等到整张脸都烂完了 人都死不了 那才叫活着受罪 所以找什么大夫都来不及 还不如直接去求下毒的人 早一天拿到解药 就少说一天的罪 但是现在提醒个屁 就让他去找太医瞎折腾马 看看到底谁是庸医 老大夫恨恨喷了口气 不用人敢 自己拿着药箱就往外走 不提沈家 父女两位了治好沈玉婷的脸 怎么绞尽脑汁想方设法 弄得整个侯府鸡飞狗跳 另一边 湘王府的马车 已经停在了义王府门口 萧令月抱着北北下了车 抬头看着义王府 位额高大的府门 耀眼的金字招牌 一时间竟然有种 恍如隔世的感觉 上一次来到这座王府 还是在五年前 大婚的时候 时间过得可真快 梁七 你怎么了 北北裹着毛茸茸的披风窝 在他怀里 仰头问道 萧令月回过神 笑道 没什么 一时走神了 跟本王进来 战北含下了马 随手将马鞭丢给一旁 迎上来的马夫 带着萧令月母子 便往府里走去 萧令月平静地跟在后面 没有说话 很快就到了主院 一个中年管家 急慌慌地迎上来 王爷 您总算回来了 世子他 话还没有说完 管家便看到了 后面的萧令月母子 微微一愣 这几位是 萧令月看着他 冷淡点了下头 管家急忙拱手失礼 因为不清楚他的身份 又见是王爷亲自带回来了 态度十分恭敬 萧令月淡淡心想 当初大婚的时候 管家的态度 可不是这样的 虽然那时候 他的意识有些模糊 却是清楚地记得 就是这位管家 带人 把他扶进一王府的 满身的厌恶掩饰不住 如今他换了个身份 重新站在管家面前 他反而恭敬起来了 未免有些讽刺 世子怎么了 战北含往正屋走去 管家顾不上别的 立刻快步跟上 世子还闹着不肯用药 侧妃亲自兼料送过来 现在正在房里呢 一句话的功夫 战北含身高腿长 已是走了正屋门口 萧令月微微醋眉 紧随其后 房门没关 战北含一走进去 就听到寒寒厌烦的声音 拿开 说了我不喝 谁要你假好心 然后砰 一声闷响 药碗砸在地上 冒着热气的药汁和碎片 飞溅开来 啊 谢蕊下的尖叫一声 往后躲开 身子一歪 就朝地上摔去 地上到处都是锋利的碎碗 这要是摔倒了 肯定会受伤 战北含正好进门 剑撞瞬间闪身过去 伸手扶住他 谢玉蕊惊慌地扑到他怀里 王爷 你回来了 真是吓死我了 他柔柔弱弱地靠在战北含肩上 一抬头 与随后进门的萧令月四目相对 萧令月没想到 进门就看到这种场景 他平静看了一眼谢玉蕊 目光很快看向床榻上 韩寒躺在床上 衣服上是干涸的血字 脸色苍白 愤怒地瞪着谢玉蕊 萧令月不禁心疼 立刻走上前 喊了一声 韩寒 小家伙一抬头看着他 愣了下 眼圈飞快就红了 朝他伸出小短手 呜 娘亲 萧令月心疼坏了 立刻将北北放在床榻一旁 伸手将韩寒抱进怀里 这是怎么了 乖 不哭不哭 呜 娘亲 韩寒乌咽着不说话 一个劲地往他怀里钻 萧令月不知道他身上伤势怎么样 不敢随便乱碰 怕扯到伤口 轻轻拍着他肩膀 安抚他的情绪 我在呢 韩寒乖 不哭了好不好 告诉我身上哪里疼 韩寒乌咽着不说话 钻在他怀里不肯出来 小手紧紧攥着他的衣角 生怕他跑了似的 萧令月无奈 只能耐心地哄了又哄 一旁的北北摘下兜帽 脸上仍然戴着小面具 歪头看着韩寒 王爷 这个姑娘是谁 这时候 一道看似端庄 暗含极度的声音响起 萧令月一抬头 看到正靠在 湛北寒怀里的女子 嘴角带着笑 一双宝寒极度 和狐疑的眼睛 紧紧盯着他 那眼神好似毒蛇一般 阴冷冷的 让人不寒而栗 你是 萧令月被他盯得不舒服 明知故问道 我是王爷的侧妃 不知姑娘是什么人 世子身份尊贵 娘亲这两个字 可不是随便能叫的 谢玉蕊语气不善地说 就是这一句娘亲 狠狠戳到了 谢玉蕊的肺管子 他在府里辛辛苦苦伺候 这小野中这么多年 他都从来没有 叫过他一生娘 完全没把他这个树母 放在眼里 如今 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女人 竟然能让这个野种 心甘情愿地叫他娘亲 而且还是当着王爷的面 谢玉蕊一下子提高了警觉 上下打量着萧令月 暗自揣测他的身份 为了不引人注目 萧令月在出门前戴上了面纱 掩盖住了脸颊上的胎记 只露出一双眼睛 偏偏他的眼睛 又生得十分灵秀 形如碱水 乌黑清亮 让人一看就觉得 这是一双美人的眼 谢玉蕊极恨地盯着他的眼睛 随即又暗暗打量他的头发 身形 衣着 从上到下 连裙摆下的鞋尖都没放过 萧令月虽然换了一张脸 但身体还是自己的 他的身量 比一般女子要高调几分 又因为常年习武的缘故 身材形体十分漂亮 随便往那一座 都是玲珑有致的线条 虽然穿的只是简单的衣裙 头上也没有太多首饰 可看上去 就是和一般规格女子不一样 谢玉蕊越打量 心里越不舒服 手盘捏着紧紧的 这是 从哪冒出来的贱人 什么时候勾搭上王爷的 他竟然连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原来是王府的侧妃娘娘 真是失禁了 萧令月轻轻拍着寒寒的肩膀 淡淡道 我听说过你 谢玉蕊一愣 然后羞涩地看了一眼占北寒 想必是王爷说的吧 王爷就是这样爱护 我 不 是寒寒告诉我的 萧令月微微勾唇道 你想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谢玉蕊 他不想 这小野种 肯定不会说他半句好话 谢玉蕊端庄地微笑道 世子年纪小 还不懂得分辨人心 对我又向来有些误会 不过没关系 我作为他的长辈 自然要多包容一些 不管他说什么 我都不会放在心上的 萧令月文言 特意看了一眼占北寒 发现他毫无反应 好似对侧妃的宽容得体 十分满意 他在看怀里的寒寒 小家伙嘴唇都明紧了 小身子轻轻发抖 萧令月终于明白 为什么韩寒说 府里的坏女人 总是欺负他 他爹爹却从来不信他了 感情这还是个绿茶娘娘 萧令月嘴角勾起 一抹冷淡的笑 侧妃可真是会说话 谢玉蕊 我只是说 韩寒跟我提起过你 却没说他说了什么 你却告诉我 韩寒年纪小不懂事 所以你会包容他 不跟他计较 萧令月似笑非笑道 换句话来说 你下意识就觉得 韩寒会在我面前说你坏话 而你想表达自己宽容不计较 所以你是好人 韩寒是恶人 是吗 战北韩剑没促起 听到谢玉蕊的话时 他只觉得他宽容大方 对韩寒很好 可是被萧令月这么一说 意思顿时就不一样 谢玉蕊立刻否认道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说自己是长辈 要多包容韩寒 那请问韩寒做错了什么 需要你包容他 萧令月冷笑道 你这话说的 就好像韩寒做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错事 必须让人包容原谅他似的 我这么理解有问题吗 我 谢玉蕊一时不知道怎么圆了 而且你误会了 韩寒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好 他还跟我夸你呢 谢玉蕊敬意不信 他夸我 是啊 萧令月悠悠地说 他夸你想得多 做得也多 平时特别辛苦 谢玉蕊 这分明就是嘲讽他 他就知道 这小畜生嘴里没一句好话 偏偏萧令月一脸诚恳地看着他 仿佛说的都是真心话 一点没有嘲讽的意思 谢玉蕊勉强挤出笑容 是 是吗 世子真是过奖了 我本来也以为他是过奖 但今天见了你 才知道他说都是实话 一点都没夸张 萧令月意味深长地说 谢玉蕊心里憋屈极了 明知道萧令月是 加枪待棒地讽刺他 可是他说的诚恳 戏做得很足 竟是一点错处都挑不出来 谢玉蕊想发火 都找不到理由 这一刻 他总算体会到 韩寒平时被他摆扳击对 憋了一肚子火 却发不出来的感受了 湛北寒也感觉出了不对劲 他醋眉看着两个女人 他们脸上都带着笑 气氛似乎很融洽 却有一种暗潮汹涌的火药味 四目相对下 谢玉蕊脸上的笑容 越发勉强了 姑娘 真是过奖了 他转头看向湛北寒 与其又交又撑道 王爷 您是从哪认识了 这么一位姑娘 如此伶牙俐齿 怎么也不跟妾身说一声 这件人 到底跟王爷是什么关系 好像狠护着这个野种 他必须赶紧弄清楚了 谢玉蕊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件人以后 一定会给他带来麻烦的 湛北寒宁了你眉 他是 翊王殿下 萧令月淡淡打断他 麻烦把伤药拿给我 我要给韩寒伤药了 亲儿子一身伤的躺在床上 他竟然还有空在这根侧妃 打情骂靠 萧令月心里一阵厌烦 早知道会这样 昨晚就不该让韩寒跟他回府 好好的孩子 都被他照顾成什么样了 湛北寒瞬间忘了谢玉蕊 转头问管家 柿子的药呢 都在这儿 回话的不是管家 而是默默站在床边阴影里的暗卫 叶七 他挤步上前 将手里的几瓶外伤药 恭敬递出 麻烦沈姑娘了 萧令月认出了叶七 朝他点点头 又轻声问韩寒道 听你爹爹说 你身上有很多擦伤 娘亲给你上药好不好 韩寒一脸仰慕地看着他 乖乖地点头 真乖 萧令月摸摸他的小脸 扶着他靠在软垫上 将身上染血的衣服脱下来 正如湛北寒所说 他身上伤口很多 大部分都是尖锐树枝划伤的 有些较为浅显的 已经结了血痂 有些却还在丝丝捋捋地 渗着血丝 除此之外 韩寒身上 还有很多轻轻紫紫的淤伤 右腿的膝盖也红肿了起来 小孩子皮肤本来就嫩 肤色又很白 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萧令月深深皱眉 眼底闪过心疼 北北凑过头来一看 轻轻地吸了口冷气 这么多伤口 你不疼吗 不疼 韩寒急忙说 男子汉怎么能怕疼 真的 北北不太相信 他以前不小心摔到地上 擦破一点皮 都疼得不得了 韩寒这些伤口 可比他严重多了 好吧 其实是有一点点疼的 要不北北你给我吹睡吧 听说吹睡就不疼了 韩寒眼睛亮亮地说 这是骗小孩子的 你也信 北北醋眉 我们不就是小孩子吗 为什么不信 韩寒理直气壮 北北无语地看着他 我才不给你吹 趁着两个孩子说话的功夫 萧令月仔细检查了一下 韩寒身上的伤 发现大部分都是皮外伤 没有伤到筋骨 他心里松了一口气 又伸出手 轻轻按了下韩寒肿起来的膝盖位置 韩寒撕 得一声 小身子颤了颤 神姑娘 你能不能小心一点 世子身份贵重 你要是不会上药 就别乱动手了 万一加重了 伤是怎么办 谢玉蕊皱着眉头开口 然而 没有人理他 很疼吗 萧令月问韩寒 有点疼 韩寒小脸都皱起来了 神姑娘 本次非跟你说话 你没听见吗 谢玉蕊语气变得不善 应该是软组织挫伤了 还好 没有伤到骨头 待会我用冰块给你冷敷一下 萧令月柔声说道 韩寒用力点点头 我都听娘亲的 萧令月笑了笑 转头对叶七道 麻烦准备一盆热水 干净的毛巾和绷带 谢玉蕊他气得刚要爆发 战北韩一直在观察萧令月的举动 冷冷瞪了他一眼 不懂就闭嘴 没人把你当哑巴 谢玉蕊委屈得不行 王爷 切身说错什么了 战北韩懒得跟他解释 他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 对治疗外伤也略懂一二 从神丸检查伤口的动作就能看出 他是懂医术的 而且水平不差 之前太医来给韩寒看过伤势 虽然韩寒十分抗拒 但太医也说了 寒寒的膝盖没有伤到骨头 在十二个时辰内用冰块冷敷 可以缓解红肿和冲血的症状 这一点和神丸的判断如出一彻 可以看出他并不是随口瞎说 而谢玉蕊呢 他曾经也是太医院出来的人 对医术有所了解 却连最基本的外伤检查都看不明白 还好意思说别人不懂 这样的蠢货 战北韩心里不禁生出一种厌烦情绪 王爷 切身谢玉蕊委屈的还想再说 出去 谢玉蕊吓得身子一颤 他在专心查看韩寒的伤口 没有注意到王爷的话 谢玉蕊暗松了口气 面子暂时保住了 回你的院子去 战北韩语气悠冷地道 俊脸面无表情 谢玉蕊很了解战北韩的性格 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已经不耐烦了 他如果再不识好歹地纠缠下去 只会让自己更加难堪 谢玉蕊善善地道 妾身让厨房给柿子炖了参汤 王爷 别忘了让柿子喝 妾身回去了 雨碧 他带着丫鬟狼狈地离开了 出了院子走到花园 谢玉蕊才敢停下来 俯着胸口喘气 然而 想到王爷冷冽俊美的脸庞 他又不经脸泛红韵 心里如小鹿乱撞一般 止不住的痴迷和心动 就是这样高高在上 又威严冷酷的王爷 才是他心目中独一无二的英雄 他不择手段 也想要嫁给他 生下属于他们的孩子 派人去外面查查 那个贱人是什么身份 何时认识王爷的 查到了 立刻来告诉我 谢玉蕊眼神不善地命令道 是 两个贴身丫鬟立刻应道 谢玉蕊暗自发誓 他最好别跟我抢王爷 否则 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对于谢玉蕊的恶毒诅咒 萧令月丝毫不知 他甚至都没发现 他已经离开了 全部的注意力都在韩寒身上 等夜期准备好了热水 毛巾等物品回来 萧令月仔细进了手 便开始给韩寒上药了 因为北北常年病弱 经常需要针灸 不消毒的话 很容易感染 萧令月特意买了很多烈酒 然后通过蒸馏 得到高浓度的酒精 装在密封的药瓶里 随时都能取用 萧令月先用干净的热毛巾 软化了伤口上的血架 然后从轻螺带的小包袱里 拿出酒精药瓶 用干净的棉花团沾湿了 他温柔地对韩寒道 可能会有点疼 你稍微忍一忍好吗 娘亲 韩寒不怕疼 韩寒很有勇气地说 萧令月夸奖道 韩寒真勇敢 顿时一脸同情地看着韩寒 这瓶子里的东西 他以前不小心摔伤的时候用过 可疼可疼了 萧令月当然也知道 酒精刺激伤口有多痛 但是他也没办法 在古代这种环境 他能弄出高浓度的酒精就不错了 其他的消毒剂都属于化学药品 他可制造不出来 所以 带着一丝微微的歉意 萧令月用沾了酒精的棉花团 给韩寒伤口消毒 两者刚一碰上 韩寒就瞪圆了眼睛 发出一声惨叫 啊 你用什么东西 战北寒猛地抓住萧令月的手腕 寒寒疼得直冒冷汗 小口小口地抽着气 萧令月猝眉睁开战北寒的手 这是给伤口消毒用的 可以防止感染 战北寒拉过他的手腕一闻 棉花团上有一股刺鼻的酒味 这是烈酒 战北寒狐疑地看他一眼 用烈酒冲洗伤口 确实可以帮助伤口恢复 还能减少受伤后高烧不退的几率 这是战场上医术最高明的军医 才知道的机密 绝不允许外转 民间几乎没有人知道 萧令月没法跟他解释 烈酒和酒精的区别 只能含糊到 差不多吧 这个比烈酒效果更好一点 酒精消毒是为了减少外伤感染 而感染又很容易引发炎症和高烧 古代因为缺少消毒和消炎药品 所以任何一点小伤都很危险 一旦出现炎症感染和高烧不退 服用汤药的效果微乎其微 能不能活下来全看运气 战北寒在打仗的时候 剑多了因为受伤高烧不退 最后活活被烧死了士兵 用烈酒冲洗伤口 已经是军医能做的最大努力了 就是这样都不能保证 受伤的人一定不会发热 比烈酒更有效果的东西 战北寒眸光微闪 又看了眼寒寒 小家伙似乎已经没那么疼了 此刻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 北北幸灾乐祸的看着他 你刚刚不是说不怕疼吗 现在感觉怎么样 寒寒泪眼汪汪 呜呜 北北看他实在可怜 心里一软 便轻轻的给他吹了吹 一阵微风吹过 被酒精刺激的火辣辣的伤口 变得冰冰凉凉 格外的舒服 寒寒震惊的睁大眼睛 原来吹一吹 真的就不疼了 北北 你可以放开了吗 别耽误时间 萧灵乐猝眉看着战北寒的手 战北寒一顺不顺的看着他 眼神幽深莫测 慢慢松开手 萧灵乐懒得管他在想什么 继续给寒寒上药 北北倒是提醒了他 擦过酒精后吹一吹 可以缓解刺激 他就一边消毒 一边给寒寒吹吹 费了半瓶自制酒精 终于把伤口都消毒了一遍 然后就是上药了 外伤上药其实很简单 再加上寒寒又愿意配合 所以很快就完成了 萧灵乐特意用绷带包扎好几处 容易崩裂的伤口 然后看向寒寒的右腿膝盖 膝盖的错伤 暂时不用上药 得先用冰敷消肿 然后再用活血化瘀的药 这样好得比较快 他看向叶七 王府里有冰吗 有的 我这就去拿 叶七立刻往外走 等等 萧灵乐叫住他 你取了冰块后 用软布包着 给寒寒做冷敷 同一块位置不能敷太久 要来回换 以免皮肤被冻伤 直到你看到血肿消退位置 叶七 意思是让他来做 寒寒紧张的仰起头 娘亲要走了吗 萧灵乐还没回答 寒寒露出一脸绚然玉气的表情 拽着他的衣角 可怜兮兮地道 娘亲不要走 留下来陪陪寒寒吧 我不走 萧灵乐无奈道 不过北北也在生病 娘亲得去厨房给他煎药了 让叶七给你冷敷好吗 北北生病了 严重吗 寒寒关心地问道 按时吃药就没事 不用担心 萧灵乐摸摸他的小脑袋 沈姑娘 叶七为难地道 我实在不懂医术 不如我替你去厨房煎药 你来给小柿子冷敷吧 萧灵乐摇摇头 北北的药方很看重火候 我得亲自给他煎药 太医还在府里 可以代为煎药 占北韩叔弟开口 恐怕不行 萧灵乐微笑拒绝 占北韩醋眉 为什么 不过是煎个药而已 萧灵乐淡淡道 没有为什么 既然府里有太医 帮忙冷敷一下也很简单 韩寒不会介意的 他怎么可能将给北北压制胎毒的药 交给外人 尤其还是太医 万一被看出点什么 那才是麻烦了 至于韩寒这边 他已经给上好药了 冷敷是很简单的事情 有手就会 根本不需要他亲自来 萧灵乐自觉的这样做没问题 但在占北韩眼里 煎药不过是小事 反正药材已经配好了 随便交给谁都行 即使沈婉不放心 觉得下人掌握不好火候 还可以交给太医 为了这点小事 他非要亲自去 却把给韩寒冷敷的事情 推给太医 只能证明他更重视自己的儿子 韩寒只能退居第二 这本来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对比下韩寒 将他当成亲生娘亲一般 对他处处亲近和信任 他这种亲疏有别的态度 就显得格外刺眼了 占北韩谋底 一瞬间闪过冷意 韩寒听到他的话 果然毫不介意 主动说道 我没关系的 北北的身体比较要紧 娘亲先去给他煎药吧 我晚一点再冷敷 也是可以的 冷敷必须在十二个时辰内 错过时间就不好了 我先去煎药 让北北在这里陪你冷敷好吗 萧令月浅浅笑道 韩寒立刻点头同意了 管家 去叫太医过来 湛北韩神情冷峻至极 像是隐忍着怒气一般 是 管家低着头 匆忙去了 萧令月诧异地看了眼战北韩 微微歪头 她好像有点生气 不过 与她无关 萧令月没有多想 安抚好两个孩子后 她就拿着药材往厨房去了 厨房的位置很好找 里面各种器具也一应俱全 萧令月用小炉子起了火 药罐加水 然后依次放入各种药材 慢火煎药 煎药的过程看似简单 实则很考验人的耐心 因为药罐不能离人 也不能随意加大火力 得一直守在旁边慢慢等 而且还要根据药材的情况 随时调整火候 中药就是这样 稍有不慎 就会让药性流失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萧令月才不放心 把药交给别人 每次都是亲自动手 她耐心地守在药罐旁边 火苗炙烤着药罐底部 厨房里渐渐弥漫起 浓郁的中药味 谁在厨房里煎药了 好臭啊 一道不悦的女生传来 厨房的管事嬷嬷急忙迎上去 采云姑娘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是侧妃娘娘 有什么吩咐吗 萧令月一抬头 看到一个面熟的丫鬟 捏着鼻子走进来 脸上满是嫌弃 是侧妃身边的贴身丫鬟 之前在屋里见过 萧令月不感兴趣地低下头 专心看着药罐 有些人可真是不要脸 自己家里不带 偏偏要跑到别人府上 把别人府里的厨房 当成自家用 弄得这一屋子的药味 采云也看到了萧令月 含沙射影地骂道 真是臭死个人了 也不嫌晦气 萧令月仿佛没听见 采云气的一跺脚 她也知道这女人 是王爷亲自带回来的 不敢指名道姓 只能旁敲侧击的酸两句 萧令月不理她 她就像唱读脚戏似的 只能捏着鼻子 不满地瞪向管事嬷嬷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管事嬷嬷 这厨房里都是药味 做出来的东西还能吃吗 我们侧妃要的玫瑰膏 都被熏臭了吧 煎药就是会有药味 这也没办法 这可是王爷亲自带回来的人 总不能赶出去 管事嬷嬷不敢争辩 只能陪着笑脸说 采云姑娘别生气 奴婢知道 侧妃娘娘爱吃玫瑰膏 早就派人去小厨房做好了 保证不会沾染这边的药味 奴婢这就叫人去给你拿过来 那你还不快去 让侧妃娘娘等急了 小心扒了 你们这些懒货的皮 采云恶狠狠地骂道 是是是 管事嬷嬷赶紧叫人去了 采云耍了一通威风 萧令月正拿着小扇子 专心致志地在煎药 眼皮都没抬一下 采云 这真是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自作多情 他俏立的小脸都气红了 羞怒且恼 咬牙切齿地 恨不得把那个药罐直接掀了 采云姑娘 玫瑰膏准备好了 管事嬷嬷说道 催什么催 烂了你的嘴了 采云劈头盖脸 就是一句骂 摆着张臭脸 抢过糕点盒 就愤愤地扭头走了 萧令月抬眸 看着他怒气冲冲的背影 不悦地眯起眼睛 他确实懒得 跟一个奴才多计较 但 俗话说得好 有什么样的主子 就有什么样的奴才 堂堂一王府的侧妃 贴身丫鬟私底下 竟然是这副德行 就可以看出 他主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韩寒平时在王府的日子 过得好吗 有没有被欺负过 萧令月有些担心了 他知道 战北韩护短的性格 在他的眼皮底下 侧妃肯定不敢 明目张胆地欺负他儿子 可他毕竟是个男人 后院里那些 杀人不见血的搓磨手段 他未必都知晓 关键是 这事不是除掉一个侧妃 就能解决的 战北韩风华正茂 日后难保不会再娶妻纳妾 韩寒只要继续留在王府 就随时有可能 被他爹爹的女人算计 这种事 在皇家早就不新鲜了 真麻烦啊 萧令月心里暗自嘀咕 要不 我还是把人偷走吧 王府 琉璃院 彩云刚拎着石河一进门 彩霞就皱起了鼻子 你身上这是什么味道 好臭 别提了 我不是去大厨房 给娘娘取玫瑰膏吗 结果就碰上了 王爷带回来的那个贱人 他在厨房里 不知煎什么药 弄得一屋子都是药味 臭死人了 彩云满嘴抱怨道 我就站了一会儿 衣服都沾上腕儿了 中药气味浓郁强烈 但也没有那么难闻 有些人甚至很喜欢 只是 谢玉蕊身边的丫鬟 都跟着他享受惯了 仿佛连鼻子都高人一等 这才觉得又丑又难闻 沾了一身的药味 真是晦气 彩霞捂着鼻子伸出手 把石河给我 你快下去换身衣服吧 别让娘娘闻到了 我这就去 彩云转身出去了 彩霞拿着石河走进内屋 谢玉蕊正坐在桌子旁 手里端着杯茶 地上跪着个粗不一长的婆子 让你去外头打听 王爷带回的那个贱人 是个什么来头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可打听清楚了 谢玉蕊不冷不热地问道 回侧妃娘娘的话 奴婢都打听清楚了 不然也不敢回来见娘娘 婆子陪着笑脸说 说来听听 谢玉蕊眯起眼睛 那个贱人名叫沈婉 是南洋侯府 自幼养在乡下的三小姐 昨天才刚回京城 不知用了什么妖法 哄骗了小柿子 这才攀上了王爷 奴婢还听说 那个沈婉长的丑陋无比 在乡下就已经成婚嫁人了 结果丈夫死得早 现在正在守寡 身边还带着个儿子 谢玉蕊闻言先是一惊 继而大喜道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 无比绝对不敢欺骗侧妃娘娘 婆子信誓旦旦地说道 这么短时间 你怎么打听到这么多消息的 谢玉蕊狐疑问道 婆子说道 娘娘 您在王府不知道 这些消息在京城里 都已经传遍了 听说那个沈婉刚一回府 就气倒了府里长氏的姨娘 害得姨娘差点小产 闹出了好大的动静 昨天又是南洋老侯爷的寿臣 去祝寿的人也多 都看得真真儿的 消息疯都封不住 奴婢随便在街上一打听 就什么都知道了 谢玉蕊越听越书心 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笑容 她靠在软椅上 语气轻蔑地说 我还以为是从哪冒出来的狐妹子 没想到 竟是个又丑又土的乡下寡妇 而且还生了孩子 看来是我高看她了 本以为是个贱人妖精 没想到是地理的烂泥 是一种女人 对她造成不了任何威胁 王爷那么高的眼光 更不可能看得上 谢玉蕊极恨的内心 一下放松多了 彩霞轻轻地给她揉着肩膀 与其谄媚道 奴婢早就说过 王爷的一颗心 都在娘娘身上 任凭是什么狐妹子 都别想让王爷多看她一眼 就你会说话 谢玉蕊嘴角勾起 被吹捧得很开心 随即她又有些好奇 那个神婉 长得真的很丑吗 有多丑 听说是奇丑无比 脸上有老大一块黑斑 是天生就有的 丑的都不能见人 婆子添油加醋地说 难怪她要带面纱 我还以为是什么天仙 结果就是个丑八怪 想起沈婉那双灵袖 动人的眼眸 玲珑有致的身段 谢玉蕊心里就不舒服 冷笑讥讽道 还打听到什么了没有 她又问 就这些 不 还有一件事 是奴婢回府的时候知道的 什么事 婆子恶意地笑道 奴婢听说那个沈婉 从小就和镇北侯府的小侯 也有婚约 沈家这次接她回京 本是想履行婚约的 可没想到 沈婉竟然在乡下嫁人了 又手挂带着孩子回京 今天消息传开之后 镇北侯府就派人去沈家退婚了 退成功了吗 谢玉蕊饶有兴致地问道 听说还没有 沈家以沈婉不在为由 拒绝退婚 镇北侯府的人不同意 现在还在沈家不肯走吗 沈家也没办法 只好派个人来王府 说要接沈婉回去 婆子说着又补充道 奴婢回府的时候 还撞上沈家的人了 就在我们王府门口 有这种事 谢玉蕊狐疑地看向彩霞 彩霞急忙道 奴婢也是刚得到消息 正要禀告娘娘呢 谢玉蕊眼神微闪 沈家的人还没走 没呢 还在门外 既然这样 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退婚这么大的事 也不好耽误了 谢玉蕊不怀好意地冷笑 即使已经确定 沈婉对自己毫无威胁可言 但谢玉蕊向来心眼不大 又十分善度 她看沈婉不顺眼 有机会巴不得看她的笑话 彩霞眼睛一转 立刻心领神会 笑着道 娘娘说的是 奴婢这就去办 谢玉蕊拘要的一点头 彩霞便行李下去了 侧妃娘娘 那奴婢 婆子陪着笑脸看着她 眼神充满期待 这件事 你办得不错 我很满意 谢玉蕊傲慢地说 随手脱下一个金镯子丢给她 拿去吧 本侧妃赏你的 婆子手忙脚乱地接住金镯子 颠量了两下 脸上便笑开了花 连连磕头道 多谢娘娘的赏 娘娘真是人美心又善 奴婢感激不尽 行了行了 下去吧 谢玉蕊不耐烦地摆手 这种鳄鱼奉承的话 她都挺密了 奴婢告退 婆子捧着金镯子 起身走出琉璃阁 一看附近没人 立刻把镯子塞进嘴里轻轻一咬 看到镯子上清晰可见的牙印 更是喜不自胜 真正纯度高的金子 质地很软 一咬就会留印子 而插了银子的黄金 则比较坚硬 不容易咬出痕迹 牙印这么清晰 是纯金的 这只镯子 差不多有一两半的重 大概七八十克 换算成银子 就是几百两 在北秦国 寻常百姓人家一年的花费 也就几十两上下 这个镯子 够全家衣食无忧过几年了 婆子兴奋的心口碰碰跳 急忙把镯子藏进衣服里 仔细拍了拍 方才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萧灵月目前还不知道 有人在背后调查自己 她端着煎好的药走进房间 太医已经给韩寒做完冷敷 又上了跌打损伤的膏药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膏药味道 湛北寒不见踪影 只有叶漆和青罗守在屋内 哇 好苦的味道 寒寒一闻倒药汁的气味 立刻捏住鼻子 声音变得问声问气 娘亲 这不是给我喝的吧 你都是皮外伤 不用喝药 这是北北的 萧灵月端着药碗走到床边 寒寒立刻松了口气 又一脸同情地看着北北 北北 你好惨 要喝这么苦的药 没事 我都习惯了 北北伸手接过药碗 神情平静 慢点喝 小心烫 萧灵月把药端过来 之前已经放凉了一会儿 此刻依然不忘叮嘱 嗯 娘亲放心 北北低头喝药 她戴的面具只有上半部分 遮住了眉眼和鼻子 并不影响进食 寒寒就看着她一口一口地喝药 乖得让人心疼 一大碗浓郁发黑的药汁 散发着浓浓的苦味 这味道仿佛能穿透鼻腔 让人闻着头都晕了 寒寒心疼得一抽一抽的 对了 她忽然想起什么 对叶七嚷嚷道 我平时吃的蜜饯呢 快多拿点来 叶七立刻取来了一罐子 寒寒抱着罐子 像只抱着松果的小松鼠一样 眼巴巴地看着北北 等她刚喝完放下药碗 立刻拿起一块蜜饯塞进她嘴里 北北 快吃一个 甜甜嘴 北北 你快吃啊 这个蜜饯可甜了 吃完就不苦了 寒寒期待地看着她 北北 她默默地嚼了嚼 怎么样 甜吗 寒寒一脸惺惺眼地看她 甜到沾牙了 萧令月寒笑看着两个小家伙互动 心里再次记下一笔 寒寒喜欢甜食 很讨厌苦味 怕喝药 这是正常小孩子的习惯 寒寒自幼不在她身边 即使是亲生母子 萧令月对她的了解也不够多 平时便细心观察 逐一记下 哪怕是再小的细节 心里也觉得满足 虽然是同胞亲兄弟 两个孩子的性格喜好 却大不相同 北北从小就不爱甜食 倒是喜欢吃辣 只是肠胃不太好 平时都不能多吃 至于喝药这方面 正如北北所言 从小喝习惯了 谈不上怕不怕 只是肯定也不喜欢 叶七一边看着小柿子 哄着北北吃蜜剑 一边眼角余光 暗暗观察着萧令月 对于这个救过柿子一命 又被柿子死缠烂打任 做娘亲的女人 她心里有些好奇 叶七也知道 王爷对她怀疑很深 觉得她有意接近柿子 居心不良 可是两次接触下来 叶七却觉得 她好像真的很喜欢柿子 对柿子的态度 也跟她自己的儿子没两样 不像是别有巨星装出来的 但这只是她的个人想法 关键还得看王爷怎么想 青罗 萧令月拿出一瓶药膏递给她 这个是用来擦脸的 你坚持用两天 脸上就不会留下痕迹了 青罗受宠若惊 连忙摆手道 不用了 奴婢皮操肉厚的 不用药也能好 你脸上都被打得破皮了 不及时用药会留疤的 给你就拿着 萧令月拉过她的手 将药膏塞到她手里 记得早晚都要用 不能断 谢谢三小姐 你真是个好人 青罗拿着药膏 心里不由感动 她是卖身进的南洋侯府 做了三四年的低等丫鬟 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这么好过 在高门大院里 低等丫鬟不值钱 又是牵了卖身器的 主子一个不高兴 就能随手打死 地位还不如主子养的一条狗 青罗年纪小 却不笨 她知道自己人微言轻 平时在府里 也只是埋头做事 主子怎么说就怎么做 有点死心眼 保护北北也是一样 只是因为萧令月叮嘱过她 不需有人进去打扰 青罗就一根筋地认准这句话 差点没被沈玉婷的丫鬟 活活打死 萧令月喜欢她的忠心和老实 便问道 你在南洋侯府多久了 怎么进来的 你家里人呢 奴婢是卖身进的侯府 已经有三年多了 家里穷 大哥和二哥都要娶媳妇 爹娘实在拿不出彩礼钱 看奴婢长得还算结实 就让奴婢卖身进了侯府 好歹有一口饭吃 青罗老实回答 萧令月微微醋眉 卖身伺候人的丫鬟 大多都出生穷苦 否则也不会放弃自由身 甘愿低人异等 他们中间 有些是自愿卖身为奴 有些则是被家人强行卖掉的 萧令月穿越这么多年 见也见惯了 你今年多大 她问 奴婢今年十六岁 也就是说 青罗十三岁 就被父母卖调换彩礼钱了 在现代 十三岁的小姑娘 还在上初中 在古代 却已经是能嫁人的年纪了 萧令月问道 你卖身禁服 侯府给了你多少银子 二十两 青罗有些沮丧地说 采买的嬷嬷 说我年纪不大不小 只值这个价 如果是男儿身的话 还能多十两银子 萧令月 不过 二十两也挺好了 我爹娘拿了银子回去 可以修修屋子 给大哥和二哥娶媳妇 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亲了 我大嫂还给我哥生了一个儿子呢 青罗说着 又开心起来 从她的脸上 萧令月没有看到任何埋怨和不满 只有满满的高兴 仿佛在她眼里 只卖掉她一个人 就能让全家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她觉得很知足 一丝怨恨都没有 萧令月心里轻叹 摸了摸她的脑袋 傻姑娘 青罗一脸茫然 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 你以后就安心跟着我吧 只要有我在一天 就没人能欺负你 即使她日后离开沈家 也会提前将青罗的卖身器拿到手 带她一起走 这是萧令月给出的承诺 她向来一诺千金 绝不虚言 看着青罗脸上的红肿痕迹 萧令月眼底一闪而过冷光 你脸上的伤 我会十倍替你讨回来的 青罗不太明白 乖乖地说 都听三小姐的 与此同时 门外传来通传声 侧妃娘娘道 萧令月转头 看见谢玉蕊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 她身边跟着丫鬟 扶着她的手 走得若柳扶风停停鸟鸟 比宫里的皇妃 还娇贵三分 王爷怎么不在 谢玉蕊一走进来 就四处寻找占北韩的身影 回侧妃 王爷刚刚有事离开了 说一会儿再过来看世子 叶七恭敬回答 谢玉蕊柳眉眉眉促 兴致立刻少了几分 萧令月看到了低头哈腰 跟在她身后的人 是南洋侯府的管家 你怎么在这里 萧令月问道 哎呀 差点忘了 沈姑娘 这位管家是来找你的 谢玉蕊带着一丝恶意的笑 萧令月冷淡地问 找我什么事 管家板着脸说道 三小姐 镇北侯府的人 谢玉蕊勾起唇角 等着看她难堪 退婚这种事 很伤女子的明节 一旦说出来 就让人有种跌价的感觉 有些性情刚烈的女子 悲愤之下自尽的都有 就为了保全所谓的明节 萧令月看见谢玉蕊 幸灾乐祸的表情 不禁觉得讽刺 她不冷不热地说 北北还在生病 我现在没空回去 管家急了 三小姐 镇北侯府的人 还等着见你 萧令月挑眉 见我做什么 这婚事 是两家自己定下的 又不是我选的 现在既然要退婚 父亲直接答应不就行了 谢玉蕊 她怎么这么冷静 这可是退婚 她难道不觉得羞耻吗 可是 三小姐 这是你的婚事 管家错愕的话 都说不完整了 萧令月觉得好笑 两家婚事定下的时候 有谁问过我的意见吗 管家 当然没有 婚姻大事 本就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哪里需要问 既然定下婚事的时候 没人问过我意见 现在要退婚了 又何必非要见我 你们自己决定不就行了 萧令月嘲讽地说 这所谓的婚约 两家都把她当成工具人 现在要退婚了 觉得丢脸了 就想把她推到前面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管家一时噎得说不出话 过了半晌 她才脸色难看地说 三小姐真的不回去 若是老爷怪罪下来 小的可不能承担后果 言下之意 如果不肯回去 你就后果自负吧 对此 萧令月只说了两个字 随便 管家脸色更难看了 谢蕊假意劝道 沈姑娘还是回去一趟吧 毕竟是有人要和你退婚 你不出面怎么行呢 萧令月嘲讽 侧妃这么热心肠 喜欢管别人的家事 不如你去出面好了 真以为她不知道 她在想什么 一网府门近森严 如果没有谢玉蕊发话 管家也进不来 摆明了就是想看她笑话 还假惺惺的充当好人 谢玉蕊笑音音地道 沈姑娘真是会说笑 现在是正北侯府 知道了你的丑事 专门上门要与你退婚 与本侧妃有什么关系 我好心劝你回去 是不想南洋侯府因为你丢脸 你可不要误会我了 我有什么丑事 我自己都不知道 倒让你先知道了 萧令月挑眉 谢玉蕊似笑非笑道 现在全京城有谁不知道 沈姑娘养在乡下 都能勾搭上男人 无媒无聘就敢私定终身 最后当了寡妇 还能厚着脸皮 带着儿子回娘家白吃白喝 害得娘家脸面扫地 把礼仪廉耻都丢进了 所以 侧妃是专门来跟我炫耀你有没有聘 风光驾进一王府的吗 萧令月冷冷反问道 你 谢玉蕊顿时被戳到了痛楚 如果我记得没错 北清国的规矩 只有正牌王妃才有皇家没聘 八台大叫风光进门 所谓的侧妃 说着好听 其实不过只是一顶小轿 从侧门抬进来的妾而已 既无媒 也无聘 萧令月勾纯看着她 眉眼间有一种凛然的威势 我就算嫁给平头百姓 也是堂堂正正的正妻 你一个从小门抬进来的妾 有资格跟我说礼仪廉耻吗 神娃 谢玉蕊像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锐怒吼 抬手就像一巴掌扇过去 她的手挥到一半就打不下去了 被萧令月稳稳扼住手腕 贱人 你好大的胆子 性敢给我动手 谢玉蕊勃然大怒 萧令月挑眉 不过就是个妾 奶来的脸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我都不屑搭理你 你还得寸进尺跑到我面前来 是脸皮痒了欠抽吗 谢玉蕊差点被气死了 采鱼 采霞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过来帮我 两个贴身丫鬟如梦初醒 急忙冲了上来 萧令月抓着她的手腕往后一推 谢玉蕊踉着往后倒 两个丫鬟手忙脚乱的去扶她 差点一起摔到地上 一旁的管家早就吓得大气不敢喘了 谢玉蕊刚刚站稳就一把推开丫鬟 伸手指着萧令月的鼻子怒吼道 来人 给我把这个贱人抓起来 我要打断她的手 外面的侍卫听到声音 立刻冲了进来 躺在床上的寒寒 一下子坐起身 都不许动 侍卫们满头雾水 停在原地 我说话不管用了 给我把他抓起来 谢玉蕊怒吼道 韩寒紧接着开口 我说不准动 谁敢动一下试试 一群侍卫 谢玉蕊气急败坏地道 世子 我是王府的侧妃 你刚刚都看见这个贱人 对我是如何不攻不尽了 难道你还要护着他吗 韩寒毫不犹豫地说 我没看见 谢玉蕊 我只看贱你要打他 韩寒又补充道 是你先动手的 不能怪我娘 我姨母 她是正当防卫 有很多侍卫丫鬟在 她答应过北北 不能在外人面前叫娘亲 所以就改称姨母了 谢玉蕊气得直发抖 你 你胡说八道 我要去找王爷 什么事要找本王 湛北寒冷冽的声音传来 话为洛英 男人便大步走进屋内 脸色冷冰 王爷 谢玉蕊瞬间换了张脸 从嚣张跋扈 变得柔弱可怜 眸底蓄满了无辜的泪水 眼泪说来就来 她一头扑到湛北寒怀里 抢先告状道 王爷 你快救救我 世子要帮着沈姑娘杀了我 湛北寒 参见王爷 满屋子的侍卫 哗啦啦跪了一地 叶琪和采云采霞两个丫鬟也跪下了 管家双腿发软的跪幅在地 屋子里还站着的人 只剩下一个萧灵月 湛北寒不冷不热地看她一眼 伸手扶着瑟瑟发抖的谢玉蕊的肩膀 怎么回事 谢玉蕊抽气道 下人跟我说 南洋侯府派了人来接沈姑娘 说是镇北侯府要上门退婚 请她回去一趟 我想着这是大事 不能耽误了 便亲自带着侯府的人过来 可没想到 沈姑娘竟对我再三嘲讽 有羞辱 我只是一个妾 没资格跟她说话 我一时生气 便想给她点教训 结果 她哽咽了一声 世子竟然叫来侍卫 要对我下手 王爷 我真的好害怕啊 说着 她呜咽着 又往战北韩怀里钻 萧令月听完这番话 只想给她鼓掌 这颠倒黑白 毕重就轻的语言艺术 真是厉害了 看似是句句属实 也没有说谎 但表达的意思 却完全不一样了 北北坐在床上 歪着头 好似看稀奇动物一样 看着细语蕊 随即她转头问韩寒 她平时也这样吗 是啊 动不动就哭 仿佛全天下都欺负了她一样 韩寒没好气地说 真厉害 北北由衷地感叹道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不要脸的人 贼喊捉贼 还能反咬一口 哭起来比受害者还可怜 我都快要同情她了 听到两个小家伙的对话 战北韩 谢玉蕊惊慌地抬头 王爷 我没有 我说的句句属实 不信你可以问我的丫鬟 王爷 主子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不敢撒谎 彩云和彩霞急忙说道 话确实是真的 只是颠倒了一下前后因果 就把错变成了对 黑变成白 萧令月讥笑地想 要不怎么说她厉害呢 韩寒沉不住气 怒声道 你们都胡说八道 明明是她先动手的 请王爷明察 奴婢不敢撒谎 彩云和彩霞 一个劲地磕头 谢玉蕊轻声抽气着 什么也不说 仿佛受了莫大的委屈 战北韩冷淡道 就这点小事 王爷 谢玉蕊含着眼泪愣住 这是小事 他都被沈婉骂成那样了 王爷竟然觉得是小事 谢玉蕊委屈地哭诉道 王爷 妾身虽然只是侧妃 但毕竟也是皇家的儿媳妇 沈姑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指着我的鼻子辱骂 我实在是 他骂你什么 战北韩脸上的表情 看不出喜怒 他 他骂我是小门抬进来的歉 战北韩说道 这不是事实吗 谢玉蕊 侍卫是谁叫进来的 战北韩冷声又问 谢玉蕊没有回答 回王爷 卑职是听到侧妃娘娘下令 才带人进来的 侍卫队长惶恐说道 战北韩脸色瞬间阴沉 目光冰冷地看向谢玉蕊 王爷 这是因为他不仅羞辱我 还想对我动手 我一时害怕 才叫侍卫进来 谢玉蕊立刻便解道 他的话只说了一半 看到战北韩阴冷如水的表情 谢玉蕊不敢再说下去 战北韩根本不关心 两个女人的争执 他只看到 韩寒还受伤躺在床上 而谢玉蕊这个 本该负责关心照顾他的养母 却在这里为了一点小事 又哭又闹 弄得鸡犬不宁 这样的情景 让战北韩怀疑 他根本没把韩寒放在心上 他的目光锐利冰冷 仿佛能刺穿人心一般 谢玉蕊被吓得头皮发麻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做了一件傻事 千不该万不该挑在这个时候 柿子刚受了伤 他这样闹腾 只会让王爷觉得 他不关心柿子 该死 他都被神湾给气糊涂了 竟然忽略了这一点 谢玉蕊慌忙补救 王爷 不是的 我其实是想来看望柿子的 我一直惦记着他的伤 出去 战北韩已经不想听他解释了 王爷 我 我真的只是一时期糊涂了 我没有不关心柿子 我对柿子向来掏心掏肺一片真诚 王爷 您是亲眼见过的 谢玉蕊更加惊慌了 语无伦次 他深知自己能留在王爷身边 就是因为王爷相信 他是真心实意的爱护寒寒 如果这种新人被动摇 王爷肯定不会再留下他了 谢玉蕊惶恐的冷汗直流 立刻出去 战北韩声音骤然冷了几个度 谢玉蕊吓得一哆嗦 立刻闭了嘴 他转身凶狠地瞪了萧令月一眼 狼狈不堪地带着丫鬟走了 萧令月一脸莫名其妙 瞪他大麻 赶他走的是战北韩 关他屁事 他可什么都没说 战北韩冷冷一挥 满屋子的侍卫也立刻退下了 屋子里只剩下南洋侯府的管家 还战战兢兢地跪着 冷汗流了满脸 战北韩看向萧令月 退婚是怎么回事 他并不知道 沈婉身上有婚约的事 派去调查他底细的业衣 还没有回来 萧令月挑眉 你不问问你家侧妃 被我羞辱的事 本王没空管这些小事 战北韩冷军的脸上 透着不耐烦 萧令月谴笑道 确实是小事 只是你家侧妃自觉的高人一等 非要小题大做 我也没办法 言下之意 要怪就怪你的侧妃 少迁怒别人 男人狭长凛冽的凤眸看着他 所以退婚是怎么回事 你问他 他知道的比我清楚 萧令月指着管家 直言不会 你的婚事 你不清楚 男人眼底透着怀疑 萧令月坦然道 是啊 我三岁就被送到乡下 前面十几年 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婚约 要不是沈家派人来接我 我还以为我娘家人都死绝了 战北韩 这话看似凉薄 但也说明了一件事 沈婉在被送到乡下后 南洋侯府就再也没有关心过他 连婚约都只字未提 他被送走的时候年仅三岁 尚未懂事 不知道自己有婚约 也说得过去 战北韩挑不出他话里的破绽 瑞丽森冷的眼眸又看向管家 三 三小姐的婚事是从小定下的 是 是指妇为婚 老爷原本也忘了 还是老侯爷惦记着 才 才派人去接了三小姐回来 可是没想到 三小姐竟然已经嫁人生子 镇北侯府得知了这件事 就 就派人上门退婚 现在还在侯府里等着 所以 老爷才让小的来接三小姐 管家下的磕磕巴巴 好不容易说完这番话 战北韩听得直皱眉头 没想到沈婉身上 还有这种只妇为婚的轻视 不过 转念一想 眼前这个沈婉 到底是不是沈婉本人 还不好说 她意味不明地看向萧令月 你要回去退婚 不去 萧令月直言道 为什么 战北韩并不惊讶 这婚又不是我定的 我才懒得出面 反正我这辈子没打算再嫁人 沈家也退不退 跟我无关 萧令月随意说道 北北还在生病 这三天 我得守着她 哪都去不了 你就不怕镇北侯府退了婚 会毁了你的名节 战北韩挑眉 萧令月好笑 我一个寡妇 要名节做什么 留着过年吗 战北韩被噎住 继而冷嘲一声 你倒是想得开 也不怕忌讳 女子以福为天 寡妇这个词 一向都是令人忌讳的 她反倒毫不在意 我这人百无境界 萧令月笑眯眯地看着她 眼底闪过一丝细血 况且寡妇寡妇 死的是丈夫 又不是我 我忌讳什么 战北韩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萧令月仗着自己身披马甲 暗暗诅咒了男人一把 莫名感觉心情大好 转头对管家道 回去告诉我父亲 我三天后回府 郑北侯府那边 他自己看着办吧 是是 小的一定把话带到 管家抹着冷汗印下 你回去吧 萧令月摆摆手 管家偷瞥一眼战北韩 看到他没有反对 这才战战兢兢地起身离开了 离开一王府后 管家快马加边地赶回侯府 将萧令月的话 原样复述了一遍 此刻的侯府正厅里 郑北侯府的人还没走 被气得浑身发抖 好一个沈三小姐 我郑北侯府上门退婚 他不仅避而不见 还敢让我们再等三天 简直岂有此理 沈志江陪着笑脸说道 诸位还请见谅 沈婉他从小在乡下长大 不知礼数 依我看 这不是沈婉不知礼数 而是你们南阳侯府 根本没把我们郑北侯放在眼里 既然如此 也没什么好说的 告辞 与碧便怒气冲冲地甩袖而去 不是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沈志江一时傻眼 赶紧起身去追 最后眼睁睁看着郑北侯府的人扬长而去 沈志江又气又急 转身重重踹了管家一脚 我让你去把沈婉带回来 你是怎么办事的 侯爷饶命 管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不是奴才办事不尽心 是三小姐他不肯回来 又有一王殿下在 奴才也不敢来应的呀 真是废物 沈志江气得怒骂一声 顾不上别的 匆匆去找老侯爷 郑北侯和南阳侯 同样是一品世袭爵位 本来不分高低 但南阳侯府子孙不成器 现在已经逐渐没落了 府里全靠老侯爷的余威撑着 郑北侯府却恰恰相反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不仅深得陛下信任 更有实权在手 绝对不是轻易能得罪的 父亲 现在该怎么办 沈婉那个匿女 这么不给郑北侯府面子 若是郑北侯怪罪下来 儿子可担不起啊 沈志江苦着脸说道 老侯爷听完事情经过 恨铁不成钢地骂道 谁让你去一王府接人呢 沈婉不肯回来正好 他不在 沈家就有理由不退婚 你还派人去接他 可是 郑北侯府拿住了把柄 坚决要退婚 儿子也没办法啊 沈志江一脸惶恐无奈 没办法也要想办法 这桩婚事无论如何都不能退 老侯爷斩钉截铁地说道 郑北侯现在正是得陛下器重的时候 若是能与之联姻 对我们沈家有极大的好处 哪怕不是沈婉 换一个人也要保住这桩婚事 父亲 您的意思是 沈志江一愣问道 沈婉已经不中用了 郑北侯府不可能娶一个寡妇进门 与其解除婚约 不如换个人嫁过去 老侯爷密奇眼眸说道 依我看 玉婷就很合适 沈志江小心翼翼地说道 可是 玉婷只是述出 身份上恐怕不合适 沈婉之所以能跟郑北侯府的小侯爷 只付为婚 是因为 她是沈家唯一的嫡女 两边都是世袭侯府 又都是嫡出 门当户对 如果换成沈玉婷 身份上就不匹配了 没有人会给自己家的嫡子 娶一个庶女为妻 但这在老侯爷眼里 完全不是问题 只需把玉婷记在沈婉母亲名下 冲作嫡女就是 华姨娘当不了正妻 不代表沈志江就没有妻子了 沈婉的母亲 就是曾经明媒正娶的侯夫人 虽然已经死了很多年 但只要在祖谱上名分还在 只要天上一笔 将沈玉婷记到她的名下 自然就有了嫡女的身份 这种做法瞒不过名眼人 也改变不了沈玉婷庶女的本质 但联姻这种事 只要面子上过得去 也就足够了 沈志江眼前一亮 她倒是没想过这方面 老侯爷的话提醒她了 随即 她又深深皱起眉头 欲言又止地说道 父亲 恐怕还是不行 老侯爷问为什么 沈志江却含糊其词 吞吞吐吐 最后老侯爷发怒了 她才无可奈何地 把沈玉婷毁容的事情说了出来 混账 老侯爷勃然大怒 沈婉好大的胆子 竟敢对自己的亲姐姐下如此毒手 沈志江不满地说 儿子早就看出来了 那个逆女心肠狠毒 连生的儿子都是个黑心肝的小畜生 父亲 既然她已经不中用了 又不能替沈家联姻 我们何必还要留她在府里害人 不如赶出去 让她自生自灭吧 老侯爷阴沉着脸问 玉婷的脸还有咎吗 已经找太医看过了 说是很难再恢复原样 而且 她脸上毒素未清 解药还在沈玉手里 没用的东西 老侯爷气得怒骂一声 不行那就让玉蓉顶上吧 反正都是庶女 谁都一样 四小姐沈玉蓉 是后院礼仪娘生的庶女 与沈玉婷同父一母 沈志江问 那玉婷的脸 等沈婉回来 找她拿到解药 先把毒给解了 让太医好好治着吧 如果真的治不好 那就算了 老侯爷的态度十分冷漠 沈志江还有点心疼 最后点点头 儿子明白 沈家父子两精心盘算 萧令月在翼王府 却过得很舒坦 翼王府是亲王府底 占地面积极大 光是花园就有三四个 甚至还包含了 偌大一片人工湖 因为是湛北韩 亲自带她进府的缘故 府里的管家 对她十分客气 给她和北北住的客院 也舒适宽敞 还有自带的小厨房 方便她煎药 从住下那天起 韩寒就直接搬过来 整天黏着萧令月 两个孩子都在身边 萧令月的心情格外明朗 除了照顾他们的身体以外 她还经常下厨做饭 亦或是准备一些点心 带着两个孩子 去湖边看风景 至于谢玉蕊 上次被占北韩赶走之后 她就再没有出现过 连占北韩这两天 都似乎很忙 神龙剑手不见尾 萧令月乐得轻松 小孩子的身体康复能力强 只是短短两天 韩寒身上的许多擦伤 便已经结痂 膝盖也好了许多 可以下地行走 北北连续服了两天汤药 台独反噬的虚弱 退去不少 人也慢慢有精神了 一切都很美好 萧令月满意极了 只可惜 这样的好日子很短暂 明天她就要带着北北 回南洋侯府了 对此 韩寒依依不舍 北北也有点小失落 为了哄两个孩子高兴 萧令月特意找管家 借来了火炉和厨具 准备大显身手 做一顿美味的晚餐 韩寒看着她忙来忙去 小脑袋上冒出一个问号 娘亲要做什么好吃的 应该是火锅 北北说道 火锅是什么 韩寒好奇地问 是一种很神奇的食物 娘亲每年冬天都会做 特别好吃 北北舔了舔嘴角 有点嘴馋了 因为肠胃不好 她都好久没吃过 娘亲做的麻辣火锅了 哦 我想吃 韩寒眼睛一亮 萧令月端着熬好的汤底进来 听到他们的对话 笑着说 等等啊 马上就好 说着 她将锅底放在小火炉上 又准备了几份秘制调料 各种整整齐齐的配菜 摆满了一桌子 看起来格外的丰盛 本来想让青罗上桌一起吃 结果这丫头 吓得跟什么似的 坚决不肯 萧令月只好让她自己去吃 母子三人围着火锅坐下 雪白的高汤在锅里翻滚 满屋子都是鲜浓的香气 韩寒深吸一口气 惊叹道 好香啊 火锅就是很香的 娘亲亲手熬的汤底更是一绝 特别好喝 你试试就知道了 北北浅笑道 韩寒喜欢什么调料 萧令月将一碗辣调料 放在北北面前 笑着问道 我要和北北一样的 韩寒毫不犹豫地说道 她的调料加了辣 你能吃吗 萧令月有些不放心 韩寒用力点头 没问题 萧令月只好调了一碗加辣的给她 选好调料正准备下菜 屋外忽然传来请安生 见过王爷 萧令月筷子一停 转头看到敞开的房门处 几天不见的站北韩走了进来 她一进门就看到三个人坐在餐桌前 桌上琳琅满目摆满的菜品 还有一口小锅架在火炉上 正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 满屋子都弥漫着浓郁诱人的香 男人微微一震 有什么事吗 站北韩不动声色地扫过桌面 心里琢磨着火锅是什么东西 淡淡地道 本王顺路过来看看 萧令月 哦 他都消失两天了 也该过来看看儿子了 站北韩没再说话 萧令月也没想找话题 两个小家伙的目光全在火锅上 然后气氛就冷场了 锅里的高汤咕噜咕噜地响 仿佛在催促下菜 萧令月看了看锅 又看了看站在餐桌旁步走 也不说话的男人 嘴角抽了抽 王爷还有事 站北韩没事 萧令月没事你还不走 别打扰他们母子聚餐啊 娘亲可以吃了吗 我饿了 韩寒敷衍地喊了声爹爹后 就眼巴巴地看向萧令月 忙了一整天公务 连口水都没喝上的翼王殿下 萧令月安抚道 马上啊 毕竟是在翼王府 站北韩的地盘上 萧令月也不好随便赶他走 为了尽快开餐 他只好客气地问道 王爷用过碗膳了吗 要不要坐下一起吃点 站北韩矜持地点头 嗯 萧令月 他只是随便客气一下 他答应得好快 萧令月只好起身 让丫鬟再去拿一副碗筷 顺便把配菜下了锅 站北韩掀开衣袍若坐 目光又看向母子三人面前的调味碗 红烟烟的格外诱人 这是什么 调味料 站北韩不说话 目光看着他 萧令月莫名有点好笑 你要吗 加辣的 本王不怕辣 尝尝也行 站北韩语气淡淡 萧令月照顾两个孩子没意见 但站北韩这么大个人了 他不高兴伺候 直接把调味品和辣椒碗推给他 十分敷衍到 要吃多少自己家 说着 他就举起筷子 给两个孩子捞菜去了 男人冷着一张俊脸 看着他筷子如飞 将烫好的肉和菜 送到两个孩子碗里 慢点吃 小心烫 两个小家伙埋头开始吃 萧令月本来还担心 寒寒吃不惯辣椒 没想到他还挺喜欢的 辣得丝丝稀气都不肯停下 额头上冒了一层汗 萧令月看着都有点担心 你少吃点 小心晚上闹肚子 说着又叫丫鬟 把煮好放凉的豆汁端过来 母子三人吃得香甜又热闹 湛北寒莫名觉得更饿了 他拿起筷子 刚准备动手 王爷 采云求见 门外一声通传响起 何事 湛北寒眼底闪过不悦 采云一进来就扑通跪下了 磕着头哭喊道 求求王爷去看一眼侧妃娘娘吧 屋子里热闹温馨的气氛 顿时凝滞了 萧令月醋眉 寒寒和北北 一下子倒了胃口 脸色不悦 娘娘已经病了两日了 一口水都喝不下 又不想惊动府内打扰王爷和柿子 连大夫都不肯叫 一直苦苦地熬着 奴婢实在看不下去了 斗胆来见王爷 只求您过去看一眼 劝劝娘娘吧 采云跪在地上一个劲的磕头 哭得伤心欲绝 萧令月脸上闪过一丝古怪 湛北寒微微醋眉 怎么突然病了 采云哭着说道 那日娘娘回去后 就把自己关进了佛堂里 说要替柿子祈福 却不慎着了梁 当天晚上就起了高热 娘娘不想惊动任何人 不许奴婢对外说 硬生生拖到了现在 湛北寒不耐烦地道 他好端端的骑什么福 并了不找大夫 找本王做什么 娘娘说 柿子伤势未愈 正需要静养 不想因为自己一点小事 影响到柿子的心情 所以就没叫大夫 可是没想到 娘娘病势汹汹 越拖越严重 线下已经快昏迷不醒了 奴婢实在没办法 只能来求见王爷 彩云一边哭着 一边磕头哀求 娘娘一向把王爷的话 放在心上 奴婢们劝不了 但是王爷说的话 娘娘一定能听进去的 求王爷去看看娘娘吧 他磕得十分用力 额头很快就见血了 湛北寒眉风宁静 目光冷立 翊王殿下 还是去看看吧 萧令月淡淡说道 给两个孩子 加了一筷子菜 让他们继续吃 他嘴角擒着一丝冷笑 人家有备而来 你要是不去 他说不定就一头碰死在这 弄得谁也吃不下去 何必呢 萧令月心里十分腻挽 他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叫彩云的丫鬟 是带着任务来 别看表面上哭得有多伤心 仿佛是真的为主子的病情而担忧 可湛北寒无论问他什么 他都能飞快回答上 一边卖惨示弱 一边还要替主子洗白 只怕是早就想好了台词 就等着湛北寒问了 萧令月吃笑 他懒得管谢玉蕊 在打什么主意 只要别打扰他们母子聚餐就行 男人俊眉冷冽的脸上 看不出喜怒 狭长的眼眸幽冷 坐在原地没动 王爷 求求您了 哪怕只是去看娘娘一眼都好 彩云跪爬着来到战北寒面前 用力磕头 额头渗出的血丝 顺着脸颊往下流 娘娘他真的病得很重 奴婢实在没有办法了 如果能用奴婢一条 见命换娘娘好起来 奴婢绝对没有二话 可是不能啊 只求王爷能大发慈悲 去看看娘娘 救娘娘一命 彩云哭的眼泪鼻涕呼成一团 鲜血滴滴答答流到地上 萧灵月被恶心到了 放下筷子 皮笑若不笑的看着战北寒 翊王殿下 我们还要吃饭 麻烦你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可以吗 娘亲 我不想吃了 北北放下筷子 冷淡的说 韩寒转头看他 吃饱了吗 吃不下去 北北面无表情的说 恶心 没事 他恶心他的 咱们不看就行了 韩寒乐观的说道 完全没理会地上的彩云 娘亲亲手做的火锅爷 这次不吃 下次不知道要等什么时候 没必要为这种人影响心情 北北想想也对 有道理 那我等一会儿再吃 等爹爹走了 我们再吃吧 韩寒也放下筷子 仿佛默认了 战北寒一定会走 抬头看着他 仿佛在说 你快走啊 我们还等着吃饭呢 战北寒 采云贵在地上呜呜地哭 翊王殿下 时间宝贵 为了你家侧妃的性命着想 你快点去吧 萧灵月开始赶人了 战北寒突然有一种 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这屋子里五个人 四个都在催他走 仿佛他留在这里 就是个错 战北寒心里一股无名火 撂下筷子 来人 属下在 屋外的侍卫立刻走进来 采云伺候不力 拖下去 仗打二十 男生音冷冽无比 王爷 采云惊恶抬头 满脸不敢置信 萧灵月也愣了一下 没想到他会这么做 二十仗 这可不轻 尤其是对采云这种 没吃过苦的贴身丫鬟来说 足够打得他皮开肉绽 半个月下不了床 男人冷冷又到 侧妃并重 找个大夫过去瞧瞧 于毙 他便重新拿起筷子 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 是 王爷 两个侍卫拱手硬下 不等采云求饶 粗暴地捂住他的嘴 就往屋外拖去 嗯嗯嗯 采云惊恐地眼珠子暴突 却挣脱不了 活像是带宰的侏罗一般 被强行拖了出去 几个粗食丫鬟 小心翼翼地走上来 飞快清理了地上的血迹 又低着头 漠不作声地退出去 屋门重新关上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萧令月眼角抽抽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北北和韩寒对视 眼神询问 你爹爹怎么不走 韩寒目光无辜 我也不知道呀 母子三人谁也没动 都看着战北寒 他却平静地伸出筷子 从翻滚的高汤锅里 夹起一片薄薄的肉片 放在韩寒碗里 吃饭 韩寒眨眨眨眼睛 哦 战北寒又伸出筷子 夹了一块嫩笋片 北北愣了下 低头看着碗里的笋片 这是他烫火锅最爱吃的菜 这个男人怎么知道 萧令月看着战北寒的举动 挑了下眉 重新拿起筷子 先吃饭吧 有什么话吃饱了再说 好 嗯 两个小家伙积极回应 重新开吃 萧令月吃的不多 主要再给两个孩子烫菜 心里还暗自琢磨着 战北寒打了侧飞的丫鬟 明知侧飞重病也不去看望 反而留下来吃火锅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没想明白 嗨嗨 咳 一阵突兀的咳嗽响起 萧令月差一抬头 看到对面的男人 深深皱着眉 俊眉冷冽的脸上 浮起一阵薄红 不知是被呛到还是辣到了 正捂着嘴隐忍的咳嗽 萧令月目光 往他面前的调味碗里扫了一圈 一片火辣辣的咽红 他乐了 不能吃辣还加这么多 被辣到了吧 嗨嗨 男人俊脸泛起红韵 额头都冒汗了 捂着嘴 一边压抑咳嗽 一边瞪了他一眼 恼羞成怒 只是 已经被辣的说不出话了 萧令月嘲笑他 连两个孩子都不如 又菜又爱吃 说着就起身往外走 站北韩 他捂着嘴滴滴咳着 看向两个小家伙 北北正夹起一片香菇 在调料碗里滚了一圈 沾着满满的辣椒末放进嘴里 吃得香喷喷 面不改色 韩寒也把肉片往调料里蘸 小脸辣得红扑扑的 丝丝吸着气 同样吃得很欢 只有他 被辣的说不出话 战北韩心里莫名有种恼怒 给 萧令月拎着一罐豆汁回来 倒了一碗递给他 解解辣 娘亲 我也要 韩寒辣得满头大汗 慢点喝 萧令月笑着倒了一碗给他 这豆汁其实就是豆浆 他准备火锅的时候 特意叫人磨的 煮开后又浸在井水里 自然那粮又不至于太冰 能解辣也不伤胃 本来是给两个孩子准备的 没想到 北北和韩寒都挺能吃辣 反倒是冷峻威严的翼王殿下 被辣得满脸通红 呛壳不止 萧令月眼底含着一丝细血 看着男人皱着眉头 往嘴里灌豆汁 故意问道 翼王殿下 这火锅味道怎么样 战北韩连喝两碗豆汁 好不容易压下嘴里火辣辣的刺痛 闻言见眉一台 锐利的目光像尖刀一般 刺在他脸上 危险至极 但 暗藏恼 萧令月的笑容更细血了 怎么了 不合你口味吗 战北韩微眯起狭长的眼眸 深深看着他 看到他眼底满是细血之色 又透着点点笑意 仿佛十分乐于看他出球 却 没有恶意 男人眸色微深 缓缓开口 声音冷冽中 带着一丝沙哑 尚渴 萧令月 不 战北韩一脸不上看着他 你笑什么 当然是笑你死要面子 又菜又爱吃 萧令月一边笑一边心想 嘴上却说道 堂堂翼王殿下 夸我手艺尚渴 我开心啊 不能笑吗 战北韩信他才有鬼 这女人向来说谎不眨眼睛 哼 他冷哼一声 拿起筷子继续吃饭 却再也不碰调料了 只从高汤锅里捞出烫好的菜 凉一凉就直接进口 味道也很不错 高汤是用牛羊骨熬的 又鲜又浓 并不寡淡 战北韩忙了一天没吃东西 胃里正不舒服 此刻热乎乎的烫菜下肚 美味又舒坦的感觉 让男人不自觉的舒缓了眉眼 脸色柔和不少 肖令月看在眼里 没再多说继续给他们烫菜 一顿火锅足足吃了快一个时辰 北北最先填饱肚子 端着一碗养胃汤 慢慢喝着 寒寒的小肚皮撑得圆滚滚 摊在椅子上小声哼哼 神情格外的满足 等战北韩也放下筷子后 肖令月惊奇地发现 他准备的满满一大桌子的菜 竟然都吃光了 父子三人的战斗力真不差 还好他备的菜多 肖令月暗自感叹 看着一大两小填饱肚子后 懒洋洋的样子 越看越觉得有趣 他以前绝对想不到 他和湛北韩 还有两个孩子 竟然还有凑在一桌吃火锅的机会 湛北韩恐怕也不会想到 坐在对面的陌生女人和孩子 跟他之间有多么深的牵扯 北北和韩寒 都是他亲生骨肉 他却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如果不是五年前的意外 他们本来应该是一家人 有爹爹 有娘亲 还有双生子兄弟 如今坐在同一张桌上 却谁也不认识谁 不得不说 令人感慨 可惜 关于身份的秘密 萧令月不能轻易说出口 不仅是因为北北的身体 不适合回到皇家 也因为他上辈子的身份 一旦曝光 只怕会引来滔天大祸 两个孩子也会因此受到牵连 萧令月垂下眼眸 心里轻叹一声 你在想什么 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 萧令月吓了一跳 猛地抬头 湛北韩幽深冷冽的一双眼 定定地注视着他 仿佛能窥破他脑海里转动的思绪 萧令月下意识回避他的视线 随口敷衍道 没什么 你刚才的脸部表情 不像是没什么的样子 湛北韩坐直身体 一只手臂随意地搁在桌上 身体缓缓凄净几分 犹如捕捉到猎物破绽的百兽之王 你刚刚 在想什么 萧令月露出职业般的假笑 王爷说笑了 我刚刚只是走神 什么表情啊 湛北韩凝眸看着他 不言不语 萧令月有点撑不住脸上的假笑 他抬眸 看着湛北韩 男人有一张俊美无双的脸 眉风如剑 狭长的眼眸凛冽娣威严 鼻梁高挺 侧脸线条完美至极 无需任何装饰 天生就是霸道强势 高高在上 用现代的审美来说 这就是一张标准的帝王脸 俊美威严十足 尤其是他面无表情凝视人的时候 会有种仿佛被猛兽钉上 性命不保的恐惧感 萧令月倒不至于怕他 只是湛北韩太敏锐了 他担心被他看出破绽 毕竟 他们上辈子还算是熟人 好吧 我承认 我刚刚确实在想事情 萧令月心念飞转 露出一脸无奈的表情 想什么事 湛北韩不动声色地问 我在想 萧令月眼睛飞快转了转 露出一个微妙的笑容 他靠近几分 笑眯眯地道 京城里都说 自从五年前亦王妃死后 王爷的一颗心 就全挂在侧妃身上 对他爱若珍宝 空置后院独宠一人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湛北韩冷淡道 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 傻着眼睛无辜地说 京城流言传得那么开 是个人都有好奇心吧 当然 我也知道这种事情跟我无关 说出来不好听 所以我才不想说吗 他一脸无辜的样子 仿佛在说 是你非要问我的 不能怪我 湛北韩居高临下地凝视着他 神情莫测 最后 他冷淡地说道 流言本就是人云亦云 既然与你无关 就少管闲事 萧令月点点头 受教了 湛北韩收回目光 站起身 本王还有公务要忙 先走了 好 萧令月巴不得他赶紧走 至于他到底是有公务 还是赶着去看生病的侧妃 关他屁事 都警告他 少管闲事了 湛北韩深深凝视他一眼 转身大步离开 萧令月也没送 竖起耳朵 听着他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直到离开客院后 他才松了一口气 悬着的心神放松下来 娘亲 韩寒冷不丁凑了过来 俊秀的小脸放大在眼前 小家伙脸上带着坏笑 娘亲刚刚是忽悠爹爹的吧 萧令月伸手敲了一下他的小脑袋 没好气的说道 谁说我是忽悠了 北北说的 韩寒捂着脑袋往后躲 又得意洋洋的说 还有我 我们都看出娘亲在忽悠人了 只有爹爹最傻 居然还信了 感情两个小家伙 刚才躲在一旁看戏 明知道战北韩被忽悠了 也没人提醒 真是塑料一般的父子情 萧令月哭笑不得 又好奇道 你们怎么看出来的 他自认演技还可以 应该没露出破绽才对 北北说 直觉 我也是 萧令月 小混蛋 肯定是瞎猜的 另一边 战北韩一路穿过王府 走到书房门口 书弟停住脚步 他冷声开口 来人 一名暗卫无声无息出现在身后 单膝跪下 等候吩咐 去给南洋老侯爷递个信 就说 本王要留沈婉母子多住几日 让他找个合适的理由 不要让沈婉发现 战北韩冷声吩咐 是 暗卫领命 闪身而去 战北韩立在书房门口 转身 看了一眼客院方向 冷笑道 呵 敢忽悠本王 在没有查清楚 沈婉的底细之前 战北韩没打算放他走 这种嫌疑人物 他一向是宁肯错杀 不肯错放 但是因为寒寒的缘故 他不便 对沈婉直接下手 索性就放在眼皮底下盯着 不仅能究竟监视 也有考验和试探的意思 翼王府 是整个北清国的军事核心 府中藏有无数的机密资料 包括军队分布 边防图等等 如果沈婉真的和南洋有关系 他会对这种天赐良机 他会怎么做 如果他有任何图谋不轨的行为 战北韩薄唇微微勾起 眸底闪过一丝忧冷 他就会让他知道 什么叫瓮中桌边 自投罗网 一日 午膳过后 太医例行来给韩寒做检查 当时战北韩也在 得知韩寒的伤势已无大碍 膝盖也差不多恢复了 萧令月便提出了道辞 韩寒一脸不舍 娘亲 不能多住几日吗 我舍不得娘亲走 我也舍不得你 萧令月温柔地摸摸他的小脸 但这里毕竟是亲王府邸 我和北北小住还行 住久了 恐怕不方便 韩寒撅着嘴 有什么不方便的 萧令月笑了笑 我和北北就在京城 南洋侯府 距离一王府也不远 你若是想我们了 随时过来找我们就是 这怎么能一样 韩寒仍然不情愿 现在娘亲和北北都住在王府 她每天睁开眼睛 就能看到他们 可是娘亲带着北北回家了 哪怕就在侯府 她想见他们也得出门 坐马车才能到 要不娘亲再住两天吧 或者三天 五天也行 小家伙越想越不舍 眼巴巴地拽着她衣袖 萧令月无奈一笑 韩寒 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北北心里也有点舍不得 但她的性格比韩寒要内敛一些 因此只是平静地说 你别闹 以后还有机会见面的 娘亲和北北都这么说 韩寒再不情愿 也只好扁着嘴 委屈得硬了 战北韩坐在一旁 从头到尾没说话 只有她知道 沈婉母子压根走不了 也无需挽留 沈家那位老侯爷向来精明 最会审视夺势 得到安慰的指使后 自然会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 果然 不出占北韩所料 等萧令月安抚好韩寒 准备带儿子离开时 管家进来禀告 王爷 沈姑娘 南阳侯府来人了 说有事要见沈姑娘 萧令月心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转头 看到一个陌生的中年管家走进来 行礼后恭敬道 三小姐 小的是奉老爷之命前来 请三小姐暂时不要回府 为什么 萧令月挑眉 二小姐昨天带人砸了翡翠楼 府里正在修缮 老爷也担心两位小姐在起冲突 所以请三小姐在外回避几日 萧令月气笑了 沈玉婷还有脸砸我的院子 父亲是担心我对她下毒手 不敢让我回去吧 中年管家低头不语 仿佛默认 韩寒眼睛一亮 那娘 姨母就留在王府多住几天吧 等院子修好再回去 中年管家掏出一叠银票 恭恭敬敬地递上钱 老爷说 三小姐暂时不便回府 这些银票就算是补偿 无论三小姐是住客栈 还是住其他地方 请你先委屈几日 萧令月 真是搞笑了 自己家不让住 反而给钱让她去住客栈 沈志江真是有够偏心的 为了护着沈玉婷 竟然连家门都不让进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沈婉是从路边捡来的 堂堂嫡女 竟然要迁就一个庶女的心情 姨母带着弟弟 住客栈多不方便呀 不如继续留在王府好了 姨母随便住多久都行 韩寒心里乐开了花 立刻热情挽留 萧令月一时犹豫不决 这时 湛北寒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她对萧令月道 这几日留住王府 有不满意的地方 萧令月摇摇头 这倒没有 她住得还挺舒服的 花园大 下人也恭敬 又有两个孩子陪在身边 比南洋侯府不知好多少呗 湛北寒眉头松缓 淡淡道 既然没有不满意 多住几日也无妨 萧令月一愣 继而沟纯道 王爷这是在留我吗 湛北寒说 韩寒喜欢你 这话看似达匪所问 萧令月却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 因为韩寒喜欢你 你留下正好能盯着她 免得她又胡闹 这样一来 母子俩不用住客栈 韩寒高兴 湛北寒也省心 可谓一见三雕 萧令月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 她考虑了一下 问北北想住哪里呢 韩寒立刻眼巴巴地看向北北 活像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狗狗 北北眼底闪过一丝笑意 道 我听娘亲的 明白了 萧令月伸手接过管家手里的银票 身形一转 直接递到湛北寒面前 湛北寒 我们母子毕竟是外人 借住在一王府 总不能白占便宜 父亲既然给了银两 我就借花献佛了 算是我们母子这段时间的伙食费如何 萧令月淡笑道 湛北寒微微醋眉 一王府还不缺这点伙食费 她淡漠站起身 看了一眼满是欣喜的寒寒 道 你只要让世子高兴 就足够了 于碧 湛北寒便禁止离开了 中年管家一看目的达到 也立刻告退了 萧令月看着男人离去的方向 又低头看了眼银票 微微一笑 这人呐 明明是关心儿子 偏不肯承认 死傲娇 萧令月母子就继续留在一王府 依然住的客院 对于中年管家说的理由 萧令月也没有起疑 因为这确实是沈志江会做的事 她也并不知道 老侯爷正式借用了沈志江的名义 用沈玉婷做借口 就是为了让她留在王府 完成王爷的暗中嘱托 沈婉母子继续借助一王府 最高兴的人是韩寒 最不高兴的人 无疑就是谢玉蕊了 谢玉蕊此刻惊怒交加 你说什么 王爷留她住下了 彩霞战战兢兢的说 是的 她不是指住三天就会走吗 谢玉蕊立声质问 本来说是三天就走 可谁知南阳侯府那边突然来人 说是不便接她回去 让沈婉在外面多住几日 王爷得知后就顺口留下她了 彩霞急忙解释道 娘娘别担心 奴婢看王爷的意思 应该只是觉得 柿子喜欢她 留她在府里陪伴柿子而已 没有其他意思 谢玉蕊额头轻轻突突地跳 脸色难看至极 彩霞自以为安慰的话 其实恰恰戳中了她的死穴 因为柿子喜欢 王爷才要留下神万 这个理由和她是一模一样的 当年 王爷不就是以为她真心爱护柿子 为了照顾柿子 才答应让她进王府的吗 这是谢玉蕊心里最大的底气 也是最羞于启齿的 她连自己的贴身丫鬟都不敢告诉 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在王爷心里 她只是一个负责照顾柿子的高级婢女 不比奴才高贵多少 王爷对她没有任何男女私情 她名义上是王爷的侧妃 可实际上 王爷从未碰过她一根头发 至今都没有圆方 如今又来了一个神婉 同样是照顾柿子 而柿子又喜欢神婉 对她去排斥厌恶 这样下去的话 谢玉蕊咬着唇 忽然掀开被子要下床 我要去看望柿子 娘娘 您还在病中 大夫说您不能下床 彩霞大惊失色 急忙劝阻到 柿子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娘娘就算担心 也该先养好自己的身子 何必急于一时呢 你懂什么 谢玉蕊烦躁呵斥 只怕晚了就来不及了 柿子的心都被那个贱人笼络过去 他再利用柿子做跳板 故意接近王爷 王爷那么疼柿子 难保不会像留下他一样 将神婉也留下 谢玉蕊怎么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他无论如何也要阻止 还有南阳侯府 突然说不方便回去 让神婉继续留在一王府 只怕也是在打攀高枝的主意 神婉又没有夫君 在北清国的风俗里 手拐的女人是可以重新嫁人的 娘娘 您别着急 神婉长得那么丑陋 又是个寡妇 王爷就是瞎了 眼睛都不可能看得上他 而且昨天 娘娘让彩云去请王爷 彩云不知怎么的触怒了王爷 挨了二十板子 现在娘娘又有风寒在身 万一传染了柿子 只怕王爷会更生气 娘娘三思啊 彩霞苦口婆心地劝道 谢玉蕊稍微冷静下来 那你说怎么办 因为生病 他现在脑子不太清醒 有些乱了分寸了 彩霞忙道 娘娘跟王爷这么多年的感情 岂是一个小小的神婉能动摇的 奴婢觉得 娘娘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先养好身子 再去向王爷赔罪 笼络好柿子 至于那个神婉 他现在住在王府 娘娘还怕没有机会对付他吗 谢玉蕊仔细一想 你说的有道理 因为神婉那个贱人 他不小心在王爷面前做错了事 回来后越想越慌 便想用苦肉计 挽回自己在王爷心里的形象 在佛堂给小世子送经祈福的时候 他故意开着窗户 又弃了软电 在冷冰冰的佛堂地上跪了半晚上 果然顺利染上了风寒 再拖上两日不用药 病情自然就加重了 然后他就让彩云去找王爷 叮嘱他 务必要哭得凄惨无助 好好替他洗白 王爷只要心软了 肯定会来看望他 他一脸病容地 再跟王爷哭诉一番 王爷肯定就不会再怀疑他了 这种卖惨示弱的方法 谢玉蕊早就用得炉火纯青了 对此自信满满 然而 他万万没想到 王爷竟然没有来 反而是采云那个蠢货 不知怎么的劲惹怒了王爷 被狠狠打了二十板子 血肉模糊地拖了回来 谢玉蕊看了只嫌恶心 当即叫人把他丢到柴房去 但好在 王爷对他还是有勤奋的 得知他生病 还特意叫了大夫过来 好好照顾他的身子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 他得先养好身子 然后去向王爷赔礼谢恩 只要能见到王爷 他总归有机会让王爷心软的 还有神万那个贱人 谢玉蕊咬牙切齿的心想 他早晚会让他知道厉害的 去叫大夫过来 好好给我开服药 我要快点好起来才行 谢玉蕊想通之后命令道 奴婢马上去 彩霞高兴地去了 大夫就住在琉璃阁 很快就来了 给谢玉蕊枕脉治疗 谢玉蕊也一改之前的抗拒态度 积极配合 封寒本来就不是大病 只是他故意拖延 不肯吃药 才导致病情加重 现在态度转变过来 再加上大夫的精心诊治 谢玉蕊几天后就完全康复了 他迫不及待的沐浴更衣 精心打扮了一番 便带着丫鬟去向战北寒谢恩 然而冤家路窄 经过花园的时候 谢玉蕊听到一阵笑闹声 走过去就看到 沈婉正带着两个孩子 在花园里玩耍 沈姑娘可真是好雅兴啊 谢玉蕊阴阳怪气的说 扶着丫鬟款款款走上前 萧令月正在围观 韩寒拉着北北学爬树 文言转头看来 王爷留沈姑娘在王府暂住 是为了照顾柿子养伤 你却带着柿子满花园乱跑 还让她爬到树上去 这若是不小心摔下来了 你担当得起吗 谢玉蕊立声呵斥 韩寒原来是趴在树梢上 文言一溜烟的滑下来 拉着北北跑回娘亲身前 不跃地道 你大呼小叫什么 是我自己要爬树的 关娘亲什么事 狮子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你才受了伤 谢玉蕊一脸担忧 韩寒没好气的打断 我的伤早就好了 用不着你担心 谢玉蕊粗眉 就算好了 狮子也不该做爬树 这么危险又粗鲁的事 你可是王府的狮子 跟某些野孩子不一样 应该知道皇家礼仪 行为举止都要规范手里 韩寒最讨厌有人 跟他说礼仪规矩 质问道 你说谁是野孩子 谢玉蕊瞥了一眼北北 韩寒立刻就怒了 攥着小拳头要发火 萧令月拦住他 冷冷道 侧妃嘴里的规矩 是只用来管教别人 自己却不用手吗 谢玉蕊皱眉道 你什么意思 萧令月冷淡的目光 看向他身后的丫鬟 你身边的丫鬟看到柿子 不知道行李的吗 谢玉蕊一愣 彩霞等一众丫鬟也愣住了 他们平时跟在侧妃身边 除了对王爷恭敬之外 对王府其他人 向来是眼高过顶的 哪想得起行李这回事 俗话说得好 什么样的人养什么的狗 侧妃连自己身边的奴才 都养得不成规矩 倒是口口声声来管教柿子的规矩了 萧令月嘴角 擒着一丝机翘 仿佛在说 你连自己人都管不好 还有连管别人 谢玉蕊的脸色骤然难看 转头狠狠瞪了彩霞一眼 你们都是死人吗 看到柿子也不知道 跪下行李 奴婢见过柿子 宠坏了 连这点规矩都不懂 回去之后 都给我罚贵两个时辰 谢玉蕊严厉训斥 彩霞几个丫鬟不敢争辩 心里十分委屈 他们平常跟着侧妃 见柿子的时候 都是不行礼的 侧妃也从来没说过什么 现在却怪他们不懂规矩了 萧令月冷眼看着他训斥婢婢女 这才嘲讽开口 侧妃知错就改 看来确实是个守规矩的人 谢玉蕊 熟悉的憋屈感又来了 他咬牙 王爷把柿子交给我 是对我的一片信任 我自然要以身作则 好好遵守皇家的规矩 教导好柿子 才不辜负王爷的心意 萧令月笑了笑 假装没听懂他话里的炫耀 你们先去玩吧 他低头 摸了摸两个孩子的脑袋 我和侧妃有些话要说 娘亲 北北抬起头 没事 去玩吧 我待会再去找你们 萧令月微笑道 两个小家伙 这才手牵手地走开了 萧令月脸上的笑容冷淡下来 他看向谢玉蕊 现在没外人了 你也用不着装了 找我有事吗 谢玉蕊也不客气 伸手就朝他脸上抓去 萧令月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你想干什么 在王府里还戴着面纱 你这张脸见不得人吗 谢玉蕊讥讽道 我的脸能不能见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 萧令月甩开他的手 谢玉蕊亮枪了下 被彩霞及时扶住 气恼又愤恨地蹬着萧令月 你 你今天来找我 就是为了看我长什么样 萧令月眼神微妙地看着他 仿佛在说 你吃饱了撑了 谢玉蕊不屑地冷笑道 沈婉 你以为你戴着面纱遮住了脸 就有资格勾引王爷了吗 你也真是够蠢的 王爷是什么人物 什么眼光 就你长得一副丑八怪的样子 还是个被人用纳了的寡妇破鞋 也好意思出现在王爷面前 也不怕窝了王爷的眼睛 你都好意思站在我面前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 站在翼王面前呢 萧令月凉凉笑道 随即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至于你说翼王的眼光高 则则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 搬弄嘴舌 谢玉蕊缓缓逼近 目光阴狠地看着他 你的那些丑事 我早就派人调查清楚了 今天只是来警告你 王爷看在世子的面子上 才留你在王府赞中 你最好收起你那些下贱心思 敢勾引王爷 我就让你不得好死 萧令月站在原地 闻言只是平静地和他对视 片刻后 他忽然抬手 从谢玉蕊精致的发际上 取下一根宝石簪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萧令月拿着簪子 指着上面镶嵌的宝石问道 谢玉蕊轻蔑吃笑 果然是乡下养的土包子 连宝石都不认得 不 萧令月微妙地一笑 这不是宝石 你瞎了吗 这么大颗不是宝石是 谢玉蕊轻蔑的话还没说完 萧令月伸手一掰 直接将簪子上的大颗宝石掰下来 轻轻一握 咔嚓 清脆的破碎声响起 萧令月再次张开手 宝石已经不见了 手心里只剩下一团粉末 他微眯着眼睛 悠悠地说 有些东西 你以为是价值连城的宝石 可是在我眼里 不过是一团不值钱的粉末 他说着 倾斜手掌 宝石粉末洋洋洒洒地飘落下来 与花园的泥土融为一体 很快就看不见了 谢玉蕊俱要的脸庞 僵硬无比 他瞪大眼睛 犹如看怪物一样 看着萧令月 萧令月伸手 将没了宝石 空荡荡的簪子插回他头上 与其幽淡 与其来警告我 不如好好守着你的宝石 少动不动就把人当贼看 懂了吗 谢玉蕊吓得差点尖叫 但 对上萧令月毫无笑意的幽冷眼眸 他的喉咙 就像被无形的手掐住一样 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他听得懂沈婉的暗示 所谓的宝石 指的不是东西 而是湛北寒 谢玉蕊觉得 湛北寒是价值连城的宝石 但是在沈婉眼里 他只是轻轻一捏 宝石就碎成了不值钱的粉末 和地上的泥土一般 沈婉的意思是 湛北寒就是这团粉末 他不想抓也不稀罕 更不耐烦 为了一个男人玩 争风吃醋的游戏 所以 他才用了这种方法 警告谢玉蕊 同时还有另一重威胁意思 宝石他都能捏碎 谢玉蕊如果不时序的再来挑衅 先掂量一下自己的骨头 有没有宝石那么硬 后院里争宠的女人 没见过这样的 这女人是个怪物吗 她哪来这么大的力钱 谢玉蕊一张脸惨白僵硬 本能的点头 后背冷汗湿了一片 懂了就好 萧丽月微微笑道 侧妃慢走 我就不送了 谢玉蕊一句话都不敢说 转身扶着丫鬟 跌跌撞撞地离开了 有多远跑多远 萧丽月等她一走 立刻垮下脸 痛苦地甩着手 我靠 这破宝石也太硬了 捏得手好痛 早知道就捏金簪吓唬她了 她一边抱怨嘀咕着 一边转身去找两个小家伙 却不曾发现 花园的假山阴影中 暗卫的身影一闪而过 沈婉当真这么说 书房里 男人不便喜怒的冷沉声音响起 暗卫低头跪在地上 是 湛北寒坐在书桌后 只见一下下敲击着桌面 发出轻微的哒哒声 气氛沉宁无比 半晌 湛北寒冷淡的声音才响起 他还说了什么 属下听到的就这些 侧妃被吓跑之后 沈婉便离开了 暗卫如实回答 叶依回来了吗 湛北寒又问 首领已经回来了 让他来见本王 湛北寒直接下令 是 暗卫恭敬退下 不多时 一身黑衣风尘仆仆的业意走进来 丹西跪下 属下参见王爷 起来回话 湛北寒锐利的凤眸看着他 沈婉的底细调查的如何 属下查到了南阳侯府在乡下的庄子 调查后得知 沈婉确实是三岁时被送到庄子上 由庄头夫妇自幼看着长大的 因为南阳侯府的不闻不问 沈婉在乡下庄子里名义上是主子 但实际却是庄头夫妇一家的奴隶 日子过得十分辛苦 如洗衣 做饭 砍柴 喂养猪羊之类的活计 都是沈婉一个人做 十几年来 每日都是如此 从未中断过 这一点 当地许多村民都可以作证 叶一沉稳地禀告道 心里也不禁觉得 沈婉有些可怜 明明是侯府的千金嫡女 却从小被欺养在乡下庄子里 还要被庄子上的奴才欺压刁难 过得连村里的平民丫头都不如 南洋侯府更是对他不闻不问 遗弃就是十几年 正因如此 也难怪沈婉对南洋侯府心怀怨恨 看不出丝毫感情 湛北韩微微眯起一双风锐眼眸 他在庄子里做过很多农活 是 根据属下打探到的消息 庄子里的奴才一家都弃压沈婉 将所有杂事都丢给他做 沈婉从小就被迫干活 据村里人说 他性格沉默 不太爱说话 但做事手脚很利索 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 呵 湛北韩冷笑一声 他想起自己与沈婉动手那一次 他记得很清楚 沈婉的手上 没有任何明显疤痕和粗糙痕迹 反而是虎口 指腹等位置上有一层薄薄的茧子 从位置上来看 不像是常年握着农具干活的人 反而像是练习刀剑武器磨出来的茧子 除此之外 他的中指侧面也有薄茧的痕迹 这是经常用笔写字的人才会有的 沈婉在乡下 学过认字吗 湛北韩幽冷地问道 没有 叶依笃定地回答 属下问过很多村人 都说庄子里的人故意欺压他 平时给他穿的都是旧衣 住的是柴房 连饭都吃不饱 绝对不可能好心教他认字 真正的沈婉 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 而且性格沉默 不爱说话 可是 回到侯府的沈婉 不仅性格完全不同 手上还有常年写字 与习武留下的薄茧 另外 属下还调查了沈婉的婚事 也发现了很多疑点 根据村里人所说 沈婉在乡下 确实与一名男子关系亲近 但这名男子 却不是沈婉所说的大夫 而是一名猎户 平时靠打猎为生 沈婉有次进山时遇到危险 碰巧被他所救 两人便私下来往过几次 但是并没有成婚 当地的官雅里 也没有找到 沈婉与人成婚的婚书记录 叶依如实禀告道 按照北清国的规定 民间男女想要成婚 必须向当地官府报备 在官方提供的婚书上 签下姓名或手印 记录存档之后 惩罚和唾弃的 民间同样也会看不起 那些没有官方认证的夫妻 因为只有私奔 身份不明的男女 才不敢向官府报备 这种不上台面的关系 也会受人轻视 湛北韩意味不明地道 这就是说 沈婉身边带的那个孩子 并不是他口中早死的丈夫的种 而是身份来历不明 是的 叶依咒眉道 属下在乡下秘密调查时 发现根本没人知道 沈婉生过孩子 甚至连怀孕的迹象都没有 沈婉是哪一年出生的 湛北韩突然问道 叶依 昭明十七年 现在是昭明三十四年 湛北韩眸底 闪过一丝冷郁的寒光 咬牙道 那个女人 从一开始就表明了 她根本就不是身外 什么 叶依震惊 还未来得急问 书房外突然传来禀告声 王爷 侧妃求见 不见 湛北韩声音冷沉郁怒 让他滚回去 是 通传的侍卫 立刻走到院门口 对等候的谢玉蕊传话 王爷眼下正有军务要忙 任何人不得打扰 侧妃请回吧 王爷连我都不见吗 谢玉蕊不甘心 他还想跟王爷 告沈婉那个贱人的状吗 侍卫板着脸道 王爷说了 任何人都不见 侧妃请回 湛北韩的书房是军机重地 明面上看守的侍卫 都是军中精锐 暗地里 还有数不清的暗卫和机关 谢玉蕊就是有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强闯 只能无功而返 书房里 主仆二人的对话 还在继续 湛北韩冷声道 从出生时间推算 真正的沈婉 今年不过十七岁 可他身边那个孩子 却已经五岁大了 如果他真的是沈婉 难道他十二岁就能生孩子 真是可笑 这么明显的破绽摆在眼前 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连他都被骗过去了 因为萧令月刚回侯府 就当众说自己是寡妇 继而又料明了北北的身份 导致包括湛北韩在内的所有人 都只注意到他 私自成婚又守寡的事 反而忽略了北北的年龄破绽 这就是灯下黑 很难说萧令月是不是故意的 但他确实因此瞒过了所有人 如果不是湛北韩拍叶仪 去调查他的底细 他甚至都没想到 年龄这一层破绽 叶仪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属下总觉得 养在乡下的沈婉 和京中这个沈婉 判若两人 也没有任何人发现 沈婉有怀孕的痕迹 原来他们真的是两个人 湛北韩面色冷冽 叶仪很快冷静下来 又问道 如果他不是沈婉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顶替沈婉的身份回京 这也是本王想知道的问题 湛北韩冷冷道 这个女人身上疑点无数 本王让你调查沈婉身边 是否出现过难言人 你有什么发现吗 叶仪摇摇头 属下调查过多次 沈婉在乡下那十几年一切正常 身边并没有出现过任何可疑人物 那个与他来往亲密的猎户呢 湛北韩又问 属下也查了 猎户本身并没有问题 不过 叶仪迟疑道 属下去调查的时候 那人已经不见了 怎么不见的 根据村里人说 似乎是他自己离开的 因为猎户经常进山打猎 几天不回家也很正常 所以村民一开始并没有在意 直到半个月后才发现猎户失踪了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呢 有查到他具体失踪的时间吗 没有 叶仪面露惭愧 属下查了许久 最后也只能推测出 那名猎户应该是在南洋侯府派人 去接沈婉的时候失踪的 前后相差不久 湛北韩没在说话 手指轻敲着桌面 陷入沉思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回到京城的沈婉并不是真正的沈婉本人 他只是顶替了沈婉的身份 真正的沈婉却不知去向 与此同时 与沈婉关系亲密的年轻猎户也失踪了 两个人一起下落不明 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 湛北韩敲击桌面的手指一顿 韩生道 要么是真正的沈婉 与那名猎户私奔了 抛弃了自己的身份 要么 就是他们两人成了某些人的目标 被杀人灭口了 以夜一的办事能力 去调查了这么多天 竟然都找不到沈婉和那猎户的下落 这本身就很不对劲 两个人一起失踪 要么是他们自己主动藏起来 不敢见人 要么 就是两个人都死了 被人毁尸灭尽 夜一 王爷的意思是 如今在王府的这个沈婉 为了取得身份 杀了真正的沈家三小姐 湛北韩说 有这个可能 夜一神情宁重 他明白王爷的意思 普通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 是绝对不会想到 冒充顶替别人的 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了 他的目的肯定不单纯 更何况 只要冒充一个人 也不是简单的事 首先长相这一关就不好过 夜一不解地道 既然现在的沈婉 是冒名顶替 那他与真正的沈三小姐 难道天生相似 连南洋侯府的人都分辨不出来 沈婉三岁就被送走 十几年过去 外表容貌早已经不同了 南洋侯府对他也并不了解 只要年龄身形差不多 容貌上的差异 完全可以通过一容手段来调整 湛北韩很快推测出来 他仔细回想了下 本王记得 沈婉自回经开始 便长时间佩戴面纱 很少主动摘下来 夜一点点头 听说是因为沈婉天生胎记 面容丑陋的缘故 湛北韩薄冷的唇角 露出一丝冷笑 天生胎记 面容丑陋 有这样正大光明的理由 他就算天天戴着面纱 也没人怀疑 说不定他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来掩盖自己易容的破绽 夜一心中震动 王爷英明 如果他连这一点都能利用上 这个女人的心思不可谓不缜密 湛北韩没说话 心里的怀疑却更加浓烈 易容换脸 冒名顶替 潜伏入京 精通南烟武学 又懂医术 湛北韩一字一句 重复着神婉身上的疑点 眼神越来越冷 这些特征急于一身 你不觉得很眼熟吗 夜一冷肃道 属下记得 南烟太子给我们北清国安插的探子 个个都是如此 同样的手段 易容 顶替 潜入京城 同样的特征 精通武术 懂医毒 这些相似点 在湛北韩之前抓捕的南烟探子身上都能找到 前年皇宫选秀时 就有一名南烟探子杀了一名秀女 易容顶替他的身份潜入皇宫 差点就被昭明帝纳入后宫 成为一颗毒钉子 幸亏湛北韩及时发现破绽 把人揪了出来 那名美人探子见识不妙 服毒自尽 生生掐断了追查的线索 导致与此事相关的一众嫌疑人等 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调查清楚 而这时 有着完全相似一点的沈婉 又出现在京城 他到底是什么人 跟南烟有没有关系 湛北韩想要查清楚这件事 他突然问道 上次抓到的那个探子 现在情况如何 叶一微愣 很快回答 那人是个硬骨头 能上的行都已经上了 但他咬死了不肯开口 现在已经奄奄一息 只剩最后一口气掉着了 人还在王府暗牢里吧 湛北韩谋底 闪过一丝幽光 是的 既然不肯开口 那留着也是无用了 男人的声音 阴寒而又冷酷 就用他做鱼儿 想办法透露给沈婉 试探他的反应 如果他确实和南烟那边有关系 得知同伴被囚禁在王府暗牢 他很有可能会采取行动 不管是杀同伴灭口 还是想方设法的救人 只要沈婉一有动作 湛北韩就基本可以确定他的身份 是 叶一冷肃硬下 继而又问道 如果沈婉想做什么的话 让他去做 然后 问中桌边 湛北韩冷冷勾唇 阿帖 阿帖 花园里 萧令月突然连打了几个喷嚏 一阵莫名的寒意窜上几倍 他搓了搓手臂上的鸡皮疙瘩 暗自嘀咕 怎么感觉好像有人要坑我 他的直觉向来很准 无端端感到恶寒 十有八九 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但具体是什么事 萧令月也说不上来 他绝对想不到 虽然他花了很多心思伪装 却还是嘀咕了湛北韩的疑心病 直接派人去查了神丸的底细 三两下就把他的伪装马甲扒了下来 萧令月对此还一无所知 他陪着两个孩子 在花园玩了一下午 给他们放放风 也没有多做约束 韩寒第一次拥有小伙伴 拉着北北满院子疯完 直到天色擦黑时 才依依不舍地回来 萧令月看他们玩得满头大汗 怕他们着凉感冒 赶紧催着两个小家伙 回去洗澡换衣服 翼王府有专门的浴池 面积颇大 足够让两个孩子在里面游泳了 韩寒撒娇闹着 要跟北北一起洗澡 还不肯让丫鬟伺候 萧令月干脆撸起袖子 准备亲自给他们洗澡 结果没想到 刚刚还闹腾的很欢的小柿子 在萧令月给他脱衣服的时候 又害羞地扭捏起来了 小脸蛋红扑扑的 大眼睛忽闪忽闪 格外的难为情 萧令月好笑地捏了捏他的鼻尖 你都叫我娘亲了 有什么好害羞的 旁边的北北就淡定十足 平静地扒掉衣服 泡进温热的池水里 他以前生病虚弱的时候 都是萧令月给他洗澡换衣服的 早就习惯了 一点不害羞 韩韩却没有这种经验 扭捏着不好意思脱衣服 那个娘亲男女瘦瘦不轻 哟 小家伙懂得还挺多 萧令月挑眉 那你缠着我要一起睡的时候 怎么不说男女瘦瘦不轻 韩韩一张小脸爆红 头顶都快冒烟了 他吭哧吭哧地说 那那不一样 睡觉又不用脱光光 而且北北也一起睡的 没什么不一样 快点进去泡着 别感冒了 萧令月没有跟他争辩 直接把小家伙拎过来 三两下扒了衣服 光溜溜地放进浴池里 韩韩连挣扎都来不及 浑身上下就脱光光了 他急忙伸手捂住 白嫩嫩的小身子 缩成一团 满脸胀红地泡在水里 娘亲 别叫了 北北同样泡在水里 美好气地瞥了他一眼 脱都脱了 有什么不能看的 韩韩哑口无言 一时无法反驳 小孩子的注意力转得很快 韩韩疑惑地歪着头 北北 你泡澡 怎么不摘面具 北北身子一僵 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韩韩很快又道 你上次说脸上起疹子 不能见风 戴了这么久的面具 还没有好吗 嗯 还没有完全好 要再养养 北北含糊道 那怎么不见你上药啊 韩韩凑过去 似乎想从面具缝隙里 看看他脸上的疹子 嘴里还嘟囔着 这都好多天了 怎么一直都没好 是不是你上药次数太少了 要不我让太医给你看看吧 不用了 北北立刻拒绝 我平时有上药的 什么时候 韩韩清澈的眼睛里 充满了疑惑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上药 难道 北北心里墨地紧张 韩韩不会猜到 他是忽悠他 其实根本没有疹子吧 难道 是你觉得起疹子太丑了 故意躲着不让我看吧 韩韩严肃地看着他 北北 偷听了萧令月 母子两一时 不知道该说什么 北北面无表情地说 对 就是你想的那样 果然是这样 韩韩立刻就相信了 接着又说 北北 你不用担心 就算你尝了满脸疹子 我也不会嫌弃你的 以后不用躲着我上药 我保证不笑话你 北北 你才满脸疹子呢 萧令月明知道这里面的误会 却也不解释 目光严余地看了一眼北北 意思是 你自己忽悠人 自己想办法解决哦 两个孩子之间的事 他就不掺和了 萧令月叮嘱他们 在浴池里多泡一会儿 然后起身回房间拿东西 经过走廊时 他听到两个青嫂丫鬟 躲在角落里说话 萧令月本来也没在意 但是丫鬟们谈论的内容 却让他停留了一下 你说真的吗 王府花园里有鬼 真的啊 不止一个人听到了 每到半夜 花园里就有惨叫声 昨天晚上巡逻的侍卫也听到了 这 这不太可能吧 会不会是他们听错了 一两个人 听错还有可能 但现在很多人都听到了 真的很吓人 我都不敢从花园那边走了 两个丫鬟怯怯思语 脸上的表情 充满了惊惧和不安 萧令月好奇地走过去 你们在讨论什么 啊 两个丫鬟吓得尖叫一声 手里的工具都掉了 他们惊慌回过头 看到萧令月站在身后 立刻跪在地上 奴婢见过沈姑娘 起来吧 我刚刚听到你们在说 王府花园里闹鬼 是怎么回事 萧令月问道 两个丫鬟满脸色缩地站起来 其中一个咬着嘴唇不安地道 那只是奴婢胡说八道 沈姑娘不用放在心上 你详细说说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萧令月一看她紧张的样子 就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闹鬼这种事比较忌讳 下人自然不敢随便议论 如果不小心传到管家耳朵里 他们两个肯定要受惩罚 沈婉又是一王府的客人 两个丫鬟更加不敢乱说了 萧令月温和地安抚了几句 两个丫鬟才战战兢兢地开口 奴婢是听守夜的下人说的 王府西边的花园里 每到半夜时分 就会响起隐隐约约的惨叫声 但是有人过去查看的时候 又看不见任何人影 已经发生好多次了 奴婢们觉得害怕 就偷偷讨论了几句 萧令月疑惑道 就只有这些吗 不 不止 听说以前还有人在花园的草地上 看到了血 还有一些奇怪的拖拽痕迹 连管家都惊动了 但是管家什么也没说 只是叫人清理干净 还让府里的下人 不许半夜靠近花园 丫鬟老老实实地说 萧令月微微瞇了下眼睛 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 丫鬟想了想 听说是前年开始的 后来莫名其妙就没了 但最近好像又有了 萧令月隐约猜到是怎么回事 她没有再问 只是让两个丫鬟离开了 两个丫鬟如蒙大赦 急忙捡起工具走了 萧令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便转身回了房间 带上两个孩子的衣服 又往浴室去了 等两个孩子都洗干净 换上干爽的衣物后 萧令月陪他们用了晚膳 休息一阵子就到了睡觉时间 今天晚上不许闹了 早点休息 萧令月将两个孩子 赶回自己房间 叮嘱道 之前因为寒寒的伤势 没有完全康复 萧令月很纵容她 她闹着要跟北北一起睡 她也没阻止 谁知道两个孩子凑在一起 就不肯乖乖睡觉 萧令月他们一起睡了 各自赶回房间去 两个孩子都安置妥当后 萧令月也回了房间 关上门窗 不一会儿 房间里的烛光便熄灭了 仿佛主人已经睡下 夜风吹来 院内的树叶沙沙作响 窗户悄然打开 一道纤细的黑色身影 无声无息地翻出窗外 萧令月挽起了长发 换上一身低调的衣裳 脸上遮着面筋 悄无声息地往西边花园摸过去 她对翼王府的地形很熟悉 沿路上遇到的巡逻侍卫 也都巧妙避开 没有惊动任何人 很快 西边的花园就到了 翼王府一共有四个花园 分别散落在东 南 西 北四个角落 其中南边花园面积最大 连接着人工湖 是萧令月经常带两个孩子 过去玩耍的地方 而西边的花园面积最小 景色也很一般 又是在翼王府的最深处 她还从来没有来过 听到那两个丫鬟 说西边花园闹鬼 又是惨叫 又是有血迹 萧令月立刻就猜到 是怎么回事了 不是有鬼 而是翼王府的暗牢 就藏在西边的花园里 所谓的半夜惨叫声 草地上的血迹 还有拖拽痕迹 应该是占北韩手下的士兵 半夜押送犯人 或是刑讯审问造成的 普通下人不知道内情 听到犯人半夜 从暗牢里传来的惨叫声 又看不到任何人影 便误以为是闹鬼了 丫鬟又说 闹鬼的传闻 是从前年开始的 这个时间点很特殊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前年唯一发生的一件大事 就是南阳太子派密探 潜入京城 冒充选秀的美人 准备对昭明帝 实施美人计 结果功败垂成 被战北韩抓了个阵阵 美人当场自杀 北秦京城戒严 朝堂上下足足查了一整年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为此事受牵连的人不计其数 其中大多数都被直接砍了 一小部分身份存疑的人则 不知去向 那时候 萧令月正带着北北隐姓埋名 在照顾北北的同时 他也一直在关注南阴和北秦的情况 得知有人离奇失踪后 他就猜到 那些人估计都是和南阴有关系的 被战北韩拿住后不知去向 一年多时间过去 他本来以为那些人都已经死了 可是没想到 从丫鬟所说的闹鬼事件中 似乎还有人被关押在一王府的暗牢里 萧令月考虑许久 还是决定来查探一下 他上辈子是南阴人 自幼就在南阴长大 昔日的亲人 朋友全都留在南阴 虽然他已经死了 被南阴太子亲手所杀 再想回去时 万万不可能了 但萧令月重情 心里多少还是放不下 曾经的亲人和朋友 北秦和南阴是多年的死对头 他身在北秦 又有孩子需要照顾 实在没机会打听南阴京城的事情 眼下 一王府的暗牢里 如果真的有来自南阴的人 他即使不能救人 也希望能从他们口中 打听一下昔日亲友的消息 从他死后重生 已经有五年了 昔日的那些故人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想到这些 萧令月才决定冒险过来探探 他藏身在一处茂盛的树梢上 借着月光 居高临下地观察整座花园 夜深人静 花园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甲山流水 亭台小柱 都掩映在繁盛的草木中 夜风吹过 沙沙作响 萧令月以前在南阴时 身份不一般 与湛北寒也交过几次手 对他的了解程度 远远超过一般人 湛北寒扇枪法 精通布阵机关 手下似乎还有能制作 各种精密机关的能工巧匠 只要是他在的地方 表面上越是平平无奇 背地里必然隐藏杀鸡 眼前这座看似普通的花园 也是如此 不过 萧令月藏在面筋下的嘴角微微一翘 这些机关拦得住别人 却拦不住他 萧令月轻巧地翻身落下 犹如一只灵巧的猫般 往花园中心的八角亭走去 他走的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沿着某种规律往前走 忽左忽右 身形飘忽凌乱 却精准地避开了各处的隐秘机关 不出一刻钟 便顺利站在了八角亭的台阶上 八角亭四面空旷 只有几根粗壮的柱子支撑 里面摆放着一套宽大的石桌石椅 同样平平无奇 萧令月左右观察了一下 便走到右边的柱子前 伸出手仔细摸索 很快 他就摸到了一处隐秘的凸起 用力往下一按 咔嚓 机关启动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铁链搅动的声音 原本像是固定在地面上的石桌石椅 往旁边挪动 露出下方一个漆黑幽深的入口 入口处有台阶 一路往下延伸 隐没进黑暗中 萧令月谨慎地走过去 观察了片刻 确定没有任何机关后 才迅速走了进去 在他进入密道后不久 石桌石椅又重新回到原位 将入口隐藏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又过了片刻 一名折服许久的暗卫悄然出现 快速查看了下机关痕迹 立刻向首领叶一禀告 予以入网 叶一沉声下令 密切监视 一切按王爷的计划来 是 暗卫当即退下 与此同时 萧令月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走进了 早就设好的陷阱中 他沿着密道继续往下走 密道狭窄 却并不黑暗 每隔机里就有气孔 似乎直通向花园地面 光线和新鲜空气由此引入 萧令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大约几分钟后 密道就走到了尽头 这里果然是一处暗牢 冰冷的石墙上镶嵌着火盆 此刻暗淡的火光还在燃烧 勉强照亮四周 狭长的道路两侧 是一间间分开的石室 铁门警风 只有一个巴掌大的洞口 可以望向里面 暗牢里的气味很难闻 阴冷潮湿 又夹杂着浓郁的血腥味 隐隐还有腐烂的臭味 他一步步往里走 脚步极轻 忽然听到一阵铁链颤动声 声音是从暗牢最深处传来 萧令月谨慎地走过去 发现最深处是一处刑房 墙壁上挂满了各种 猙獰冰冷的刑具 上面都沾着血 旁边的长桌上还有烙铁 手指夹 铁针等东西 地面上血迹斑斑 阴冷恐怖地宛如地狱 萧令月清冷的目光扫过四周 没有任何惊慌 很快他就看向鞋对面的墙上 有个人被挂在上面 锋利的弯钩连着铁链 贯穿了他的两侧琵琶鼓 手掌 脚掌都被铁钉贯穿 浑身上下伤痕累累 蓬头垢面 一动不动地垂着头 仿佛已经死去了 萧令月一眼就看出 这人还活着 因为他身上的伤口还在流血 顺着小腿流到了地上 整个暗牢里 只有他一个活人 大概是暗牢位置隐秘 机关重重 所以连看守都不需要 萧令月走到铁栏门前 轻声开口道 你是男阉人吗 对方一动不动 仿佛没听见 萧令月知道他还醒着 因为真正昏迷的人和清醒的人 呼吸频率是不一样的 他听得出来 他又道 多年不见 魏老夫人的可及好些了吗 当啦 对方微微一颤 铁链发出细微的震颤声音 他缓缓抬起头 蓬乱的头发下 露出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五官已经看不清了 脸颊上还有烙铁烫过的痕迹 皮肉翻滚 衬托的那双满是血丝的眼睛 犹如恶鬼一般 他一动不动地盯着萧令月 萧令月蒙着面睛 隔着一扇铁栏门和他对视 眸光平静无比 半晌后 对方嘶哑着声音开口 是谁 萧令月想了想 一个故人 南烟的故人 你怎么 知道 有颗急 对方吐字艰难 南烟国首屈一指的武将世家 姓魏 乃是开国武将的后人 世代席爵 家中子嗣 无论男女 各个习武从军 现任的家主魏国公 更是战功累累的南烟第一武将 对北秦国来说 他的威胁性仅次于南烟太子 北秦国对魏家十分警惕 家族里所有子孙的资料 都查得清清楚楚 但却不包括魏老夫人 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后院女眷 虽然嫁给了魏国公为妻 却常年身在南烟京城 只管相夫教子 对朝堂乃至国家大事 从不参与 所以 北秦国这边 对魏老夫人的情况 也并不了解 只知道 他是魏国公的正妻 其他细节一无所知 魏老夫人患有客气这件事 只有少数和魏家 关系亲密的南烟高层才知道 北秦国的探子再高明 也很难调查到魏家内院里的事 这就像南烟国的探子 很难调查到一王府的后院一样 魏国公府和一王府一样 同样是南烟国的军事重地 戒备森严无比 所以 萧灵月能说出这件事 就是在侧面表明身份 我曾经见过老夫人 她说 不止见过 魏老夫人是她上辈子的祖母 她曾经是魏家的女儿 受老夫人照顾庇护 对她的身体情况自然了弱之长 老夫人久患可及 膝盖又有旧伤 每到冬日便痛痒难耐 时常需要太医入府治疗 过去这些年 不知道老夫人的身体可还好 老夫人 一切都好 有太子照料 旧伤 康复不少 对方断断续续地回答 似乎暂时放下了戒心 萧灵月微微皱了下眉头 她喃喃道 太子和魏家的关系 还真是亲近 所以 她上辈子临死前 怎么都不敢相信 她真的会对她痛下杀手 两个人一起长大 自幼相识相伴的情谊 在她眼里 似乎也不过如此 慕容业 她是最合适的皇家太子 深知帝王无情 世人皆为棋子的道理 南阎皇帝的位置早晚都是她的 其他皇子根本不是对手 以慕容业的手段 即使亲手杀了她 也有能力瞒天过海 说不定 她还会把这个黑锅 甩到其他皇子头上 再打着为她报仇的名义 借魏家的手 替她铲除竞争对手 这才叫利用到极致 萧灵月急俏地一笑 对方不知道萧灵月在想什么 只缓缓道 太子妃在 自然清静 萧灵月一愣 太子妃是谁 慕容业已经娶妻了 太子妃 魏家 三小姐 你不知道 对方满是血丝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怀疑 你说什么 萧灵月不敢置信地抓住铁栏杆 太子妃是魏家三小姐 是 怎么可 嗯 萧灵月差点脱口出 闲闲忍住了 为何 不可能 对方眼里的怀疑更浓了 直勾勾盯着她 太子 五年前大婚 此事 难言上下皆知 到底是谁 五年前大婚 萧灵月只觉得无比荒谬 犹如天方夜谭一样 这怎么可能 魏家三小姐魏少龙 就是她自己 她五年前就被慕容业亲手杀了 一箭穿心 怎么可能跟她大婚 还当上了男嫣太子妃 难不成是诈尸了 不对 她很确定自己死透了 否则也不会重生到萧家大小姐身上 难道 慕容业一直没有对外宣布她的死讯 反而是找人伪装成她 甚至还娶了那个假扮的魏少龙做太子妃 我靠 萧灵月忍不住拍拍脑门 思绪一片乱麻 见鬼了 她到底在搞什么 对方盯着她 眼神越发怀疑 萧灵月勉强收拾好凌乱的心情 又问道 你是男嫣太子派来的吗 她让你潜入北秦 有什么目的 这个问题是重点 占北韩和手下暗卫审讯了一年多都没有敲开这人的嘴 此刻 暗牢的另一侧密室里 叶一瞬间提高了警惕 屏息凝神 等着探子回答 对方却不回答 眼睛死死盯着萧灵月 你到底是谁 男嫣人 北秦人 萧灵月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她上辈子是男嫣人 这辈子应该是北秦人 然而 男嫣和北秦是死对头 无论哪一方都不会容忍墙头草的存在 所以 她一直不敢暴露身份 以免招惹祸端 萧灵月含糊道 我是谁不重要 只是一个故人而已 对方冷笑一声 闭上眼睛 不再理会他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些男嫣故人的事情 萧灵月解释道 对方一言不发 她被关押这一年多时间里 已经受过了太多言行拷打 北秦人见她不肯松口 还曾经派人做戏 假装是同伴要救她出去 实际都是想套她的话 被她一一识破了 萧灵月眼下也有这种嫌疑 即使她不是北秦派来的 只要有任何疑点 她都不能掉以轻心 萧灵月无奈 只好道 你不想说就算了 我现在也不能救你出去 日后有机会 我再来找你 对方仍是一言不发 萧灵月没再多说 转身往外走去 她不能在暗牢里待太长时间 要是被战北寒的人发现了 那真是一百张嘴都解释不清 想到这 萧灵月莫名感觉身上一冷 立刻加快了脚步 刚走到暗牢正中心 忽然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既然来了 又何必急着走 是战北寒的声音 她竟然也在暗牢 萧灵月心里一寒 脑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 她坐视停下脚步 仿佛要回话 脚下去突然一转 身形犹如烟雾一般 速度极快地朝密道冲去 战北寒竟然在这里 摆明了这是个圈套 中计了 三十六计 先跑为上 萧灵月跑得又快又突然 战北寒也不是吃素的 几乎是她身形一动的刹那间 嗖嗖嗖 无数细小的黑色利剑 如暴雨梨花一般暴射而去 从暗牢中心到密道口 完全被利剑笼罩 萧灵月跑得再快 也没有这些利剑快 她伸手往腰间一抹 瞬间抽出一柄薄如蝉翼的软剑 反手一剑挥去 叮叮当当的翠响声中 黑色利剑被扫飞出去 扑扑破 密密麻麻的利剑暴射一地 以萧灵月为中心 四周坚硬的地面 瞬间扎得像刺猬一样 利剑射空一轮 机关咔咔转动 显然还有第二轮 萧灵月丝毫不练战 闪身便扑进了密道 沿着陡峭的阶梯快速往上 想跑 战北寒紧追而来 身形矫健迅猛无比 一进密道便狠狠一剑刺去 密道又长又窄又陡峭 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行 萧灵月奔在前面 剑锋从背后 犹如毒蛇一般直刺背心 又狠又准 萧灵月躲都没地方躲 脚踩台阶 墨地翻身而起 整个人犹如灵猫一般 跃上半空 轻薄却锋利的软剑直刺而出 叮 两道剑锋当即撞上 昏暗的密道里爆出一串火花 男人冷沉凛冽冽的眉眼映着剑光 紧紧盯住萧灵月 蒙着面筋的脸 薄唇挑起一抹嗜血冷笑 沈 晚安 他竟然真的敢来 萧灵月心头一跳 下意识和他对上眼 就在这一瞬间的分神里 战北寒末地加重力道 手中剑锋如开山巨斧一般 重重压下 萧灵月手里的软剑 本就没有支撑力 瞬间被他压得倒退三寸 两个人的面孔 已是近在咫尺 你到底是谁 战北寒立刻一声 空出的另一只手 朝他脸上面惊抓来 萧灵月躲闪不及 本能往后扬倒 软剑一松 锋利的长剑 顷刻划过他的肩膀 撕拉一声 破开衣料 白皙柔润的肩头 隐约可见 虽然没有划伤击骨 可就在那一刹那 战北寒冷眸一瞥 发现他肩膀上 有一圈蛋白痕迹 像是被人咬过的旧伤 牙印隐隐可见 战北寒心中一震 萧灵月猛地一脚朝他踹过去 他不得不闪身后退 萧灵月立刻抓住机会 转身就跑 战北寒却没有第一时间追上去 脸色绷紧至极 眼底深处惊疑不定 他肩膀上的旧伤 那个牙印 记忆忽然翻回到五年前 那场荒诞笑话一般的婚礼上 新婚夜 红烛高燃 他被点了穴 躺在洗床上 动弹不得 只能愤恨地瞪着那个女人 他乌黑的头发披散下来 肩头圆润雪白 不知过了多久 他只觉得神志飘忽 身上的穴位 似乎也松动了几分 莫名的激愤之下 他狠狠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 他咬得又狠又深 舌尖尝到了心田的穴位 战北寒回想起来 俊脸一阵铁青 大婚那一夜的记忆 太过沉溺混乱 他一直不愿意回想 却始终记得 那一晚上的种种细节 他肩上的伤口没有上药 又流了不少血 一夜过后 伤口肯定会流疤 可是刚刚 他竟然在神婉的肩膀上 看到了相似的咬伤痕迹 怎么可能 那个女人 萧令月 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咔哒 机关弹开的声音 打断了战北寒的思绪 她瞬间回过神 冷着脸提剑追上去 不管她到底是神婉还是谁 先抓住了人 再审问也不迟 趁着战北寒 回忆走神的短暂时间 萧令月剑步如飞地 冲到了密道尽头 花了点时间 找到开启机关 入口刚刚打开一半 她立刻冲出去 还没来得及看清周围情况 一张宽大结实的鱼网 从天而降 卧槽 萧令月忍不住大骂一声 身在半空来不及躲 瞬间被鱼网罩了个阵阵 嗖 嗖 四名埋伏的暗威立刻出现 一人手里抓着一根粗绳 往后用力拉紧 鱼网瞬间收缩 宛如一个残茧般 紧紧包裹着萧令月 将她从头到脚裹地 严严实实 活像是木乃伊 刷刷刷 几把利剑同时出鞘 剑间对准了她 萧令月立刻动弹不得 郁闷地差点吐血 湛北韩是从奶学来的骚操作 竟然用鱼网埋伏抓人 她当这是捕鱼吗 还没等她想到脱身的法子 男人已经挟着一身 冷力气息追了出来 看到湛北韩出现的那一秒 萧令月呼吸一致 干脆放弃了挣扎 有着男人在 硬碰硬 她是跑不掉的 必须想想其他办法 萧令月脑海一刻不停地转动起来 湛北韩也看到了 被鱼网活捉的大鱼 顿时就不急了 唇角勾起一丝冷笑 她走到萧令月面前 蹲下身 凤眸意味不明地盯着她 萧令月浑身都被鱼网裹得紧紧的 连手指头都动不了 样子着实有些狼狈 但也正因为鱼网裹得紧 细密的麻绳 将她身上每一寸线条 都勒紧凸显出现 玲珑有致的曲线 静在眼前 她侧躺在地上 穿着灰扑扑的衣裙 脸上也蒙着面巾 只露出一双清澈乌黑的眼睛 因为急速的奔跑与战斗 额头上沁着一层细汗 挽起的发丝也凌乱了 丝丝屡屡散开来 不仅如此 她肩膀处的衣裳被划开了 露出一片雪白的肌肤 仿佛比月光更皎洁 一圈淡色疤痕 若隐若现 从肩头往下走 是她线条鲜柔的腰肢 被鱼网勒紧之后 更显得细得不营一卧 湛北韩一顺不顺地打量着她 从她的脸颊到肩膀 再到身形轮廓 只是这么看起来 不觉得有多熟悉 萧令月被她锐利又诡异的眼神 盯得头皮发麻 不由开口 你 话才起头 男人突然伸出手 按住了她的腰 萧令月 她的手掌宽大 两手合在一起 拢住她的腰 竟还有不少空余 这种熟悉的掌握感 尺寸大小 湛北韩眼眸疏地幽深一片 她面无表情地收回手 转而伸向她的肩膀 似乎想撕开她肩头的衣服 一看究竟 萧令月浑身寒毛都竖起来了 下意识往后躲 你 你要干什么 一言不合就撕衣服 她什么时候 养成这种破毛病了 别动 湛北韩按住她的腰 不许她躲 手指穿过鱼网缝隙 碰到了她肩膀暴露的肌肤 犹如触电一般 萧令月瞬间泛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猛地往后一说 你到底要干嘛 湛北韩大力按住她 手指勾住她破开的衣服 往旁边扯 萧令月挣扎得更厉害了 肩膀晃来晃去 花园里光线又差 她根本看不清她肩上的痕迹 说了别动 湛北韩低怒道 让本王看看 萧令月脱口出 看看你头 你变态啊 湛北韩 一排暗卫默不作声地站在旁边 利剑还未归翘 各个眼官比比关心 绝不乱看 叶一匆匆从密道里出来 就看到八角亭里 王爷正蹲下身 牢牢按着那个女刺客 不准她动 另一只手在撕衣服 叶一 她瞳孔地震了一下 立刻低头转身 避嫌不看 湛北韩摆明了非看不可 萧令月又被鱼网束缚挣脱不开 一时集中生智 等等 你让他们都下去 我给你看 一群暗卫团团守着 她想跑都没机会 能支开一个是一个 湛北韩讥讽地看着她 落到本王手里了 你以为你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你不想知道 我跟南燕的密探说了什么吗 萧令月咽了口唾沫 努力沉住气 你让他们下去 我就告诉你 否则你什么也别想知道 本王想知道的事情 有的是办法 湛北韩不为所动 她现在想知道的 不止这一件事 趁着萧令月没反应过来 她忽然抓住她肩头一片衣角 直接撕了下来 吃了 衣裳被撕开的声音 在夜色里清晰可闻 叶一心里一颤 更加不敢转身了 手上悄悄比划了个手势 其他暗卫看到后立刻转过身 犹如一面人墙 将八角亭里的颈项遮挡住 萧令月也僵硬了 她肩膀本就破开的衣裳 被撕掉了一大半 半边肩膀都暴露了出来 这一下子 什么都遮不住了 湛北韩一眼就看到了 她肩头偏向颈部的位置 有一圈浅淡却清晰的咬伤 已经愈合很久了 但依然看得出 是被人狠狠咬过 她的脸色阴沉冰冷无比 死死盯着 那个牙印看得半上 墨地伸手按上去 你这个疤 是谁咬的 萧令月 什么 男人手上力道很重 暗得她血一样的肌肤 泛起烟红 肩胛骨仿佛要裂开了 她吃痛的吸了口气 你轻点 什么吧 谁 咬的 湛北韩一字一顿地质问 萧令月原本还没反应过来 抬眸对上湛北韩冷至沈氏的眼神 她脑海里电光石火一般 闪过五年前新婚夜的记忆 一个早就被她遗忘的细节浮上水面 糟了 萧令月终于明白 她问的是什么了 一时间大脑空白呆呆看着她 不想说 湛北韩狠辣的一笑 无妨 本王可以自己看 她仿佛已经猜到了答案 只差最后验证了 伸手朝她脸上的面筋抓来 虽然面筋下 萧令月脸上依然有易容 但是这种易容痕迹一擦就掉 以湛北韩独辣的眼力 根本不可能瞒得过她 眼看自己就要掉马了 萧令月猛地清醒过来 偏头躲开她的手 她脸色微变 神情羞脑又难堪 声音也被迫无奈地软了下来 你先让这些侍卫下去 我单独跟你解释 行吗 湛北韩冷冷地看着她 你还想耍什么花招 我没有 萧令月仗红了脸 雪白的尖头都红了一片 尴尬又羞脑地道 你的侍卫都是男人 我现在衣衫不整的 她欲言又止 湛北韩盯着她泛红的尖头 仿佛恨不得钻进地理似的 浑身羞脑不自在 她神情凝滞了一瞬 继而勾纯冷笑道 原来你还知道羞耻 她还以为这女人脸皮多厚 新婚夜就敢拿她当解药 如今反倒有羞耻心 不愿在暗卫面前暴露肌肤了 萧令月 混蛋 别以为我听不出你在骂我 等我支开了暗卫 想办法脱身 让你知道什么叫羞耻 萧令月心里恨恨地付匪 正想着说点什么 让她把暗卫支开 却不想 湛北韩只是嘲讽了她一句 便下令道 你们都下去 是 王爷 叶一不敢抗命 立刻带着其他暗卫退下 八角亭里 一时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萧令月余光 瞥见暗卫消失无踪 心里也松了口气 随即感觉到 男人阴沉冷冽的目光 像刀子一样钉在她身上 竟有几分咬牙切齿的感觉 仿佛恨不得将她活吞了 她怎么了 不就是闯了个暗牢 跟犯人闲聊了两句吗 至于气成这样吗 这男人五年前就心眼小 气性大 他不过睡了他 一次就被他追杀得上天入地 最后被迫跳牙假死 才甩掉她 这都过去五年了 她的脾气 还是一点都没变 萧令月心里一边忐忑一边吐槽 表面上却装得柔弱可怜的样子 翼王殿下 你想知道什么 湛北寒死死盯着她 目光仿佛要穿透她的所有伪装 看清楚她的真面目 同时也看清楚 她到底是不是五年前 那个该死的 睡了就跑的女人 一想到萧令月本人 湛北寒心里犹如翻江倒海一般 压抑了五年的恼怒 暴躁 羞愤 各种情绪如爆开的烟花般 团团炸裂 表面上却还维持着不动如山 冷立淡漠的样子 沈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萧令月眨了眨眼睛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现在是本王在审你 湛北寒居高临下地冷逆着她 一字一句地道 本王要你亲口说 你到底是谁 萧令月顿了顿 没说话 脑海里一刻不停地飞快运转着 思考脱身的方法 你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对任何人来说 都很容易回答 只有她说不清楚 因为她的身份太多了 首先是沈家的三小姐 沈婉 然后是萧家的大小姐 萧令月 拨开这两层身份后 她上一世 还是南烟魏国功夫的三小姐 魏少龙 再往下 她是现代的独一后人 同样叫萧令月 意外身亡后 她一穿到南烟国 才成了魏家刚出生的三小姐 自幼在南烟京城长大 这一连串的身份排下来 她到底是谁 又怎么说得清楚 更何况 这些身份各个都有问题 尤其是在湛北寒面前 她不管承认哪一个都是找死 臣是要了命了 说 湛北寒历声逼问 萧令月一咬牙 决定铤而走险 她抬头看着男人冷立的眼眸 突然问道 你还记得魏少龙吗 魏少龙 这个名字仿佛有魔咒一样 男人本就冷酷的面容 莫地变得冰寒英质无比 萧令月紧张地看着她 心里竟有一丝忐忑 上辈子 魏少龙和湛北寒是敌人 初次见面就打得不可开交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 他们也曾共同患难并肩战斗 只可惜 南烟和北秦是敌对国家 立场不一样 两个人终究做不成朋友 但即便如此 在她心底里 湛北寒也是不同的 她不知道 湛北寒是怎么定义他们之间的关系 或许从始至中 她都只是把她当敌人 提起魏少龙的名字 说不定反而会激怒她 而除了魏少龙的身份之外 她绝对不能暴露的是 萧令月的身份 否则北北肯定会被抢走 她藏在身后的手指 悄悄蜷缩 指尖探入衣袖 夹住一片薄薄的刀片 湛北寒却仿佛突然惊醒一样 伸手狠狠抓住她的衣领 几乎将她从地上提起来 目光犹如利剑 你怎么知道魏少龙 萧令月猝不及防 差点被她勒得喘不过气 我认识 你先放手 有话 好好说 湛北寒甩手将她扔在地上 说 嗨嗨 萧令月躺在地上咳了几声 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 她莫名其妙地抬头 我只是说了个名字 你这么生气做什么 顿了顿 她谋底闪过一丝复杂 你很讨厌魏少龙吗 与你没关系 湛北寒不耐烦地道 继而又冷冷看着她 你果然是男阉人 你跟魏少龙是什么关系 你们怎么认识她 萧令月自嘲的一笑 她就是魏少龙本人 还能是什么关系 不过 湛北寒的反应也没出乎她意料 她果然是把她当敌人看 对她充满防备 她只是提了一下名字而已 她就差点没掐死她了 要是她真的承认自己是魏少龙 只怕她当场就能拔刀杀了她 要知道 她的人头在北秦国 还是挺值钱的 一直挂在悬赏榜上 即使湛北寒不杀她 北秦朝堂上下文五百官 都不会放过她 她不能说出实情 还是想办法糊弄过去吧 萧令月轻声道 我跟魏少龙曾经见过几面 不算熟悉 她现在是男烟太子妃了 身份不一样 跟我也扯不上什么关系 说话的同时 她的眼睛看着湛北寒 想要试探 她知不知道这件事 湛北寒薄唇紧敏 脸上的表情冷至无比 眉眼间仿佛有种 沉郁暴力的气息 却唯独不见惊讶 萧令月感觉心口重重一沉 有种顿痛感传来 果然 她是知道的 魏少龙与男烟太子 在五年前大婚 这件事普通百姓不知道 但身为一王 湛北寒肯定是第一时间 就得到消息了 只是她 什么都没做 即使出嫁的人 并不是真正的她 只是一个假冒品 可是湛北寒并不知道 所以在她眼里 她早就已经嫁为人妇 成了别人的太子妃了 萧令月缓缓吸了一口气 闭了闭眼睛 忽然自嘲的一笑 还有什么好试探的 她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湛北寒根本不喜欢她 从头到尾 都只是她一个人的痴心妄想 如今 真正的魏少龙已经死了 假扮的魏少龙又嫁给了慕容业 无论是生还是死 她和湛北寒都没有任何关系 当务之急 她还是先想想 怎么脱身吧 萧令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藏在身后的刀片 无声无息地割开与我 嘴里说道 翼王殿下 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湛北寒果然被吸引了注意力 冷冷逼试着她 萧令月眼眸与她对视 缓缓说道 其实 我与翼王殿下 还算是故人 从前见过那么多次 如今见面却认不出来了 殿下还真是贵人多妄事 故人 湛北寒没风冷利的一条 少说这些没用的废话 你到底是谁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故人 萧令月故意吊着她胃口 身后的动作越发快了 渔网坚固的麻绳 被一根根割断 逐渐露出了缺口 还差一点点 马上就好了 萧令月顾不上刀片锋利 可能割伤手指 狠狠一用力 终于切断了最后一根渔网绳 她挣扎着坐起身 仰着头 认真地对男人说 湛北寒 我是魏少荣 湛北寒 瞳孔一缩 煞时间 萧令月破开渔网 甩手往她头上一照 然后身形如灵念一般 往亭子外击飞而去 湛北寒被鱼网劈头盖脸 照了个正正 瞬间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气得差点活活吐血 慎 完 萧令月后背发凉 头也不回地 跑得更快了 与此同时 湛北寒手中力剑出鞘 冰冷的剑光如闪电一般 滑破夜色 牢固的鱼网 眨眼间就被切碎成一段段的洒落下来 湛北寒提着剑 浑身怒气勃发 杀气腾腾 毫不犹豫地朝萧令月追上去 提剑就狠狠刺向她的后背 本王杀了你 来得也太快了 萧令月不得不转身抵抗 手里的软剑撞上剑锋 可怕的力道 将她震得足足倒退三步 手指被震得发麻 还没来得及缓和片刻 湛北寒脸色音质铁青 再次提剑狠刺过来 萧令月叫苦不迭 只能出手抵挡 却发现这男人正在气头上 一剑比一剑凶狠霸道 狂暴的剑光交织 如同天罗帝网一般 从头到脚将她团团笼罩 完了 真生气了 这一下子跑都跑不掉 萧令月苦笑连连 一边抵挡一边无奈道 翊王殿下 没必要这么生气吧 你用鱼网抓我 我把鱼网还给你 这不是礼尚往来吗 谁跟你礼尚往来 战北寒沉怒低吼 一剑刁钻地挑刺向她心口 叮 萧令月及时回首抵挡 锋利的剑锋正刺在软剑中心 力道透过剑刃撞上心口 她顿时感觉胸腔一阵血气翻涌 脸色白了白 战北寒是七国最顶尖的武学高手 又是个身强体壮的男人 无论是从体力还是内功方面 她都不是她的对手 硬碰硬肯定会吃亏 如果再被她捉住 可就没那么容易脱身了 但她也有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近身战 凭借身法优势挟制她 萧令月眉眼闪过一丝冷锐 末地抬手一震 软剑犹如毒蛇一般 缠绕上战北寒的剑人 她闪电般栖身而上 整个人仿佛要扑进她怀里 左手一记手刀 狠狠朝她脖梗砍过去 战北寒立刻侧身躲开 却不想她只是虚晃一枪 趁着她分神之时 她右手的软剑狠狠往后一抽 两个人的兵器同时飞了出去 叮当掉在地上 战北寒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继而又冷笑道 不自量力 几番交手试探 她已经判断出 这个女人的内力远不如她 唯一的优势就是 身法灵活 跑得又快 有兵器在手的情况下 她都不是她的对手 现在竟然还敢放弃兵器 空手跟她打 简直是不自量力 自寻死路 萧灵月挑眉一笑 并不理会她的轻蔑 近身便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 战北寒也不含糊 出手越发狠纳无情 萧灵月不跟她玩硬碰硬 只是见招拆招 且战且退 两个人短短时间就过了上百招 越打越偏移方向 逐渐靠近了花园深处的一片河塘 河塘上种满了连叶 水波凌凌 碰 战北寒猛地抓住一个破绽 狠狠一拳砸向萧灵月的脸 萧灵月惊了一跳 本能地抬手抵抗 结果战北寒竟然学着她的样子 虚晃一枪 一脚勾住她的脚踝 趁着她身形不稳 就要将她半摔在地上 近身交战时 只有一个人摔倒在地 基本上就是输定了 萧灵月绝对不吃这个亏 在即将倒下的刹那 她鲜长的双腿 狠狠缠绕住战北寒的腰身 两个人同时重心不稳 摔在地上滚成一团 混蛋 战北寒怒骂的嘀吼一声 翻身将她压在地上 劈手就朝她脖梗砍下来 萧灵月侧头一躲 抬脚狠狠撞上战北寒的背部 男人被撞得往前扑 又再次摔在她的身上 压得萧灵月差点吐血 两个人越打越激烈 谁也起不了身 就这么 你压我 我压你的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弄得浑身狼狈不堪 最后 萧灵月打得没力气了 被战北寒抵住脖梗压在地上 实在挣脱不开 她泄气了 不打了 休息一会儿 战北寒也累得够呛 她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缠的女人 明明各方面都不是她对手 却偏偏能缠斗的她毫无办法 费了老大的功夫 才把她勉强压制住 两个人一上一下躺在地上 姿势危险又亲密 喘息着互相瞪着对方 火药味十足 战北寒狠狠抵住她细白的脖梗 冷声质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再往花样 本王现在就杀了你 萧灵月翻了个白眼 谁跟你耍花样了 你要抓我还不准 我跑了 你要是不做贼 本王抓你做什么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做贼了 我就是半夜出来逛逛 一不小心逛到了暗牢里 这能怪我吗 萧灵月睁着眼睛说瞎话 努力拖延时间 恢复体力 再说了 今天晚上的事 根本就是你提前设下的陷阱吧 难怪我一路上那么顺利 连侍卫都没碰到几个 还有 我跟那个男言探子说的话 你估计也都听到了吧 还有什么好问呢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还没说 战北寒冷酷地说道 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啊 萧灵月茫然 他是真的不知道 潜入暗牢 也只是为了打听昔日亲友的消息而已 战北寒眼神冷静地盯着她 慕容叶派你潜入一王府 他想干什么 萧灵月一愣 稷儿古怪地看着她 你以为我是慕容叶的人 难道不是 战北寒冰冷反问 萧灵月差点都笑了 他摇摇头 这点我可以跟你说实话 我不是慕容叶派来的 他上一世 已经做够了慕容叶手里的棋子 连死都死在他手里 这辈子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再跟慕容叶有任何牵扯 更不可能傻到听命于他 战北寒嗤之以鼻 你以为本王会信吗 萧灵月无奈 我说实话你又不信 说假话也骗不过你 那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你跟慕容叶有仇 你们自己解决就行了 犯不着牵连到我头上吗 你怎么知道 本王跟他有仇 战北寒敏锐地抓住重点 萧灵月噎了一下 满脸无辜地说 这件事全天下都知道 我知道也不奇怪吧 南延太子慕容叶 北秦一王战北寒 两个人都是出了名的风云人物 被七国誉为当时双王 因为南延和北秦 本身就是敌对国 两个人又各自出身皇家 生来就是敌人 无论是身份 手段 心智 能力 各方面都不相上下 战北寒十三岁一战成名 慕容叶十二岁朝堂义政 战北寒掌握北秦军权 乃是无冕之王 慕容叶就坐镇南延东宫 全力直逼帝王 战北寒行兵步阵 沙场典将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慕容叶高居庙堂 掌控其局 妙算无双 无人能及 两个人一南一北 双雄并利 彼此争辉 但 俗话说得好 一山不容二虎 从成名之日开始 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 就从来没有停过 一开始 只是为了加国利益 后来又掺杂进了丝绸 乱七八糟 绞成一团 如今早已经到了 你死我活的地步 让肖立月感到窒息的是 这两个男人之间的争斗 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 他上一世 已经被牵连在里面了 好不容易重生一回 真是打死也不想再被卷进去 战北寒压制着他 居高临下地审视他的脸 突然冷笑一声 你说这么多没用的 是为了拖延时间吧 肖立月装傻 什么拖延时间 本王懒得跟你废话太多 反正从你嘴里 也问不出一句实话 既然如此 战北寒微微眯起眼睛 眸底忧冷一闪 肖立月心里重重一跳 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 下一秒 战北寒毫不犹豫地 伸手抓向他脸上的面镜 肖立月的反应也极快 几乎是在他伸手的同时 他用力抓住战北寒的衣经 拽着他在地上翻滚两圈 本来是想趁机压制他 然后脱身的 结果万万没想到 身边不远处就是河塘 于是 噗通 一声巨响 两个人一起滚下了河塘 水花团团渐开 肖立月水性很好 入水第一时间就平住呼吸 闭着眼睛狠狠一推 猝不及防的战北寒 立刻被他推了出去 漂浮在水里 他的鼻尖冒出大团大团的气泡 昏暗的水下光线模糊不清 水光晃动着 什么也看不见 战北寒又惊又怒 干脆闭着眼睛 只凭感觉扑过去 一把抓住了正要往水上游的 一口气 低头隐约看到水下的战北寒 气得抬脚踹了他一下 战北寒死活不松手 紧紧抓着他的小腿 将他脱下来 伸手用力抱紧他 颇有一种同归于尽的气势 肖立月气急败坏 憋着一口气 直接在水下跟他打起来 两人的交手 将河塘水底震荡的暗潮汹涌 水波哗哗晃动 无数大大小小的气泡 咕噜噜地往上望 战北寒在水底的灵活性 明显不如暗上 战斗力被削弱了一大半 肖立月狠狠一脚踹在他肩膀上 将他踢出去四五米 他在水里连眼睛都睁不开 下意识胡乱挣扎 肖立月臂气也快憋不住了 立刻趁此机会 往水面上游去 哗啦 水声响起 肖立月破水而出 乌发湿漉漉地披散在身后 水珠顺着线条柔美的脸颊往下溜 他随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大口大口呼吸着 月光照在他滴水的面容上 眉眼精致完美的 宛若水腰一般 原本的面筋早已经不知去向了 他脸上的翼绒不能碰水 被水这么一泡 已经毁了大半 连脸颊上的假胎剂都被孕染开来 肖立月喘了几口平复下气息 立刻往身后看去 身后是一片碧绿的荷叶 水面已经逐渐恢复平静 却看不见湛北寒的影子 湛北寒 肖立月浮在水上 心里一惊 立刻游过去左右张望 湛北寒 你在哪里 湛北寒 河塘里安安静静 完全不见湛北寒的影子 他该不会还在水里吧 肖立月脸色微变 立刻深吸一口气 整个人扎进了水中 他的水性非常好 一路快速往下前 即使光线昏暗 也能勉强看清水底 然而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河塘的面积虽然不大 水下去长满了连夜的根系 肖立月到处都找不到湛北寒的身影 他焦急地拨开根系 四处寻找 越前越深 终于 在水底最深处的根系丛里 他隐约看到一个人形的影子 虚虚漂浮着 一动也不动 肖立月立刻游过去 伸手扶住 发现湛北寒双眼紧闭 半点气息都没有 他立刻带着他往水上游 却发现带不动 低头一看才发现 他的脚踝被水草缠住了 难怪扶不上去 肖立月扯断水草 拉着湛北寒 快速游上水面 连拖带拉的将他拖上岸边 男人一动不动地躺着 俊美的脸苍白无比 气息全无 湛北寒 你快醒醒 肖立月急促呼吸着 双手交叉 狠狠按压他的胸膛 连续几次又俯下身 给他做人工呼吸 来回几次后 嗨嗨嗨嗨 湛北寒突然发出一串剧烈呛壳 肺里的积水都被喷了出来 他猛地睁开眼睛 意识还未清醒时 看到浑身一软 瘫坐在旁边的肖立月 本能的一翻身压在他身上 五指狠狠扼住他的脖子 肖立月刚把男人救回来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整个人已经被压在了岸边上 脖梗被人狠狠扼住 他皱了皱眉头 实在没力气挣扎了 干脆躺在地上任由他掐 你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 湛北寒的意识 渐渐清醒过来 回想起刚刚模糊感觉的事情 这女人 她竟然敢 她的脸色更加阴冷难看了 掐住他脖梗的五指也没松开 嘶哑怒道 谁给你的胆子敢碰本王 我不碰你 你现在就该在阎王殿里喝茶了 少得了便宜还卖乖 萧灵月美好气地道 湛北寒一股怒火直冲脑门 你说谁得了便宜 你是男人 我是女人 我好心救你 你还觉得自己吃亏了 萧灵月一脸惊奇地看着她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湛北寒 她简直被这女人气笑了 要不是你 本王能掉进水里吗 要不是你追着我不放 我能把你带进水里吗 萧灵月理直气壮地反驳 随即撇了撇嘴 我哪知道你不会有水 跟只汗鸭子似的 一进水就差点淹死了 亏我还辛辛苦苦游到水底 把你拖上来 又给你按压通气 你倒好 一醒乖就要掐死我 恩将仇报 就是这么来的吧 湛北寒 被她噎得说不出话 算了 反正都落到你手里了 算我白救你了一会 萧灵月语气悠怨地说 闭上眼睛 满脸英勇就义的表情 你要杀就杀吧 趁我现在没力气 干脆点别墨迹 湛北寒气得 真想掐死她算了 但 她这个人 向来恩怨分明 可她救了她一命也是事实 就这么杀了她 她还真下不去手 更何况 她本来也没想要她的命 只是想弄清楚 她到底是什么人 有什么目的而已 结果稀里糊涂 搞成了这副样子 该问的一个都没问出来 湛北寒心里 真是憋气又恼火 狠狠瞪了她一眼 负气得松手起身坐在一旁 萧灵月感觉身上一松 便睁开眼睛 看到满脸闷气 坐在旁边的湛北寒 她眼底闪过一丝笑意 怎么 不打算杀我了 湛北寒冷酷地腻了她一眼 眸里有杀气 这次不动手 下次我可就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萧灵月的心情莫名有点好 眼带笑意地逗她 本王要杀人 用不着别人给机会 湛北寒语气冷冽 带着一丝枪水后的沙哑 夜色里听起来格外性感 她面无表情地说 一命抵一命 这次本王放过你 不会再有下次 萧灵月扑斥一声笑了 你这人 她其实是故意那么说的 因为她了解湛北寒的性格 这个男人冷酷强势 自意霸道 却恩怨分明 没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心念 两个人都耗尽了体力 一时间谁也不想动弹 此刻又是深夜 花园河塘旁幽静一片 月光正好 连暗卫都被赶走了 湛北寒 我们谈谈吧 萧灵月忽然来了弹性 她问道 你是不是对我有很多怀疑 背后调查我了 是又如何 湛北寒眸光冷凝地看着她 你身上疑点重重 身份不明 又别有居心 本王调查你不是应该的 事实证明 你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 萧灵月摇头失笑 你说的对 以你的性格 如果不查得清清楚楚 只怕永远都不会放心 你好像很了解本王 湛北寒微微眯眼看她 月光皎洁 洒落在她的侧脸上 勾出精致漂亮的眉眼轮廓 湿透的睫毛沾着水珠 如宝石一般闪闪发亮 气质完全不同了 与沈婉那张清秀平淡的脸 判若两人 但仔细看去 她的五官显得有些古怪 仿佛还蒙着一层模糊的东西 脸颊上的黑色胎剂蕴染开来 越发模糊了她的脸 萧灵月并没有察觉 自己脸上的易容已经快掉光了 她哑然失笑一声 了解倒谈不上 只是 话还没说完 湛北寒忽然伸出手 手指轻轻抹过她的脸颊 萧灵月一愣 你干什么 你脸上的胎剂是假的 湛北寒伸出手 指腹上赫然沾染着一抹墨色痕迹 萧灵月本能地遮住脸 一双清澈乌黑的眼睛呆呆看着她 心里忐忑 她竟然忘了 易容不能沾水 不会被她给认出来吧 你为什么要假扮成沈婉的样子 真正的沈婉去哪了 被你杀人灭口了吗 湛北寒语气平淡地问 她好像没有认出来 也对 她现在这张脸 只在新婚夜跟她见过一次 那时候 她脸上还戴着浓妆 跟素颜顶多只有三分相 现在又过去了五年 容貌多少有些变化 最重要的是 新婚那一夜无比混乱 湛北寒又被她压制 愤怒之下 恐怕根本没看清 她长什么样子 萧令月心里松了口气 又隐隐有一点失落 她压下这种古怪的心情 故作轻松地笑道 原来你连沈婉的底细都查了 难怪对我疑心那么重 哼 湛北寒冷哼一声 放心吧 沈婉她没事 我还没这么丧心病狂 为了一个身份 杀人灭口 萧令月摇摇头 知道这一层马甲 肯定保不住了 她也懒得继续遮掩 她干脆说道 你既然调查了沈婉 应该知道 她在乡下有个喜欢的人吧 她是自愿跟那个男子一起离开的 因为我救了她一命 她就把身份给我了 湛北寒何等聪明 听她这么一说 立刻就明白了 因为沈家有人想要她死 她不敢回来 就让你替她挡灾 也不算挡灾吧 只是交换而已 萧令月淡淡道 她不敢跟沈家人为敌 又知道沈家接她回去 是为了联姻 但她已经有心上人了 所以权衡之下 便决定跟心上人一起离开 彻底抛开沈家千金的身份 至于我 正好也需要一个身份 便替她回了沈家 顺便也免了沈家继续找她的麻烦 你倒是够坦白的 湛北寒冷冷道 冒名顶替身份 在北秦是大罪 你就不怕本王治你的罪吗 萧令月勾传一笑 转头看着她 堂堂翼王如果想治罪 有没有理由 重要吗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点调侃 但说的也是事实 湛北寒如果真想要一个人死 不管有没有理由 她多的是办法 尤其是在北秦国 她不说一手遮天 能真正影响她的人 也没有几个 昭明帝都未必能做到 所以 罪名不罪名的 萧令月根本没放在心上 湛北寒深深凝视了她一眼 你果然胆子不小 而且 对她还有一种 说不上来的了解和熟悉 仿佛她会怎么想 怎么做 她都能直接猜出来 这种了解 不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能有的 至少 也是和她关系匪浅的故人 她 到底是谁 男人的眼眸 微微幽伸下去 萧令月打死都没想到 她随便一句话 都能引起湛北寒的疑心 文言扑斥一笑 细血的邪逆着她 我胆子大不大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 用不着重复吧 所以 你说的话 有几分真几分假 湛北寒冷声道 或者 全是假的 我现在跟你说的 都是真的 萧令月懒得起身 干脆躺在地上 望着天上若隐若现的月亮 你愿意信就信 不愿意 我也没办法 湛北寒亲身过来 目光直勾勾的盯着她 本王给你机会说实话 萧令月慵懒笑道 你想问什么 你是男嫌人 湛北寒毫不客气地发问 以前是 现在不是 你顶替神网回京 目的是什么 湛北寒又问 没有目的 萧令月眨了眨眼睛 撒谎 男人轻身在她上方 背对着月光 俊眉凛列的眉眼 被勾出轮廓 若隐若现 震脱的那双狭长的凤眸 锐利明亮 能轻而易举 看穿她的谎言 萧令月着实头疼了一下 如果你是怕我对北寒不利 那你大可放心 我回京城只是为了私事 与男嫌半点关系都没有 什么私事 湛北寒冷冷追问 大有一种刨根揪底的架势 萧令月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都说是私事了 翊王殿下跟我无亲无故 问这么清楚不太好吧 你身份来历不明 不交代清楚 无法洗脱嫌疑 湛北寒口吻冷酷 萧令月嘴角抽了抽 什么嫌疑啊 明明就是她单方面怀疑她 我不想说 萧令月抬眸看着她 我知道北寒安危是你的职责 你一心中也是应该的 但我已经说了 我回京只是为了私事 事情办完我立马就走 绝不会对北寒有任何危害 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觉得我已经够有诚意了 翊王如果非要强人所难 那我也没办法 他回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给北北搜集解毒 需要的药材 但这事却不能告诉湛北寒 如果被他知道 肯定又会刨根究底 去调查北北到底中了什么毒 怎么中的毒 这样一层层挖下去 他们母子俩的身份绝对保不住 到时候还不知道 牵扯出多少事情来 萧令月不想多惹麻烦 他苦笑道 我知道以翊王殿下的身份 有的是办法对付为难我 我也不想与你为敌 这句话是真心的 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 他都没有想过 要跟湛北寒为敌 只是命运捉弄 他们两个 始终都站在不同的队里面 但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萧令月眼眸清亮地看着男人 韩寒把我当作亲生娘亲 对我是付出了真心的 他年纪还小 还不懂太多事情 你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我 只怕韩寒也会跟着伤心 你也不想跟自己的亲儿子 反目成仇吧 你在威胁本王 湛北寒眉眼一力 墨地扼住他的喉咙 你敢用本王的儿子 威胁本王 我没有威胁你 萧令月眉头一簇 有些艰难的道 我只是说事实 你未必不想杀我 但是 投鼠忌器不是吗 湛北寒的手指慢慢收紧 你就这么笃定 韩寒会因为你跟本王反目成仇 本王不信 他跟韩寒才认识多久 就算再会蛊惑人心 也只是一个外人 韩寒会因为一个外人 跟亲生父亲反目成仇 湛北寒冷笑 这听起来 简直是不自量力 我笃定的 不是这个 萧令月皱紧眉头 抓住他的手腕 目光深深地看着湛北寒 我笃定的是 你不舍得 让韩寒伤心 湛北寒手指一将 萧令月趁机正开他的手 侧过身一阵咳嗽 肩头轻轻颤动 湛北寒神情莫测地 看着他的背影 果然不是他的错觉 这女人真正了解和熟悉的 不是韩寒 而是他 你说 你是为私事回京 对北寒无害 这点本王姑且信你 湛北寒伸手握住他的肩膀 将他翻过来 盯着他问道 你身边那个孩子 是你亲生的吗 萧令月睫毛一颤 怎么突然问到这个 本王问你就回答 男人直勾勾地盯着他 是你亲生的吗 萧令月一咬牙 是 他几岁 四岁 半 何年何月出生的 萧令月月听月心惊胆战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他不会对北北也起疑心了吧 男人居高临下地凝视着他 仿佛要看清他脸上的每一份表情 你如实回答就行 随即 他又意味不明地勾起唇角 孩子的出生年月 你不会也不能说吧 萧令月心里 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咬牙说了年月日 北北跟韩寒是双生子 两个人的生日都是同一天 这点他当然不能让湛北寒知道 于是 他故意把北北的生日 往后推了半年 湛北寒对此却没什么反应 他又问道 孩子是谁的 什么是谁的 萧令月一时没听明白 你生的谁的种 湛北寒冷明问道 南烟人 还是北秦人 萧令月被他直白的话噎住了 说呀 湛北寒眸光悠冷地盯着他 北秦人 湛北寒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是不是还要问北北的亲爹是谁 人去哪了 湛北寒见眉微调 死了 萧令月没好气地道 坟头草都三丈高了 你还要问吗 问问问 问得头 他哪来这么多的问题 他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编了 湛北寒不知是不是看出了他的心情 居然还真问了一句 买哪了 萧令月 他差点没控制住脸上的表情 脱口出 你还打算挖坟吗 湛北寒微微皱了一下眉 随即又松开 他意味深长地道 如果你希望 也不是不行 他确实有点好奇 他嘴里说的 坟头草三丈高的北秦男人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萧令月三观尽碎 真是个狠人啊 刨根究底都刨到坟墓里去了 他心服口服 不用了 算你狠 他真怕湛北寒有一天知道 北北是他的孩子 挖坟挖到自己头上 那就搞笑了 你问这么多也够了吧 可以放我起来了吗 萧令月心里翻了个白眼 湛北寒没说话 也没松开他 他心里还在琢磨着 刚刚这一轮不太正常的审问 从表面上看 他问的所有问题 他都老是回答了 不想说的问题 他也给了理由 看起来很诚恳的样子 但是湛北寒不傻 在很多关键问题上 他的回答都是含糊其词 并没有正面答案 他唯一承认 并且坦白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 他不是审晚 第二 他对北秦没有恶意 除此之外 对于其他问题 他都十分巧妙地绕过去了 半点不留痕迹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萧令月被他的眼神盯得头皮发麻 下意识绷紧了神经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湛北寒危险的一迷眼 问你也不会老实回答 还有必要问吗 这话明显一有所指 萧令月头皮一麻 善善道 一网说哪的话 我不是都老实说了吗 湛北寒冷笑一声 只怕是绞尽脑汁的 在跟他绕弯子 玩迷魂阵吧 这若是换成另一个人 时辰时会被他蒙混过关 还当他是真有苦衷 百般无奈才会如此 这女人狡猾得就像只猫 爪子尖锐 油光水滑 稍不注意就会被他溜走 想抓住他 还得小心被爪子挠伤 湛北寒九居高位 已经很久没遇到这样的对手了 他微微眯起眼眸 忧尘的铜色 在月光下闪过一星寒光 又如羞气的猛兽忽然醒来 缓缓睁开兽眸 饶有兴致地盯着 在自己爪子底下蹦搭的漂亮小猫 盘算着从哪里下嘴比较好 小猫柔软又漂亮 实力不高 却能翻墙上竖 警觉性又强 跑得又快 如果不能一击击中 牢牢将他按在爪子底下 一旦被他跑了 再想抓回来 可就难了 想到这里 湛北寒眸光微闪 慢慢松开手 正当萧令月松了一口气 还没来得及起身的时候 两人的耳边 同时听到了一串轻巧的脚步声 从远及劲来 萧令月本能地看向湛北寒 以为是他身边的暗卫 却不想 男人也微醋起眉 牟底闪过一丝力气 这不是暗卫的脚步声 何况他下了命令 叶一早就带着所有暗卫下去了 没有他开口 没人敢接近西花园 萧令月也明白了 饶有兴致的挑挑眉 今天晚上的西花园可真热闹 难道除了他之外 还有其他的客人来访 他看向湛北寒 无声地表示 先观察下 男人没说话 默认了 短暂的交流间 远处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近 一道偏重 一道偏轻 有两个人 萧令月侧耳细听 发现这两道脚步声 一直走到河塘旁边 一层茂密的灌木从后面 然后同时停住了 紧接着一阵阵微妙的衣服摩擦声 和说话声响起 阿秀 哥哥好想你 快 让哥哥亲一下 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说道 充满了迫不及待 然后就是细弱的女子声音 满是娇修地道 转哥你小声点 要是被人听见了 就不好了 放心吧 这深更半夜的 没人会来这个花园 都说这里半夜闹鬼 那些人都怕着呢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 这么好的地方 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 男子信心满满的说 那就好 说话声消失了 灌木从沙沙作响 像两只野猫打架一样 两米之外的河塘岸边上 萧令月 湛北寒 萧令月待了片刻 不禁乐了 他用手肘撞了一下 湛北寒的腰 压低声音调侃道 你王府的下人 还挺有意思的 大半夜跑到这闹鬼的 花园里来约会 胆子可真不小 这不 倒霉劲地撞上他们了 男人隐含危险利器的俊脸 瞬间黑透了 有种难以言说的 恼怒和尴尬 猛然变要起身 萧令月赶紧拉住他 声音压得嘀嘀的 你要干嘛 湛北寒狠狠瞪他一眼 放手 人家两情相悦 躲在这没人的地方约会 爱着你什么了 萧令月不赞同的道 你别去打扰人家 坏人姻缘是要遭报应的 什么姻缘 湛北寒压抑着怒气 不过是伤风败俗的东西 本王倒要看看 谁敢在王府这么放肆 你别这么古板 人家你亲我院 又没在大庭广众下 伤风败俗 也没拜到你头上 萧令月没好气地道 而且你现在过去 看到人家小鸢鸯抱成一团 你不觉得更尴尬吗 湛北寒 他的脸色更加冷利了 总之 现在出去不合适 我们悄悄离开就是了 萧令月拽着他 就想从地上站起来 湛北寒意识没站稳 脚踢到岸边的小石头 咕噜噜滚进了水里 扑通 落水声好似惊雷一样 炸得所有人一击零 灌木丛里的动静顿时停了 男子惊慌失措地伸出头 是谁 萧令月心里一跳 暗叫倒霉 他赶紧拉着湛北寒 低声道 我们悄悄走 快点 湛北寒不同意 冷眼逆着他 这是他的王府 他凭什么跟做贼一样 偷偷溜走 他不干 什么声音 是不是有人 女子惊慌的声音 从灌木那边传来 然后就是一阵衣料摩擦声 两个人急急忙忙穿衣服 男子道 应该是外头钻进来的野猫 阿秀你待在这 我过去看看 别怕 壮哥 女子声音带着哭腔 男子顾不上多安慰 匆匆起身 拨开灌木 准备过来查看情况了 萧令月急了 拽着湛北寒低声道 快点走 人家要过来了 湛北寒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浑身上下都隐忍着尴尬和怒火 纹丝不动 萧令月管不了那么多 两里的距离本来就很近 眼看男子就要走过来了 他拉着湛北寒 就想往河塘里钻 河塘附近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 反而是水里河叶连片 勉强能藏住人 然而 湛北寒刚刚腻过水 现在心里阴影都还没消 哪里肯在进水里 发现萧令月要把他往水里带 他顿时停住脚步 一步也不肯动了 走啊 萧令月急得上火 你放心 只是进去躲一躲 不会让你咽着的 快点啊 湛北寒气的额头青筋直跳 只觉得 这辈子都没碰到过 比这更憋屈的事 他 堂堂一王殿下 在自己的王府里 竟然要为了躲避一对偷情的下人 主动跳进河塘里 被水泡 简直岂有此理 他狠狠瞪着眼前的女人 一把将他拽回来 咬牙切齿地道 本王 不去 萧令月 他有一万句吐槽的话 不知当说不当说 可惜 已经晚了 男子三步并坐两步的走到河塘边 借着皎洁的月色 他一眼就看到 河塘边有两道湿漉漉的人影靠在一起 看起来仿佛是亲密相拥一样 真的有人 男子吓了一跳 脱口质问 你们是谁 此话一出 两人分别有了不同的动作 男人满脸冷知煞气地转过头 眼神冷力凶狠地仿佛要杀人 他身边的女子 却吓得一缩脑袋 将自己埋进了男人怀里 一点侧脸都没露出来 噗通 偷情男子吓得腿一软 直接跪在地上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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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滚 湛北寒气地恨不得一脚踢死他 但伏在他怀里的萧令月 却紧紧抱着他的腰 一方面是借他的胸膛藏住脸 一方面也是阻止他伤人的意思 湛北寒又气又怒又尴尬 表面上阴沉着脸看不出来 实际耳根子都烧起来了 是是是 小的这就滚 打扰王爷了 偷情男子 吓得浑身发软 口不择言 头都不敢抬 连滚带爬的转身跑了 连灌木丛里的阿秀都没顾得上 湛北寒英丽的目光 看向安安静静的灌木丛 语气更冷力了几分 再不滚 本王要你的命 杀杀杀 灌木丛猛地颤抖起来 一个衣衫不整的丫鬟 捂着脸 亮亮呛呛地跑走了 脚步声飞快地远去 直到彻底消失 花园里又再次平静下来 男人怒气未平 狠狠抓住怀里女人的肩膀 还不放开 嘶 你倒是轻便 萧灵月吃痛的一吸气 赶紧撒手往后退 看到湛北寒 一脸阴沉的要杀人的表情 他善善地笑道 我早就叫你走了 你不肯走 被人发现了 也不能怪我吧 男人面无表情地抬手 如袖子 萧灵月立刻往后退 差点一脚踩进河汤里 你想干嘛 刚打过两场 现在又来 湛北寒冷冰冰地看他一眼 撩起袖子 狠狠宁干 水珠滴滴答答见了一地 萧灵月摸摸鼻子 心虚地转移话题 那个 刚刚那个男人 好像误会我们了 你不介意吧 本王要是介意 能杀了你泄分吗 湛北寒无比冰冷地说 这 这还是别了吧 气大伤身 你消消气 萧灵月干笑着慢慢往后退 他本来想说 这又不是他的错 明明是湛北寒 自己不肯走 在下人面前丢脸了 难道怪他吗 但是 一看湛北寒这副气的 要失去理智杀人泄分的样子 他还是少说两句吧 保命要紧 那个 翊王殿下 你看 你要问的也问啊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不如我们各回各屋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萧灵月谨慎地陪着笑脸 一边说 一边悄悄后退 湛北寒不理他 自顾自地凝着衣服 他乌黑的健眉颈簇 薄唇明颈 俊美的脸庞上 仿佛笼罩着一层浓浓玉气 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又被萧灵月拉扯得衣衫不整 湿透的长发 蜿蜒垂垂落在肩膀 胸膛上 看起来格外诱人 萧灵月咽了口唾沫 难怪那个小丝一眼就误会了 只是他看不到自己 他现在的形象 也没比湛北寒好到哪去 要不是刚刚反应及时藏住了脸 现在丢人的还不知道是谁 趁着湛北寒一心打理自己 也没反对他的话 萧灵月悄悄往后退了十几米 转身偷偷溜走了 他溜得飞快 湛北寒听到风声抬头看了一眼 只看到他远去的背影 迅速消失在夜色里 他也没追上去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萧灵月一路有惊无险地回到客院 进了屋子 他一下子躺倒在软榻上 也不管自己满身的水 弄脏软榻 双眼发直地望着屋顶 这一波窥大了 他郁闷得喃喃道 本来只是想去暗牢打听一下 昔日亲友的事情 没想到湛北寒那丝 竟然埋伏好了问中捉鳖 该问的事情没问出来 反而被迫交代了不少事 连省晚这一层马甲都被扒下来了 虽然湛北寒没有疑问到底 可他说出的那些事情 有千头万绪足够他往下查 只要他够有心 一层层挖掘下去 早晚会挖到他真正的身份 唉 早知道就不去暗牢了 萧灵月头疼地拍拍脑袋 不过转念一想 他也不是半点收获都没有 至少省晚的马甲 在湛北寒这儿算是公开了 他用这个马甲做交换 也算是跟湛北寒表明了诚意 如果说湛北寒之前 对他的疑心有八分 需要时刻紧盯不放的话 那今夜过后 他对他的疑心应该往下降了不少 嗯 以他的性格 也就是半信半疑 这也算是好事 要不然总被他暗地里一双眼睛盯着 想做什么都不方便 萧灵月喃喃自语着 勉强安慰自己 接下来 只要他不做任何引起他怀疑的事 湛北寒应该也不会贸然对他出手 毕竟 他确实在乎寒寒的心情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跟他撕破脸 这样也好 萧灵月轻轻呼出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只要北北的身份不曝光 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一阵冷意袭来 萧灵月打了个喷嚏 看着自己一身湿答答的水 他无奈起身 出门叫了职业的丫鬟 通知厨房送热水过来 客院里有自带的小厨房 24小时都有热水供应 这在古代是很高的规格享受了 反正湛北寒也知道 今天晚上的人是他 萧灵月也没必要藏着掖着 让下人抬了浴桶和热水进屋 他脱掉湿透的衣服 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 驱散一身寒意 泡完澡换上衣服 他坐在铜镜前 仔细照了照自己的脸 铜镜被打磨得光滑无比 虽然有些微微的失真 但清晰程度 已经不弱于现代的水银镜 镜子里倒映出一张不太真实的脸 五官模糊不清 萧灵月用尽了药水的毛巾敷在脸上 片刻后拿下来 敷在五官上的一绒膏便剥落而下 露出一张精致白皙的美人面 柳眉淡扫 乌眸明亮 肌肤雪白如一捧青雪 衬托的眉宇如墨 睫毛鲜长 雪敷红唇 不需要任何织粉点缀 便足够惊艳动人 奇怪了 萧灵月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醋没看着镜子里 照理说 我跟萧轩 萧如兰都是同父异母 容貌上多少应该有些相似 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她自己的脸 她早就看习惯了 也从未怀疑过自己跟萧家的关系 因为她跟萧家人本来就不熟 直到上次在万药楼 她看到了萧轩和萧如兰兄妹俩 才发现 她的长相五官 跟他们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按理来说 容貌是父母遗传 同父异母的兄妹或姐妹 即使只有一半血缘 也不该一点相似都没有 可是她自己的这张脸 跟萧家人摆在一起 简直就是格格不入 难道是我亲生娘亲长得太美 把萧家的基因都给压下去了 萧灵月古怪的挑起眉 镜子里的美人也跟着挑眉一笑 满满都是戏血 她心里隐约升起了怀疑 但也没多想 算了 长得好看总比不好看要强 要是她的好姐姐萧如兰 看到她这张脸 只怕极度的都恨不得包下来 贴到自己脸上了 天生优势 没办法 萧灵月怂怂间 又重新调配了易容的透明尿膏 一点点敷到脸上 调整鼻梁 改变脸型和轮廓 等药膏干透后 又重新贴画上丑陋的黑色胎记 将容貌重新变成了神婉的样子 虽然在战北寒面前 神婉的马甲已经掉光了 但是其他人面前还没掉 她暂时还需要用这个身份打掩护 第二天 午膳时分 战北寒照例来看儿子 与萧灵月打了个照面 翼王殿下 萧灵月微笑着唤了一声 礼数周全 战北寒冷淡的目光 在她易容恢复的脸上微微一顿 又平静地滑开 两个人都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昨晚的种种 变成了只有彼此知道的秘密 用完午膳后 萧灵月似乎想起什么 对了 翼王殿下 有件事还要麻烦你 什么事 战北寒冷淡问 我之前在万药楼订了一批药材 让他们送到南阳侯府 还没来得及点收 我想让青罗回去一趟 清点下药材入库 可以吗 这只是小事 战北寒没多想 随你 去找管家拿门牌就是 下人进出一王府 都是需要门牌的 萧灵月弯起眼睛 知道了 战北寒没提让她回沈家的事 萧灵月也装作不知道 下午 青罗就奉命去找了管家 拿到门牌 回了一趟南阳侯府 直到天色擦黑时才回来 萧灵月问了她几句话 便让她下去休息了 沈婉母子在一王府一住 就是大半个月 而且始终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这不仅让下人们心生猜想 原本还挺能沉得住气的侧妃谢玉蕊 也开始有些心浮气躁了 这天午后 谢玉蕊刚刚午睡醒来 彩霞便脸色难看得匆匆进来了 娘娘 出大事了 奴婢刚刚去马房那边 意外听到了一个消息 谢玉蕊慰懒道 什么消息 听府里的下人说 前段时间西花园里闹鬼 有人半夜好奇跑去看 结果竟然发现 是王爷和一个女人 半夜在河塘旁私会 什么 谢玉蕊脸色骤然一变 猛地坐起身 你敢胡说王爷的事 彩霞急忙跪在地上 娘娘明见 奴婢也是听下人们偷偷传的 绝对不敢胡编乱造 下人们私底下早就传遍了 只因奴婢是娘娘的丫鬟 所以没人敢说 还是奴婢偷偷听来才知道的 你仔细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谢玉蕊紧紧盯着她 是 这件事不知何时传开的 下人们说得有板有眼 仿佛还有人亲眼看见了 王爷跟一个看不清脸的女人 在花园里搂搂抱抱 据说 那女人衣服都脱了 跟王爷干柴烈火地抱在一起 要不是有人不小心惊扰 只怕王爷就要跟她 王爷还为此发了大怒 差点要了那下人的命 最后还是那女人求情才放过的 彩霞一股脑地 把偷听来的消息说完 谢玉蕊气得抓起茶杯 狠狠砸在地上 很多下人都在说连细节都有 只怕是真的 彩霞苦着脸说道 谢玉蕊的眼神更加凶狠了 那个不要脸的贱人是谁 把他丢带过来 难道是王府里 哪个不长眼的丫鬟想攀高枝 在花园里就敢脱衣服勾引王爷 他非扒了他一身狐狸皮不可 奴婢也偷听了 但好像没人知道那女子是谁 王爷事后也没有提起过 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彩霞说道 谢玉蕊闻言倒是松了一口气 这证明王爷对那个贱人没兴趣 就算他不要脸的脱衣现身 王爷也只是一时兴起常常仙而已 彩霞急忙讨好道 谁说不是呢 王爷一颗心都在娘娘身上 哪看得上外面不要脸的狐媚子 谢玉蕊莫地掖住了 他忽然想起 就算王爷想尝先 也从来没有碰过他 他难道不比外面脱衣现身的贱人要好吗 至少他的身子是干净的 王爷想要 他随时都能献上自己 王爷却宁肯找外头的贱人 也不肯碰他 一抹深深的忧怨划过眼底 谢玉蕊不甘心地咬住嘴唇 眼睛极度的发红 彩霞 你说 到底是王府里 哪个不要脸的贱人 敢背着我勾引王爷 谢玉蕊语气幽冷的问道 彩霞仔细想了想 娘娘 奴婢觉得 未必就是王府里的人 哦 娘娘威夷万千 独宠王府这些年 早就将王府上下治理的服服贴贴的 以前还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鬟 想攀高知 被娘娘杀鸡紧侯后 他们有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再找死了 如今出了这事 奴婢怎么看都觉得 不像是王府里的人干的 彩霞忠心耿耿地说道 他说的也是事实 自从五年前 那个短命的翼王妃死后 王爷便是独身一人 身边连个伺候的事情都没有 虽说后来多了柿子要抚养 但王爷后院空置 又无心取妻 王府里一些年轻漂亮野心大的丫鬟 自然便蠢蠢欲动 想着勾引王爷 能一步登天成为贵人 谢玉蕊进府成为侧妃后 也装了一段时间的贤良人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 战北韩根本不在乎 后院那些蠢蠢欲动的丫鬟 也没把他们放在心上 谢玉蕊立刻就忍不住动手了 他故意找了几个有野心的丫鬟 给他们机会接近战北韩 战北韩的脾气本来就不好 更没有怜香西域的习惯 于是不出意料的 那几个丫鬟直接触怒了他 谢玉蕊这才站出来 打着规矩的名号 狠狠惩治了几个丫鬟 其中一个最漂亮的 更是被他当着满腹丫鬟的面 活活挖了眼睛 划烂了一张脸 但是他偏偏不让他们死 而是在毁容挖眼之后 又将他们转手迈进了 最低等的窑子里 让他们日日夜夜接客 几个铜板就能睡一次 直到他们浑身溃烂 活生生被磨死为止 这样一番狠毒手段下来 王府里所有丫鬟都被吓破了胆子 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人敢在王爷面前献殷勤 个个都恨不得缩起脖子走 谢玉蕊对此由不满足 又找借口 发卖了不少姿色出挑的丫鬟 只留下一些胆子小 容貌平平的丫鬟 好似绿叶衬托花朵一般 只衬托他一个人 而这些事情 湛北寒根本不知情 他平时也没控管后院里的事 府中丫鬟来来去去 他认识的没有几个 反而因为那些丫鬟吓破了胆子 没人敢凑到他面前 他心里十分满意 干脆就把整个后院 都交给了谢玉蕊打理 府里的管家和其他下人见状 更加不敢说什么 彩霞就是因为知道这些事 才会如此分析 他又道 更何况 就算府里哪个丫鬟又起了心眼 想攀上王爷 他们的长相 娘娘都是一一看过的 绝对没有狐媚或主的样子 那些丫鬟的相貌 要么土 要么丑 要么平平无奇 过眼就忘 他们就算有心想勾引王爷 王爷一看到他们那张脸 只怕也没兴致了 所以奴婢觉得 不像是王府里的人 谢玉蕊微眯起眼睛 若有所思 你说的也有道理 可是王爷这几日都在府中 消息又是从府里传开的 如果不是府里的丫鬟 那还能有谁 娘娘 您忘了吗 现在王府里 还有一个人赖着不肯走吗 彩霞小心提醒道 谢玉蕊脸色猛地拉下来 你是说 神婉 她又皱起眉 这应该不可能吧 神婉脸上有胎记 听说长得奇丑无比 连丫鬟都不如 王爷怎么可能看得上她 还跟她在花园里救 谢玉蕊想想 就忍不住嫉恨 奴婢也不敢说是不是 只是除了丫鬟外 就只有她了 娘娘若是怀疑 不如去试探一下 彩霞提议道 你说得对 谢玉蕊急切地想知道 到底是谁勾引了王爷 也顾不得多谨慎了 她匆匆梳妆打扮 带着一对丫鬟 就浩浩荡荡去了课院 萧令月难得没有陪着两个孩子玩 而是坐在院子的躺椅上 晒着太阳看书喝茶 悠闲得不得了 她脸上依然戴着面纱 只露出一双乌黑眉眼 阳光下有一种悠然闲适的气质 沈姑娘好悠闲啊 谢玉蕊气势汹汹地带着丫鬟走进去 看到本侧妃来了 都不知道起身行李的吗 萧令月放下书本 躺在椅子上瞥了她一眼 又是你 这次又有何贵干 谢玉蕊看她这副轻慢的样子 就恨不得甩她一耳光 却又忌惮她一身可怕的怪力 咬着牙冷笑道 我是来恭喜你的 哦 萧令月挑眉 何喜之有 你跟王爷的事情 府里上下都传遍了 当然是要恭喜你 改日就能一顶小轿抬进王府 换我一声姐姐了吧 谢玉蕊冷笑咬牙 紧紧盯着她的眼睛 萧令月 你说什么 你还跟我装 谢玉蕊冲上去 一把抽到她手里的书 狠狠扔在地上 指着她的鼻子怒骂道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 在花园里 就敢跟王爷搂搂搂搂勾搂搂 衣服都脱了 还有脸跟我装 萧令月微微醋眉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贱人 我倒是小看你了 谢玉蕊咬牙切齿地看着她的脸 本来以为你长成这副丑样子 至少是个安分的 没想到你这么不知羞耻 在花园里勾引王爷 都被府里的下人撞见了 还有脸装出这副无辜的样子 萧令月听着不太对劲 她坐起身 你从哪听来这些莫名其妙的事 她勾引战北韩 还被下人撞见了 这都哪跟哪 谢玉蕊气得眼睛发红 仰手就要一耳光朝她甩过去 萧令月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将她甩到一边 神情冷淡道 你无缘无故来我这发疯 还想跟我动手 是皮又养了欠抽吗 你 谢玉蕊气得 脸色都猙獰了一下 彩霞见状不好 壮着胆子开口道 我们娘娘只是听到了府里的传言 特意过来询问 你还敢跟娘娘动手 萧令月转头看着她 什么传言 前段时间在王府花园 你不知羞耻地勾引王爷 意图脱衣现身 结果被府里的下人给撞见了 全府的人都知道了 你还不承认 彩霞怒斥道 萧令月 她脸上微妙的神情一闪 差点笑了 你们的意思是 那是我在勾引一王 彩霞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你还有脸说出口 她这是承认了吧 谢玉蕊简直恨不得 扒了她一张脸皮 这件事已经在府里传开了 萧令月觉得有些好笑 她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那天晚上的事情 实在太尴尬 又不好告诉别人 所以战北韩事后 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惩罚 那一对偷情的男女 而是当做什么也不知道 放了他们一马 萧令月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她也懒得去追究 那一对男女到底是谁 结果没想到 这才半个月 府里就有流言出来了 更让人好笑的是 明明是一对下人偷情 流言却误传成了 王爷和人在花园私会 连萧令月自己 都变成了脱衣现身的主人公 萧令月觉得十分搞笑 如果战北韩知道 府里有这种传言 他还给偷情的下人背了黑锅 他只怕得活活气死不可 想到这里 萧令月古怪地看着谢玉蕊主仆 你们刚刚说全府的人都知道这个传言了 谢玉蕊咬牙切齿地道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不知廉耻的人 你怎么确定那个人是我 萧令月打断他的话 有证据吗 谢玉蕊一言 继而勃然大怒 沈婉 你还要不要脸 府里都有人看见你衣衫不整 从花园离开了 你还有脸替评证据 这个话一半真一半假 王府传言里 确实有下人看到一个女子 衣衫不整地从花园里跑出来 但因为是半夜时分光线昏暗 所以没看清那个女子的脸 不可能 萧令月笃定地说 我没有做过这种事 我心里清楚 你少拿一些没证据的传言来污蔑我 谢玉蕊 真有本事就拿出真凭实据来 或者把人证找出来给我瞧瞧 我倒是想看看 是谁长了一双无中生有的眼睛 能看到根本没发生过的事 萧令月略带讥讽地道 谢玉蕊 他被赌的一句话也说不出 流言本来就是人云亦云 偌大的王府下人那么多 谁知道流言一开始是从哪传开的 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人证物证 你 你简直毫不支持 你下剑 谢玉蕊气急败坏的咒骂 萧令月脸上的神情冷淡下来 侧妃这是认定是我了 府里救你一个外人 除了你还有谁 既然如此 你来找我有什么用 你应该去找翼王殿下 萧令月唇角扶起一丝机窍 撕毁这种事 一个巴掌拍不响 就算真的是我做的 那也要翼王愿意配合才行 你在我面前破口大骂 却一个字都不敢跟翼王说 这算什么 柿子挑软的捏吗 你终于承认了是吗 真的是你这个贱人 谢玉蕊一双眼睛通红 我跟你没什么好解释的 萧令月重新坐回堂椅上 拿起书似笑非笑的腻抬眼 这个问题 你不如去问问翼王 或许不是我勾引他 而是他看上我了呢 同样是被流言诬陷 凭什么他就是不知廉耻的勾引男人 战北韩就是被他勾引 还显得情有可原 萧令月心里有点不爽 王爷是什么眼光 会看得上你这种下贱放浪的寡妇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你那张让人想吐的丑脸 谢玉蕊气得口不择言 越骂越难听 萧令月气笑了 不好意思 他还真就看得上我这张脸 我劝你最好早点去问 否则翼王再被我勾引几次 说不定就要娶我做王妃了 谢玉蕊 他还真有脸说得出口 萧令月这话是故意说来气人的 实在是谢玉蕊羞辱咒骂的话太难听 他有点恼火了 但是 他并不知道 谢玉蕊和湛北寒之间的关系 这番话 恰好戳到了谢玉蕊的痛脚 你以为我不敢试吗 贱人 你给我等着 我看你 还能嚣张多久 谢玉蕊脸色铁青的瞪着他 扭声怒气冲冲的走了 彩霞等一众丫鬟赶紧追了上去 谢玉蕊一路穿过花园 前方管家正好走过来 谢玉蕊上前就一把拦住管家 劈头盖脸的质问道 王爷在哪 我现在就要见王爷 管家愣了下 王爷刚从京郊军营回来 陷下在书房 不等管家把话说完 谢玉蕊甩开 他就静止朝书房方向去了 脚步急促又胶着 后面的丫鬟也匆匆跟着跑了 或许是谢玉蕊运气不错 这一次 他没有被拦在书房门外 走进屋后 看到坐在书桌后 直笔写字的俊美男人 谢玉蕊只觉得 心里一阵委屈的酸水翻腾 他忧愿地说 王爷 既然你对沈姑娘有意 不如就将她接入王府 做个侍妾如何 谢玉蕊这话说得十分不情愿 但他一向致力于 在湛北韩面前 表现自己的贤良舒德 既然确定湛北韩对沈婉有意 与其让湛北韩自己开口 倒不如他主动提起 一方面 能显得他贤惠贴心 不嫉妒 另一方面 他也有私心 不知道王爷对沈婉的心思有多深 一个卑贱的侍妾名分 正好可以做试探 如果王爷答应了 区区一个侍妾 动摇不了他侧妃的地位 如果王爷不答应 那他就要想想别的办法了 谢玉蕊一路上 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湛北韩听到他的话 比风微微一顿 他见眉抬起 幽冷南边的凤眸 沉沉凝视着他 嗯 只是一个音调 却饱含质问的意思 谢玉蕊也不知怎么的 后背微微发寒 他没有多想 自以为贴心地道 王爷跟沈姑娘的事 线下王府里人人都知道了 沈姑娘虽然名节不好 又是个手拐的女人 只要王爷喜欢 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我想 与其让沈姑娘 无名无分地住在府里 倒不如给他一个嗜切的名分 也免得下人们说闲话 湛北韩微微眯起眼睛 神情依然平静 他放下紫豪笔 冷淡地问道 什么闲话 就是王爷跟沈姑娘的事 现在府里说闲话的人可多了 而且传得十分难听 主要是沈姑娘没有名分 又做出了那种不上台面的丑事 下人们看不过去 难免会私下一论几句 谢玉蕊一边抹黑 一边小心偷窥着男人的脸色 看见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不悦的样子 谢玉蕊仿佛受到了鼓舞 越发变本加厉 府里都说沈姑娘不知羞耻 在花园里脱衣勾引王爷 衣衫不整的还被人给看见了 说得实在是难听 我想着王爷若是对沈姑娘有兴趣 不如就把他抬进府 也省得被人笑话了 湛北韩脸上神情很难看 王府里有这样的传言 是啊 都传遍了 谢玉蕊一口咬定地说 什么人传的 这个不清楚 总之府里都在传 我听到的时候已经说得很难听了 我刚刚还特意去问了沈姑娘 她不但承认了 还让我来问王爷 说谢玉蕊欲言又止 她说什么 湛北韩的声音隐约有点咬牙 那个女人 又给她找事 谢玉蕊说的传言 她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沈婉肯定也心知肚明 结果她非但不解释 反而顺水推舟地映下了 还敢让谢玉蕊来找她 这是想看她笑话吗 想到府里的传言 她替一个偷情的下人背了黑锅 还不能光明正大地解释清楚 湛北韩的脸都黑了 都是沈婉惹的祸 要不是因为她 她也不至于落到这种尴尬境地 谢玉蕊看到她的表情 以为是对沈婉的不满 心里顿时欢喜得意 她幽怨地道 沈婉她亲口说 让我自己来问王爷 还说不是她勾引王爷 而是王爷 就看上了她那张脸 改天说不定就要娶她做王妃了 湛北韩 她被气笑了 做王妃 凭她也配 男人俊眉冷力的脸上露出讥讽之色 莫得扬声道 来人 告诉管家 本王不想在王府里 听到任何不切实际的传言 若再有人敢擅自议论 拔了舌头赶出府 一个不留 是 侍卫胆战心惊的印下 立刻出门传令去了 谢玉蕊也没想到 湛北韩会下这样的命令 明摆着是要封口 她不甘心地说 王爷 那沈姑娘怎么办 难道就白白放过她了 这种下贱不要脸的女人 就该滑滑脸扔到窑子里去 让她勾引个够 不是她 男人冷冰冰地说 什么 谢玉蕊一时没反应过来 湛北韩冰冷的眼神盯着她 那天在花园里 衣衫不整的女人 不是她 那是谁 谢玉蕊心里一紧 立刻追问道 与你无关 湛北韩语气不耐地道 你只要照顾好事子就够了 别拿这些无聊的事情 来打扰本王 出去 王爷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关心你 谢玉蕊满脸委屈 出去 湛北韩的脸色 格外阴沉难看 谢玉蕊吓得脖子一缩 顿时不敢再打扰了 善善地退了下去 彩霞扶着她走出书房 一直走到花园 才敢开口道 娘娘 王爷说不是沈婉 哪还能有谁 谢玉蕊铁青着脸 王爷这样说你也信吗 她就是想要护着 那个贱人的名声 不想她被人议论 才叫管家对府里封口的 那天在花园里的人 一定就是沈婉 王爷竟然对那个贱人 这么上线 她长得那么丑 又是个寡妇 王爷到底看上了 她什么 彩霞不敢置信地道 谢玉蕊冷笑 来人看上女人 除了脸就是身子 沈婉的脸长得丑 身体却狐媚 说不定 她就是仗着一身的骚劲 勾住了王爷 才让王爷对她上了心 娘娘 那你可要想想办法 不能让王爷 被这种贱人勾引了去 彩霞一听就急了 立刻说道 还用你说 谢玉蕊不耐烦地道 焦躁地咬着指甲 王爷至今都没有碰过她 却碰了沈婉那个贱人 她不甘心 她一定要把王爷的心抢回来 让神宛不得好死 娘娘 奴婢有个主意 彩霞眼睛一转 小声提议道 奴婢听人说 外头的花楼里 有一种香料 只要加一点在香炉里 就能起到助兴的效果 用过的男人 没有一个不喜欢的 谢玉蕊眼神一阵变换 她压低声音 真的吗 彩霞小声说 真的 听说那香料还有特殊作用 男人只要碰过一次 就再也离不开了 很多府里的夫人 都偷偷买回去用 听说效果极佳 谢玉蕊顿时心动啊 彩霞吩咐几句 彩霞连连点头 娘娘放心 奴婢一定办妥 赶走了谢玉蕊后 萧令月便继续坐在堂椅上 晒太阳看书 过了半晌 青罗拎着一个石河走了进来 脸色古怪的说 小姐 奴婢刚刚经过花园 看到侧妃跟她的丫鬟在说话 两个人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在说什么 他们看到你了吗 萧令月头也不抬的问 青罗摇摇头 没有 奴婢躲开了 那就行 不用管他们做什么 萧令月又翻了一页书 微微勾起唇角 她应该是去找翼王了 府里的流言 估计很快就会消失 她其实是故意激怒谢玉蕊 暗示让她去找战北韩的 在王府住了这段日子 萧令月也发现了 战北韩平时 根本不管后院里的事 即使王府里流言满天飞 如果没人告诉她 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偏偏战北韩在翼王府 极为深重 管家也好 下人也好 都不敢去她面前嚼舌根 萧令月当然也不会主动跑过去 只好利用谢玉蕊 让她去当这个出头鸟 萧令月抬头又问道 你看到侧妃的时候 她脸色如何 青罗想了想 好像很生气 其他丫鬟都不敢靠近 只有彩霞在她身边 萧令月忍不住一笑 估计是被战北韩骂了一顿 赶出来了吧 那个男人得知自己 给下人背了黑锅 又不能坦白解释 心里不憋屈才怪了 谢玉蕊刚好又装在枪口上 难免会被迁怒 不过 她毕竟是战北韩的侧妃 即使生气迁怒 战北韩也不会拿她怎么样 萧令月就是猜到了这一点 才毫不客气地利用了谢玉蕊 正如她想的那样 傍晚时分 青罗脸色苍白地从外面回来 跟她说了一件事 王府的管家 把所有下人都召集起来 狠狠训斥了一顿 还活活地拔了几个下人的舌头 把他们赶出府了 萧令月问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青罗颤抖地点点头 听说 是那几个下人喝醉了酒 编造了一些关于王爷的留言 惹得王府上下非议 管家得知后 就把所有下人召集起来 当着所有人的面试以惩罚 杀鸡儆猴 萧令月若有所思 这一招确实有用 青罗惊魂未定地说 小姐 翊王府的规矩好可怕 奴婢亲眼看到那几个下人 满嘴是血的被拖下去 太吓人了 我们什么时候回侯府啊 萧令月想了想 差不多是该回去了 明天吧 青罗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不久 两个小家伙也回来了 他们年纪小 又是主子 王府下人之间的腥风血雨 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 两个孩子对此都一无所知 韩寒今天本来要上骑射客 负责教他的老师 是北秦军中有名的神剑手 北北得知之后就有点好奇 韩寒干脆拉他一起去 跟他偷偷摸摸的 不知道说了什么 北北就答应了 萧令月得知后也没有阻拦 韩寒上课的地点 就在翊王府的演武场 旁边还有侍卫守着 他没什么不放心的 但骑射客只有一上午 两个小家伙却在外面 混了一天才回来 身上的衣服弄得脏兮兮的 还带着一股怪味 你们这是上哪儿混去了 弄得这么臭哄哄的 萧令月哭笑不得地问 北北眼睛亮晶晶地说 韩寒带我去看狼牙了 萧令月挑眉 是韩寒之前说 吃得比你还多的那只狗吗 北北一叶 愿念地点点头 翊王府有一个专门的狗院 里面换养的都是凶猛的猎性犬 以前数量多的时候 有十几二十只 现在只剩下一只犬王 就是狼牙 萧令月顺口问起狼牙的来历 韩寒看他没有要生气的样子 便兴致勃勃地说道 我听管家说过 狼牙是爹爹以前 从皇家猎场里带出来的 体内有狼王的血脉 所以特别高大凶猛 他是狼 萧令月微微醋眉 不是哦 管家说狼牙是杂娇的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出生在狼窝里 爹爹以前去猎场的时候 发现了他 就顺手带回来了 韩寒眨了眨眼睛 又不解地问 娘亲什么是杂娇啊 嗯 就是父母品种不一样 他应该是狼和狗生出来的 所以能被驯养 萧令月有些尴尬的解释 为了防止好奇心中的韩寒 继续往下问 萧令月及时打住了这个话题 催着他们去洗澡换衣服 一夜风平浪静地过去了 一日一早 萧令月便向湛北寒提出 要带北北回南洋侯府 韩寒文言如晴天霹雳 为什么要回去 娘亲在这住得不开心吗 北北微微明起嘴角 没有说话 湛北寒皱眉看着他 原因 没有特殊原因 只是住了大半个月 讨扰太久 有些过意不去 萧令月客气地微笑道 毕竟这里是王府 不是我和北北的家 我们没有一直住在这的道理 湛北寒手指轻轻敲了敲 没说话 萧令月仿佛知道他在犹豫什么 又转头看向他 一往也不用担心 我短时间内不会离开京城 住在哪儿 其实都一样 更何况 这都已经半个月了 侯府那边应该也修缮妥当了 我更没有理由赖在王府不走 遭人闲话不是吗 他特意咬中了修缮两个字 显然意犹所指 湛北寒微眯了一下眼睛 他显然已经知道 沈家让他借助王府的理由 是假的 萧令月之前 让青罗回过一次南洋侯府 他私下叮嘱过青罗 让他去看看 翡翠楼的情况如何 青罗回来后就告诉他 翡翠楼都好好的 没有丝毫变化 但是 沈家之前却说 沈玉婷大发脾气 砸了翡翠楼 需要重新修缮才能住 萧令月立刻就知道 沈家让他借助王府的理由 是瞎编的 这背后八成是湛北寒的授意 至于他这么做的理由 萧令月也很快想通了 他本来就对他疑心深重 又碍于寒寒 不能直接动手 干脆就找个理由 把他放在眼皮底下 方便监视 萧令月当时不想揭穿 就睁只眼闭只眼 考虑到寒寒的心情 他和湛北寒 都是隔着窗户直演戏 揣着明白装糊涂 但是 现在不同了 他跟湛北寒 也算是坦诚不公了一部分 没理由继续紧密监视他 他更没有理由 一直住在翼王府不走 身份尴尬不说 还要担心湛北寒 将他其余的马甲一起扒下来 这也太刺激了 让人扛不住 湛北寒也不知 是不是看出了他的心思 陈生问道 你要回南洋侯府 是有什么事要做吗 萧令月也不隐瞒 直言道 是的 什么事 四事 不方便说 湛北寒目光定定地看着他 萧令月不闪不避地和他对视 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他需要在京城里 翼王府 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暴露在 湛北寒的眼皮底下 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而且 也不能保证 湛北寒会不会从中看出破绽 所以他不能说 也不想说 对视片刻 两个人就像用眼神交锋了一轮 一个饱寒质疑 一个绝不退让 隐隐间仿佛有火药为蹦射 寒寒惊慌又不解的声音 打断了两人的对峙 娘亲一定要回侯府吗 有什么事情 我也可以帮忙的 萧令月心一软 抱歉啊 这件事你帮不上忙 韩寒满眼失落 又很快振作起来 他满怀期待的说 娘亲有事情要忙 北北怎么办 要不让他留下吧 我会天天陪着他的 萧令月正了正 不行 北北不能跟我分开 他怎么可能 把北北一个人放在一王府 在占北寒的眼皮底下 这和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 娘亲就舍得跟我分开吗 韩寒委屈的说 萧令月叹了口气 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韩寒 你乖啊 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好不好 不好 韩寒摇头像波浪鼓一样 跳下凳子跑到萧令月面前 拽着他的衣脚说 娘亲不肯留下 那我跟娘亲一起走 我也要去侯府 不行 湛北寒断然否决 你给本王老师待着 哪也不许去 凭什么 我就要去 韩寒生气了 湛北寒不理他 深深看向萧令月 你非走不可 萧令月笑了 他故意戏雪道 王爷这话说的 好像挺舍不得我走似的 但实情如何 他们两个心里都清楚 湛北寒风锐的眉风微猝起来 眼底闪过一丝忧了 萧令月感觉有些不妙 一有所指的说 我又没犯法 用不着把我关在王府吧 这京城一共就这么大 王爷还怕我跑了不长 湛北寒冷宁的看着他 过了会儿 他冷吃一声 随你 这女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不让他走 除非强行把他关在王府 但是他又没犯法 有什么理由关他 而且当着寒寒的面 湛北寒不便和他撕破脸 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 所以答案就很明显了 他要走 可以 反正都在京城 湛北寒不信他能跑出自己的手掌心 说服寒寒 你随时可以走 撂下这么一句话 湛北寒静止起身走了 头也不回 萧令月瞪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 心里简直不敢相信 这男人把亲儿子甩锅给他 自己居然跑了 寒寒对战北寒的离开 毫无反应 小手紧紧拽着萧令月的衣袖 委屈又可怜地看着他 萧令月无奈 寒寒 要么 娘亲留下来 要么 我跟娘亲一起走 娘亲你选吧 小家伙气鼓鼓地看着他 萧令月 他倒是也想带他一起走 可问题是 他爹会同意吗 显然不会 萧令月只好绞尽脑汁地哄着小家伙 给他许了无数个承诺 寒寒却仍然不情不愿 最后 北北看不下去了 亲自出马 他毫不客气地 伸手捏住寒寒的脸颊 生气地说 你闹够了没有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是故意跟娘亲撒娇耍赖的 我没有 韩寒被他捏脸也不反抗 可怜兮兮地搭拉着眉眼 像只被欺负的小狗狗一样 你有 北北冷酷无情地说 不许跟娘亲耍赖 你乖乖听话 我们以后还能经常见面的 真的吗 北北你保证 不能丢下我一个人 韩寒委屈巴巴地看着他 北北有点心软 给他揉了揉脸 我保证 不会丢下你 韩寒就这么被轻易哄住了 萧令月在一旁 看得叹为观止 心里不禁感叹 小孩子果然还是要靠小孩子去沟通 母子俩当天 就顺利离开了一王府 管家特意准备了马车代步 韩寒一路送到王府门口 最后告别的时候 恨不得自己也爬上马车一起跑了 被眼疾手快的叶七 及时抱了回去 小家伙眼泪汪汪地摆摆手 目送马车缓缓远去 整个人都蔫了 没事的柿子 过几天还能见面呢 叶七不忍心看他难过 一边安慰 一边抱着他 进了王府 湛北韩正好有事要出门 两方迎面遇上 叶七急忙放下小柿子 恭敬行礼 沈乱母子走了 湛北韩瞥了一眼 黏巴巴的儿子 淡淡问道 叶七还没来得及回答 韩寒忽然抬起头 气冲冲地说 都怪爹爹 湛北韩 你为什么要答应让娘亲走 你要是不答应 娘亲和北北 就能一直住下去了 韩寒眼里满是委屈 不讲理的指责道 都怪你 湛北韩薄唇一勾 冷笑道 你自己没本事留人 还好意思怪到本王头上 韩寒不可思议地瞪着他 本王可不是神晚 没耐心哄着你 湛北韩走到他面前 微微俯身 拍了拍儿子毛茸茸的小脑袋 冷酷地打击道 要怪 就怪你不够可爱 他不肯留下来陪你 全怪你自己没本事 懂吗 与毕 留下一脸呆滞的小家伙 湛北韩大步走出了王府 另一边 马车上 萧令月看着有些示弱的北北 柔声道 北北 怎么了 北北坐在他怀里 摇摇头 舍不得韩寒吗 萧令月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 北北小身子一僵 还没说话 萧令月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轻声道 娘亲也舍不得 北北仰起头 小声地说 娘亲 韩寒真的是我的亲生哥哥吗 萧令月并不隐瞒他 是 那我们以后离开京城的时候 会带上韩寒一起走吗 北北清亮的眼睛里 藏着一丝期待 萧令月心里突然揪了一下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当然也想 只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个可能性太小了 韩寒是北秦皇家的子孙 翼王府的世子 无论是战北韩 还是昭明帝 都不可能允许他把韩寒带走 他说出自己的身份也没用 反而有可能连北北也一起被抢走 他独自一个人 想要和一个国家的皇室对抗 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正因为如此 他才格外小心谨慎 生怕被战北韩看出了身份 从而牵连到北北 看到娘亲久久不说话 北北仿佛已经得到了答案 他的眼睛微微暗淡下来 湿弱地垂下眼帘 萧令月愧疚地说 北北对不起啊 娘亲没有对不起我 北北摇摇头 小声地说 但是娘亲 我想了很久也不明白 既然韩寒是我的亲哥哥 为什么我从小在娘亲身边 韩寒却一直在一王府呢 萧令月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娘亲跟韩寒的爹爹 是不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北北依偎在他怀里 怕被人听见 声音压得很小 他认不出娘亲 也不知道我是谁 是因为娘亲不想让他知道吗 萧令月只想叹气 北北不像韩寒那样 性格外相 开朗活泼 大多数时候 都是安静乖巧的 但是他的心思之敏锐 观察力之细致 十个韩寒捆在一起 都比不上他 所以 萧令月的很多事情 都不瞒着他 同时也瞒不住 北北聪明早熟 又很贴心 即使是他不能说出口的理由 他也会懂事地替他隐瞒着 从来不会让他为难 我和一王之间 确实发生过很多事情 不过那都是大人之间的事 跟你和韩寒没有关系 你不用担心这些 萧令月委婉地说道 你和韩寒自幼分开 是有不得已的理由 我不想让一王发现你 也是担心他会把你抢走 又不能好好地照顾你 北北一下子抬起头 坚定地说 我不会离开娘亲的 不管他亲生爹爹是谁 他都只会跟在娘亲身边 谁也别想分开他和娘亲 嗯 娘亲也不会跟你分开 萧令月浅笑道 无论是谁 都不能将你从娘亲身边抢走 因为 他现在只有北北了 北北忽然问道 娘亲说的不得已的理由 是一王伤害了娘亲吗 萧令月微微一震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北北撇了撇嘴 满脸不高兴地说 他都有侧妃了 花心大萝卜 萧令月愕然地扑斥一笑 细血地看着怀里的小家伙 所以 这就是你一直不肯叫他爹爹的原因 北北的戒备心比韩寒高多了 韩寒什么都不知道 依然一口一个娘亲叫得甜甜的 北北就正好相反 明知道湛北韩跟他有血缘关系 可不管是人前还是人后 他都从来没叫过一声爹爹 萧令月本来以为 这是因为北北从小没有爹爹 对这个称呼很生疏 所以叫不出口 结果 竟然是因为战北韩有侧妃 小家伙嫌弃他花心 萧令月又是窝心 又觉得好笑 北北轻哼了一声 我才不要叫他 我又不稀罕 萧令月失笑不已 又摇了摇头 我跟他之间的问题 不是一个简单的侧妃 一时半会是说不清的 但这些都是大人的事 你一个小孩子就别瞎琢磨了 省点心力 好好养身体就行 他一点都不想把自己 跟战北韩之间的矛盾 牵扯到两个无辜的孩子身上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只要两个孩子平安健康 比什么都强 马车平稳的行驶 约莫十几分钟后 便停在了南洋侯府门口 青罗先下了车 又转身伸出手 萧令月摇摇头 亲自抱着北北下了马车 看见侯府门旁 还停靠着另一辆马车 车门上挂着一个精致的木牌 上面刻着一个萧字 是萧家的马车 这是我家 我不能回来吗 萧令月淡淡问道 管家挽着腰陪着笑脸说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三小姐忽然回来 不知道翼王殿下 有没有特别吩咐 萧令月感觉管家 对她的态度格外客气 甚至还有点诚惶诚恐 也不知道战北韩之前 受益沈家让她留住翼王府时 到底是怎么说的 她皱眉道 我回我自己家 翼王能吩咐什么 管家眼神闪烁了一下 今天府里有客人 萧令月又看了一眼 门口停靠的马车 管家回道 是的 萧大将军的夫人 得知华姨娘有了身孕 特意带着儿子上门探望 现在还在府里 将军夫人 萧令月微微震了一下 很快想起来 嘲弄的说 我差点忘了 萧家那位纪氏夫人 是父亲的亲妹妹是吧 我还要叫她一声姑姑 北秦国的大将军萧成刚 是萧令月血缘上的亲生父亲 她一共有过两任妻子 一个是萧令月的亲生母亲 已经去世了 另一个则是纪氏夫人 姓沈 是南阳老侯爷的女儿 沈志江的亲妹妹 不仅如此 她还是萧轩和萧如兰的母亲 换句话来说 沈婉跟萧家 其实是亲戚关系 她是萧轩的亲表妹 三代近亲 本来关系挺亲近的 可惜沈婉从小在乡下长大 别说亲戚了 就是亲爹都不熟 京城的薰贵人家 大多都是相互联姻 像这样拐着弯的亲戚 多的是 萧令月也不惊讶 但但到 华姨娘的肚子里 怀的可能是父亲唯一的儿子 是该来探望下 与碧 她便抱着北北 进府去了 管家看着萧令月进了府 伸手招来一个小四低声说 快去告诉老爷子 就说三小姐回来了 是 小四一溜烟地跑了 萧令月带着北北回到翡翠楼 推开门就看到了 空气中飞舞的灰尘 屋子里处处透着 一股清冷气息 屋内的地板和摆设上 也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土 北北打了个喷嚏 萧令月也皱起眉 怎么回事 青罗不高兴地道 小姐的屋子都没人打扫吗 管家脸色一变 立刻转头怒吃院子里的吓人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几个偷懒的粗屎丫鬟下的 跪在地上 满脸惶恐 之前管家明明说 三小姐要在一网辅助很长时间 翡翠楼一直空着 他们才偷懒了 谁知道 三小姐今天就突然回来了 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都反了 偷懒竟然敢偷到主子头上 侯府养不起你们这样的奴才 回头统统都给我卖出去 管家勃然大怒道 三小姐饶命 奴婢再也不敢了 被卖出去的奴才 大多没有好下场 这几个丫鬟一下子慌了 边磕头边求饶 管家怒道 还敢跟三小姐求情 我看你们是 够了 萧绫越醋眉不越道 丫鬟偷懒是丫鬟失职 你身为管家 没有监督好手下的人 你也是失职 别把责任都推卸到小丫鬟头上 让他们起来 重新打扫干净就是了 管家脸色有些难堪 善善笑道 是 是 继而又狠狠瞪了几个丫鬟一眼 力声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三小姐的屋子收拾干净了 再有一点疏忽 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 几个丫鬟急忙抹着眼泪站起身 进屋打扫去了 屋子里灰尘实在太多 萧绫越就没进去 带着北北在小花园里坐了坐 另一边 老侯爷也得到了萧绫越回府的消息 眉头一皱 翊王殿下 不是要留他多住一段时间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小四点头哈腰地表示 不知道 老侯爷皱眉思考片刻 又不悦地摆摆手 罢了 回来就回来吧 玉婷的脸伤了这么多天 再拖下去 就真的毁了 你去告诉老爷一声 他知道该怎么做 小四领了命令 匆匆又去找沈志江 沈志江此刻正在待客 坐在厅内的是 萧家的四少爷 萧俊 萧俊是陪着母亲萧夫人 一起来探望怀孕的华姨娘 因为她是男子 又已经成年 不太方便进后院 便留在偏厅里 与沈志江一同喝茶 等着萧夫人出来 沈志江是萧俊的亲舅舅 有这层关系在 舅舅两人也并不陌生 聊得很是投机 舅舅 之前听说 玉婷表妹不小心伤了脸 这段时间一直在调养 不知道表妹现在怎么样了 萧俊关心地问道 她还挺喜欢沈玉婷这个表妹的 虽然她只是述出 身份差了一点 但容貌实在美丽 性格又温柔似水 萧俊今年十七岁 正是少年慕爱的年纪 接触几次就对这个表妹 充满了好感 听到她脸受伤的消息后 萧俊就有点坐不住了 这才特意陪着萧夫人 回娘家探亲 顺便也想见见表妹 看看她伤得重不重 沈志江神情一暗 叹息道 你表妹的脸伤得不轻 她最近心情低落 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谁也不肯见 让人很是担心 有没有找太医看过 萧俊一听不由紧张 立刻开口道 如果有需要什么药材的话 舅舅尽管跟我说 我来帮表妹想办法 娟儿 你有心了 沈志江欣慰地看着她 又摇摇头 现在不是药材的问题 太医早就来看过了 玉婷她是被人下毒暗害 如果没有解药的话 只怕她一直好不了 萧俊脸色一变 表妹一向待人和善 平时又待在侯府里 怎么会有人给她下毒 这是说来惭愧 实在是家丑了 沈志江叹着气 将沈婉母子 与沈玉婷之间的冲突说了一遍 随即 她脸色阴沉地说 我也没想到沈婉那个儿子 年纪小小却如此恶毒 竟然敢对玉婷下此毒手 偏偏沈婉又与翊王殿下有些关系 母子俩害了玉婷之后 就躲到翊王府去了 竟是连家都不回了 简直是惹人笑话 要不是 看在翊王殿下的面子上 我早就狠狠教训那对母子 让他们把解药拿出来了 还有这种事 真是岂有此理 萧俊听得脸色铁青 狠狠一拳砸在茶几上 我听说过那个沈婉的事 听说她不知廉耻 养在乡下都能勾引上男人 无媒无聘就私自嫁了人 害得舅舅一家得罪了镇北侯府 没想到她还这么恶毒 玉婷表妹那么温和善良的人 她也下得了这种毒手 沈志江 谁说不是呢 萧俊又问 她现在是在翊王府吗 翊王殿下 怎么会跟这种女子有关系 沈婉之前 侥幸救过小世子一次 翊王殿下 应该是看在这一点的份上 才勉强维护她几分 沈志江轻蔑地道 结果 沈婉却不知分寸 竟然仗着恩情 赖在翊王府不肯走 真是丢尽了沈家的脸 原来是这样 萧俊恍然大悟 她冷笑一声道 舅舅不必忧心 这样的女人 翊王殿下肯定是瞧不上的 过不了几天 就会把她赶出王府 等到那时 我再亲自替玉婷表妹讨回公道 沈志江欣慰道 玉婷能由你这样护着她的表哥 是她的福气 就指两人正聊得投机 一个小厮匆匆走进来 禀告了萧令月回府的事情 沈志江猛地站起身 好啊 她还有脸回来 本侯爷这就找她算账去 萧俊也阴沉着脸站起身 舅舅 侄儿陪你一起去 她倒要看看 敢下毒暗害表妹的女子 到底长着一张多么恶毒的嘴脸 好 一起去 沈志江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带着萧俊和一群家丁 便怒气冲冲地朝翡翠楼去了 到了翡翠楼院门前 里面正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丫鬟们忙得进进出出 正在清扫屋子和院子 旁边还有管家站着指挥 沈志江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花园石凳上的萧令月 大步便走过去 仰手就要给她狠狠一巴掌 丢人现眼的东西 你还知道回来 沈志江带着一群人 浩浩荡荡荡走进来时 萧令月也听到了动静 她站起身 还没来得及说话 沈志江就冲过来要打她 怒吼声震得她耳朵疼 萧令月一把抓住沈志江的手腕 将北北挡在身后 皮笑若不笑地道 父亲 我才刚刚回来 你就是这么欢迎女儿的吗 你这个畜生 沈志江气得脸色发青 重重甩开她的手 指着她的鼻子怒骂道 我没有你这种恶毒女儿 你到底给玉婷下了什么狠毒的药 你知道这段时间 她是怎么过的吗 这半个月 沈玉婷受的 简直是地狱酷刑一般的折磨 就连侯府上下 所有人都跟着提心吊胆 又惊又怕 上次请来的民间老大夫说的没错 沈玉婷的脸上 不仅仅是外伤 更是中了毒 如果不尽快解毒的话 她只会生不如死 沈志江当时不相信 把老大夫赶了出去 又特意去请了太医来 结果太医折腾了两天 只得出了一模一样的结论 必须先解脱 否则伤口好不了 而且即使毒解了 沈玉婷的容貌也无法恢复了 沈玉婷听完之后就气疯了 把整个屋子都给砸了 差点下跑了太医 最后还是老侯爷听闻消息 赶过来 呵斥住了发疯的沈玉婷 又亲自给太医道歉 太医才不情不愿地 给她继续医治 但是 一开始她只感觉脸上很痒 而且越来越痒 那种痒 就像是有无数只蚂蚁 在她脸上的血肉里爬来爬去 又像是无数条细细的毒蛇 在她骨肉里面乱钻 一直痒到了骨子里 痒的人精神崩溃 无法忍受 沈玉婷惨叫着拼命抓闹自己的脸 将原本已经微微结痂的伤口 再次抓得鲜血淋漓 指甲里全是血肉 歇斯底里的尖叫着 我的脸 我的脸啊 好痒 好痒啊 她边抓边尖叫 在屋子里就像发了风一样 横冲直撞 四五个丫鬟都拦不住 屋内的地面上 溅满了鲜血 看得人心惊肉跳 沈志江匆匆赶来 看到女儿这个样子 惊慌失措地问太医 她这是怎么了 太医 你快想想办法 太医赶紧说道 快拦住她 她这是毒素发作了 再抓下去脸都要被抓烂了 丫鬟们一窝蜂地冲上去 七手八脚地拦住沈玉婷 我的脸 好痒好痒 救救我 爹爹救救我 沈玉婷尖叫着拼命抓脸 整个人犹如癫狂一般 劈头散发地活像一个疯婆子 沈志江气急败坏道 快拦住小姐 快拿绳子来 把她的手脚都绑起来了 不能让她再抓脸了 太医当机立断地下令 管家急急忙忙找来绳索 几个嬷嬷也冲上去帮忙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沈玉婷的手脚捆起来 牢牢绑在床榻上 太医 现在该怎么办 她脸上的毒能解吗 沈志江心急如焚地问道 太医沉声道 沈侯爷 下官之前就说过 沈小姐脸上这毒极为复杂凶猛 下官是很难配出解药的 只能尽量想办法缓和一些症状 那你快给她缓解症状啊 沈志江急道 太医叹了口气 下官这就去开方子 但是侯爷也要明白 缓解症状只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不拿到解药的话 沈小姐会一日更比一日痛苦 受尽无数折磨 沈志江就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 脸色铁青可说不出话 侯爷还是想想办法 尽快拿到解药吧 太医说完就转身去开药了 沈志江站在原地 脸色变得争鸣无比 解药 解药 毒药是沈婉的儿子下的 解药肯定在沈婉手里 但她现在躲在一王府不回来 她难道还能冲到一王府 找她要解药吗 沈志江没这个胆子 所以 她只能眼睁睁看着 心爱的女儿受尽折磨 心里就像油煎火烤一样 对沈婉母子的憎恶和痛恨 一日比一日更深 她一说的话 也很快一念了 沈玉婷的毒性发作越来越强 她也一天比一天更受折磨 刚开始还是痒 过了两天 又变成撕心裂肺的痛 再过两天 又是火辣辣的滚烫 脸上冒出了 大颗大颗的紫黑色农包 活像是被开水烫过 又像是被毒性遮过一样 沈志江只看了一眼 就被恶心的吐了出来 吓得两天 都没敢去看她 等农包消退下去 齐阳又再次卷土重来 仿佛一个轮回 沈玉婷就在这样 无尽痛苦的轮回里 备受折磨 侯府上下所有人 包括沈志江 也被迫跟着提心吊胆 有时候半夜 都会被她的惨叫声惊醒 不过半个月的时间 沈玉婷就被折磨得行销鼓励 她崩溃地哭喊道 爹爹 你杀了我吧 我好难受 我想死 求求你让我死吧 玉婷 沈志江通红着眼睛 心痛又无力 心里恨不得将沈婉母子千刀万剐了 因为担心沈玉婷咬舌自尽 她只能让丫鬟把她的嘴堵住 只有灌药灌粥的时候才打开 而对外 沈志江也不敢把沈玉婷的惨状说出去 只能说她伤了脸心情不好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又对府里吓人严厉封口 谁也不许乱说 这样煎熬的日子过了半个月 沈志江心里的憎恨和怒火 也憋了半个月 一看到萧玉月回来 顿时就控制不住爆发了 萧玉月闻言一愣 吉儿冷笑道 沈玉婷 她怎么了 你还有脸问她怎么了 沈志江怒火冲天 我有什么不能问的 她还没死吧 萧玉月漫不经心地勾唇 眼底有一闪而过的冷光 她敢对我儿子下手 我没直接弄死她 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萧玉月说得直白又干脆 语气里的冷漠和杀意毫不掩饰 她的孩子 就是她不可触犯的逆龄 谁敢动一下 她不择手段 也会让那个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沈志江气得差点一个扬斗 指着她的手都在发颤 你 你这个心肠狠毒的畜生 萧玉月笑道 我是父亲的女儿 我如果是畜生的话 那父亲算什么 沈志江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手指抖得像抽了风一样 让人都有些担心 她下一秒就会气晕过去 但好在 沈志江还是强忍住了 她憎恶又愤恨地瞪着她 交出来 交什么 萧玉月故作不解 把解药交出来 沈志江愤怒地说 你姐姐现在还躺在病床上 你要是还有一丁点良心 就把解药拿出来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罚酒 萧玉月不由笑了 她淡淡地说 敬酒我不稀罕 但这罚酒 天底下还没几个人敢让我吃 父亲想试试 她向来吃软不吃硬 别说沈玉婷对北北的恶毒心思 是她万万不能容忍的 就是沈志江现在这种态度 还想找她要解药 两个字 梦 少跟我扯 这些没用的 我就问你一句 你交不交出解药 沈志江血红着眼睛瞪着她 甚至对这个女儿产生了一丝杀意 这里是南洋侯府 周围都是她带来的人 如果真逼急了她 就算真的杀了沈婉母子 她也能保证消息不传出去 萧玉月以前是上过战场的 刀山火海里走出来的人 对杀意和敌意是最敏锐不过 沈志江刚透出一分心思 她立刻就有所感觉 萧玉月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 你想杀我 沈志江脸色阴沉地看着她 为了救一个女儿的脸 你竟然想要另一个女儿的面 你可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萧玉月嘴角擒着笑意 眼神却冰冷无比 沈玉婷是你最宝贝的女儿 你待她如掌上明珠 她受一点伤你都会心疼 心心念念的想要给她讨回公道 那沈婉呢 沈婉算什么 只因为你嫌弃她八字不详 就从小将她弃养在乡下 十几年来不闻不问 如今 你还为了另一个女儿的脸 打算杀死沈婉 萧玉月的语气冰冷无比 更带着一丝说不出来的 憎恶和怜悯 憎恶是对沈志江的 她这个父亲管生不管养 自私又薄情 彻头彻尾的不合格 怜悯则是对真正的沈婉 她其实什么也没做错 却什么也得不到 本来应该是她最亲的亲人 却毫不留情地拿着刀子 往她心口里刺 幸亏现在站在这里的是萧令月 不是真正的沈婉 否则 她不知道会有多伤心 沈婉放弃了沈家 也放弃了自己侯府千金的身份 这是她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沈家不配做她的娘家 沈志江也不配当她的父亲 沈志江只觉得 沈婉这番话说得有些奇怪 好像是在说她自己 又像是在替别人质问 但她顾不上这么多 满脸憎恶地看着她 你也配何玉婷比较 我当然不会跟她比较 萧令月默然地说 她一个身份卑贱的庶女 心思歹毒 装模作样 有什么资格跟我比较 简直是拉低了我的身份 你还有脸说她歹毒 你才是真正的心肠恶毒 简直就是个没良心的畜生 把解药给我交出来 沈志江暴怒地低吼道 萧令月突然不想再跟她吵下去了 因为吵也没用 沈志江的心理眼里 都只有沈玉婷一个女儿 或许是从小养在身边的感情 或许是别的原因 总之 她从来没把沈婉当成自己的女儿 更没有一丝一毫 对沈婉的愧疚和联系 既然如此 跟她说再多也没用 真正的沈婉 早已经放弃了沈家 对沈志江这个父亲 没有任何留恋 萧令月不过是顶替了 沈婉的身份站在这里 作为外人 她都忍不住替沈婉感到寒心 还有什么好说的 父亲想要解药 可以 但我有三个条件 萧令月摆出公事公办的态度 沈志江不可思议地瞪着她 你还敢跟我提条件 我为什么不敢 萧令月浅笑地看着她 这半个月的时间 父亲应该找了不少大夫 替沈婉婷看过伤了吧 大夫是怎么说 沈志江死死瞪着她 没说话 萧令月思笑非笑地道 我猜 那些大夫应该都会告诉你 他们解不开沈婉婷脸上的毒 只有我能拿出解药 所以 父亲才会这么着急忙慌地赶来见我 威逼力又让我拿出解药 对吗 这一点其实不难猜 她给北北防身用的毒粉 全都是她配置的最凶狠 最难缠的剧毒 有件血封喉的 也有让人生不如死的 保证让任何一个 敢对北北不利的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萧令月的医毒技术不属于这个时代 那是她第一是从现代学来的 提纯毒性的手段 比古代不知高出了多少倍 她亲手配置的毒粉 就是把整个七国的名医都集合在一起 也未必能钻研出解药来 沈玉婷中毒到现在已经半个月了 却依然还活着 这就证明北北当初撒在她脸上的毒粉 并不是致命的 只会让她受尽折磨 却又死不掉 沈志江怒道 你想说什么 我只是想提醒父亲 你想救你女儿 唯一能求的人是我 萧令月的每句话都能气死人不偿命 所以 你最好不要想着对我下手 但凡我受了一点伤 你的宝贝女儿都会付出千百倍的代价 沈志江先是一愣 随即暴跳如雷 你这个畜生 你这是在威胁你的父亲吗 我把你当父亲 你却没把我当女儿 都已经对我动了杀心了 我当然要想办法自保 萧令月耸了耸肩 又似笑非笑地说 父亲那么宠爱沈玉婷 为了她不惜想要我的命 所以肯定也会为了保住她 不跟我一般见识 对吗 她怎么说都有理 明明是气死人的话 却说得好像多体贴孝顺一样 沈志江气得眼前发飞 脑门的青筋突突直跳 嗓子眼里都似乎泛起一股甜心气 差点气得吐血 父亲怎么不说话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萧令月挑眉 又恍然大悟道 如果你觉得沈玉婷一个筹码还不够 那加上整个沈家如何 沈志江瞬间一股血气 直冲脑门 她眼睛赤红地瞪着她 你什么意思 我能让沈玉婷生不如死 就能让沈家其他人同样生不如死 萧令月的眼睛漆黑如玄冰一般 父亲如果愿意好好谈 那我们就好好谈 如果不愿意 非要跟我来应的 那就看看 是我一个人的命之前 还是沈家上下所有人加在一起之前 当然了 这里面也包括父亲自己 你 沈志江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寒 她仿佛看怪物一样 看着萧令月 眼底深处有丝惊恐 萧令月也平静地和她对视 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沈志江毕竟是一位侯爷 更是南洋侯府的当家人 她如果真的动了杀心 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萧令月暂时还不能离开沈家 又有北北在身边 万一哪天 沈志江下了狠心 要对他们母子下手 北北难保不会受到伤害 只有千日当贼 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所以 不如把丑话说在前面 她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沈志江 她不是好捏的软柿子 沈家如果敢对他们母子不利 她就敢把整个沈家拖进地狱里 大不了沈婉这个身份不要了 她随便换一张脸 谁又能拿她怎么样 萧令月是义高人胆大 根本不待怕的 沈志江却是被她吓得不轻 尤其是在亲眼见过沈玉婷的惨状后 即使她不愿意承认 她的内心深处也埋下了一丝恐惧 对那种可怕的剧毒 也对敢下毒的沈婉母子 沈志江强迫自己深吸一口气 被怒火冲昏的头脑冷静下来 她憎恶又复杂地看着沈婉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说了 要解药可以 但是有三个条件 萧令月看出了沈志江的巨翼 见好就收 什么条件 沈志江忍气吞声地说 第一 我要轻罗的卖身器 这话一出 不只是沈志江 在场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沈志江皱眉道 轻罗是谁 是我身边的丫鬟 父亲就不用管了 只把她的卖身器给我就行 萧令月答应过轻罗 以后不管她去啊 都一定会带上她 说到做到 轻罗是侯府的丫鬟 卖身器自然也在侯府 萧令月如果想带她走 就必须拿到她的卖身器 否则侯府只要报关 轻罗就成了逃奴 会连累她的家人 为了防止华姨娘等人 事后拿轻罗的卖身器做手脚 萧令月干脆趁着这个机会 先把东西拿到手再说 沈志江也没多想 不屑地说 一个丫鬟 也值得你大张旗鼓的要 卖身器给你就是了 还有什么条件赶紧说 她还以为她会提出 什么难缠的条件呢 结果只是要了一个丫鬟 哼 果然是乡下出来的 眼皮子就是浅 量她也提不出什么条件来 沈志江这样想着 心里一时放松了不少 先把轻罗的卖身器拿来 我现在就要 萧令月淡淡道 沈志江恼怒道 我都已经答应了 难道还会来账吗 这可不好说 萧令月讽刺地说 父亲言而无信的次数太多了 我还真不太感性 沈志江简直要被她气得脑充血 但她也没办法 为了尽快给沈玉婷拿到解药 她只能憋着怒火对管家道 那个轻罗的卖身器在哪 管家早就被父女两件 把弩张的气氛吓得腿软了 文言赶紧道 轻罗是府里的三等丫鬟 卖身器应该和其他人的收在一起 在华姨娘的朱玉阁中 那你还不快去拿 就说是我要用的 快点拿来 沈志江呵斥道 管家连连点头哈腰的硬下 转身连滚带爬地往朱玉阁去了 本以为会一切顺利 谁知道过了没多久 跑得满头大汉的管家 就欲哭无泪地回来了 老爷 华姨娘说 三等丫鬟的卖身器 不知道收在哪 这会子找不到了 沈志江 什么 萧令月冷笑一声 是找不到 还是不想给 管家冷汗津津 低着头不敢说话 华姨娘本来是要给的 但一听是翡翠楼的丫鬟 她就推托说 找不到了 让管家空着手回去赴命 父亲还说 自己不会赖账吗 只是一个小丫鬟的卖身器 你都给不了 这么简单的条件 都办不到 还让女儿怎么信你 萧令月嘲讽地说 沈志江的脸色 墨地涨红了 羞脑又难堪 她指着管家立声骂道 没用的废物 去告诉华姨娘 我现在就要看到 青罗的卖身器 如果她做不到 那以后侯府后院的事情 她就干脆别管了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是是是 管家满头冷汗 连滚带爬地跑了 朱玉阁里 正在卧床养胎 和萧夫人说着私房话的华姨娘 听到管家转述的话以后 脸色无比尴尬难堪 萧夫人更是皱眉 大哥今天是怎么了 不就是一张卖身器吗 犯得着发这么大的火 也不顾及嫂子肚子里 还怀着孩子呢 她是沈志江的亲妹妹 华姨娘虽然只是个姨娘 不算正事 但是她跟华姨娘关系好 私底下也叫她嫂子 华姨娘勉强笑道 老爷大概是有神妖急事吧 我这就让人去找 说着 华姨娘对身边丫鬟使了个眼色 丫鬟心领神会 装模作样地 在屋子里找了一圈 最后顺利地从一个匣子里 找到了青罗的卖身器 交给了华姨娘 华姨娘拿到手里 看了看又递给管家 就是这个 你拿回去给老爷吧 是 辛苦姨娘了 管家赶紧接过来 心里松了口气 她当然知道 华姨娘是装的 下人的卖身器 对侯府来说 也是一种资产 平时都是掌管后院的主子 亲自收着的 根本不存在 找不到这种情况 不过是华姨娘看神晚不痛快 知道是翡翠楼的丫鬟 不想给而已 结果反而被沈志江下了面子 丢了一回脸 管家也不敢多耽误 拿到卖身器 就匆匆赶回了翡翠楼 恭恭敬敬地交给沈志江 沈志江一接过来 就狠狠扔到萧令月脸上 这总行了吧 萧令月侧头避开 根本没接 轻飘飘的一叶纸 就这么落到地上 气氛无比尴尬 沈志江脸颊肌肉抽出了一下 瞪着萧令月 就像要吃人一样 萧令月冷笑不语 站在原地也没动 管家小心翼翼地看着父女俩 只好走过去 弯腰捡起地上的卖身器 又双手捧着 恭恭敬敬地递给萧令月 三小姐 你收好 萧令月这才伸手拿过来 仔细看了一眼 卖身器上写着青罗的本名 出身年月日 家中籍贯和成员 还有卖身入府的时间 价格下面按着指印 最后是官府与侯府的印章 该有的都有 证明是真的 萧令月又递给青罗 柔声道 你看看 这是不是你当初签的那张 所有人的目光 一下子落到青罗身上 青罗茫然地接过 看了一遍 下意识点点头 那就好 萧令月笑了笑 从他手里拿回卖身器 这个先放在我这 改天有空了 我带你去官府消除奴籍 只是拿到卖身器还不够 想要真正解除青罗的奴籍 必须要带上卖身器 去官府办理 将官府保存的奴籍记录 勾除 再烧掉卖身器 才能让青罗 从一个卖身的奴仆 重新变成普通百姓 奴仆的生死不由自己 主子一句话就能处死 官府也不会管 但 普通百姓却能受到律法保护 即使是达官显贵 也不敢随便对百姓下手 弄不好就得倒霉 青罗从来没想过自己 还能有脱离奴籍的一天 文言睁大眼睛 结巴道 小 小姐 你保护了我的儿子 我自然会护着你 萧令月伸手摸摸她的脑袋 礼尚往来 不用跟我客气 小姐 青罗的眼圈顿时红了 她之前拼命护着北北 只是 尽自己的职责 乖乖听三小姐的话而已 她从来没想过 三小姐会因此护着她 甚至还愿意帮她拿回卖身器 替她消除奴籍 这份恩情实在太重了 青罗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她握紧拳头 心里默默发誓 以后小姐在哪她就在哪 她一定会拼尽全力 护着小姐和小少爷的 沈婉 你跟个丫鬟说够了没有 还有什么条件快点说 沈志江暴躁不耐的赤道 萧令月示意青罗站到北北身边去 抬眸看向沈志江 眼底的几分温情 已然化成了冷淡 剩下的两个条件也很简单 就看父亲愿不愿意了 说 沈志江一脸不耐烦 沈玉婷身边 之前打过青罗的那几个丫鬟 我要他们自己抽自己一百个巴掌 如果打得不够用力 就找几个家丁拿鞋底抽 每人抽够一百下为止 沈志江简直莫名其妙 你跟几个丫鬟过不去干嘛 他们打了我的丫鬟 用鞋底抽了青罗的脸 我现在让他们十倍还回来 有什么问题 萧令月冷淡反问道 沈志江无法理解地看着她 满院子的家丁下人 也吓得大气不敢出 只是打了三小姐的丫鬟 三小姐就要对方十倍奉还 这样的牙字必报 心狠手辣 令人不寒而栗 他们以后一定要离翡翠楼远远的 宁肯得罪老爷姨娘 也不要得罪了这位三小姐 行 几个丫鬟而已 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我待会就让管家把人给你送来 你亲自盯着打 这样总想了吧 沈志江咬牙切齿地说 心里更加轻蔑不屑 觉得沈丸果然是眼皮浅沉不了大气 就只会跟一群下人丫鬟过不去 父亲果然体贴 这样最好不过 萧令月也不客气 浅笑着答应了 回头正好让青罗出出气 沈志江憎恶到 最后一个条件是什么 快点说 说完了 把解药拿出来 最后一个条件 我要让沈玉婷亲自丢我儿子赔礼道歉 萧令月一字一顿地说 沈志江一愣 勃然大怒道 你说什么 沈玉婷对我儿子不怀好意 差点伤了他 要不是我儿子机灵聪明 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 萧令月的脸色有些阴沉 我没让他偿命 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让他给我儿子赔个礼 道个歉 不算难为他吧 沈志江就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 玉婷是你的亲姐姐 你竟然让你的姐姐 给你几岁大的儿子 赔礼道歉 你这是在羞辱他吗 道个歉 就是羞辱了 萧令月嗤之以鼻 那他欺负我儿子的时候 怎么不觉得以大欺小很羞耻呢 你的儿子还好好的在这里 玉婷却躺在床上 生不如死 你还想让他怎么样 沈志江怒吼道 那是他自己没本事 怪得了谁 萧令月轻蔑冷笑道 我儿子能好好站在这儿 是他保护了自己 至于沈玉婷 他愚蠢又无能 空有一腔恶毒心思 却连自保的本事都没有 落得现在这个下场 是他自找的 他活该 你这个畜生 沈志江暴怒一声吼 这时候 一道忍无可忍的男子声音冰冷响起 沈婉 你粽子伤人还毫无悔意 口口声声说 表妹无能 你自己又有多少本事 这声音响起的突然 萧令月皱眉 寻声望去 沈志江带来的家丁下人 往两侧分开 一个年轻男子走了出来 英俊的脸上满是怒火 他穿着武将窄袖的衣服 腰间配着剑 剑眉心目 格外阴气勃勃 萧令月微微眯起眼睛 一下就认了出来 萧俊 萧家的四少爷 萧轩的亲弟弟 同时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今年十七岁 自幼习武 萧令月虽然认识他 但是沈婉却不认识 所以他冷淡开口 你是谁 萧俊厌恶地看着他 玉婷表妹那么温柔善良的人 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妹妹 温柔善良 萧令月差点笑了 你眼睛没瞎吧 确实这说的是沈玉婷 沈婉 你给我客气一点 这位是你表哥 萧家的四少爷萧俊 沈志江沉着脸呵斥 萧家如今势力鼎盛 是陛下重用的武将 地位比镇北侯府还要高出几分 因为萧家与翼王府有联姻 大小姐所生 虽然翼王这些年和萧家关系不冷不热 但有这么一层关系在 终究是不一样的 连陛下都对萧家亲厚几分 萧令月嘲讽道 原来是萧家的少爷 难怪眼睛不够亮 跑到这儿来说瞎话了 沈志江 萧俊年轻气盛 怒道 你说什么 萧令月挑眉 萧少爷不但眼睛瞎 耳朵也聋了吗 我们沈家的家务事 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指手画脚了 萧俊顿时仗红了脸 眼神凶利的瞪着他 他是跟沈志江一起来的 之前一直忍着没说话 就是因为不好掺和别人的家势 虽然沈志江是他亲舅舅 但他毕竟姓萧 不姓沈 沈志江呵斥道 说什么外人不外人的 卷儿是你嫡心的表哥 他看不下去 你做的那些事 说句公道话也没错 行吧 萧令月淡淡一笑 懒得跟他争论这种问题 我最后一个条件已经说了 父亲如果真心心疼沈玉婷 不如早点让他来给儿子道歉 我也好早点把解药给他 省得他受罪 言下之意 如果沈玉婷不肯赔礼道歉 那解药他也别想了 继续受着吧 沈志江气得浑身发抖 不可能 玉婷做错了什么 他对我儿子不怀好意 这不叫错吗 他说他没有 他说什么父亲都信 您可真是耳根子软 这么好骗 萧令月眼神无比技巧 沈志江深吸一口气 压着怒火道 沈婉 我是好生好气的跟你说 你别太得寸进尺了 就算玉婷一时做错了事 他现在也已经受到教训了 你儿子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非要让他再受一遍羞辱吗 这话说得太可笑了 简直是强盗逻辑 萧令月冷笑道 我说了 恶毒又无能的人 落到这种下场 是他自找的 我又不是他爹娘 没这个义务包容他犯错 他什么时候来给我儿子赔礼道歉 我就什么时候把解药给他 否则一切免谈 沈婉 沈志江脸皮丈子怒吼一声 紧紧握着拳头 恨不得活活掐死他 舅舅 你跟这种恶毒的人是说不清楚的 既然他不识好歹 还是交给我吧 萧骏忍无可忍 按着腰间佩剑上前一步 冰冷的眼神如刀子一样 沈志江愣了一下 萧令月挑眉 你想怎么样 萧骏抽出佩剑 冰冷的剑锋对准了他 你口口声声说 别人无能 我倒是想看看 你有多少本事 敢在舅舅面前大放厥词 萧令月眼底闪过一丝微妙 你想跟我动手 这家伙脑子抽了吧 还是对自己太自信 尚赶着找虐 你不是很狂妄吗 怎么 不敢了 萧骏轻蔑不懈地看着他 萧令月忍不住笑了一声 怜悯地摇摇头 你还是算了 我不欺负小孩子 沈婉的年纪小 是萧骏的表妹 但萧令月本人可不是 如果不是他 不想暴露身份 萧骏在他面前 还得叫一声姐姐 萧骏白皙的脸皮猛的涨红 眼睛里怒火熊熊 你敢看不起我 沈志江眼神闪烁了一下 故作不满地呵斥道 沈婉 你太不像话了 你还在羞辱他吗 萧骏一听 眼里的怒火更渗了 萧令月听出了 沈志江话里的挑拨意味 侧眸又看到 沈志江闪烁兴奋的眼神 微微眯起眼睛 沈志江确实很兴奋 他知道 沈婉身手不弱 不知从哪学来的功夫 连土匪都奈何不了他 他先前一直不敢 跟沈婉来应的 就是怕他一身功夫 他打不过 对上容易吃亏 但是换成萧骏 就不一样了 他可是大将军府的天之骄子 从小就习武 据说还准备从军 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沈婉吗 只要萧骏能把沈婉当场拿下 他自有办法从他手里拿到解药 还能狠狠出一口恶气 沈志江眼里 闪过一丝凶狠光芒 萧令月将他的眼神变化看在眼里 不由轻蔑地冷笑一声 萧骏勃然大怒 你还敢嘲笑我 我今天非要给你一个教训不可 看见 他手腕翻转 三尺长剑反射出零零寒光 一剑便朝萧令月心口刺去 萧令月身后就是北北 他怕萧骏出手没轻没重 会误伤到北北 侧身避开后便朝另一边退去 你不是很有本事吗 跑什么跑 萧骏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想也不想地紧追过去 雪亮的剑刃 让起一片片剑花 所有人的目光立刻被吸引过去 看得大气不敢喘 萧令月一接手就知道 萧骏练的是军中武功 看起来大开大合勇猛无比 实际破绽一大堆 他都不用出手 只靠身法 就能让萧骏的剑招招落空 真正厉害出神入化的是战北韩 爆裂迅猛的攻击 如狂风急雨一般让人无力招架 即使是萧令月也被逼得步步败退 他前不久刚跟战北韩动过手 打得热火朝天酣畅淋漓 现在对上同样露术的萧骏 萧令月根本提不起劲来 只觉得乏味无趣 萧骏连招猛攻 出手虎虎生风 剑光闪闪 萧令月空手跟他打 一点兴趣都没有 无聊的差点打起了哈欠 然而 高手过招这种事 向来是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沈志江以及一众家丁下人 根本看不懂他们在打什么 只觉得你来我往打得激烈 而萧令月又一直闪躲不攻击 表面上看就好像是被萧骏压着打 完全落入下风似的 沈志江兴奋的眼睛发亮 狠狠捏着拳头 看得目不转睛 心里恨不得萧骏打得再狠一点 最好一箭痛死神万 另一边的青罗就看得脸色苍白 满头冷汗 紧张地道 小姐好像打不过那个萧少爷 怎么办 娘亲的说不用担心 娘亲会赢的 真的吗 青罗眼睛一亮 真的 娘亲不动手就算了 一旦动起真格 北北微微勾起唇角 眼底闪过一丝光芒 娘亲从来没输过 从小到大 萧令月给了北北无尽的安全感 从未让她受过半点委屈 别人家的孩子都喜欢从爹爹身上汲取安全感 北北就不一样了 她从小就坚定的觉得 别人的爹爹肯定打不过她娘亲 所以娘亲才是最厉害的 她才不稀罕有爹爹呢 幸亏小家伙没见过她娘亲跟战北韩动手的样子 否则她心里的最厉害的娘亲光环 只怕就要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了 我说你打了半天 不累吗 萧令月无趣的开口道 都说了 我不欺负小孩子 你差不多就得了 你这个混蛋 萧俊气得怒吼一声 身形电闪 一剑就朝萧令月刺来 我非杀了你不可 萧令月有点不耐烦了 侧身避开剑锋 一记手刀狠狠砍在萧俊持剑的手腕上 啊 萧俊吃痛的惨叫一声 手腕大学被击中 强烈的剧痛和麻痹感席卷整条手臂 脱力感紧随而来 萧俊不受控制的松开手 手里的长剑叮当一声掉在地上 萧令月顺势闪身逼近 一把揪住萧俊的衣领 将她重重堆在了花园的树干上 眼神冷锐道 我虽然不欺负小孩子 但你要是一直不识好歹下去 就别怪我替你爹娘教训你了 萧俊傻眼了 沈志江也跟着傻眼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好像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萧令月就轻而易举的将萧俊给制住了 他甚至只用了一只手 沈志江瞳目结舌的看着神婉 一只手掐着萧俊 将她按在树干上 而萧俊仗红了脸拼命挣扎 却仿佛毫无用处的样子 心里咯噔了一下 难道是他高看卷了 他一个从小习武的武将后代 居然 居然还打不过一个神婉 这可怎么办 连萧俊都不是对手 他就更不可能斗得过神婉了 难道真要让玉婷忍去受辱的 跟沈婉儿子道歉 低声下气的 求他拿出解药吗 沈志江脑子里乱哄哄的 下意识的偏移了目光 看到沈婉若不惊风的儿子 站在不远处 身边就只有一个小丫鬟守着 沈志江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对了 沈婉不好对付 可他还有个病黏黏的儿子 只要他拿捏住了这个小畜生 沈婉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再跟他嚣张半句 沈志江眼里冒出凶光 大步就冲到北北面前 伸手去抓他的脖子 北北敏锐地躲开他的手 你要干什么 小畜生 我奈何不了你娘 难道还奈何不了你吗 沈志江争鸣着脸怒道 再次伸手朝北北抓过来 北北虽然身体弱 反应却非常快 立刻往旁边躲去 青罗立刻挡在他面前 老爷 你不能 滚开 沈志江一只手将他推开 另一只手就朝北北的脖梗抓去 北北机灵地往旁边躲 从石桌底下钻过去 绕到另一头 眼睛始终盯着沈志江 沈志江绕着石桌要去抓他 北北就跟着他一起绕 始终保持对角线 让沈志江抓不着他 沈志江气得眼睛充血 又怕沈婉发现他的动作赶回来 急迫之下 竟然猛地窜上了石桌 伸手一把抓住了北北的衣领 我看你还往哪躲 北北的衣领狠狠勒住脖子 腹部撞在石桌边缘上 疼得小脸一白 本能地去抓沈志江的手 青罗猛地扑过来 紧紧抱住他 他毫不犹豫地跑下萧骏 速度极快地冲过去 萧骏狼狈摔在地上 捂着脖子咳嗽 抬头看到他的背影 一时间休闹 愤怒 憎恨 齐齐涌上心头 他怒吼一声 抓住地上的长剑 一剑就朝萧令月背心刺去 这一刻 萧骏心里充斥着杀意 他要杀了这个 敢羞辱嘲讽他的贱人 刷 剑锋破空而去 在强烈的愤怒之下 萧骏的剑势 比平时更厉了三分 萧令月却头也不回 眼睛紧紧盯着北北 当剑锋直刺而来时 他背后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脚下一滑 萧骏只觉得眼前一闪 原本近在咫尺的人忽然不见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记狠拉的鞭腿 猛地踹上他的后腰 将他整个人踢得前往亮枪 手里的剑再次掉在地上 萧令月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他身后 在他还未惨叫出声的时候 他柔韧的腰身一扭 反身一脚 再次狠狠踹上他的后背 这一脚比之前的更重 更狠 力道惊人的可怕 萧骏一百多斤的体重 竟被他活生生踹飞了出去 惨叫着重重砸向石桌方向 啊 沈志江揪着北北的衣领 还没把他抓过来 本能地转头一看 眼前忽然有一道阴影砸落下来 准确无误地砸到他身上 两个人就像撞车一样撞成一团 轰然一声撞碎了石桌 狼狈地滚出了七八米 砰 一声巨响 沈志江和萧骏就职两人 活像一滩烂泥 混合着石桌碎块摔在地上 半上爬不起来 满院子的家丁吓人 倒吸一口冷气 双腿震震发软 萧令月面照寒霜地冲过去 看到青罗紧紧抱着北北蹲在地上 两个人缩成一团 身上沾了些灰土 看起来并没有受伤的样子 萧令月绷紧的心神微微一松 伸手一把拉起青罗 抱着北北紧张地上下检查 北北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北北难受地咳了几声 哑着声音说 娘亲 我没事 萧令月心里一紧 将她放在地上 自己也蹲下来 小心翼翼地解开她的衣领 看到北北细白的景象上 被勒出了一道红痕 细嫩的皮肤 甚至泛起了血点 可见沈志江勒得有多重 她毕竟是个成年男人 怒火之下的手劲 不是小孩子能承受的 萧令月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手指轻轻碰了碰 疼吗 北北疼得身子一缩 却乖巧地摇摇头 只有一点点 看到萧令月促紧的眉心 小家伙伸手抱了抱娘亲 软软地说 不是娘亲的错 娘亲不要自责 萧令月深吸一口气 轻轻碰了碰她的额头 又从袖带里 逃出一小盒膏药 轻轻涂抹在她的脖梗上 北北乖乖养着脖子 让娘亲上药 这个过程中 满院子的下人 动都不敢动一下 心惊胆战地站在原地 小姐 都是奴婢不好 没有保护好小少爷 惊魂未定地青罗回过神 看到北北脖子上的伤 眼圈一红 羞愧地差点哭起来 小姐 把小少爷交给她照顾 她却让小少爷受伤了 她真是太没用了 事发突然 不怪你 而且 你也不是沈志江的对手 萧令月淡淡说 摸好药膏 摸了摸北北的脸 便站起身 你跟北北站在这别动 青罗红着眼眶拼命点头 急忙走到北北身边 萧令月面无表情地 朝不远处的两人走去 气势凛冽逼人 让人有种恶侯窒息的危险感 管家看着她这副 要杀人的样子 吓得满头冷汗 战战兢兢 壮着胆子说 三 三小姐息怒 老爷 老爷他只是一时气急 他没有想伤害小少爷 他就怕萧令月一怒之下 提起剑把沈志江和萧骏都给宰了 那事情可就闹大了 但是 管家的话只说到一半 看到萧令月漆黑冰冷的眼睛 他吓得双腿膝盖一软 扑通就跪在地上 心脏狂跳的就像要蹦出来一样 好可怕的眼神 简直就像一柄利剑刺进心里 透心的冷 连血液都要凝冻成兵 萧令月没管他 继续朝沈志江两人走去 管家跪在地上不敢动 暗中比划着首饰 一个站在外围不起眼的小厮 拱着腰 偷偷摸摸地往外溜走了 眼看这样子无法收场 必须得请救兵了 萧令月走到沈志江两人身边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沈志江是被萧骏撞飞出去的 两个人就像迭罗汉一样 摔成一团 样子异常狼狈 手脚和脸颊脖子上 都有大大小小的擦伤 被砸碎的石桌碎块散落了一地 沈志江趴在地上 满脸是血 仿佛已经摔晕过去了 萧骏则趴在他身上 又手臂诡异地歪折着 似乎是摔断了 嘴里发出痛苦的声音 萧令月丝毫不同情他 敢在背后偷袭 还动了杀星 他没要他的命 已经够宽宏了 萧令月从来不主动跟人动手 但如果有人一再二再而三地不识好歹 甚至想杀他 他也不会心慈手软 他给过萧骏停手的机会 一开始都没怎么动真格 可惜萧骏本事不大 兴气很高 纯属自找的 萧令月毫不留情地 一脚踹在萧骏身上 将他踢翻到一边 啊 萧骏惨叫着翻过身 又撞到了受伤的手臂 痛得满头冷汗 脸色扭曲 人却是清醒不少 看到站在身前的萧令月 他本能地往后一缩 脸色扭曲又愤恨 你想干什么 要你的命 萧骏瞳孔一缩 下意识露出恐惧 你敢 你试试 我敢不敢 萧令月计较地说 我 我父亲是萧大将军 你要是敢杀我 整个南洋侯府 都别想要好下场 萧骏色力内人的低吼道 萧令月讽刺道 你觉得我会在乎吗 萧骏 怕了是吗 萧令月看到他眼里色缩的惊恐 不由吃笑一声 没多大本事 还喜欢强出头 被人当枪使了一会儿 踢到铁板了 现在终于知道怕了 萧骏敢怒不敢言地瞪着他 萧令月冷淡地道 萧家寄予厚望 积极培养的两个嫡子 原来也不过如此 萧骏铁青着脸 忍无可忍道 你说什么 我没有别的意思 萧令月勾起唇角 眼底却毫无笑意 我只是说 你们萧家进出废物 你 萧骏顿时气地热血冲脑 挣扎着要从地上爬起来 双眼血红地瞪着他 你羞辱我也就算了 你还敢羞辱我萧家 我杀了你 你不但是个废物 还是个没有眼力 拎不清轻重的废物 萧令月一脚将他踹在地上 居高临下地冷笑道 你根本没有能力杀我 除了无能狂怒之外 你还能做什么 萧四少爷 萧骏摔在地上 手臂歪直的剧痛男人 他顿时发出惨叫声 哦 我想起来了 除了无能狂怒 睁眼说瞎话 你还喜欢欺负弱小 最爱做的 就是把不如你的人踩在脚下 嘲讽对方是个废物 活着还不如去死 萧令月一脚踩在他的头上 将他的侧脸狠狠碾进地面 就像这样 对吗 记忆中 年少的萧骏 就是这样对待萧令月的 因为萧令月从小身体弱 又吃不饱穿不暖 长得面黄肌瘦 萧骏虽然是弟弟 却比他强壮有力 最爱做的游戏 就是将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踢倒在地上 踩着他的脑袋 骂他是野种废物 还不如去死 萧骏歇斯底里的怒吼 你这个贱人 放开我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 你这个贱人 被人踩在脚底下的羞愤与暴怒 让心高气傲的萧骏暴怒异常 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他徒劳的拼命挣扎 冲起了眼神 就像恶狼一样 满是暴力 你这么生气 做什么 萧令月轻蔑又恶意地看着他 让我踩着你的脑袋 是你的荣幸好不好 你露出这副鬼样子给谁看 给我笑一个 萧骏咆哮幕后 我要杀你个贱人 萧令月歪头看着他 你怎么越来越生气了 我说的话 不都是你最喜欢说的吗 我还以为你就喜欢这种呢 曾经 萧骏就是这么恶意满满地 踩着萧令月的脑袋 轻蔑地说 你哭什么哭 让我踩着你这个废物的脑袋 是你的荣幸好吗 再哭一句 我就撕了你的嘴 快点给我笑 同样的场景 相似的话 只是风水轮流转 曾经踩着别人脑袋的人 如今也被人踩在脚下了 萧骏猛然想起什么 眼底闪过一丝惊恶 你怎么会 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他以前心情不好 就喜欢找人出气 做过很多过分的事 好几次差点 把人活活折磨死 但他要面子 也要名声 所以威胁着人 不准说出去 这些事 连他父母大哥都不知道 而知道这些事的 当初被他羞辱欺凌的另一个人 五年前就已经死了 神丸怎么会知道 萧骏瞳孔紧缩 我本来没急着想 找你算账的 结果你不识好歹 自己撞到我手上 还叫着喊着 要杀我 萧令月计较的冷笑 眼底闪过寒光 你这么急着找死 好像我不杀了你 都有点对不起你了 你是谁 你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萧骏都顾不上 自己还被人踩着脑袋 嘶哑质问道 萧令月双眼微微一眯 冷笑一声 你猜 萧骏就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死死瞪着他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萧令月其实也没打算 真的杀了他 并非不敢 而是太麻烦 萧骏毕竟是萧家嫡子之一 还是备受器重 被萧家培养多年的嫡子 对他倾注的心血 不比嫡长子萧轩差多少 如果他真的在南洋侯府 把人杀了 萧家非得疯了不可 到时候 萧家不择手段 也会要他偿命 牵扯出一大堆麻烦来 萧令月没耐心去应付 更何况 就萧轩做过的那些恶心事 直接杀了他 未免太便宜了 他已经给萧轩挖了一个大坑 暗示他去调查 当年云知的死因 萧轩这段时间 就跟疯了一样 拼命找线索 照这个情景下去 他要不了多久 就会知道真相 到时候 萧家就有好戏看了 至于萧军 萧令月一开 踩住他脑袋的脚 微微一偏 毫不留情地踩上他 本就折断的右手腕 咔嚓 清脆无比的骨碎声 萧军骤然惨白了一张脸 扬起脖子浑身绷紧 喉咙里发出一声 困兽般的嘶吼惨叫 啊啊 这惨叫声淒厉无比 如利剑一般 划破长空 惊走了远处的飞鸟 满院子的下人 都被吓得活活冒出一身冷汗 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沈志江 身体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僵硬地不敢动 与此同时 敞开的院门外 匆匆赶来的一群人里 一道惊慌失措的女子声音响起 这是俊儿的声音 俊儿 俊儿你怎么了 说着 女子便惊慌提着裙摆 带着丫鬟匆跑了进来 是萧夫人 在她身后 闻讯赶来的老侯爷 面沉如水 领着一群人 浩浩荡荡地走进来 萧令月侧头看了一眼 冷笑道 不错 呆来的都来了 她没有再管 躺在地上抱着胳膊 不停惨叫的萧俊 转身回到北北身边 青罗苍白着脸 小 小姐 老爷子来了 来了就来了 别怕 有我在 萧令月摸了摸北北的脑袋 朝她安抚的一笑 青罗咽了口唾沫 心里的惶恐紧张奇迹般 平复了不少 俊儿 俊儿 萧夫人扶着丫鬟 匆匆走过来 看到躺在地上狼狈惨叫的萧俊 顿时眼前一黑 连哭呆喊地扑了过去 俊儿 你这是怎么了 哪里受伤了 娘 娘 萧俊满头冷汗 痛得面目猙獰 我的手 右手 右手怎么了 快给娘看看 萧夫人惊慌失措地 看向她的右手 顿时倒抽一口冷气 萧令月那一脚踩得有够狠 用了内力 活活地踩碎了萧俊的手腕骨 手腕的位置 本来就没多少肌肉 都是骨骼关节 被踩碎之后 萧俊的右手 就像一团烂泥式地垂下来 关节处紫黑一片 甚至血点紫 看起来十分恐怖 即使是不懂医术的萧夫人 看一眼就知道 这伤势有多可怕 更重要的是 萧俊伤的是右手 是她平时练剑血字的右手 这只手一旦废了 萧俊整个人都等于废了一半 萧夫人吓得捂住嘴 眼泪直流出来 俊儿 你的手 这是怎么伤的 谁把你伤成这样 还没开口说话 这是怎么回事 一道威严苍老的声音响起 老侯爷带着人走了过来 示威立刻清场 将战战兢兢的下人 驱赶到角落里 包围了整个花园 老侯爷锐利的目光扫过四周 看到了沈婉母子 又看到了满脸 是斜躺在地上的沈志江 还有被萧夫人扶着坐在地上 捧着右手的萧俊 老侯爷立刻走过来 关心问道 俊儿 你没事吧 萧俊惨白着脸 有气无力道 外祖父 爹 是谁把威儿伤成了这样 我要他不得好死 老侯爷皱眉 好好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威儿 你慢慢说 是沈婉 萧俊咬牙切齿地怒吼道 眼睛血红地瞪向萧令月 是他 他存心要废落我的手 老侯爷和萧夫人的目光 一下子看向萧令月 你就是沈婉 萧夫人脸色铁青地打量着他 将儿子暂时交给丫鬟扶着 站起身怒气冲冲道 威儿的手是被你给伤成这样的 老侯爷沉声道 沈婉 这是怎么回事 萧令月微微挑了一下眉 坦然承认 是我伤的 小畜生 你该死 萧夫人勃然大怒 剑步冲过来 就要狠狠扇他一耳光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一个个的都想往他脸上招呼 当他是好欺负的 萧令月抓住他的手 冷声道 夫人都不知道事情经过 冲上来就要打人 真是好家教 你把我儿子伤成这样 还敢跟我说家教 我看你就是缺家教欠教训的 萧夫人目露凶光 眼看一只手挣脱不开 干脆用另一只手狠狠抓向萧令月的头发 女人打架三件套 扇耳光 抓头发 指甲挠 萧夫人不懂武功 也会用 萧令月甩开她的手往后一退 萧夫人又再次朝她扑过来 又踢又打又骂 眼睛通红的像泼妇一样 萧令月不耐烦到了极点 伸手将她重重一推 你有完没完 萧夫人被推得摔在地上 眼睛都要喷火了 指着她破口大骂道 你这个小畜生 伤了你表哥 还敢跟我动手 我是你亲姑姑的 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 你该死 夫人你没事吧 丫鬟们赶紧上去搀扶她 你想打我的时候不说 你是我姑姑 现在还摆什么长辈架子 萧令月嘲讽地冷笑一声 又看向老侯爷 祖父难道要让她继续这样撒泼下去吗 原儿 你冷静点 有什么事等问清楚了再说 老侯爷沉声开口道 他毕竟是萧夫人的亲爹 说话还是有震慑力的 萧夫人不好再闹下去 又呜呜哭着走到萧郡身边 心痛地看着她的手 影响到习无写字可怎么办 老爷知道了一定会生气的 这话是说给老侯爷听的 老侯爷脸色难看 目光阴沉沉地看着萧令月 沈婉 你刚从翼王府回来一天 就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你姑姑和你表哥回娘家做客 哪里得罪了你 你要把你表哥的手伤成这样 萧夫人哭声一顿 目光惊疑 这个贱人从翼王府回来 萧令月淡淡道 祖父明见 我也不想的 主要是表哥一看到我 就非要跟我比试较量 拿着剑追着我看 我实在没办法 只好跟他打了一架 不小心出手重了一点 老侯爷脸皮一抽 重了一点 是啊 既然是比试 难免就有风险 我本来想着 表哥好歹是武将世家出身 本事应该不差 所以就没有刻意留守 没想到 表哥只是个嘴上叫嚣的绣花枕头 我一不留神 就把他给打伤了 萧令月皮笑若不笑地道 还请祖父和姑姑见谅 我真的不是有心的 萧夫人怒道 你把卷伤成这样 还装什么无辜 你说谁是绣花枕头 如果不是绣花枕头 怎么会伤成这样呢 萧令月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 毕竟比武较量 生死个安天命 我以为表哥是武将出身 这个道理应该懂的 没想到他 只是赢了才高兴 输了就哭着找娘了 早知道 表哥还是个没断奶的小孩子 我就不跟他打了 老侯爷 萧夫人 满院子所有人 这话实在是太损了 简直是把萧俊贬低到了骨子里 更是狠狠打了萧夫人的脸 顺带着堵住了他的嘴 他说萧俊输了就哭着找娘 没断奶 输不起 萧夫人还怎么替儿子说话 他在意说 岂不是证实了沈婉的话 老侯爷皱着眉头 一时也无法指责 毕竟 沈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萧俊主动要跟他鄙视 还拿着剑追着他砍 他以为萧俊是有真本事 知道鄙视有风险的基本道理 所以出手没有留情 结果没想到 萧俊本事不大 口气不小 一不小心就被沈婉给打伤了 最后还真的哭着喊着 扑到了他娘怀里 这 这让人怎么说 老侯爷六十岁的人 此刻都替萧俊赶到脸红 男子汉大丈夫 从小受家族精心培养 结果还打不过 审晚一个乡下长大的姑娘 怎么看都是萧俊理亏 即使偏心如老侯爷 也是无话可说 就算是鄙视 俊儿也是你表哥 兄妹之间相互切磋 难道你连一点分寸都没有吗 把你表哥伤成这个样子 你还阵阵有词 这像什么话 老侯爷憋了半天 才找到训斥的说辞 所以祖父的意思是 我比表哥强 是我的错 我应该体谅表哥没本事 秀华枕头一个 故意让着他 哄他高兴是吗 萧绫月直接戳破了老侯爷的偏心 冷笑一声 他今年刚满三岁吗 全天下都要让着他 神丸 老侯爷震怒一声 祖父见谅 是我错了 萧绫月干脆的认了错 老侯爷顿时感觉自己的怒气 就像一拳头打到了空气里 更加憋闷了 他忍着怒一道 你错哪了 萧绫月悠悠的说 我错在高估了表哥 早知道他是个废物 我就不该跟他动手 哄着他就完了 老侯爷 萧夫人 怎么说来说去 最后萧绫还是个废物 没完没了吧 萧绫听着他一口一个废物 绣花枕头 没断奶 每个贬低的词 都像是锤子一样 砸在他胸口 砸得他血气翻腾 羞耻万分 直到听到最后这句话 他满脸充血般胀红 咬紧的牙关里 逼出了血 少爷吐血了 扶着他的丫鬟 看到萧俊嘴角的血丝 吓得大叫一声 娟儿 你别吓娘啊 萧夫人哭嚎着扑过来 老侯爷顿时心惊肉跳 还没来得及说话 沈志江怨愤的声音响起 父亲 你别听沈婉胡说八道 这根本不是鄙视 他就是故意要废了卷 原本趴在地上装死的沈志江 捂着脑袋坐起身 双眼喷火地瞪着萧令月 萧令月嘲讽到 父亲醒得可真及时 他早就看出 沈志江是装晕的 因为不敢面对他 所以就把轻折萧俊推到前面顶锅 他说萧俊被人荡枪使 真不是在嘲讽他 而是事实 沈志江这种人 不管嘴上说得多好听 到了紧要关头上 他最看重的还是他自己 也就萧俊年轻气盛 三言两语就被忽悠了 志江 你醒了就好 头上的伤怎么样 没事吧 老侯爷还是惦解儿子的 看他从昏迷中醒来 心里也松了口气 爹 我没事 沈志江眼神有些躲闪 继而又悲愤道 主要是俊儿这孩子可怜 我过来看看 没想到 竟然被沈婉这个没良心的畜生 废了一只手 爹你可一定要给这儿讨个公道 我的这儿 萧夫人也应景地哭诉起来 老侯爷不悦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好好说清楚 沈志江立刻把事情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重点放在他来找沈婉要解药 沈婉却再三刁难不肯给 最后萧俊忍无可忍地站出来 想踢舅舅表妹出口气 没想到却被沈婉废了一只手 萧令月也没有打岔 似笑非笑地听着他说 青罗咬紧了嘴唇 心里又急又慌 却不敢开口争辩 事情根本不是老爷说的这样 等沈志江说完事情经过后 老侯爷一阵脸色铁青 萧夫人更是双眼通红仇恨地瞪着萧令月 咬牙切齿地道 你这个畜生 还有脸说你不是故意的 俊儿他一片狭义心肠 你竟然敢把他伤成这样 你这个畜生 贱人 你该死 我们萧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老侯爷立声道 沈婉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捂着头的沈志江 和捧着胳膊的萧骏 更是咬紧牙关 怨恨至极地看着他 一时间 萧令月仿佛万夫所指 所有的错都被扣在他头上 人人指责 尽好似百口莫辩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 萧令月却笑了起来 他笑得无比讽刺 乌黑清亮的眼睛 看着老侯爷一群人 犹如看笑话一般 这就是他的亲人 好一窝虎狼般的亲人 沈婉 你笑什么 老侯爷沉着脸怒斥 所有人恨不得活撕了他 萧令月嘲讽笑道 我笑我今天开了眼界 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笑的事情 他目光看向沈志江 一个带头污蔑女儿的亲生父亲 然后又看向脸色铁青的老侯爷 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爷爷 再然后 是咬牙切齿的萧夫人 一个泼妇一样 蛮不讲理的亲姑姑 最后 他轻蔑地看向萧骏 还有一个心狠手辣 却又没本事的表哥 一大家子人凑在一起 个个都自以为正义 天底下 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简直惊呆了 他怎么敢 他竟然敢这么说 甚至连老爷子也一起骂了进去 老侯爷愣正片刻后反应过来 被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 萧夫人赶紧扶住他 给他顺气 过了好半晌 老侯爷才勃然大怒道 你这说的是什么东西 我看你就是翅膀硬了 想造反了是不是 萧令月皮笑若不笑的说 造反不敢 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老侯爷气得胸膛激烈起伏 手指哆嗦着 要不是当着满院子吓人的面 他恨不得重重抽他一耳光 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放肆 更没有人敢在他面前 指着他的鼻子 说他是非不分 老侯爷怒急反笑道 好好好 你说你父亲带头污蔑你 那你现在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清楚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在老夫面前作妖 沈志将沾满血的眼皮 默得抽跳了一下 萧令月却不领情 吃笑道 我说了 祖父就会信吗 一边是祖父的亲生儿子 一边是我这个从小不在府里长大的便宜孙女 人都有私心 祖父想偏心自己儿子 我也能理解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若是不说 就证明你父亲说的话都是真的 那就别怪老夫秉公处置了 老侯爷的眼神阴冷无比 好吧 既然祖父都这么说了 我不解释一下 好像显得我心虚了一样 萧令月似笑非笑地道 其实事情很简单 我今天刚回侯府 凳子还没做热 父亲就带着萧骏 领着一大群人浩浩荡荡的来找我 刚一见面 父亲就要赏我一耳光 要我拿出沈玉婷的解药来 你下毒害了你姐姐 你父亲来找你要解药 有什么不对 老侯爷冷声说道 我没说父亲做的不对 相反的 他还特别伟大 为了救他心爱的女儿 甚至想杀了我 威胁我拿出解药来 萧令月悠悠笑道 可真是一位好父亲啊 老侯爷 他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瞪我儿子一眼 让他来找沈环拿解药 他就是这么干的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沈志将满是血的脸上造得通红 又羞闹 又愤恨 他忍不住争辩道 我只是担心玉婷的伤势 要不是 他心肠恶毒 我也不至于这么对他 沈志将替自己洗白的话 还没说完 萧令月平静地打断道 我知道 父亲对我没什么感情 比不上从小在他身边 养大的沈玉婷 还是那句话 人都有私心 父亲偏谈喜欢的女儿 对另一个女儿命如草剑 我也能理解 老侯爷眼皮子一跳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却没有说什么 但是 话又说回来 我能包容祖父和父亲的私心 两位长辈却好像不能包容我 我也是有私心的 萧令月语气悠冷地道 祖父和父亲对我怎么不公平 我都能忍 但是 我绝不允许有人把主意打到我儿子头上 谁敢躲我儿子一下 我就敢要他的命 沈玉婷为什么会中毒 祖父和父亲心里都很清楚 我是不可能轻易原谅他的 所以 父亲带着人来 逼我拿出解药 我就跟父亲提了一个条件 老侯爷冷冷道 什么条件 萧令月道 我要沈玉婷亲自丢我儿子 赔礼道歉 他不来 我就不会拿出解药 就这么简单 你是疯了吧 萧夫人鄙夷的说道 你的儿子是什么身份 玉婷是什么身份 你也敢让玉婷给他赔礼道歉 还有没有备份伦理了 我就没听说过 长辈给小辈赔礼道歉的规矩 我儿子身份堂堂正正 她是我和我夫君敌出的长子 沈玉婷算什么东西 一个姨娘生的庶女 她也配当我儿子的长辈 萧令月声音冷淡又轻蔑 她看着萧夫人又是冷笑一声 萧夫人这么积极地替一个庶女说话 还觉得她也配做长辈 这么说起来 萧府后院里的那些姨娘 个个都是你儿子的长辈了 你 萧夫人顿时脸色发青 气得说不出话来 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因为萧夫人和华姨娘关系好 沈玉婷又是华姨娘的女儿 她自然站在他们这边 所以也不觉得沈玉婷 做北北的长辈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换成是萧府后院的那些姨娘 谁敢自称是她儿子的长辈 她非得撕了那个贱人不可 萧令月道 沈玉婷敢对我儿子下手 我没要她的命 已经是看在沈家的血脉上网开一面了 要我拿出解药不是不行 但她必须来给我儿子赔礼道歉 我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了吧 但是父亲和表哥又是怎么做的 他们不但拒绝了我的条件 还非逼我拿出解药来 我不同意 表哥就打着替沈玉婷出头的名义 提前要教训我 哦 不对 她应该是想杀我 可惜她没这个本事 反而败在了我手里 说到这儿 萧令月特意停了一下 似笑非笑地看向萧骏 我说的没错吧 萧骏 她脸色难看得无话可说 老侯爷也看到了萧骏的表情 心知沈婉说的都是事实 她也不好指责 沉着脸道 你继续说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萧令月冷淡道 表哥败在我手里 父亲见状不好 怕拿捏不住我 就想抓我的儿子来威胁我 我看到他伤了我儿子 情急之下 就把表哥踹了出去 父亲和表哥就因此受伤了 然后 祖父和萧夫人就来了 你撒谎 沈志江好不容易抓到他的漏洞 赤急白脸的怒斥道 我亲眼看见你 故意踩了这儿的手 你根本就是故意想废了他 父亲当时不是昏迷了吗 怎么看见的 萧令月挑眉讥讽 难道父亲是怕我对你不利 所以故意装晕 让表哥替你顶罪 沈志江立刻噎住了 萧夫人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大哥 真的是这样吗 沈志江支支吾吾的说 我是晕过去了 碰巧在那个时候醒的 既然如此 父亲为什么要一直趴在地上不动 明明都看到我踩表哥的手了 怎么不见父亲站起来阻止我呢 萧令月直接打断质问道 沈志江哑口无言 大哥 俊儿可是你的亲侄儿 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受伤吗 你怎么这么狠心 萧夫人脸色阵阵发青 我有什么办法 沈志江被指责的恼羞成怒 分明是沈婉太恶毒 他这么心狠手辣 我拿什么阻止他 而且我都伤了他儿子 他要是知道我醒着 拿毒药对付我怎么办 这才是真心话 萧夫人气得尖叫道 大哥你怎么能这样 俊儿可是为你女儿出头 才伤成这样的 我让她出头了吗 是她自己没本事还要逞强 连个乡下丫头都打不过 还有脸怪别人 沈志江也憋了一肚子的不满 要不是萧俊太没用 对付不了沈婉 他用得着担惊受怕 还被砸伤吗 萧夫人听到这话肝火上涌 抬手就重重扇了沈志江一耳光 你也配当这儿的舅舅 你儿子没本事 你竟然跟我动手 你还有没有把我当你亲哥了 沈志江挨了一巴掌 气得火冒三丈 眼看兄妹俩竟然不分场合的吵了起来 老侯爷只觉得颜面尽失 低吼道 都给我闭嘴 沈志江和萧夫人吓得肩膀一缩 善善地闭上嘴 不敢再吵了 心里却各自不服气 萧令月丝毫不意外这种情况 只看沈志江的性格 就知道老侯爷教养儿女不合格 萧夫人是沈志江的亲妹妹 兄妹俩完全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自私又自利 好的时候你好我好 一旦有利益冲突 兄妹感情就算个屁 萧令月嘲讽地看着被丫鬟搀扶的萧俊 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我说你蠢 被人当枪使了吧 萧俊苍白阴沉的脸上一阵难堪 看向沈志江的眼神 也不负从前那样亲密如沐了 竟带着一丝恨意 你是不是后悔了 萧令月悠悠地问道 替别人的女儿出头 别人不但把你当枪使 当傻子糊弄 关键时候还把你推出去顶锅 眼睁睁地看着你的手被吠 也没有替你说一句话 你心里是不是很后悔啊 何止是后悔 萧俊悔得简直连肠子都轻了 甚至恨上了自己的亲舅舅 早知道会这样 他就不该强出头 不该来南洋侯府 更不该把沈志江这种人当舅舅看 沈婉 老侯爷听到了萧令月的话 心头一跳 当即怒斥道 你做事如此心狠手辣 先是毒害了你姐姐 又打伤了你表哥 连你父亲你都不放过 你非要弄得沈家家破人亡才高兴吗 他不能让沈婉继续说下去 他这些话分明是在挑拨萧俊 激起他对沈家 对沈志江妇女的怨恨 沈家和萧家本来是很好的联姻关系 结果却因为一个沈婉 现在都快闹成仇人了 老侯爷心里又气又恨 却拿他没办法 萧令月微笑道 祖父严重了 我向来与人为善 任何人只要不放到我头上 我自然不会主动招惹 不管是沈志江 沈玉婷 还是萧俊 哪一个是他主动招惹的 老侯爷狠狠瞪他一眼 现在不是跟他掰扯这些的时候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 具体是怎么回事 老侯爷心里也有数了 这件事 沈婉有责任 但主要责任 还是沈志江和萧俊的 沈婉最多就是出手过重 连恶意伤人 他都有理由推脱 再追究下去 即使能给沈婉扣上罪名 萧家和沈家 也必定会撕破脸 实在是得不偿失 说来说去 还是因为沈玉婷 为了他那张脸 侯府上下 已经半个月鸡犬不宁了 现在又是为了给他出头 沈志江才带着萧俊对上了沈婉 结果陪了夫人又折兵 老侯爷即使厌恶沈婉 此刻心里对沈玉婷 也有了强烈的不满 更何况 沈玉婷的脸已经毁了 价值大打折扣 老侯爷对这个孙女 更没有多少怜悯可言 说到底 老侯爷能养出沈志江和萧夫人 这一对儿女 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而已 事情经过 我已经知道了 老侯爷威严地开口道 这件事 志江和隽儿都有责任 但最主要的责任还是你 沈婉 你做事不顾后果 很辣薄情 把你表哥伤成这样 还不给你姑姑和表哥赔礼道歉 回头萧家追究起来 你一力承担责任 任由萧家处置 萧令月一听就知道 老侯爷这是要把他推出去顶罪了 萧俊伤成这样 萧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而老侯爷作为一家长辈 却丝毫没有担当 只想着把他推出去了事 免得连累了沈家 说得好听 任由萧家处置 换句话来说就是不管了 哪怕萧家要他赔上性命 老侯爷也不会多说半句 萧令月冷笑 我自认我没做错什么 凭什么要道歉 萧家如果要找上我 我也不是白白给人背锅的 大不了告上金赵府 公堂之上好好辩论一番 听到这话 萧夫人刚有几分缓和的脸色 又铁青了 老侯爷威严的脸上露出一丝轻蔑 不知天高地厚 你以为萧家是什么身份 金赵府又能如何 这件事就算他去告官都没用 因为不会有一位朝中官员 会冒着得罪萧家的风险 替他主持公道 更何况 萧军的手确实是被他锁伤 人证物证俱在 如果萧家一力 要追究到底 审婉必须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萧令月脸上却不见惊慌 淡淡地说 金赵府管不了 还有刑部 刑部管不了 还有陛下 大不了我去宫门敲闻灯骨 是非公道 总有一个能说理的地方 老侯爷脸色铁青怒道 你疯了是不是 非要把事情闹这么大 祖父都要把我推出去顶罪了 我不把事情闹大 只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萧令月痴笑一声 眼眸幽冷无比 既然要闹 索性就闹到底 闹得天翻地覆才痛快 我有什么好怕的 他本来就是孤身一人 只要保护好北北 他就没什么好顾虑的 相反的 萧家家大业大 又传承多年 府里府外见不得人的事情一大堆 真要告上金鸾殿 该怕的人也不是萧令月 他跟萧家本来就有仇 萧家想找他算账 他正好心仇旧恨一起算 老侯爷这么大年纪的人 一时都被萧令月冰冷的眼神 弄得有些暗自心惊 更别提萧夫人母子了 花园里气氛冷凝 老侯爷人老成精 从萧令月的态度就看得出 他是认真的 而且他明显不怕萧家 甚至还有点期待 萧家主动来找他麻烦 这是为什么 多疑的老侯爷 一下子想得深了 难道神晚背后有别的靠山 让他即使对上萧家 也能稳操胜券 这个靠山是谁 谁有这种本事 老侯爷一瞬间就想到了翼王殿下 暗自心惊了一下 如果翼王殿下愿意帮着神晚 保护他 替他撑腰 那他确实是不用害怕萧家的 整个北清国 还没人敢和翼王府作对 老侯爷打死也不会想到 萧令月之所以不怕萧家 是因为他有自信 同时也知道萧家的弱点和把柄 即使斗不过 他也有带着北北全身而退的底气 所以 自然没有畏惧可言 但是在老侯爷看来 神晚却是毫无底气的 他只能想到 是有人在背后替他撑腰 任何事情只要牵扯到翼王殿下 京城的熏贵人家都要谨慎再谨慎 生怕有不尽之处 老侯爷也不例外 他深深看了萧令月一眼 眼神饱寒深意 又带着审视 看得萧令月莫名其妙 但是他也没想到 被他态度强硬的那么一说 老侯爷非但没动怒 反而直接跳过了萧家这个问题 沉着脸说道 你父亲这件事做得不好 他也算尝到教训了 但一笔写不出两个审字 玉婷毕竟是你姐姐 你也该适可而止 把解药拿出来吧 一笔写不出两个审 这句话既是警告 也是叮嘱 沈婉终究还是沈家人 血浓于水 没必要闹得于死网破不可 萧令月听得懂老侯爷的意思 他只是感到惊讶 不知道老侯爷的态度 怎么会突然转变 刚刚还一副要把他推出去顶罪 不管他死活的样子 现在却又打起了感情牌 话里话外都在说 他是沈家的一份子 态度可谓转变极大 不过 虽然不明白 但也不影响他照单全收 祖父说的是 我也无意为难沈玉婷 只要他来丢儿子赔礼道歉 我自然会把解药给他 老侯爷噎了一下 瞪着眼睛说 你非要如此吗 萧令月道 做错了事就该承担代价 除非他道歉 否则我没有义务要帮他 老侯爷深吸一口气 压下怒一道 好 道歉就道歉 我替玉婷答应了 爹 沈志江不敢置信地看着老侯爷 你给我闭嘴 没有你说话的份 老侯爷恨铁不成钢地瞪着他 几十岁的人了 这么一点小事你都办不好 还连累了卷 你现在就给我去祠堂里跪着 好好反省一下 沈志江被劈头盖脸的骂猛了 脸色五彩斑斓 坐在地上没动 旁边的侍卫 收到老侯爷的暗示 走上前来扶起他 低声道 侯爷 走吧 爹 沈志江还没有反应过来 给我滚 看到你就来气 没出息的东西 老侯爷张口又骂了一顿 侍卫赶紧扶着沈志江离开了 速度之快 连萧夫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萧令月倒是看出来了 老侯爷这是在护着他儿子 毕竟 沈志江拿萧骏当枪使 又拿他挡护的事情 已经被他戳穿了 还被萧夫人扇了一耳光 他继续留在这儿 讨不到好处 反而会惹得萧夫人母子不满 老侯爷故意训斥他 又让他去跪祠堂反省 其实是做给萧夫人母子看的 萧令月讽刺的心想 在嫁出去的女儿和外孙之间 老侯爷还是更在活儿子一点 即使沈志江在窝囊无能 老侯爷该护着还是护着 爹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哥做了这样的事 害得娟儿手都要废了 就只是跪一跪祠堂 就算完了吗 萧夫人也不傻 愤怒地质问道 萧军被丫鬟扶着 虚弱地站在一旁 眼里全是阴霾与愤恨 老侯爷皱眉道 娟儿受伤 也不全是你大哥的错 我这就让人拿我的帖子 去请太医院院盼过来 让他给卷好好看看 那大哥的所作作为 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萧夫人怨愤不甘心 于儿 老侯爷深深凝望着他 他毕竟是你亲大哥 他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你可以怪他 但是别忘了 南阳侯府现在是志江做主 爹已经老了 萧夫人就算嫁了出去 南阳侯府也是他的娘家 沈志江更是他的亲哥哥 女子在婆家能否地位稳固 一看夫君 二看手腕 第三 看的就是娘家地位 老侯爷的话 是在提醒萧夫人 就算你嫁到了萧家 也不能不为娘家人考虑 否则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没有娘家帮衬 你在婆家也讨不到好处 萧夫人满脸不甘心 却不好再说什么 但他很快又把矛头指向了萧令月 大哥的事暂且不说 那沈婉呢 娟儿的手就是被他伤的 他必须给萧家一个交代 比武较量 难免会有失误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老侯爷毕重就轻地说道 总之 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娟儿的伤势 我这就叫人去请院判 不用了 萧骏虚弱阴冷的声音忽然响起 他脸色铁青难看至极 直勾勾地盯着老侯爷 外祖父的意思 娟儿明白了 不敢劳烦您老人家 太医 我萧家自己能请 这笔账 我萧家也能自己算 他绝对不甘心 自己的右手就这么白白的废了 沈志江也好 沈婉也好 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南洋侯府 一切老侯爷说了算 他要维护儿子和孙女 萧骏和萧夫人都没有办法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等回了萧家 他自会请父亲替他做主 娟儿 老侯爷眼皮一跳 外祖父不用说了 萧骏直接打断 目光阴冷地看了一眼萧灵月 又看向萧夫人 母亲 我们回家吧 那沈婉怎么说 就这么便宜放过他了 萧夫人不甘心 我们回家 萧骏咬牙道 现在就走 萧夫人看到他苍白的脸上 冷汗直流 心疼得不得了 好好好 都听你的 我们回家 这就回家 老侯爷见状不好阻拦 管家 好好送元和娟儿出去 快马去请院判 直接到萧府问诊 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务必要治好这儿的手 是 是 管家连连点头哈腰的印象 萧夫人闻言 脸色也缓和了几分 扶着萧骏 带着丫鬟匆匆走了 花园里顿时显得空荡了不少 老侯爷脸色一沉 看着萧令月 现在你满意了吧 萧令月只平静地道 祖父想说什么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如果萧家要兴师问罪 你最好自己处理干净 别给南洋侯府惹麻烦 老侯爷语气严厉地说道 萧令月轻笑一声 不置可否 南洋侯府的麻烦还少吗 还有 老侯爷沉冷威严地说道 玉婷那边 我会让她过来陪礼道歉 但你最好说到做到 早点把解药拿出来 不要再生出事端了 萧令月道 只要沈玉婷真心道歉 我也没有刻意为难她的理由 最好是这样 老侯爷深深看了她一眼 离开时又停顿了一下 沈婉 你对你这个儿子倒是十分看重 萧令月微微瞇了一下眼 他是我的儿子 我当然看重 老侯爷没有再说什么 带着人浩浩荡荡地走了 花园里彻底空荡下来 只剩下几个清扫的丫鬟 战战兢兢地站着 还有一地的狼藉 你们去打扫吧 先清理一间屋子出来 我累了 萧令月扫了他们一眼 淡淡吩咐道 是 丫鬟们急忙硬下 匆匆打扫去了 萧夫人带着萧骏 匆匆离开南洋侯府 随后又有快马奔去太医院 请出了院判 直奔萧家而去 这些动静瞒不过人 很快 身在京郊军营里的战北寒 就收到了消息 得知了南洋侯府发生的事 本王就知道 那个女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安生 这才回侯府不到半天 就废了萧骏一只手 打得沈志江满头是血 战北寒勾唇一笑 他倒是下手够狠的 营帐里不止他一人 旁边的小桌上 还坐着一个身披荷场的俊秀男子 男子的年纪与战北寒差不多大 生得乌发如痰 唇色苍白 修长的眉眼如水墨勾画一般 通身都是文人的俊秀雅致 坐在军营里 却丝毫不显突兀 听到战北寒的话 云书低笑一声 王爷最近总盯着 这位沈姑娘 连人家回了侯府 都不忘派人监视 看来兴趣真不小啊 战北寒嫌腻他一眼 少说这种风凉话 本王盯着他 还不是因为 因为他身份可疑 来历不明 王爷不放心 所以才要紧密监视 云书直接接上他的话 伸手慢慢烤着火 似笑非笑地道 这些话 王爷翻来覆去 都说过多少遍了 就不用再提了吧 你知道就好 这偌大的京城里 身份可疑的 又不止沈婉一个 王爷何必总盯着他过不去 云书无奈地摇头笑道 若是之前也就算了 但王爷不是说 沈婉已经主动跟你表了态 也承认了他 并非真正的沈家小姐 也不必再盯得这么紧了吧 战北寒沉声道 但他始终没有说 他到底是谁 或许是有什么苦衷 不便说出口 云书猜测道 不像 战北寒直言道 他更像是故意隐瞒 尤其不想让本王知道 云书不解地问 王爷从哪看出这一点的 战北寒沉默片刻 才说直觉 云书要不是知道 他直觉灵敏 他都要怀疑 王爷故意忽悠他了 云书虽然看起来 一身文人气质 却是实打实的军队中人 隶属于战北寒麾下 只是身份比较特殊 他既不是将军 帐房先生 而是专门负责情报的 战北寒麾下 除了一支暗卫之外 最重要的情报网络 都掌握在云书手中 两个人年少便相识 一直处世至今 彼此都信任默契 所以云书也很清楚 战北寒 不会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他 他既然这么说了 肯定有他的理由 故意瞒着王爷 为什么呢 云书沉引道 难道他的身份 与王爷有关 战北寒微微眯起眼 脑海中闪过他肩头淡白的咬痕 信息太少 凭空推测也是无用 既然他短时间内 不会离开京城 王爷又对他疑心颇深 暂时派人盯着也无妨 云书笑道 更何况 他费了萧骏的一只手 也算是间接解决了 我们一个麻烦 战北寒神情冷宁不语 萧承刚一直想把萧骏 送进隆陵位 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但他毕竟是 王爷的前岳父 又有世子这一层关系在 如果真的厚着脸皮 向陛下推荐自己的儿子 只怕陛下也不好 搏了他的脸面 云书淡淡说道 王爷既然厌恶萧家算计 萧骏如果真的被废了 倒也算件好事 即使他没有被废 右手受了伤 也足够让萧家消停一段时间了 你说的这些 本王心里有数 战北寒冷淡说道 看在寒寒的面子上 他不便对萧家下手 但心里的厌恶和不喜 却早已经种下了 在五年前 萧家绞尽脑汁算计他 想利用他做跳板的时候 战北寒心里一直都清楚 只是看在寒寒的份上 没有跟萧家计较 毕竟 寒寒身体里 也有一半萧家的血 如果萧家落难 甚至悲伤污名 对寒寒的名声也有影响 如非必要 战北寒轻易不会动萧家 昭明帝同样也是 顾虑这一点 如果萧家够识趣的话 荣华富贵少不了他们 可惜 萧家显然不知足 萧家总共就两个儿子 萧骏如果真的被废了 只怕萧家 不会善罢甘休 云书微微醋没到 那位沈姑娘 恐怕是要惹上麻烦了 自己解决与本王有什么关系 云书耸耸耸肩 好吧 那他只好祈祷 那位不知身份的倒霉姑娘 自求多福了 阿帖 翡翠楼里 萧灵月突然打了个喷嚏 北北裹着毛毯 担心地看着她 娘亲是不是着凉了 没事 萧灵月摇摇头 她正在给北北上药 一时也没空想多的 肚子给我看看 是不是轻了 没有啦 北北不太情愿地松开毛毯 露出光溜溜的小身子 还说没有 这不是吗 萧灵月一眼看到了她白嫩嫩的小肚子上 有一块磕碰出来的淤青 显然是在石桌上撞出来的 她沉怒地瞪了小家伙一眼 从药罐里挖出一块药膏 再掌心搓热了 过来 先上药 一向乖巧听话的北北 此刻却很不情愿 嘟囔道 娘亲 我怕痒 我会轻一点 就是越轻越觉得痒 北北苦着脸 磨磨蹭蹭地靠过去 萧灵月将掌心搓热的药膏 敷在淤青上 轻轻地揉开 哈哈 好痒 娘亲 别揉了 北北羊得一边笑一边躲 这药膏敷上之后 要按摩几分钟 效果才好 萧灵月伸手按住她 手上一顿揉搓 北北想躲都躲不开 笑得喘不过气来 等上完了药后 萧灵月重新给她穿上衣服 看着小家伙笑得脸颊飞红 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又有点心软 摸了摸她软软的黑发 好了 不痒了 先休息一下 晚上想吃什么 北北哀怨地看她一眼 想喝鱼片粥 好 娘亲给你做 萧灵月满口答应 起身叫了丫鬟 让厨房准备一条鲜鱼 另一端 侯府的祠堂里 老侯爷背着手 站在祖宗排位前 旁边的地上 跪着满头是血 脸色苍白的沈志江 爹 你说的是真的吗 沈婉 他真的有翼王殿下撑腰 沈志江惊慌地说道 如果是真的 那他得罪了沈婉 岂不就等于得罪了翼王殿下 这只是维夫的一个推测 暂时还不确定 老侯爷刚一说完 看到沈志江 急切想说什么的表情 又皱眉道 但是 沈婉跟翼王殿下关系匪浅 这点是肯定的 他之前在翼王府 借助那么长时间 你真以为 是他自己想住的吗 沈志江茫然 不然呢 不是他自己想住 难道是 被人逼着住的 他一直以为 是沈婉厚厚着脸皮赖 在翼王府不肯回来 心里很不满 这京城里 想住进翼王府的人那么多 你见过 有几个能真正跨进王府的门 沈婉能住进去 就是他的本事 老侯爷意味身长地道 维夫一直没有告诉你 沈婉接住翼王府 其实是翼王殿下的意思 什么 沈志江大吃一惊 半个月前 维夫接到了翼王殿下 身边暗卫传来的口信 让我寻一个合理的借口 让沈婉继续留宿翼王府 我便派了管家过去 说翡翠楼需要修缮 让沈婉在外多住几天 你知道管家回来后说了什么 沈志江脑子里一片乱麻 下意识地摇摇头 管家回来后说 他亲眼看到 沈婉和他的儿子 和翼王殿下 以及小柿子 同桌用餐 看起来十分亲密 老侯爷眼底闪过一丝 灼热的亮光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沈志江震惊地摊坐在蒲团上 反应不过来 老侯爷也不需要他回答 自顾自地说道 自从当年的翼王妃死后 翼王身边就只有一个 出身不高的侧妃 翼王又向来不尽女色 从未听说过 他对京中哪位女子 亲近过半分 唯独沈婉不一样 他就下了小柿子 柿子亲口任他做娘亲 翼王也因此对他刮目相看 甚至还主动让他留宿翼王府 与他同桌饮食 光是这些 就足够证明 殿下对沈婉不一般了 沈志江心惊肉跳地说道 爹 你的意思该不会 是想让沈婉攀上翼王吧 这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京城里谁不知道 翼王不尽女色 又冷酷无情地厉害 在角色动人的美人摆在他面前 他连一个眼神都欠缝 丝毫不为所动 同样是男人 沈志江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点 只能说不愧是翼王 他怎么可能看得上神万呢 老侯爷却不动声色地说 为父也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静观其变 顺水推舟而已 如果翼王真的有这份心思 对南阳侯府来说 就是从天而降的大馅饼 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 正因为馅饼太大 好处太多 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老侯爷也愿意赌一赌 反正输了也不吃亏 现在谁也说不准 翼王殿下 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不能去主动验证 免得引起殿下的不满 最好的办法就是静观其变 对沈婉的态度也不能太过分 正常相处即可 万一他日后有福气进了翼王府 不管是做侍妾还是侧妃 对我们沈家都是有利无害的 老侯爷心里盘算得很清楚 沈婉已经嫁过人 又生了孩子 即使是侯府嫡女 也不可能再进王府做正妃 最有可能也是最合适的 大概就是个侍妾 可就算是做妾 那也是翼王府的妾 隐形地位 可比一般官员的正式夫人还要高 最多就是名声不好听 老侯爷又怎么会把沈婉的名声放在眼里 这跟侯府的利益和好处比起来 完全不值一提 沈志将彻底惊呆住了 他瞠目结舌地看着老侯爷 一时间分不清是自己在做梦 还是他爹在做梦 让沈婉去攀附翼王殿下 这 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有什么区别 传出去都会笑掉别人的大牙 偏偏老侯爷盘算得很认真 半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 沈志将憋了一肚子的话也不敢开口 为父告诉你这些事情 你万万不能透露给旁人 只我们父子二人知道最好 另外 你对沈婉的态度也要收敛一点 就算再厌恶他 表面上也不要表现出来 免得败坏了他和沈家的情谊 日后对沈家不利 老侯爷口吻严肃地说 还有 玉婷的事情 我也和沈婉说定了 就让玉婷去给他儿子赔礼道歉 这也不算什么 都是一家人 早点解读 总比他现在半人不轨地躺在床上好 沈志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可是 玉婷那边 他会答应吗 老侯爷不容智慧地道 你亲自去和他说 让他去赔礼道歉 越快越好 再过几天就是先皇后的生计日 按照往年的规矩 陛下会带着太子 诸位王爷 还有朝中重臣 以及家眷去相国四季拜先皇后 这是大好的机会 玉婷的脸 如果能尽快恢复 也能跟着露露脸 即使没机会攀上湘王 能勾住其他的薰贵公子也不错 老侯爷并没有打算 让沈玉婷这个精心培养的孙女 就这么白白地浪费掉 该用还是要用 儿子知道了 沈志将只好点头答应 老侯爷又叮嘱了几句 让他别再和沈婉怒气 沈志将都一一硬下后 老侯爷便满意地让他回去了 沈志将晕呼呼地起身 又晕呼呼地走出祠堂 被小四扶着走回房间 大夫已经等候多时了 等到大夫把他的伤势处理妥当 又开了要离开后 沈志将才仿佛如梦初醒 真正理解了老侯爷的意思 不得不承认 姜还是老的辣 老侯爷的考虑和算盘非常周全 侯府也不需要付出什么 顶多就是对沈婉的态度好一点 让沈玉婷受点委屈 只是 他先前答应过玉婷 等正被侯府的人来退了婚 他就把沈婉母子赶出去 免得留下碍眼 现在只怕是不可能了 真要赶走沈婉 老侯爷就第一个不同意 沈志将皱着眉头 在屋里来回走了好几圈 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最后只能长叹一声 任命的去了沈玉婷的屋子 不管怎么样 先拿到解药才是正事 沈玉婷都快被折磨得神志不清了 再继续拖下去 他真要疯了不可 沈志将本来还担心 他会不答应 可是没想到 他到了沈玉婷的屋子里 驱走了其他丫鬟 一脸为难的把事情告诉了他 刚吃过药的沈玉婷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沈志将有些不敢置信 玉婷 你听清楚爹的话了吗 你真的愿意 给那个小畜生赔礼道歉 沈玉婷奄奄一息的躺着 虚弱又惨淡的说 爹爹 我听清楚了 我愿意跟三妹道歉